大明 宣府 赤城 新军索 裹了裹自己身上的衣服 李刚骑在马上向城外而去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一起床 天就冷了 冻的人只打哆嗦 刚走出门口 迎面就看到了骑马来的张仲理 拉住了战马的缰绳 张仲理来到了李刚的身边 恭恭敬敬地行礼 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人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情况怎么样 回大人 我们检查了几块区域的土豆地 有的还好一些 有的土豆秧已经被冻死了 按照大人的吩咐 我们挖开了地 地下的土豆还好 并没有被冻伤 张仲理连忙开口说道 李刚顿时松了一口气说道 这就好 这就好 大人 土豆是不是该收了 老前头站在旁边开口问道 在整个新军所 如果说谁对土豆最了解 除了李刚之外 没有别人了 所有人都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李刚 大家其实早就想收土豆了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开始收吧 众人顿时发出了欢呼声 李刚也很无奈 他想让土豆再长些日子 可是时不我待 天气突然转冷了 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寒冷天气会持续多久 或者接下来会不会变得更冷 土豆秧已经被冻死了 土豆也不可能再长了 现在土豆还没有被冻 趁着机会赶快把土豆收了 否则这几个月就白忙了 到了冬天 老百姓一样 没有收成 李刚一声令下 轰轰烈烈的收土豆运动便开始 无论是城内外的百姓 还是各个堡垒的百姓 所有人都开始忙碌着收土豆 一车车的土豆 被运送回了自己的家里 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夜幕降临 寒风吹了起来 新军锁 守备衙门后院 李刚坐在炭火盘的旁边 一边搓着手 一边目不转睛地 看着炭火盆当中烧着的土豆 旁边的灶火上 一大锅土豆正在炖着 冒着咕嘟嘟的热气 老前头带着人在外面烙饼子 屋子里面弥漫着大饼子的香味 众人的脸上 全都带着期盼的神情 忙了一天了 每个人的肚子都饿了 大饼子的香 喂炖土豆的香味 在鼻子里面来回地窜 让每个人有些忍不住了 很快炳好了 土豆也炖好了 每个人盛了一碗土豆汤 拿着大饼子 一边吃土豆一边吃饼 偶尔还能在土豆汤中 翻出一块肉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李刚吃着 脸上的笑容也越发地灿烂了 吃完了大饼和土豆汤 每个人分了一枚烤土豆 旁边烧着的热茶水 也被倒在了大碗当中 大家吃着土豆喝着热茶 算是甜甜肚子里面的缝隙 马上就要入冬了 李刚放下手中的大碗茶说道 入冬之后什么都做不了 咱们只能在这里猫冬 所以有什么事情要尽快解决 大家都说说吧 众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都有一些迟疑 不要多想 李刚笑着说道 无论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张仲理 你来说吧 好 我来说 张仲理点了点头 放下了手中的茶碗 自从离开了军队之后 张仲理和老前头 担负起了整个新军所的行政体系 老前头的年纪大了 不能在外奔波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城里面 处理城里面的事 外面的堡垒中有事的 都是张仲理去处理的 大人 现如今新军所的人口 大概有十万了 我计算了一下 今年土豆的产量 加上咱们囤下的物资 让百姓吃饱了过冬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张仲理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说道 在我们刚到新军所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众人的脸上全都露出了笑容 张仲理的话 让所有人心情大好 对于边关的人来说 只要能填饱肚子 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 年底了 我会有所奖赏的 让大家一定过一个好年 过一个肥年 多谢大人 众人连忙大笑地说道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你们也不要光报喜不报忧 我现在让你们说的是问题 有什么问题需要在年前解决的 现在都可以说出来 大人 张仲理面容严肃地向前一步说道 我要说的 虽然是年前要解决的问题 但其实是明年的问题 说来听听 李刚面容严肃地点头道 昨天我和老前头统计了一下 咱们这里的人口 还在持续增加 入了冬之后 可能会更多 毕竟各地的衙门粮食都不多 他们还在往咱们这送人 张仲理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旁边的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除非大雪封路 否则这个趋势不会停 按照我和张仲理的计算 在大雪封路之前 估计还会有几万人到来 他奶奶的 韩正站在旁边 忍不住大声地咒骂道 那些当官的 都是吃干饭的吗 凭什么把人全往咱这边送 咱们给他送回去 李刚笑着伸出手按了按 瞪了一眼 韩正说道 早就和你说过了 不要着急 凡是要仔细地商量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明白吗 太欺负人了 韩正坐了下来 一脸不满地说道 张仲理在旁边拿起了大茶壶 给韩正倒了一壶水 然后开口说道 我要说的 不是把人赶走 而是想问问大人 能不能多准备一些粮食 把这些人留下 还留下 韩正抬起头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张仲理点了点头说道 韩大人 你没观察过咱们城内 你不知道 我问你现在的新军所 比起咱们刚来的时候如何 韩正想了想之后说道 那是要热闹很多 现在各种商人都有 以前买不到的东西 现在全都能买到了 城里甚至还有人开赌场和妓院 李刚就皱起了眉头说道 有人开赌场和妓院 韩正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 就这几天开的 听说很热闹 城里好多人都去了 疯了 李刚看着韩正美好去地说道 明天一早 你带着人去把开赌场和剧院的人 给我抓回来 把赌场和妓院给疯了 大人 这不好吧 韩正有些迟疑地说道 大明律法也允许开赌场和妓院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合适 你参股了 李刚盯着韩正 阴沉着脸说道 韩正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连忙站起了身子 摇了摇头说道 大人 我可没有 在场的人全部进入寒蝉 没有人敢开口说话 他们都看得出来 大人这是生气 作为跟大人一起走出来的老人 他们可太清楚大人的脾气了 大人一旦生气了 那事情就太严重了 平日里 大人拿自己这些人当兄弟 嘻嘻哈哈的 来大人这里蹭吃蹭喝 甚至拿大人一些东西 大人都不会生气的 真要是遇到了事 大人生气了 他们没人敢出李刚的眉头 新军所的这段时间 李刚的威望越来越高 无论是在百姓之中 还是在军中 李刚的威望无人能及 威望带来的自然就是权力 整个新军所 没有人敢反抗李刚 没有你就去抄了 李刚盯着韩正道 把老板给我抓回来 大人放心 我一定办好 韩正连忙恭恭敬敬地说道 行了 坐下吧 李刚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笑容 周围的气氛 一下子就松了下来 李刚这才转头 看向了旁边的老前头说道 明天出一份告示 严肃一下 不许买卖人口的规矩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放心 我明白 告示贴出去之后 你们准备来一场严打 李刚转头对张仲理说道 城里面人多了 商人也多了 鱼龙魂珠什么人都有 是该收拾收拾了 老前头和张仲理对视了一眼说道 是 大人 关于严打 你们要记住 小偷小摸的小偷 七行霸市的商人 在大街上不干正事的流氓恶霸 统统都抓起来 他们不干正事 咱们把他们送去干正事 李刚叮嘱道 是 大人 张仲理和老前头面容严肃地答应道 你继续说 李刚对张仲理说道 是 大人 张仲理缓缓地说道 城里的百姓还会更多 我昨日看了一下城中还有很多的空地 我想着 是不是趁天还没大冷之前 再修点房子 一来百姓到我们这里 可以有个地方住 不至于冻死 二来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房子租出去 给衙门添点收入 李刚在那点头说道 这件事情可以 你看着办 是大人 张仲理点头 恭恭敬敬地答应道 还有一件事情 明年开春之后 大家要种地 百姓家缺少梨 和更重用驴子和螺子 我想 是不是找商人买一瓶 老百姓自己不会买吗 张二和在旁边忍不住道 这是咱们也管 要管 张仲理面容严肃地说道 商人弄来的牲畜 粮有不齐 老百姓也不懂 他们糊弄老百姓 要么高价卖给老百姓 要么就把有病的牲畜 卖给老百姓 咱们统一采买 不但能够保证牲畜的健康 还能够保证价格的平稳 咱们的百姓 好不容易种地地种的粮 赚的那点钱 不能让这帮奸商给骗去 张二和点了点头说道 这些奸商该杀 众人脸上的表情 全都是如此 李刚抬了抬手说道 他们虽然作恶 但其中也有很好的商人 不能一杆子打死 如果把商人都杀了 谁还给咱们运东西过来 众人点了点头一想 还真是这么回事 这件事情可以办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可以多采一些 买不起牲扣的老百姓 咱们明年也可以把牲扣租给他们 让他们能有牲扣用 除此之外 多准备一些农具 年底的时候 我要去贫困人家 看望贫困的百姓 可以把这些农具送给他们 这笔钱走牙们的公帐 是 大人 张仲理恭恭敬敬地点头道 还有其他的事 李刚笑着对张仲理问道 没有其他的事了 张仲理摇了摇头坐了下来 李刚的目光看向了老前头 老前头咳嗽了一声 开口说道 我这边的事情倒是不多 只是年前我 还想再招一批 人手实在是不够用了 学校那边缺先生 我这边缺文书 大人 我想着 是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招一些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咱们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 暂时不宜高调 还是先从到咱们这里的百姓当中招募 实在不行 可以雇一些学堂当中成绩好的学生 天冷了之后 学校要放寒假 他们肯定要回家 这也算给他们找一个活干 让他们不在家里白白待着 能自己赚一口粮食 老前头一拍大腿说道 大人说得对 这是个好办法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还有其他的事吗 老前头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事了 李刚的目光 落到了韩正的身上说道 你说吧 韩正抬起头 苦笑着说道 大人 咱们这边还是装备的事 按照您的吩咐 咱们这边又开始招人了 这两天 应该就能够招募三千人了 可装备一直还没到齐 站马也缺 李刚算了算日子 笑着开口说道 行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给你解决 韩正听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连忙说道 大人 您还是要尽快 算算日子 马上就要入冬了 咱们的斥候 已经发现蒙古人的斥候了 我觉得 他们快来了 李刚冷笑地说道 来得好 我还怕他们不来 众位将领的脸上 也都露出了笑容 显然他们也期待着 能打一仗 每天垒成墙袍地 算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新军锁兵强马壮 怎么能不期盼着打仗 不期盼着立功呢 李刚笑着对韩正说道 仗友的答 我问你 你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赶紧说 等上了战场出了问题 我为你试问 韩正摇了摇头 站起身地 一脸严肃地说道 大人放心 我这边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物资保障充足 将士们训练用心 只要上了战场 我们一定能够打赢 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刚笑着说道 其实很不错 坐下吧 其他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屋子里面的气氛 一下子和谐了不少 李刚的目光 扫过其他人 笑着开口问道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有的话赶快说 众人听了这话之后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摇了摇头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那暂时就这样 回去之后 各自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有什么事情 可以私下里找我来沟通 众人同时站起了身子 恭恭敬敬地说道 是 大人 点了点头 李刚满意地说道 天色也不早了 都回去早点休息吧 众人答应了一声 转身告辞了 目送自己的手下离开 李刚拿出了自己的电话 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页面 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 终究还是没有等到三个月 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 自己只攒下了 两万点系统点数 原本想着 攒到三个月 存三万的系统点 然后联系自己的儿子的 现在看来要提前了 按下了电话号码 李刚打通了儿子的电话 大晚上的 谁给你打电话 周静如趴在李恒的胸口 笑眯眯地说道 李恒拿起电话看了一眼 发现是自己的老爹 伸手在周静如的屁股上 拍了拍笑地说道 我出去接个电话 嗯 周静如微笑着点头答应道 走到门外 李恒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边传来了 李刚有些兴奋的声音道 儿子 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很好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在美国赚了钱 买了大房子 真的假的 李刚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当然是真的 李恒一脸严肃认真的说道 我以前是没什么本事 老爹你不给我送来了好多的金手指吗 有了金手指之后 我当然能过得好了 不说其他的 昨天 我给一个有钱人看病 诊金就三十万 以后你儿子在美国吃香的喝辣的 将来给你找一个大洋马媳妇 生个混血宝宝 我不指望 你给我找个大洋马媳妇 我也不指望 你给我生个混血宝宝 我只希望 你能够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就好了 李刚严肃地叮嘱道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李恒听着 自己父亲的牢道和嘱咐 以前父亲的牢道和嘱咐 李恒是无比厌烦的 总觉得自己长大了 是个大人了 父亲这么管着自己 显得自己有些不成熟 而且都是些没用的话 此时此刻听来 李恒却觉得心中暖暖 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以前父亲总是在自己耳边 叮嘱各样的事情 现在好了 人在大明 面都见不上 这样的叮嘱 反而让自己倍感温暖 感觉父亲还在身边 爸 你放心吧 我知道 李恒笑着答应道 关于自己朴实无华的金融操作 李恒没有和李刚说 父亲永远希望儿子 做的是正当职业 光明正大的赚钱 朴实无华的金融操作 说起来有点危险 李恒也明白了 什么叫做出门在外报喜不报忧 父亲也和自己 说了一些高兴的事 他建立了多少堡垒 招募了多少人马 每一件事情都很高兴 都很开心 李恒却明白 父亲也是报喜不报忧 他那边活得肯定很艰难 破事滥事 他也不和自己讲 同样都不希望对方担心 两个人聊了半个多小时 在电话的最后 李刚才开口 将自己要的物资说了出来 两万点系统点数 能够运送二十吨物资 粮食暂时够用 李刚这次没要粮食 二十吨物资 全部都要装备 李恒点了点头 保证马上去给父亲弄 挂断了电话 李恒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中的月亮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父亲要的如此急迫 如此多 而且要的全部都是装备 虽然父亲没说 李恒却明白 父亲那边要打仗 摇了摇头 李恒转身 向屋子里面走了进去 自己能帮父亲的事不多 能让父亲打胜仗活下来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为他准备更好 更多精良的装备 想到这些 李恒转身走进了屋子 趴在床上的周静如 微笑地看着李恒 见李恒表情有些严肃 笑着开口问道 有什么事情吗 如果有什么 我能帮得上忙的 尽管告诉我 李恒想了想说道 你能帮我联系一家加工厂吗 什么样的加工厂 周静如笑着问道 制作兵器和盔甲的加工厂 李恒转头说道 兵器和盔甲 周静如表情有些奇怪地说道 等一下 古代的那种能打仗的 那种兵器和盔甲吗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就是那种兵器和盔甲 周静如想了想之后说道 你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说完下了床 拿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跟着对面聊了起来 没过多久 周静如挂断了电话 转头说道 专业的没有 但是我联系了一家金属加工厂 他们可以为我们定做 但是数量小了不行 李恒想了想说道 明天我们去和他们聊聊 当然没问题 周静如扑到了李恒的怀里 双手揽住了李恒的脖子 双腿盘住了李恒的腰 还在李恒的身上蹭了蹭问道 我帮了你 你怎么报答我 你想我怎么报答你 李恒笑地问道 我要两次 周静如伸出了两根手指 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说 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长 太寂寞了 还是因为压力太大 昨天晚上李恒来了之后 周静如就不断地索取 现在还想要 李恒身体强壮的 还怕这个 伸出手托住了周静如的屁股 一边向床上走过去 一边开口说道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谢意 我多送你两次 不要 周静如摇了摇头说道 会受不了的 屋子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小 很快就越来越大 在寂静的夜当中 虽然传出去很远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听到 太阳从东方升起了 阳光撒进了整个法拉圣 法拉圣整条街 也仿佛从睡眠当中活了过来 街上多了很多的行人 有的人脚步匆匆 有的人脚步悠闲 早餐店一下子就忙碌了起来 一群人神色疲倦地 从竹青霸中走了出来 看得出来 这些人昨天晚上酒没少喝 应该也熬夜 即便如此 每个人脸上 似乎都带着几分兴奋 他们向外走 目光却停留在前方的一个人身上 既带着敬佩 又带着尊敬 似乎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走在前面不是别人 自然是陈豪 去吃早饭 陈豪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吃完饭 咱们再去总部 和那帮老家伙讲讲道理 钱那么多 全都让他们拿去了 这不公平 旁边的人没人开口说话 但脸上却都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昨天陈豪到了竹青吧 大发神威 干掉了原来的老大 占据了竹青吧 这些人都是被陈豪的威力给逼服的 别说忠诚了 尊重都谈不上 可经过昨天晚上之后 大家对陈豪的印象就改观了 陈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把库房里面的钱全拿出来了 自己留了一些之后 全部都撒给了手下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分钱 永远是最有效果的办法 出来混混社会在底层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钱 为了出人头地 不想吃苦 想干来钱轻巧地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谁给钱谁就是大哥 陈豪给了他们钱 又有实力又能打 这样的大哥当然值得跟 心情还虽然有些复杂 但是也不是不能接受 接下来 陈豪叫来了一群女人 让他们彻夜狂欢 怎么快乐怎么玩 陈豪站在二楼大声地告诉他们 从今往后这里 豪哥说了算 要钱有钱 要女人有女人 一晚上玩下来 所有人看向陈豪的目光都不一样 跟着这样的大哥才有前途 至于原来的老大 谁啊 认识吗 不说 陈豪对于手下的表现很满意 至于忠诚之心 陈豪根本就不在意 这年头哪来的忠诚 谁忠诚谁 对钱的忠诚才是忠诚 只要自己手里有实力 有钱就不愁 有人给自己卖面 一群人走进了早餐店 老板看到这群人之后 脸上的表情都变了 连忙迎了上去 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 大哥们吃什么 所有的东西全都上 陈豪坐在椅子上开口说道 没看我身后这么多兄弟吗 这么多人 你上多少东西吃不了 好了好了 老板连忙笑着答应道 我这就需要安排 面对陈豪等人的时候 老板脸上带着笑容 可转过身之后 老板脸上就露出了无奈且苦恼的表情 这么一大群人来吃东西 能给钱吗 今天算自己倒霉了 平日里这些人15和6的 吃饭大多时候都不给钱 美其名约用保护费顶了 可实际上 每个月他们都会来收保护费 当然了 整条街他们也会换家吃 不会把一家吃死 可今天这么多人来吃这么一顿 自己恐怕要损失惨重了 搞不好半个月都白干了 老板心里面懊恼不已 东西很快就送了上来 陈豪也不客气 开始吃了起来 忙碌了一晚上 饿得不行了 陈豪身边的马小二更是饿得不行 吃起来那叫一个迅猛 两个人吃了四个人的量 其他人也大差不差 基本上都吃得很多 吃过饭之后 陈豪将老板招呼了过来 一边用牙签剔着牙 一边拿出了一打美钞给了老板 转头问道 够不够 老板一愣 看了一眼手中的美刀 脸色一变 不是钱太少了 而是钱太多了 即便他们吃了这么多 也用不了这么多钱 他们再吃一顿 这钱也用不了 老板不敢怠慢 连忙说道 多了 多了 太多了 陈豪拍了拍老板的肩膀说道 收着 就算是 还了他们以前欠的钱了 这怎么敢 老板连忙低着头说道 陈豪哼了一声 没打理老板 转过头 看着自己身后大声说道 我知道 你们以前在这里吃饭不给钱 这也就罢了 你们连睡女人都不给钱 这些女人都是妓女 赚钱容易吗 你们白票人家 还要不要脸了 我告诉你们 以前你们这么过 我管不着 但从今以后 谁要是吃饭睡女人不给钱 我弄死她 跟着我陈豪混 出去吃饭和睡女人还没有钱 丢的是我的脸 跟着我混 出去吃饭睡女人钱不够 你直接来打我陈豪的脸 我绝对不还手 众人开始表情有些尴尬 随后脸上就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老大威武霸气 旁边的人也全都跟着喊了起来 一时间欢呼声和吵闹声响彻了整个街道 陈豪笑着伸出手压了压 看了一眼周围的人说道 走 咱们去找那些老家伙讲讲规矩 讲讲道理 出来混 没有钱算怎么回事 众人也都兴奋了起来 似乎对陈豪没有反感了 反而多了几分期待 拿下了竹青吧 陈豪就给他们分了不少钱 让他们玩了一夜 如果今天能谈成 拿下了竹青帮 那陈豪会分给他们什么 想到这里下面的人都有些激动 很多想要出头的人 已经跃跃欲试了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这样的机会 一辈子都未必有一次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要是得了老大的看重 这次就真的能出人头地了 到那时自己也是老大了 身后跟着一群兄弟 有数不尽的钱 玩不尽的女人 想到这些 他们眼睛都红了 陈豪走在前面 脸上露出了笑容 要的就是这个 如果不给你们一点好处 不给你们一点希望 你们谁愿意跟着我站台 在底层混了这么多年 陈豪心里可太清楚 他们想要什么了 一个出头的机会 很多人都愿意拿命搏 竹青帮的驻地 位于法拉盛一家雪糕场 从外面看与其他的雪糕场 并没有什么不同 走在里面就不一样了 很多地方的建筑都很特殊 看得出来 似乎有堡垒一样的作用 陈豪带着人走进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在严阵以待 每个人都目露凶光地 看着陈豪等人 面目极为不善 手全都放在腰上 显然那里都藏着手枪 很多高处站着的人手里面 都端着冲锋枪和突击步枪 跟在陈豪身后的人 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 他们本就是墙头草 跟着陈豪到这边来 一方面是陈豪的威逼 另外一方面是陈豪的利用 现在见到这副场景 刚刚上头的热血 一下子就凉了 陈豪却不在意 迈着步子向里面走了进去 等到陈豪等人走进去 大门缓缓地关上了 听到咚的一声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哆嗦 目光全都哀求 一般地看向了陈豪 陈豪冷笑着说道 关上门也好 省得一会儿死的人多了 把警察招来 很好 够嚣张 一个略微有些低沉的声音 响了起来 高大的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站在台阶上 看着陈豪面露冷笑 陈豪停住脚步 也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这个人陈豪认识 真名叫什么他不知道 因为自己以前根本不配知道对方的名字 只知道对方在道上称号泰山 人人都叫他泰山哥 这里的泰山 指的不是五月的泰山 而是人员泰山的泰山 意思是说 这个人非常的凶猛 非常的能打 陈豪脸上露出了笑容 心中极为高兴 以前高高在上的人物 如今只能站在门口迎接自己 迈着步子上了台阶 陈豪来到了泰山的面前说道 你是来杀我的吗 泰山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你也配 陈豪歪着头看着泰山说道 除非你杀了我 其他的对我都没有用 前面带路 我要见各位疏手 泰山的脸色黑如锅底 喘着粗气 恶狠狠地盯着陈豪 不服气啊 陈豪转过头冷笑地说道 不服气你动手 你让他们开枪打死我 你有这个胆子吗 没这个胆子 装什么装 泰山冷哼了一声 转身向里面走了进去 泰山心里清楚 自己不敢真的动手 只能硬着头皮 把人带进去 两个人很快就走进了一间大厅 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 长条形的桌子 桌子两侧摆着椅子 桌子东侧的一头 单独坐着一个人 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年纪 身上穿着一身糖装 手里面拿了一串串珠 正在轻轻地碾动 在桌子的两侧 也坐了十几个人 情况各异 有的人看起来很年轻 肌肉很发达 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 有的人身材矮小 长得奇貌不扬 也有的人穿着西装 丝丝纹纹的 见到陈豪走进来 有的人抬头 有的人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有的人都是面带笑容 有的人则是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陈豪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 来到一个位置 拉开了一把椅子 坐了下来 这也是你坐的地方 一个胖子猛地一拍桌子 恶狠狠地说道 你吓唬我 陈豪抬起头盯着胖子说道 三胖子 你算什么东西 外面的人叫你一声三胖哥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你也配跟我大声小叫 信不信我剁了你 三胖子咬着牙 恶狠狠地说道 你敢吗 陈豪面带嘲讽地说道 好了 坐在主座上的中年男人 坐直了身子 缓缓地开口道 三胖子缓缓地坐了下来 脸上的表情依旧猙獰 狠狠地瞪了一眼陈豪 依旧是不服气 似乎随时准备找陈豪报复 主座上的男人 转头看着陈豪说道 你干掉了自己的老大 现在还想坐你老大的位置 按照帮规 你要三刀六动尘海的 规矩 陈豪转过头 看着老大说道 龙头 我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是知道 有什么叫与时俱进的 一些废物就应该被淘汰掉 在帮派中坐高位 只会碍事 陈豪的目光 扫过在场的很多人 显然陈豪口中的废物 就是他们 众人全都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盯着陈豪 似乎只要换一个地方 他们就会动手一样 龙头张康摇了摇头说道 规矩就是规矩 不能换 行了 别说这些没用的 陈豪直接打断了张康的话 将身子靠在椅子上 面带不屑地说道 如果你们真的在乎规矩 昨天晚上我接收地盘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干掉我 昨天晚上你们都没动 今天我来到这里了 你们依旧没动 我还让我坐在了这 摆明了规矩 都是狗屁 说吧 你们怎么才能答应我 坐这个位置 张康将手中的串珠 放在了桌子上 忽然笑了 大声地说道 年轻人 你很不错 你痛快 我也就不绕弯子 你杀了你的老大 想坐你老大的位置 没问题 只要你帮帮派干成一件事 我们就答应了 什么事 陈豪转头看着张康说道 拿下六号街 张康声音低沉中 带着激动地说道 六号街 陈豪缓缓地转头说道 周先生的地盘 你让我去招惹华青帮 怎么你不敢 张康冷笑地说道 我不敢 陈豪盯着张康 扫了一眼周围的人说道 是你们不敢吧 我杀了自己的老大 坏了规矩 你们都不敢对付我 只是让我去打华青帮 是不是你们没人敢去啊 现场的气氛 一下子就尴尬了下来 三胖子一拍桌子 站起了身子 伸手指着陈豪说道 小子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给了你机会 你自己要把握住 那你去啊 陈豪抬起头说道 三胖子脸色胀得通红 哼了一声 坐了下去 华青帮 华人最大的帮派 虽然这些年不再扩张地盘 但实力依旧雄厚 早年周先生做事 手段极为阴狠 现在去招惹他 纯纯就是做死的行为 你放心 我们不会害你的 张康转过头说道 华青帮就要乱了 华青帮要乱了 陈豪不屑地说道 我怎么不知道 你是什么身份 泰山在旁边冷哼了一声说道 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知道 不屑地看了一眼泰山 陈豪挑了条眼皮说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说啊 华青帮 泰山瞪着眼睛 有些愤怒地说道 旁边的张康咳嗽了一声 瞬间打断了他的话 泰山立马闭上了嘴 哼了一声 不再开口了 还是我来说吧 张康缓缓地说道 你应该也听说了 前段时间周先生生病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死 结果他被治好了 在他生病的时候 手下人不安分 还派人刺杀过他 那又怎么样 陈豪冷笑着说道 又没成功 是没成功 张康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因为没成功 周先生病好了 现在他正在查找幕后之人 正在倾脚自己手下不听话的人 你觉得那些人会坐以待毙吗 他们能闹出什么来 陈豪收敛了狂傲的表情 坐直了身子说的 光靠他们不行 如果有别人呢 张康抬起头说道 你呀 陈豪摇了摇头 脸上全都是不屑说道 不是我看不起咱们青竹帮 你把三合会 竹联帮全都加上 也一样不是华清帮的对手 陈豪说的 全部都是从弯弯出来的帮派 平日里 大家斗争虽然比较多 但关键的时候 还是能够抱团的 不光有我们 张康摇头说道 我们还有外援 这一次 我们是要打倒华清帮取而代之 这一仗 我准备让你来开 只要你打下了六号阶 你不但能够坐上你老大的位置 六号阶也归你 你陈豪这么勇敢 杀自己的老大 赶坏规矩 六号阶你就不敢打了 外援 陈豪皱着眉头说道 什么外援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张康摇了摇头说道 华清帮坐得这么大 周围自然有很多人眼红 想下手的人很多 我们的元首自然也很多 除非 你告诉我元首是谁 不然我不出手 陈豪直接摇头道 你信不信今天你走不出这脸 泰山站起身 冷笑着说道 陈豪盯着泰山说道 不要总嘴炮 你试试 来 你试试 张康瞪了一眼泰山 笑着对陈豪说道 你为什么想知道 我们的外援都有谁 只有知道了 外援都有谁 我才能知道 你们这一次 能不能把事干成 能干成 我就去博一把 干不成 你们也别想把我当炮灰 陈豪冷笑地说道 那就跟你说说 张康点头说道 除了我们联合起来之外 这次动手的 还有竹下会 道川会 河山口组 他们也联合在一起 准备对付华清帮 除此之外 七星帮 21世纪等等也会参加 怎么样 实力够不够 陈豪的脸色 瞬间就变得有些难看了 张康说的帮派 那些竹下会 山口组什么的 那肯定就是日本帮派 下面的这些 则是韩国帮派 他们准备勾结在一起 对付华清啊 事成之后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陈豪盯着张康问道 事成之后 我们就能成为 华人最大的帮派 张康冷笑地说道 大陆老压在我们身上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该轮到我们翻身做主人了 为此 你们要跟日本人和韩国人合作 陈豪盯着张康说道 张康眉头微醋地说道 不光是我们 华清帮当中也有人 你不愿意 怎么会 陈豪退了回来 坐在椅子上说道 我又不是大陆仔 有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头 岂不是冤枉 我可以出头 但是一条六号街不够 你什么意思 张康眯着眼睛说道 你们要我出头 六号街也要我自己去打 然后你们把六号街奖励给我 你们觉得合适吗 想让我出手也行 得加钱 陈豪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三胖子站起身地说道 你杀了老大 坏了规矩 我们答应将你老大的位置给你 把他的地盘给你 你居然还要伸手 你咬我呀 要不你去 陈豪冷笑着说道 三胖子一下子就又缩了回去 在场的人谁都知道 华清帮实力雄厚 周先生经营了这么多年 肯定是非常非常地有实力 而且很可能会有暗中埋伏的手段 最先出头的人很容易被华清帮给摁死 即便活到了最后 事情办成了 也有可能被华清帮的遗孽找上门报仇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谁都不愿意当第一个出头鸟 所以他们才盯上了陈豪 陈豪也看上了这一点 所以才敢开这个口 说吧 你要什么 陈豪伸手敲了敲桌子 眯着眼睛说道 我要军火交易的渠道 从现在开始帮派的军火生意 全部都交给我的阿里 你在想屁吃 泰山站起了身子 瞪着眼睛说道 帮派里面的军火生意 正是泰山在负责 现在要从他手里面抢这块肥肉 泰山怎么可能答应 所以他一脸激动地站了起来 一句话 要么把军火生意给我 要么泰山你去打 陈豪翘起二郎腿说道 没问题 我答应了 张康伸手敲了敲桌子说道 龙头 泰山转过头语气急切地说道 伸手向下按了按 张康意味深长地看着泰山说道 回去把你手里的生意整理一下 把渠道全都交给陈豪 军火生意交给他来做 明白吗 泰山咬着牙 一脸闷闷不乐地坐了下来说道 明白 军火生意交给你了 你什么时候动手 张康盯着陈豪说道 这么大的事情 总要准备一下 买点装备吧 陈豪笑着说道 军火生意交给我 我自己买点装备 等装备到了 我就动手 好 我们等着你 张康点了点头说道 法拉圣另外一条街上 李恒靠在自己的奥迪车旁边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喃喃道 军火渠道 有了 给老爹买点什么呢 不知道有没有坦克卖 对了 坦克多重来着 对于坦克李恒的了解不多 但他还是去搜了一下 自己能给老爹弄过一辆坦克 别的不说 老爹的生命至少有保障了 打得过可以打 打不过还可以开着坦克跑 以明朝末年的军事实力 想要弄垮一辆坦克 基本上不可能 拿出的手机快速地搜索 李恒第一个搜索的 就是五九式坦克 搜索五九式坦克的原因 也很简单 自己父亲在国内当兵 国外的坦克未必会开 即便会开 操作起来估计也不方便 还是买国内的坦克比较好 为什么选择五九不选择九九 原因更简单了 五九好买 而且便宜 对于在明末的老爹来说 五九和九九的区别 应该不大 搜索看了一眼 李恒就关闭了自己的电话 全重34吨 玩不起 玩不起 想到陈豪那得来的情报 李恒拿出电话 拨通了周静如的电话问道 你那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你收到什么消息了吗 周静如语气平静地说道 听说 有人要联合起来对付你们 是真是假不知道 李恒想了想之后说道 如果你有什么危险 可以打电话给我 你放心吧 不会的 周静如笑着说道 干爹自有安排 李恒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直接挂断了电话 周先生既然有安排 不用自己操心了 相信你周先生的能力和实力 应该没有问题 上了自己的车 李恒开车 回去睡觉了 接下来 自己要准备军火交易的事了 别的事情 自己暂时不需要操心 一天后的夜里 李恒隐身之后 悄无声息地出了家门 一座废弃仓库之中 一点灯光都没有 黑漆漆的 李恒拎着一个箱子 走进了仓库 快速地查看了一遍周围的情况 找了一个糕点蹲了下来 将拎在手里面的大盒子打开 李恒将一把狙击枪拎了出来 这把狙击枪 自然来自上一次威胁李恒的杀手的 快速地上了子弹拉动枪声 李恒透过瞄准镜 朝着仓库的大门口看了过去 时间不长 仓库的大门就被打开了 陈豪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从仓库的大门走了进来 陈豪早就已经不是早上的模样了 换了新的西装 脚上穿着新的皮鞋 身后的黑色大衣极为显眼 整套衣服穿在他身上 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李恒看到这一幕 差点没笑出声 这副打扮是学小马哥 还是学赌神 看了一眼李恒就挪开了目光 刚当上老大飘了 自己也能理解 很快 另外一侧就响起了车辆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面包车 从仓库的另一侧开了进来 车子停下之后 几个人从车上跳了下来 为首的是一个光头大汉 他一边向前走 一边摸着自己的脑袋 你就是陈豪 光头大汉摸着自己的脑袋 面带笑容地说道 敢干掉自己的老大 还能活着见到我 厉害 陈豪看着光头老大说道 咱们废话少说 我知道 你们以前是怎么做生意的 但是我不感兴趣 从现在开始 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办 陈老大 光头老抬起头说当 要定规矩 可是要看实力的 陈豪冷笑了一声 对着旁边的小弟 使了一个眼色 马小二连忙走了上来 将一个箱子摆在了地上 随后打开 箱子里面整整齐齐 摆放的全是整搭的美钞 光他老脸上 顿时露出了笑容 做出了一个讨好的神色 抱了抱拳说道 陈老大 有实力 我就喜欢和有实力的人合作 请陈老大说说你的规矩 我的规矩很简单 我要的东西 你能给我就行 陈豪冷笑着说道 钱不是问题 没问题 陈老大 你说 你要什么 光头老笑着说道 只要是你要的就没有 我弄不到 先说第一单买卖 陈豪竖起了手指说道 我要一百把 AK三万发子弹 怎么样 能不能提供给我 光头老脸上的表情 有些凝重地说道 陈老大 搞这么大 少废话 能不能搞得来 陈豪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光头老大冷笑了一声说道 陈老大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美国 一百把AK而已 算得上什么 我手里有另外一样好东西 我相信陈老大一定感兴趣 什么东西 陈豪盯着光头老说道 手下的人在东南亚那边弄到了一批五六冲 保养得很好 有全新的 也有八成新的 价格非常的合适 怎么样陈老大 考虑一下 光头老笑呵呵地说道 趴在在暗处的李恒 顿时就笑了 老爹在国内当兵 五六冲对老爹来说 肯定不陌生 比起AK五六冲的确要好不少 于是李恒直接给陈豪发了消息 陈豪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 没有问题 陈老大 大气 光头老笑呵呵地说道 不过对方的货很大 一百把 对方恐怕没有兴趣 陈老大要不要多买一点 你有多少 陈豪面色不变地说道 至少三百把 光头老表情严肃地说道 陈豪面带不屑地说道 三百把 我还以为三万把 你最多能弄来多少 一千把 光头老陈生说道 附带三十万发子弹 没问题 陈豪笑呵呵地说道 我全都要了 不错 很有实力 是我喜欢的交易对象 说说吧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你还能弄来什么 手榴弹 敢不敢兴趣 光头老眼睛一亮说道 可以 陈豪点了点头说道 你能弄来多少 五千 光头老笑呵呵地说道 我要了 陈豪再次点头说道 还有吗 不知道陈先生有没有听过 103火箭炮 光头老眯着眼睛说道 当然听说过 陈豪的眼睛也眯了起来说道 你能弄到 光头老点了点头说道 十二连桩的107毫米火箭炮 我能弄来一具发射器 三百枚火箭炮弹 没问题 我要了 陈豪再次点头说道 什么时候交易 在哪里交易 陈老大 你可还没问价 光头摸了摸自己的大脑袋说道 你开价吧 陈豪不屑地说道 不差钱 陈老大 大气 光头老笑呵呵地说道 实际上 陈豪的话 都是按照李恒的吩咐说的 李恒当然不在乎钱 他有钱 对方只要开价不过分 李恒就愿意把钱给他 如果对方开价比较过分 那就说不得了 咱们看看究竟 谁比较黑 五六冲我也不多管你要 一把我收你二百美刀 你也别嫌贵 我的橙色可比外面那些 烂货要好得多 有一大半都是崭新的 旧的也是八成新 光头老盯着陈豪说道 一千把 二十万美刀 陈豪点了点头说道 行 我答应了 三十万发子弹 我也不跟你绕了 我同样你二十万美刀 陈豪笑眯眯眯地点了点头说道 合理 手榴弹是七七式手榴弹 我也不多收你的十美元一枚 五千枚我收五万美元 怎么样 价格合适吧 光头老摸着下巴说道 李恒趴在那里 表情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光头老这些玩意儿 都是从哪弄来的 如果用国内军迷的话来说 这纯纯就是抖了货底子 而且还 全都是国内的货底子 当然了 对国内来说 这是货底子 对一些国家来说 这不是货底子 反而是宝贝 毕竟他们自己生产 不出来也没有 陈豪点头说道 没有问题 就按你说的 陈老大爽快 光头老拍着手说道 103火箭发射器 我要你的五万美元 三百枚火箭弹 一千美元一枚 三十万美元 怎么样 所有的货加在一起 八十万美元 李恒虽然不知道 军火贸易是什么价 但比起官方价 这个价格至少上浮了 百分之三十 当然了 这也是能理解的事情 毕竟不是官方 是私底下的交易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李恒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八十万美元而已 对现在的李恒来说 不过是洒洒水 陈豪点了点头 没有犹豫的说道 八十万美元 我答应了 什么时候能交货 在哪里交货 在金三角交货 光头老有些尴尬的说道 你他妈在玩我 陈豪盯着眼前的光头老说道 这些东西我要在美国用 你给我弄到金三角去了 陈老大 光头老顿时露出了苦笑说道 你也知道这是美国 这么多的军火 我怎么运进来 我船还没靠岸 就被美国老给抓了 到时候就不是钱的事 是脑袋的事 美国的枪械管制很松 当然是对美国的普通民众而言 大规模的军火交易 在美国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尤其是国外的军火交易 对于那些美国的军火商来说 国外的军火交易 进入美国本土 就是抢他们的饭碗 我们能卖 你当然就不能卖了 竞争对手 直接干死 那我也不能去东南亚交易啊 陈豪脸色难看地说道 当然了 还有地方 光头老笑呵呵地说道 不去东南亚也行 陈老大 你再付一笔运费 我把货给你运到墨西哥边境怎么样 运到美国来不容易 但是运到墨西哥边境 还是可以的 那我也运不进来 陈豪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他妈就是在枉我 光头苦笑着说道 陈老大 你也应该明白 你要是买一些手枪 或者买几把冲锋枪 我还能想想办法 或者在美国帮你筹集 但是你要的东西太多了 五千枚手雷 火箭弹 冲锋枪 你这都够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了 这些东西 我能运到墨西哥 如果你要的更多 我连墨西哥都运不到 我们只能去东南亚 或者非洲交易 仓库里面沉没了下来 气氛一瞬间 就有些紧张了 没人说话的原因很简单 李恒在盘算重量 按照李恒的计算 一枚冲锋枪 配三百颗子弹 重量加在一起是十千克 一百把枪 加上所需要的子弹 正好就是一吨 103火箭弹发射车 六百多公斤 一枚火箭弹二十公斤 二十枚火箭弹 就四百公斤 李恒想了想就放弃了 老爹还需要盔甲和刀枪 不能全都花在这儿 系统点数 想了想 李恒决定买五十八五六冲 搭配上子弹 这样就只有零点五吨的重量了 火箭弹直接放弃 根本玩不起 想了想之后 李恒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陈豪抬起头 看着光头老说道 你手中有没有六零迫击炮 火箭弹玩不起 还不能玩玩迫击炮了 一门六零迫击炮的重量 只有五公斤 一枚炮弹也不过1.5公斤 买上三门迫击炮 再搭配上100枚炮弹 加起来不过0.6吨 0.5吨的枪 0.6吨的炮 重量1.1吨 剩下900公斤 自己可以为老爹 打造点盔甲兵器 有 光头老摸了摸脑袋说道 五十把冲锋枪 三万发子弹 三门六零迫击炮 一百发炮弹 陈豪盯着光头老说道 运到墨西哥边境 你说一下价格 光头老瞇着眼睛想了想 咬着牙说道 三十万美元 三十万美元 就三十万美元 李恒也不准备奖价 陈豪便开口说道 三十万美元成交 你多久时间能备好货 光头老笑呵呵地说道 我打一个电话 明天晚上就能到墨西哥的华雷斯 我会派人去取货 陈豪点了点头说道 拿到货之后 我这边就会付给你钱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没问题 光头老笑呵呵地说道 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愉快 放心吧 陈豪点头说道 以后还要和你做大买卖 这些算得了什么 对了 我还要一批武器 留在国内用 说吧 要什么 光头老笑呵呵地道 李恒没有再听下去 他对接下来的交易没有兴趣 因为是陈豪要用的武器 作为一个黑老大 想要扩张地盘 没有武器怎么能行呢 只不过这些事 和李恒没什么关系了 墨西哥 华雷斯 作为美墨边境 墨西哥一侧的大城市 想从这里去美国 难度非常的大 即便你有常规的手续 想要入境 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 偷渡就更不用说了 想过去难度很高 当然了 从美国到墨西哥 难度就非常的小了 李恒拿着自己的手续 在这边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成功地入境了墨西哥 找了一家旅店住下 李恒通报了自己到了墨西哥的消息 纽约 法拉圣 左岸咖啡厅 陈豪身后站着两个小弟 自己则坐在桌子上端起了咖啡 喝了一口挂断的电话 笑着对光头佬端了端咖啡杯说道 我的人到了 很好 光头佬点了点头说道 我马上让我的人联系他 两个人端起咖啡杯碰了一下 一起笑了 比起李恒深入险境 两个人所在的地方非常的繁华 周围到处都是人 选在这里交易 是两个人故意的 没有食物 坐在这里喝咖啡 也不担心警察抓他们 反倒是在这里 不用担心对方黑吃黑 墨西哥 华雷斯 低头看了一眼电话上发来的地址 李恒迈着步子 朝楼下走了下去 叫了一辆出租车 朝着手机上的地址而去 两条街区以外 出租车停了下来 墨西哥人用熟练的英语说道 那边我不敢去 我也不能去 你要想去的话 你自己走进去 你也不用找别的出租车了 没人敢进去 李恒看了一眼 不远处黑黑的城区 点了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 打开车门下了车 李恒朝着黑乎乎的通道 走了过去 在一个谁都看不见 他的转角处 他的身影缓缓地消失不见了 这样的街区 李恒也不敢冒险 刚走进去不远 李恒就听到了熟悉的枪声 向旁边躲了躲 一辆摩托车飞驰而过 摩托车上坐着一个人 全身都是黑乎乎的运动套装头 头顶上还戴着大大的摩托车头盔 在他的后背上 斜着背着一把MP5冲锋枪 摩托车呼啸而过之后 一辆皮卡从后面追了上来 驾驶座上有人将头探出了外面 手里面端着 AK不断地呼啸着 在皮卡车的后面 一把机枪正架在上面 李恒看到这一幕 表情顿时有一些古怪了起来 这真的是墨西哥的城市吗 如果说这是中东或者是非洲 或许还有可能 墨西哥已经这个样子了 车子很快呼啸而过 枪声也在不远处响了起来 李恒摇了摇头走了出来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而去 他根本不想去看热闹 太危险了 即便是李恒被那样的机枪扫上 估计也下场很惨 不过李恒也记下了 等到以后系统点数宽松的时候 给老爹也弄一辆皮卡 上面也放上一艇机枪 别的不说 追击后进的骑兵应该没问题 李恒来到了对方 在电话上约定的地点 这是一个巨大的仓库 李恒还没走近 就见到了周围有一大群人守着 仓库上方放着探照灯 下方巡逻的人身上 全都背着大枪 高处李恒不用看 那里因因有一股危险传来 那里肯定趴着狙击手 整个仓库看起来 就像是一座堡垒一样 这里面有坦克 李恒都不奇怪 李恒很快将消息传给了陈豪 纽约 法拉盛 左岸咖啡厅 我的人已经到了 陈豪放下手中的电话 看着光头老说道 让你的人将准备好的货拉出来吧 你确定 光头老皱着眉头说道 我确定 陈豪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将车停在指定地点交易 就算完成交易 钱我会马上支付给你 光头老虽然心有疑惑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墨西哥 华雷斯 仓库啊 李恒躲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 很快仓库大门打开了 一辆破旧的乡市货车 从里面开了出来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 这玩意儿真的能开走吗 车子经过李恒身边的时候 李恒算是看清了 发动机剧烈的轰鸣也就算了 走路的时候 车上居然还传出了 滋滋嘎嘎嘎的响声 这玩意儿 要是走点破路 估计就散架了 在车子经过李恒身边的时候 李恒悄无声息地 跳上了车子的后方 伸手抓住了车子的栏杆 跟着车子一起离开了 车子在街区里面来回转 开得并不是很快 当车子停下来的时候 前方跳下来两个人 他们快速地走到了车子的后方 将乡货的后厢门也打开 然后看了一眼 便拿起了电话 纽约法拉盛 左岸咖啡厅 我的人已经把车开过去了 光头佬放下电话说道 让他们离开 陈豪握着电话 盯着光头姥姥说道 你的人在那里 我们可不算完成交易 说着他一将一箱子钱 从桌子下逮到了光头佬的面前 没有问题 光头佬点了点头 将箱子接过来 递给身边的手下 光头的手下拎着箱子 朝着不远处的厕所走了过去 他要到里面去验一下钱的真伪 钱没问题 双方的交易就算完成 墨西哥 华雷斯 李航站在黑暗当中 静静地看着几个押韵人员 他们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 李航满意地点了点头 显然这些人心中有数 知道不该看的不看 不该管的事情不管 否则容易丢掉性命 不得不说 的确是专业的人员 做事很专业 李航隐身跳上了车 将车里面盖着的木箱子打开 一把把枪就出现在了李航的面前 还有一袋一袋的子弹 最惹人瞩目的 是摆在车辆后面的三门迫击炮 李航连忙走过去 伸手摸了摸炮管 触感冰凉 李航的心却是火热的 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李航有些遗憾 不能打几炮 还挺遗憾的 不敢耽搁时间 李航拨通了电话 直接将车上的东西 全部传送给了自己的父亲 然后悄无声息地下了车 消失在了黑暗中 纽约 法拉圣 左岸咖啡厅 端起咖啡 美美地喝了一口 陈豪笑着开口说道 或我们已经收到了交易完成 第一次合作很愉快 相信我 我们很快就会有第二次了 光头老人转头 看向了自己的手下 见手下对自己点头示意前 没有问题 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握住了陈豪伸出来的手说道 陈老大 讲信用 以后需要什么 随时告诉我 陈豪点了点头 站起身子整理了一下衣服 脉部向外走了出去 等到陈豪消失在街头 光头老的表情 立马严肃了起来 他拿出来电话 拨通了墨西哥那边的电话 很快消息就传了过来 光头老的表情变得更古怪 交易完成之后 光头老的人就回到了交易地点 结果车辆空空如也地停在那 上面的武器全都不见了 对方怎么把东西运走的 什么时候运走的 根本就不知道 虽然光他老没在交易地点附近安排人 但是他在外围安排的人 对于陈豪在墨西哥的渠道 他是很想摸清楚的 结果白忙了一夜 外围的人根本就没有发现 有车辆进出 甚至都没有发现 有人员进出 奶奶的 还真是神出鬼没 光头老将手机扔在桌子上 脸色阴沉不定地说道 姓陈的真有几分本事 走出街角之后 陈豪的脸上也露出了冷笑 等我摸清了你的渠道之后 早晚把你的渠道给你吞掉 这么好的渠道掌握在你手里 简直就是白瞎了 两天以后 李恒回到了纽约 迎接他的是周静如 下了车之后 李恒将周静如抱在了怀里 轻笑着开口说道 你这么忙 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接我了 我再忙 也没有你的事情重要啊 周静如靠在李恒的怀里 娇撑着说道 你交代我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 今天正好带你过去看看 没问题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周静如上了李恒的车 两个人按照周静如的指示 很快朝着一家加工厂开了过去 等到了加工厂 李恒算是开了眼 外面的材料区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金属 按照周静如所说 这里甚至还有航天材料 包括高等级的合金 这些东西甚至能造钢铁侠的盔甲 周静如笑呵呵地说道 李恒摇了摇头 自己的盔甲可用不上这些东西 一行人继续往里面走 很快就来到了成品的展示区 在这里李恒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盔甲 当然了 有现实中的盔甲 也有想象中的盔甲 李恒甚至还看到了绝地武士的盔甲 全身上下包裹的都非常的严实 很厉害 李恒摸了摸赞叹地说道 他们这里既做批量定制 也做私人定制 周静如站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你也知道 现在的富豪什么样的爱好都有 喜欢这些东西的也很多 李恒点了点头 他当然明白这种感觉 自己有钱了 也愿意收集这些东西 于是两个人继续向里面走 很快就来到了经理的办公室 一个白人老头 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们了 这位是李先生 上次我向你提起过 就是他想买一批盔甲 周静如站在李恒身边介绍道 这位就是工厂的老板约翰逊 你好李先生 约翰逊笑着伸出了手说道 李恒点了点头 也伸出手 和他握了我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 几个人来到了办公室 坐下之后 约翰逊拿出了一份资料开口说道 上一次 周小姐已经和我说过李先生的要求了 你想打造的是 符合大明朝制式的盔甲 主要要求是轻便 但是要结实 能够扛得住弓箭的远程射击 和重武器的锤击 我们找了我们的工程师 连夜进行了设计和研制 约翰逊将一张图纸拿了出来说道 这就是我们为你设计的盔甲 李恒将盔甲拿过来看了一眼 脸上忍不住戴上了赞叹 不说其他的 光是外表就能看出明朝的风格 显然是用了心的 李恒笑着抬起头 看着约翰逊说道 约翰逊先生很了解中国文化 约翰逊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谈不上了解 知道的也不多 能做得这么好 是因为我们的中国顾问 我们的客户来自全球各地 喜好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顾问 李恒恍然大悟地点头 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样式没什么问题 其他的呢 约翰逊站起了身子说道 请允许我为您讲解一下 李恒点了点头 盔甲总共分成了三个部分 约翰逊指着图纸说道 首先是头盔 我们采用了圆弧形的设计 符合工学设计 如果从侧面击中 会擦着头盔过去 强力的冲击减少到最小 面甲采用了可伸缩式 下拉就可以挡住正脸 与头盔是一体式的 即便正面如果击中 力会分散向两侧 整个头盔全部呈受力的冲击 因为是拱形设计 也不会直接撞到人体 保证了安全 胸甲 我们采用了一体冲压成型 依旧保持了弧度设计 侧面冲击会被弹开 正面冲击也会被分散掉 即便有重型武器冲击 弧形的结构 也足以缓解冲击力 保证人不受伤 最后一部分是腿甲和臂甲 我们在关节处 使用了活扣设计 能够最大保证 膝关节的灵活度 同时 为了减轻重量 其余部分 使用与防弹衣相同的 特种布莱连接 防刺激和防皮砍性能 非常好 李航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设计上我很满意 材料呢 盔甲的材料 我们采取了全新的合金 重量轻 韧性好 抗拉性强 同时强度也够 我们测试过 我们制造的弧形胸甲 不要说弓箭了 即便是手枪子弹 也无法击穿 只会让它轻微变形 约翰逊颇为得意地说道 李航站起身子说道 我能看看演示吗 当然没有问题 约翰逊笑着说道 李先生这边请 李航笑着点了点头 站起身子 和约翰逊 一起向外走了出去 对于测试的结果 李航真的非常的满意 除了手枪射击之外 李航还尝试了 用AK进行射击 结果不用说 效果非常的好 子弹打上去 能将盔甲打出一个大坑 正面击中能够击穿 但子弹以后 卡在盔甲里面 这样的防护能力 李航觉得足够用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价钱了 李航转头 看着旁边的约翰逊 笑着说道 约翰逊看了一眼周靖如 又看了一眼李航 微笑地点头说道 您是周小姐的朋友 放心 我会给您一个足够优惠的价格 咱们到办公室里面谈 约翰逊的最终开价 是700美元一套 说实话 价格有一些出乎李航的预料 当然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于是他转头 看向了旁边的周靖如 周靖如只是微笑地 对李航点了点头 李航站起身子 握住了约翰逊的手说道 没有问题 我先定制一万套 这一下轮到约翰逊激动了 700美元一套 一万套 这就是700万 原本700美元的定价 他是赚不了太多钱的 当然了 依旧能小有盈利 一万套就不一样了 成本一下子就能够摊下去 再加上薄利多销 利润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单生意 至少有一百万可以赚 多谢 李先生 约翰逊握住李航的手 笑容灿烂地说道 我马上让人订餐厅 咱们今天晚上 一定要好好地吃一顿庆祝一下 李航的表情 变得有一些古怪了起来 旁边的周靖如 也笑着说道 约翰逊先生 虽然你很想学中国人这一套 但是你学不会 你只要把盔甲做好就行了 约翰逊有些尴尬地 挠了挠脑袋说道 不像吗 周靖如摇了摇头 一下子跨住了李航的胳膊说道 饭我们就不吃了 你忙吧 我今天晚上和李先生有约会 好好好 约翰逊笑着说道 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对于约翰逊的盔甲 李航再满意不过了 盔甲全重15公斤 李航还剩下900公斤的量 第一批只能给父亲 送60套盔甲过去 希望父亲不要嫌少 李航也只能在心里面 这么祈祷了 出了约翰逊的工厂 李航被周靖如带回了家 不用说 自然又是一晚上翻云覆雨 第二天 李航就来到了自己租用的仓库 这里已经摆放了 约翰逊送来的100套盔甲 不得不说 现代社会 机械加工 流水线生产 效率就是高 没有太犹豫 李航直接选了60套 给自己老爹传送了过去 拍了拍手 笑着向仓库外面走了出去 大鸣 宣服 赤城 新军所 站在仓库里 李刚脸上的表情很精彩 儿子送来的东西他 全部都收到了 他先看了一眼盔甲 每一件都拿出来 伸手敲了敲 脸上的表情异常地满意 好东西全是好东西 又从箱子里面 拿出了一张纸 上面是说明书 看到盔甲的详细参数 张脸上的笑容就更惨了 最后只能有遗憾 数量有些少 不过60件盔甲 也足够自己 组成一支骑兵小队 加上自己手中的盔甲 和防弹衣 说不定能凑一支百人队 有了这样的盔甲 搭配上勇猛的士卒 这一支百人骑兵 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上 非常尖锐的剑 这一次 一定要给那些 蒙古人一个教训 剩下的枪械装备 李刚已经决定 要怎么使用了 五六冲 迫击炮 虽然只有最简单的两样 但李刚已经准备 打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了 他要打蒙古人一个伏击 骑兵引着蒙古人 大队到一个合适的地形 用迫击炮和五六冲 伏击蒙古人 这一仗要是小胜 李刚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儿子送来的武器 现在自己缺的就是马 打完这一仗 应该就不缺了 信心满满的李刚 向外走了出去 他准备召集 自己手下的将领 选一些聪明伶俐 十字的年轻人 让他们来学习 热武器的使用 从今以后 自己的队伍当中 热武器不会少了 有了热武器 当然就要有人会使用 培训一直能够 使用热武器的人 自然也是迫在眉睫 这个营的编制 李刚都已经想好了 就叫神枪营 大明有神机营 自己也有一只神枪营 忙碌的日子 总是过得很快的 李刚开始选人 开始训练 很快便步入了正轨 因为是他自己亲自负责 所以他每天 也都变成异常的忙碌 转眼之间 半个月已经过去了 教场之上 李刚站在高台之上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不得不说 自己选拔出来的这些士兵 真的很聪明 训练起来也很卖力 当然了 这与李刚的后勤供应 也有关系 凡是入选神枪营 和骑兵营的 每天的伙食 都变得比常人要好 有蛋 甚至还有肉 当然了 训练强度 也是所有人中最大的 但士兵不太在意 入伍到李刚这里 已经有两个多月 到了军队之后 每天能吃饱 而且还有精力吃 每三天能吃一顿肉 虽然训练有一些苦 有些累 但他们也都坚持下来了 李刚是亲眼见证了 这些人的变化的 从最开始的瘦弱到 现在的逐渐强健 身体素质已经在逐渐提升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 他们的底子已经打下了 入选了神枪营和骑兵营之后 营养和训练都上了一个台阶 经过半个月的训练 很多人赤裸上身的时候 已经能够看到他们的肌肉了 整个人站在那里 都极为的健所 李刚对于自己这些兵 自然是满意的不行 学了半个月 他们已经掌握了枪械的使用 准确射击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 排击炮那边 也教会了几个人使用 虽然还不太熟练 但李刚相信打一仗就熟练了 今天的风有些大 还阴天 李刚看了一眼天色 决定今天少训了一会儿 提前一个时辰结束 自己也已经吩咐了食堂 让他们熬汤了 在李刚准备让人解散的时候 远处一匹马快速地跑了过来 韩正翻身下马 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李刚的身边 面容极为严肃的攻身说道 大人 我们发现了达子的人马 有多少人 李刚表情严肃地问道 前方大概有三千人 韩正恭恭敬敬地说道 后队大概有五千人 还有没有伏兵 暂时不得而知 李恒眉毛一挑 语气之中带着嘲讽地说道 看来上次黄太极 带着他们到长城内溜了一圈 他们真觉得自己的实力雄厚了 韩正站在旁边 脸上也露出了冷笑 如果放在以前 他们可能会畏惧 但放到现在 他们是绝对不会畏惧的 不过区区八千达子而已 这口肥肉 他们可以一口吃下 实际上 也就李刚有说 这样的话的底气 别的将领是绝对没有的 以明军现在的实力 对付八千骑兵 真的还就没有太好的办法 现在的边军 可不是七级光所率领的七家军 装备不足 人员也不齐 骑兵更不用说了 根本就没有大规模成建制的骑兵 八千达子兵 基本上都是一人双马 他们来去如风 如果不和你刚正面 只是在截略 你很难将他们给干掉 甚至很难 对他们造成杀伤 毕竟人家跑你也追不上 大规模调动步兵出城 只会被人家封着 再探再报 李刚转头对韩正说道 韩正点了点头 转身上马出去 李刚目送着韩正的身影远去 忽然觉得有一些凉 伸出了手 天上居然开始飘起了雪花 李刚按住了腰间的长刀 脸上露出了笑容 下学好 是个好兆头 莫兵立马这么久 这次正好用蒙古人开刀 喀什库是林丹汉手下的一名将军 在林丹汉逃往青海的时候 喀什库没有跟着一起走 直接选择了投降后金的努尔哈赤 也算是保全了自己和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逐渐得到了后金的重视 在长城外与自己的部族得到了一块草场 算得上是一方的小势力了 上一次 黄太极带着人进了长城 喀什库也跟着来了 只不过上一次后金人吃肉 蒙古其他的部族跟着喝汤 可喀什库是一个小部族 连汤都没喝上 他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喝汤的都是科尔庆那些大部族 马上就要入冬了 天要冷了 再不想办法 这个冬天可不好过 喀什库联系了周围的几个小部族 组成了一支八千人的联军 用他们的话说 黄太极抢得 我们就抢不得 上一次 咱们也进长城以内了 也看到了明军的状况 现在的明军 不是以前的明军了 咱们进去之后 也不和他们打仗 只要到处劫掠一番 抢够足够的东西 然后就跑回来 事实证明 他们的猜测的确是对的 明确很多地方都已经荒废了 他们很轻易地 就越过了长城路上 遇到了几个堡垒 也全部都已经人去楼空 很多地方都极为惨破 走过的时候 还能发现自己等人 上次留下来的痕迹 显然明朝没有朝着这边派人 喀什库 前面就要进入新军所的范围了 哈朗骑马来到了喀什库的身边 大声地提醒道 新军所 喀什库顿时大笑 面带不屑地说道 上一次我们也路过的这里 他们连城都没赶出 我们来他们已经弃城而逃了 哈朗摇了摇头说道 这一次与上一次不一样 上一次来的是大队人马几万人 他们见到了 当然跑了 咱们只有不到一万人 他们怎么可能会跑 我又没想打他们 哈什库摇了摇头说道 我只是想截略一下 他们周围的村镇和堡垒 当然了 如果他们出城了 我也不介意和他们打一仗 听到喀什库这么说 哈朗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前面一匹战马快速地跑了回来 来到了喀什库的身边 大声地说道 统领 我们已经发现了明军的赤后 他们应该也已经发现 我们了 再探再报 喀什库点了点头说道 赤后离开了 喀什库带着人继续前进 走出去不远 哈朗的表情就变了 骑着战马来到了一片高坡 看着眼前的土地表情明重 你看什么呢 喀什库有些迟疑着说道 你看这里的土地 哈朗抬起了马鞭 指着眼前的土地说道 很规整 怎么了 喀什库疑惑地说道 哈朗转头看到喀什库 心里面很无奈 再次怀疑起了自己的决定 跟着喀什库一起来 究竟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想到自己部落里面饥饿的老人和孩子 哈朗只能收回了目光 你看看这里的土地 整整齐齐地就不说了 全部都有耕种的痕迹 哈朗表情明重地说道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这里可没有耕种的痕迹 心开垦的土地 喀什库眼睛一亮说道 还种了东西 哈朗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如此 看来明朝人已经朝这边来过了 这周围就应该有他们的村镇 不然这里不会有耕种土地的痕迹 好事啊 喀什库大笑地说道 我来之前 还怕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毕竟上一次已经被抢过了 我特意晚来一段时间 让他们准备准备 没想到 他们居然连地都种了 距离咱们上次没多久 他们种了什么东西 哈朗皱着眉头说道 你管他们种的什么东西 喀什库冷笑着说道 他们种的肯定是能吃的东西 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就行了 哈朗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如此 事后骑的战马 再次狂奔 来到了两个人的身边 翻身下马大城的开口说道 统领 我们在前面发现了一座明军的堡垒 哈哈 你果然说对了 喀什库大笑着 对哈朗说道 果然发现了明朝人 咱们快点去看看 等咱们打进去 就知道他们种的是什么东西了 哈朗点了点头 心中也是一片火热 不管如何能抢 一些东西回去 让部族里面的人填饱肚子 就是好的 两个人带着队伍 纵马向前 很快就来到了堡垒的面前 当他们看到堡垒的一瞬间 脸上的表情就变了 笑容也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 这还是明军的堡垒吗 你当我没有建过堡垒吗 明军的堡垒 什么时候这么高大了 这都已经像一个小城了 什么时候 堡垒是这样建的 看看堡垒上面 明军已经在严阵以待了 虽然他们的衣衫破旧 甚至没有盔甲 手里面没有弓箭刀枪也不多 有的人还拿着份叉 可即便如此 喀什库和哈朗 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城头上的石头太多了 大锅的数量也不少 还冒着热气 显然城上早有准备 这是在烧热水 打不打 哈朗来到了 喀什库的身边说道 虽然他们有八千人 可攻打这样的堡垒 两个人心里面 还是没有什么底气 堡垒就那么大 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派上去 只能是一点一点派 如果守城的人很坚决 誓死抵抗 那就变成了 一波一波的天油战术 人一波波地上去 一波波地死 和城里面的人对子 什么时候 把守城的人对死得差不多了 自己这边才能攻破 两个人也不是没参与过攻城 知道攻城战的惨烈 以前的经验 攻打大明的城池 战损比 基本要达到10比1以上 甚至要达到20比1 从对方防守的架势来看 这次攻城 肯定不会太容易 喀什库冷哼了一声说道 咱们绕过去 我就不信 他们所有的地方 都有这样的堡垒 所有的防守都如此严密 咱们要寻找的是村庄和镇子 没必要打他们 哈朗点了点头说道 他们不会出来吗 你看看他们的装备 喀什库没好气地说道 再看看这座堡垒的大小 这里面能有多少兵丁 他们都出来 都不够咱们塞牙缝 放心吧 明军不会这么傻的 他们不出来 哈朗点了点头说道 那咱们就绕过去 大军很快离开了堡垒 继续向前行进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较长 李刚站在高台之上 在他面前 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军队 每个人气势昂扬 整装待发 左侧是骑兵 足足有四百人 其中一百是重骑兵 是由刚刚接收来的六十副甲 外加防弹衣 和原本的重甲组成 剩下的三百人 则是穿着皮甲的轻甲骑兵 四百骑兵由韩正统领 其中他轻率重骑兵 其他的人马 由张二和和张三和兄弟 以及秦刚统领 四个人都是跟着李刚的老人 也是久经战争之人 右侧则是部族 足足有两千多人 这些人身上穿着的全都是布甲 偶尔有领头的穿的是皮甲 武器装备也并不精良 看起来十分的简陋 有的人只有一把刀 有的人携背着一把弓箭 这些装备是李刚在城里面购买来的 这些日子城里面也受了不少的伤税 尤其是在他开始修建城墙 购买各种材料之后 数量不少 全都被李刚填到里面去了 队伍的中央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他们身上穿着的是轻便的布甲 头上戴着头盔 身上携背了一把枪 腰上还有一个布袋里面装的是子弹和弹夹 在他们的身后 有一队人身上连盔甲都没有 他们只有三门炮和炮弹 这支队伍就是刚刚成立不到二十天的神枪营 李刚向前走了一步 大声地说道 本官刚刚接到的消息 打子已经来了 本官将率领你们出城迎敌 你们敢不敢跟本官一起去 敢 敢 众多士族挥舞着手中的兵器 呼喊声震天响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本官不想打仗 本官也知道你们不想打仗 可有的时候仗不打不行 人家会打咱们 他们会抢走咱们的粮食 杀死咱们 抢走咱们的女人 你们愿不愿意被他们杀死 愿不愿意被他们抢走你们的粮食 被他们抢走你们的女人 不愿意 不愿意 呼喊声再一次响了起来 比上一次的声音更大 这次作战 我将跟你们在一起 李刚的目光扫过了所有人说道 如果胜 我向朝廷为你们请功 我拿出物资来奖赏你们 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 如果败 我将最后一个撤退 如果有谁看到我先跑 可以先将我击杀 兄弟们 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收到了 新军所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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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跟着高声呼喊了起来 出兵 李刚猛地抄出了自己 腰间的长刀 高声的呼喊道 出兵 当兵的也跟着猛地喊了起来 骑兵翻身上马 动作整齐 他们敲打着战马的肚子 沿着轿场向外走了出去 他们将走在最前面 为大军开路 在骑兵后面 神枪营迈步跟了上去 步兵分成了三队 左右两侧个一队 在神枪营的后面有一队 三队人马 两队保护着左翼和右翼 一队保护的后方 大军走出轿场 沿着大路向前而去 探马从前方到后方 不断地来回奔跑 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消息 李刚位于中军之中 表情严肃地 跟着大队人马行军 李刚待的人没有走多久 喀什库就收到了消息 喀什库看着手中的信件 脸上顿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机会 我们的机会来 哈哈哈哈 哈朗脸上的表情 却并不是很好看 自己跟着喀什库 进入明朝的境边境 已经两天了 这一路上 不但没有遇到明朝的百姓 却遇到了无数明朝的堡垒 他们仗着堡垒 根本不将自己这些人 放在眼里 动辄咒骂 乌延慧语什么都说 他们也不担心 自己等人强行攻城 最关键的是 没遇到什么村镇 一点东西都没抢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断地向前进 距离明朝的腹底 已经越来越近了 再这么下去 他们很快就会和明军遭遇了 哈朗不足的人少 他可不想和明军打仗 一旦开战就会有损失 一旦有了损失 实力就会减弱 实力减弱 就有可能被别人吞并 不要说别人了 喀什库恐怕都会忍不住 你自己看看 喀什库将手中的纸条 递给了哈朗说道 喀什库当然知道 哈朗在提防了自己 实际上其他的部族 也在提防着自己 这一次的联军当中 自己的心腹只有三千人 剩下的五千人 全部都是这些小部族组成的 哈朗是其中比较有实力 头脑比较清醒 这才被小部族推举为代表 虽然心里面对这些人 很不以为然 甚至想把他们一口吞掉 可是喀什库也知道 自己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来 哈朗接过了纸条 脸上有一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喀什库笑呵呵地说道 我上一次和黄太极一起打仗 不是什么都没学到 比如埋一下探子 就是我跟他学到的 哈朗赞叹着说道 厉害厉害 喀什库摆了摆手说道 这算得了什么的 跟黄太极比起来 差得远了 你不知道黄太极 不但能够自己埋探子 甚至主动让明朝人 给他们带路 哪里富有 他们就带黄太极去抢哪里 抢回来的金银 黄太极 直接就给了明朝人 那些明朝人 给黄太极准备好物资 包括铁器粮食等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有这样的手段 哈朗脸上露出了 不敢置信的表情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喀什库摆了摆手说道 这可是我亲眼所见的 那些明朝人 可是贪财得很 除了钱他们眼睛里面 什么都没有 摇了摇头 哈朗苦笑地说道 如果我们以前也 喀什库脸上的笑容 也缓缓地消失了 他也想起了自己家的大汗 如果当年自己这些人 也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何仇不能壮大 不能打进大明朝 现在可倒好 不但不能壮大 不能打进大明朝 还被后金人给欺负了 摇了摇头 喀什库将这些想法 晃出了脑袋 转头看着哈朗开口说道 有些事情离我们太远 不想也罢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抢购足够的粮食 要不然 今天冬天怎么办 轻轻地点了点头 哈朗也抬起了头说道 你说得对 咱们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赢上去 喀什库冷笑着说道 三千人的明军 居然也敢出城 这一次 我要把他们全部给歼灭 等我歼灭了他们 周围的人肯定闻风而逃 我们就可以四下截掠了 会不会有诈 哈朗迟疑着说道 他们只有三千人 是怎么敢出城的 你不要想这些 喀什库摆了摆手说道 明朝人内部的事情太复杂 咱们想不明白 咱们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了 你放心 他们即便来人了 也追不上咱们的骑兵 哈朗想了想 点头说道 一定要多派探马弄清楚 不要被他们给埋伏了 你放心吧 我会的 喀什库点了点头 心里面则是有些不耐烦 哈朗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太小心了 做起事情来一点都不果断 让人烦闷 接下来的两天 消息不断地传了过来 喀什库脸上的笑容更加地灿烂 根据炽后传来的消息 他们已经绕到了明军的身后 结果发现 明军身后居然没有人 一点人都没有 明军这三千军队 是独自出来的 两天的路程 即便明朝人真的有后援的 他们也不在乎了 自己可以稳稳地吃下这三千人 想到这里 他不兴奋都难了 哈朗脸上的表情 也是很不敢置信 心里面却也很高兴 明朝人三千的人马 这得有多少粮食和资重 全见了这三千人 即便不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个冬天 恐怕也差不太多了 回头再稍稍劫掠一些 就能过个肥年了 上面的人上了头 下面的人自然就更上头了 对于他们来说 多抢一些东西带回家去 这个冬天家里面的人 就不用恶肚子 当消息传过来 战斗的气氛也就越来越高 到了第三天 双方相聚不过五十里 事后在双方相聚的五十里区域之间 展开了激烈的碰撞 双方互相对峙 谁都不认输 明军军阵之中 李刚将一张地图铺在了地上 一手握着马鞭 一手指着地图上的位置开口说道 我准备将口袋振布在这里 韩正等人低头看了一眼 脑海中浮现了这个位置的地形 对于军队来说 一幅精准的地图有多重要 李刚心里面再清楚不过了 他是新军所的守将 对于新军所的地形 一定要有所了解 在新军所的这些日子 除了重地和修成墙 李刚没少带着人出场 没有敌人的日子 他就带着人在周围到处转悠 弄清楚了新军所的所有地形 还画了地图 哪里适合打什么样的战争 李刚心里面早就有数了 跟着李刚的将领 也学习了他的这个习惯 李刚一说 他们就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两家沟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的确是个好地方 新军所的所有堡垒 都是沿着石河两岸分布 两家沟是两座堡垒 中间的一段地形 是河流改道冲击而成了 两边是山坡不高 有的地方坡度达到了90度 但有的地方坡并不是很急 高度也只有两米多 伸手好的话 想要爬上去 并不会费太大的力气 两家沟的宽度也很宽 足足有4米 骑兵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大人 选在这里 会不会太危险了一些 张二和在旁边开口说道 相比较起来 无里外的葫芦沟 我认为更合适一些 李刚笑了 看了一眼旁边的韩正说道 你既然赞成在这里打埋伏 你说说吧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韩正笑着点头说道 是 大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韩正的身上 等着他开口 韩正心里面也有数 大人重用 自己下面很多人并不是很福气大人 这是在给自己展示的机会 韩正看向了旁边的张二和 笑呵呵地说道 你说的葫芦谷的确是更合适的伏击地点 山谷要更深 道路要更窄 两侧也要更高一些 一旦达子进入 就很难再逃出来了 张二和点了点头 看着韩正 等他继续说 可你有没有想过 达子赶不赶进来 韩正点了点葫芦谷的位置说道 这里的位置一看就知道是打埋伏的地方 达子到了葫芦口的谷口 恐怕都不赶进 张二和迟疑了片刻之后说道 那他们要是赶来呢 总不能去赌吧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如果我们这一次是想击破达子 或者想把他们赶走 那没得说 伏击的地点肯定选在葫芦口 可我们这次不是这样 我们是要全坚来犯之敌 至少也要留下他们一大半 这一仗一定要打 葫芦口就不合适了 张二和缓缓地点头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韩正又指了指两架沟的位置说道 你看两架沟 比葫芦口要深入无理 达着安全 通过葫芦口之后 他们就会放松警惕 到了两架沟 他们就更不会在意了 因为两架沟即便打埋伏 也很难埋伏得住 毕竟太宽了 骑兵可以冲起来 想要堵住也很难 我们要给他们希望 他们才敢来 你也说了 堵住很难 我们怎么堵 张三和在旁边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就要看大人怎么安排了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李刚看了一眼韩正 笑着将话接了过来 对于韩正李刚 一直都是很满意的 不但每天学习 有进步 为人处事方面 比起其他人也强很多 我们派一队骑兵引诱达子 咱们的骑兵快速地通过两架沟 达子一定会派小谷部队追击 同时也为了打探山谷中的情况 李刚点了点地图说道 众人缓缓地点头 表示李刚说的对 在山谷的另外一侧 我们将营地扎在这里 李刚又在地图上敲了敲说道 达子的小谷部队通过之后 一定能够发现我们的营地 等到他们小谷部队出现 我们留在大营中的人 立刻做出拔营的姿态 摆出一副我们要跑的样子 让他们立刻就想追击 众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全都敬佩地看着李刚 我们将步兵埋伏于两家沟两侧山坡上 采取土坑作业的方式 所有人全部躲到土坑里去 上面盖上浮草 减少达子发现的可能 李刚在两家沟的山坡上 敲了一下说道 等到达子开始进入两家沟 诱敌的骑兵立刻回转 迎击达子的小谷骑兵 做出一副阻拦他们 为大营争取撤退时间的假象 李刚转头看着韩正说道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大人放心 我没问题 韩正用力地点头说道 我从神枪营调集十支枪给你 要求只有一个在短时间内 全肩达子追击的小谷部队 能做到吗 李刚面容严肃地看着韩正说道 大人放心 没问题 韩正站起身子大声地说道 如果我完不成任务 请大人军法从事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好 要的就是这股气势 两家沟的长度虽然很长 但达子也不可能全进入 攻击开始之后 进入山谷的达子无法回头 只能向前冲 这个时候 埋伏在两侧的部族 和营地中的部族 要一起冲到谷口 用早旧准备好的巨马 把这里给我封上 李恒用力地敲了敲说道 王大虎 王二虎 李恒转头看着两个汉子说道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除了韩正的十支枪 我给你们两兄弟二十支 要求只有一个 给我死死的守住这里 大人放心 我们兄弟一定做到 王二虎王三虎 对视了一眼说道 李恒满意地点了点头 目光又落到了韩正的身上说道 歼灭了达子的小谷部队之后 你带着张二和张三和 以及所有的骑兵 从山坡侧翼绕过来 速度一定要快 那里虽然不能够走大队的骑兵 路很窄 但是走小谷的骑兵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快速地从那里通过 明白吗 我明白 韩正面容严肃地点头说道 达子的前锋被堵 这里我放了三十支枪 三门炮 我会用炮轰出一段缝隙 神枪银和部族 会趁这个机会冲下去 他们会将达子拦腰阶段 李刚在地图上砍了一下说道 埋伏在两侧的步兵 他们会对山谷中的达子兵 发起冲击 争取歼灭达子 在山谷中的人马 剩下的达子兵 有两个选择 要么退回去 要么冲破咱们的阻拦 与前面的达子兵会合 无论是哪一种 韩正 你都不能让他们日子过去 他们要跑 我不求你拦住他们 你给我尽量地造杀伤 延缓他们撤退的速度 他们如果想往里冲 你给我冲上去拦住他们 绝对不能让他们冲破防线 明白吗 大人你放心 我明白 韩正用力地点头说道 目光扫过了在场的所有人 李刚站起了身子 大声地说道 这一战 是我们新军所成立来的第一战 也是我带领你们打的第一战 我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全都是为了这一战 兄弟们 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眼前了 我军必胜 我军必胜 众人对视了一眼 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明军制定好了计划之后 很快就开始进行了埋伏 因为早就有过训练课程 所以明军进行得非常的快 蒙古军阵 咱们的斥候 发现明军的大营了 哈朗迈着大步 从外面走进来 脸上带着几分急切地说道 在哪里 喀什库抬起头问道 在两家沟外 哈朗大声地说道 明朝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 我总觉得 他们把银渣在这里 是为了对付我们 他们不会在两家沟 打我们一个埋伏吧 摇了摇头 喀什库冷笑地说道 哈朗 你没去过两家沟 你不知道那里的地形 两家沟极为宽广 两侧也并不是很高 想要爬上去很轻松 更不用说弓箭了 如果明朝人 想要打咱们的埋伏 葫芦沟才是最合适的地点 喀什库大笑着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查看过了 那里根本就没有明朝人的踪迹 明朝人总不能来送死吧 哈朗皱着眉头说道 明朝人当然不可能来送死 喀什库冷笑着说道 我怀疑他们还有援军 而且正在远处围绕着我们 想要将我们合围 真的 哈朗有一些迟疑地说道 当然是真的 喀什库语气极为严肃地说道 明朝人在这方面是极为擅长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不能再等下去了 抢了东西就赶紧跑 等真的被他们给围上 咱们想走都走不了了 速战速决 哈朗有些迟疑地说道 会不会太快了 不能不快 喀什库摇了摇头说道 夜长梦多 你回去吩咐一下 今天晚上让他们好好的准备 明天一早太阳出声之时 我们进军两家沟 哈朗迟疑了一下说道 是不是再等一等 还等 喀什库没好气地开口说道 你不要忘了 你到大明来是干什么的 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 你能等 下面的人等不了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 你可以带着你的人离开 我带着其他人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哈朗连忙说道 喀什库盯着哈朗说道 如果是别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商量着来 但这是打仗 一丝一毫都不允许错 一旦错了 我们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生死存亡 哈朗 我希望你不要在外面胡说八道 动摇了军心 我跟你没完 摆着摆手 哈朗面容严肃地说 我当然明白军心的重要性 自然不会乱说话 好 就听你的 明天早上 我们就出发 告诉我们的赤后 大量清剿明军的赤后 在明天日出之前 我不想我们出兵消息 被明朝人知道 明日 我们要给明朝人一个惊喜 喀什库面容冷酷地说道 没问题 这件事情 我亲自盯着 哈朗轻轻地点了点头 说道 第二天一早 天刚刚蒙蒙亮 蒙古大营中就活了过来 喀什库和哈朗两个人穿好的衣服 骑在战马上 在他们身后 是早就已经收拾好的轻卫军 勇士们 喀什库抽出了腰间的刀 骑着战马在阵前 一边走一边说道 明朝人的大营就在前面 咱们冲上去 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 把他们的粮食抢回去 除了粮食 他们还有战马 还有金银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统统都抢回去 没有女人的兄弟们 你们也可以抢两个 明朝的女人回去 队伍当中发出了一声哄笑 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 但是杀气却逐渐地凝聚了起来 整个队伍的士气 也一下子就起来了 出发 喀什库挥舞手中的弯刀 大声地说道 随着喀什库一声令下 蒙古人的大队 缓缓地向前行进了起来 大队人马铺天盖地地 朝着两架沟而去 距离两架沟三里的一处山坡上 李刚面无表情地站在塔哨上 手里面握着望远镜 扫过整个战场 战场上的每一幕 都清晰地出现在李刚的面前 传令兵骑着马手中拿着旗子 来回奔跑传递的消息 报 骑兵已经出发了 传令兵微微躬身 抱着拳头说道 报 骑兵已经遇上了达子的赤后 双方正在交战 报 骑兵已经歼灭了达子的赤后 达子已经派出了部队追击 达子大队现在已经朝着两架沟二来 随着一声声报 李刚表情也渐渐严肃了起来 蒙古军阵之中 明军的骑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哈朗皱着眉头说道 还能做什么 是来杀我们的赤后的 喀什库冷笑着说道 你对明朝人不了解 他们对我们的人头很看重 砍我们的一颗人头 回去就能领到丰厚的赏赐 他们不敢面对我们作战 只能偷袭 我们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来杀死我们的勇士 然后把人头拿回去换钱 甚至能够向他们的皇帝换赏赐 一百多人的骑兵 斩烧我们的赤后绰绰有余 这一次我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 我要把他们给留在草原上 哈朗皱着眉头说道 原来如此 报 赤后纵马而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大声地开口说道 明军的骑兵队伍 已经逃进了两家沟 小队询问是否追击 追击 喀什库冷哼了一声说道 赤后翻身跳上了战马 转身朝着前方跑了 喀什库的脸色非常的难看 他冷冷地开口说道 这次回去 我要将领兵的人斩杀 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居然还要询问 简直就是未占不前 哈朗迟疑了片刻说道 也不至于吧 他们有可能会担心 两家沟友埋伏 这是他们应该担心的事 喀什库转过头说道 他们是追击赤后的小队 他们就是为大部队探明危险的 如果他们都胆怯了 不敢前进 大部队怎么办 哈朗想了想之后 没有再开口说话 喀什库异常的冷酷 关键时刻能够牺牲掉 一部分人的生命 作为领军的将领来说 没有什么错误 可哈朗还是有一些不忍心 喀什库冷笑了一声 转回了头 在喀什库看来 哈朗就不是一个合适的首领 做起事情来 优柔寡断 到了战场上打仗 居然顾及这么多 还怕死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出来打什么仗 你就不要出来 与你不足的人 在家里面饿死算了 爆 追击小队已经通过了两家沟 没有发现明军的埋伏 他们在两家沟另一侧 发现了明军的大营 明军正在收拾营地 似乎准备撤退 再探再爆 喀什库哈哈大笑着说道 看到没有 咱们来了之后 明军就想跑了 我起这么早就是为了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怎么可能让他跑了 手中挥舞着弯刀 喀什库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一边催动战马 一边大声地说道 勇士们 现在我们冲过了 跟我冲过两家沟 攻破明军的大营 军阵当中也跟着呼喊了 喊声越来越高 气氛越来越凝重 哈朗站在军阵之前 脸上的表情有些迟疑 他很想 现在就退回去 看看周围 再看看喀什库 再想想等着自己回去的老洛 哈朗把心一横 把牙一咬 管不了那么多了 拨一把 战马的速度开始提了起来 打子军直扑两架钩 事后从远处迎着队伍跑了过来 来到了喀什库的身边 大声地说道 明军的骑兵又回来了 跟咱们的部队交战在了一起 这是想阻拦咱们的部队 冲击他们的军营 喀什库冷笑地说道 现在才想到 做这些事情已经晚了 全军出击 快速地通过两架钩 战马的速度越来越快 喀什库和哈朗两个人 冲在军阵的前面 明朝军阵中 李刚站在高高的哨塔之上 手中握着望远镜 他已经看到 远处掀起的滚滚烟尘了 透过望远镜 也看到打子快速地 朝这边冲了过来 以打子现在战马的速度 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 骑兵队伍一旦上千 黄奔起来 就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停得住的 即便前面的人停住 后面的战马也停不住 结果就是 撞得人仰马翻 骑兵队伍想停住 只能是慢慢减速 然后停下来 以打子现在的速度 他们只能冲进山谷的 山谷之前想停都停不下来 李刚看到这一幕 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一直以来 李刚担心的 不是这一仗怎么打 或者这一仗能不能打赢 在李刚看来 这一仗最难的是 怎么让打子上当 怎么打子进入自己的埋伏圈 所以 在这方面 他也是最用心的 从伏击地点的选择到 诱敌深入 再到过程中做出假象 李刚的仔细地研究过 执行的过程当中 也是要多小心就多小心 打子快速地冲进了山口 李刚则调转望远镜 看向了大阴一侧的山口 那里是此战的第一个关键点 韩正要带人快速地歼灭 打子追击的小谷骑兵 只有歼灭了小谷的骑兵 堵住山谷的计划 才有可能实现 否则他们在那里 根本就没有办法将山谷堵住 战斗在爆发的一瞬间 就极为激烈 两只骑兵撞在了一起 韩正率领着自己的骑兵 手中拎着长刀 冲进了军阵 双方的厮杀一下子就呈现了白热化 双方撞在一起之后 李刚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儿子给自己送来的盔甲 果真是好东西 打子的刀砍在盔甲上 根本就砍不破 只能留下一个白印 虽然早就测试过了 但此时看到 还是让人欣喜若狂 六十件盔甲虽然很少 面对对方的小谷骑兵 六十人组成的队伍 像奸使一样撞过去 直接就凿串了对方的阵营 对方的阵型 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后方的骑兵跟上去趁势掩杀 打子落败 只是时间问题 砰砰砰砰砰 李刚忽然听见了枪声 调转望远镜 朝山坡上看了上去 自己安排的十个枪手 正端着五六冲朝山口当中的 打子射击 为求精准 他们没有扫射 全都是短点射 骑在战马上的打子 就是活靶子 很快就被打下去了 一个一个地翻下了战马 战场之上的打子 也乱起来了 明军没有给打子机会 很快就全歼了他们 结束了战斗 营地当中的步兵 已经赶了过来 他们快速地 将早就准备好的 戴木咕噜的巨马 推到了山谷口摆好 王大虎和王二虎兄弟 指挥了人建立阵地 活着的战马被牵走了 死掉的战马和打子的尸体 被摆在了前面作为掩体 尽可能地阻拦骑兵的突击 这边完事了 我先走了 韩正一边擦着马刀上的血 一边道 我要去那边完成大人的任务了 王大虎和王二虎对视了一眼 笑了起来说道 棋开得胜 棋开得胜 韩正点了点头 带着骑兵 朝着高低另一侧的小路 走了过去 时间紧迫 他不能在这边耽误太久 他要绕到打子大队的后面去 山谷之中 听到前面的枪响 喀什库就有些愣神 哈朗更是有了一种 不太好的预感 回头看了一眼密密麻麻 冲进来的骑兵 他脸上的神色 变得非常的难看 冲过去 喀什库挥舞着手中的刀 更加卖力地催动胯下的战马 喀什库比哈朗的心里明白 即便前方有埋伏 也只能冲过去 现在停下来 无异于等死 丧失了速度优势 骑兵只能是火把子 调转马头 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真的有埋伏 明朝人不会给自己这个机会 现在能做的 就是祈祷明朝人没有埋伏 除此之外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冲出去 只要冲出了山谷 即便前面有埋伏 也没什么大不了 下一刻 他们的侥幸心里就不见了 碰碰碰碰碰 比刚刚更加沉闷的声音响了起来 火炮 喀什库的脸色大变 这里的明军 怎么会有大炮呢 他们怎么可能把大炮 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 下一秒 在他们身后远处爆炸发生了 迫击炮的炮弹落在地面上 瞬间炸出了一个大大的弹坑 掀起了无数的泥土 土石飞溅 马上的人 直接就被气浪掀到了地上 瞬间被后面的战马 踩成了肉泥 倒霉的战马 也迅速地被炸飞了出去 一发一发的炮弹不断地落地 达子一下子就被炸猛了 战马陷入了混乱当中 拥挤的阵型 一下子造成了非常大的伤亡 李刚望着望远镜看着这一幕 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很快 炮火按照李刚的吩咐 开始向山谷的延伸 山坡上的明军 从两侧冲了下来 他们有的 手里面抬着巨马 有的拿着弱大的盾牌 快速地冲到了山谷里 把巨马放好 没死的达子快速地补刀 同时将尸体简单地收拾一下 快速地搭建了一个狙击的阵地 后面怎么了 喀什库大声地呼喊道 事后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 一脸惊恐地说道 统领 明军在后面开炮 他们将我们的队伍炸成了两半 现在 明军已经在山谷中建立了阵地 把我们分割了 喀什库的脸色顿时大变 语气急切地吩咐道 快快清点一下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被截在了山谷里 是 我马上去 事后答应了一声 连忙向后跑去 现在怎么办 哈朗大惊失色地看着喀什库说道 冷静 喀什库瞪了一眼哈朗说道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继续向前冲 要么前队转后队 冲开明军的拦截 与后面的人会合冲出山谷 应该前队转后队 哈朗语气急切地说道 后面的人一定也在攻击明军阻拦 两下夹击 我们能很快打来明军的阻拦 哈什库摇了摇头 语气极为冷漠地说道 咱们这么多人掉头是需要时间的 明朝人不可能给咱们这个时间 何况后面那些人也冲不上来了 为什么 哈朗抬起头追问道 明朝人在那里布折大炮 你以为他们能通过炮火冲过来吗 喀什库冷哼了一声说道 山谷就这么宽 明朝人用火炮封锁了山谷 他们过不来 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冲过去 从这里冲出去 只要我们从这里冲出去 我们就能活命 我们还能攻破明军的大营 反败为胜 哈朗现在根本就不想反败为胜的事 他只要能逃出去就好了 喀什库也不管哈朗 挥舞着手中的弯刀 大声地呼喊道 勇士们 跟着我冲出去 咱们去杀了明朝人的将军 身后的人跟着一起呼喊 朝着山谷外狂奔去 战马刚刚跑起来 山坡上忽然出现了无数的明军 他们一边喊着一边从山上往下扔东西 除了比较常见的石头之外 还有滚木 一根基里长的木头扔下来 横在了山谷当中 一下子就拦住了骑兵的去路 除此之外 山坡上的明军还开始朝山谷下射箭 箭矢如雨一般地落了下来 惨叫声在山谷当中响了起来 喀什库的马非常的迅速 他带着哈朗以及一小队人跑在最前面 可前方被明军扔下来的木头拦住了路 喀什库只能放弃战马 继续向前跑 很多达子有样学样 也放弃了战马向前跑 山坡之上 领兵的李志胜连忙大声地说道 都给我听着 所有人注意 不要伤到马 马都是我们的 谁要伤了马 我回去打断他的腿 李志胜喊完之后 明军脸上全都露出了喜色 每个人都幻想着 这一战自己能够得到多少的奖赏 李志胜抽出了腰间的刀 大声地喊道 兄弟们 达子有战马 咱们打不过他们 他们仗着战马欺负咱们 现在他们没了马 咱们还怕他们吗 不怕不怕 明军气势大胜 对 咱们不怕他们 李志胜挥舞着手中的长刀说道 兄弟们给我冲下去 咱们全见了这群达子 杀啊 李志胜一挥手中的长刀 山坡上的明军 如潮水一般地冲了下来 高塔之上 李刚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其实是他安排的 在开战之前 他就告诉了李志胜 如果有机会 让这些当兵的渐渐血 自己招募的这些人 可从来没打过仗 这一仗从开始到现在 他们只是负责在山上扔石头射箭 表面上看起来 的确是在打仗 可是连搏杀都没有 连血都没剑 根本就起不到练兵的作用 到战争最后 让他们下去厮杀一番 斩杀几个敌人 剑一剑血 对于这些人来说 是一件好事情 山谷当中喊杀声震天 谷口处王大虎和王二虎 脸色有些难看 催了一口 王二虎没好气地说道 原本以为咱们兄弟领的是 一个艰苦的差事 打子冲出来 咱们有一场硬仗要打 现在要好 压根就没冲出来 看着人家在里面打仗吃肉 咱们只能领着兄弟 在这里干看着 这叫什么事 回头功劳都没咱们的 别抱怨了 王大虎盯着王二虎说道 大人让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干什么 我不是心里不服气吗 王二虎抬起头说道 他们那些人在山谷里面厮杀 他们的身手 还不如咱们精锐的 那咱们进去 还能少一些伤亡 别说话 来了 王大虎站起了身子 连忙说道 山谷当中 一队残兵败将 正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他们没有战马 全是不足 即便如此 他们的速度也很快 求生的欲望 已经激起了他们的凶性 看到山谷口处的明军 他们直接就冲了上来 大哥 上吧 王二虎哈哈大笑地说道 上什么上 王大虎伸手拉住了王二虎 没好气地说道 现在还没轮到咱们 枪手 上 手握五六冲的枪手 瞬间在谷口站成了一排 整齐地拉动手中的枪栓 发出了哗啦啦的响声 这一次 他们没有点射 而是选择了扫射 扣动扳机 子弹像不要钱一样地 飞向了谷中 高塔之上 李刚握着望远镜 看着这一幕 心情有些复杂 山谷里面的鸭子 一片一片地倒下 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 全就被枪打死在了山谷里 李刚想到的不是胜利 心里面甚至都没有 一丝一毫的喜悦 不知道为什么 李刚想到了巴里桥 想到了巴里桥之战 一样的火气碾压 只不过那一次 成的不是中国人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落后了 落后就要挨打 你和人家讲道理 人家把自己的大炮拿了出来 尊严在剑锋之上 真理指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李刚握住了自己手中的刀 很用力 抬起头看着略有一些阴郁的天空 喃喃地道 我既然来了 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 再一次重演 谷口的战斗 很快就结束了 冲在最前面的喀什库 被子弹打倒在了地上 鲜血顺着他的身子 躺在了地上 这一次 他没有了上一次的幸运 将自己留在了大明的土地上 哈朗也被打倒在了地上 他目光空洞地看着天空 不服气 不甘心 家里面还有老弱的等着我回去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一定要回去 我还要为他们带回粮食 我回不去 他们这个冬天怎么过 哈朗就那么瞪着眼睛 死在了谷口 张二和和张三和留下几个人 在这里打扫战场 带着其他的人 直接从山谷当中扑了进去 山谷之中的战斗还没有停 他们要去那里凑个热闹 当他们二人杀到的时候 山谷中的战斗还很激烈 达子虽然被杀死了很多人 剩下的人也大多受了伤 但是他们的抵抗依旧强烈 与山坡上冲下来的明军 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明军这边气势高昂 达子那边殊死一搏 双方都不轻松 看到这一幕 张二和兴奋地差点没跳起来 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转头对自己身后的人 大声地喊道 兄弟们 咱们的机会来了 冲上去立功啊 杀呀 张二和身后的人 也都兴奋地跟着冲了上去 刚刚在山谷口的位置 他们这些人 根本没捞到打仗的机会 杀敌的全都是那些枪手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他们怎么可能会放弃 随着这支生力军的加入 明军一下子占了上风 山谷的另外一侧 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 因为是不同部组组成的队伍 当队伍被从中间结成两段之后 后面的队伍 根本就没有往前冲的欲望 转身就跑 等到韩正带人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后队转前队完事了 看到韩正带着人来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的欲望 带着人纵马就跑 韩正在后面追击 虽然杀了一些人 但是收获微乎其微 毕竟人少 韩正也不敢追太远 真的追得太远 人家掉头来和自己打一仗 还打不过人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逃跑 把韩正气得不行 早晚把你们都留下来 韩正咬牙切齿地掉转马头 对身边的人大声地说道 咱们赶快回去 山谷里面还有功劳 一个人二十两白银 冲啊 等到韩正赶回来的时候 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 山口这一侧的打子 被韩正赶跑了 这一侧的明军也就腾出了手 三十名枪手带着一群步兵 开始向山谷里面冲了进去 打子聚集的地方就用枪扫射 分散开的打子步兵就上去群殴 分散包围 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 玩的那叫一个熟练 山坡之上的火炮也不时地开一炮 搞一下火力支援 高塔之上 李刚已经下来了 从手下手中接过战马翻身上马 笑着催动战马 朝着战场这边赶了过来 等到李刚来到这边 战斗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见到李刚来了 韩正等人也全都赢了上来 每个人脸上都喜滋滋的 这一仗无论如何 他们都捞到了足够的功能 回去就等着升官发财 想不高兴都难 怎么样 李刚笑呵呵地翻下了战马问道 张仲理从旁边走了过来 这次出征 老前头在家里面留守 张仲理跟着大军一起出来了 作为大军的文书 见到李刚连忙迎了上来 笑着答道 大人 初步估算了一下 咱们这一仗困住了五千打子 咱们已经将它们全歼了 我刚刚去清点了一下战马 大概有三千多匹活着 只有一小部分没有受伤 大部分都有伤 但是伤得不严重 回去治疗一下 应该还有两千多匹马能用 李刚的脸上 闪过了一抹肉疼 有一些迟疑地说道 伤亡了这么多 张仲理点了点头 一脸无奈地说道 咱们人少 从山坡上冲下去之前 兄弟们扔了不少石头和木头 很多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砸伤的 李刚摇了摇头 一脸无奈地说道 可惜了 也不必太可惜 张仲理笑呵呵地说道 有两千多匹 还能够作为战马 剩下那些受了伤的 回去之后治疗一下 做不了战马 还能做弩马 实在不行的 咱们还可以 把这些马治疗一下 发卖给老百姓 让他们用来赶大车 或者用来耕田 老百姓应该愿意要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行 这么办吧 剩下的那些战马 我已经让他们放血扒皮了 马皮是好东西 回去可以用来做盔甲 也可以用来做冬衣 马肉我准备让他们拉回去 张仲理笑呵呵地说道 让兄弟们也吃一顿马肉 李刚点了点头 一千多匹马的马肉 军营当中有三千多兄弟 大吃上一顿之后 每一家再发一点 让他们拿回去给家属 剩下的想办法熏干了 存起来 或者找凉快的地方放一些日子 过几天天冷了 应该就能冻起来了 至于说马肉的坏处 偶尔吃那么一两顿 能有什么坏处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谈伎俩 光谈毒性 全都是耍流氓 现代的大明百姓 吃顿肉不容易 普通的百姓 根本就没有肉吃 新军所的百姓 当兵的能吃肉 不当兵的 连肉都吃不上 李刚想了想之后说道 你拿出三百匹马肉来 放在城中低价 卖给城中的百姓 让他们也跟着咱们 沾沾昏心 张仲理迟疑了片刻说道 大人 这 伸手拍了拍张仲理的肩膀 李刚笑着说道 咱们打胜仗 少不了城中百姓的支持 咱们这些兄弟 也都是来自城中的百姓 咱们不能忘本 打胜了 让他们也沾沾光 明白吗 大人放心 我明白了 张仲理用力地点头说道 咱们这边怎么样 李刚想了想之后 表情严肃起来又问道 张仲理叹了一口气说道 咱们这一次打的是埋伏 而且占尽了优势 可即便如此 咱们还是死了一百多人 伤了七百多人 伤了这么多 李刚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张仲理表情 有一些尴尬无奈地说道 很多兄弟 从山坡上跑下来的时候 跑得太快了 直接摔倒受的伤 有的是崴了脚 有的是摔了脸 来之前我已经看过了 伤势都不太严重 回去之后好好地治疗 养上十天半个月的 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李刚这才松了一口气 苦笑地说道 还是没有经验 训练的时间短 装备也不够精良 周围的人 全都神情古怪地看着李刚 都看我干什么 李刚瞪了一眼他们 没好气地说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 打了这么大的胜仗 咱们才这点损失 已经是足够好的了 伸手抬起了马鞭 指着周围的人 李刚不满意地说道 我告诉你们 你们差得远了 你们知不知道 当年的七级光旗将军 众人点了点头 脸上都露出了 我知道的神情 七将军打仗的时候 什么时候损失不这么多了 全间两千人 我方无意死亡 与七家军相比 我们差远了 我告诉你们 回去都要狠狠地操练 李刚瞪着众人说道 是 大人 众人连忙攻身 心里面却有些不以为然 李刚也看出来了 他们的不以为然 但也没有办法 毕竟和别人相比 自己这边不但打赢 还有这么小的损失 这已经打得很好了 李刚的心里面 却很不满意 他已经开始琢磨 下一步的训练计划了 这一战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训练不足的问题 李刚决定回去开始军演 一伙人扮演达子 模仿达子的战法 在不同的地形上展开演练 总之一句话 不断地磨练 不断地训练 一定要打造出一支精兵 除此之外 还要想办法多弄一些装备 这一次 自己这边的人手 装备不精良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自己有两万人 有精良的装备 还能吃这样的亏 李刚想法比较多 但手下人却不这样想了 尤其是打仗的军人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战只战死了一百多人 已经是他们不敢想象的了 战死将士的尸体 一句一句地被抬出来 气氛略微有些凝重 但并没有太悲伤 李刚来到尸体前面 对旁边的张仲理说道 每个人的名字都要记下来 他们的功劳和赏赐 绝对不允许克扣 回去之后 我要带着他们的抚恤金 亲自去他们家 大人放心 在咱们这谁敢喝兄弟们的血 我弄死他 张仲理眼睛有些发红地说道 李刚点了点头 伸手拍了拍张仲理的肩膀 轻轻地点了点头 打这一仗只用了一个多时辰 但是打扫战场 却整整用了大半天 太阳西下的时候 李刚等人才将战场打扫完 缴获得物资运回去 打死的尸体全部挖坑掩埋 忙活完了 营地里面的饭也做好了 晚上李刚下令了 虽然打了胜仗 但依旧不许庆祝 全营戒严 除了吃马肉之外 其他的和作战士一样 全营将士虽然也很兴奋 但也明白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 这一点 李刚已经派人到下面去解释过了 李刚的威望本就高 这一次打完仗威望就更高了 第二天天一亮 李刚带着自己手下的人 拔营回城 暴劫的赤猴在前面跑 每路过一座堡垒 就高声地呼喊 堡垒中的百姓 瞬间顿时 欢呼雀跃了起来 作为新军所的百姓 他们有的是原本新军所的百姓 有的是从别的地方牵过来的 对于原本新军所的百姓来说 能够打赢仗 他们可太高兴了 上一次后经来饭 他们没办法 只能跟着当官的一起跑 回来的时候 家没了 地也慌了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不是因为李大人 他们这些人早就无家可归 到冬天 恐怕都要饿死了 现在李大人给了他们家 还打胜了仗 但他们不用流离失所 他们当然高兴 新到新军所的百姓也一样 他们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 有很多都是流民 本就居无定所 冬天本就很难熬 到了新军所之后 李大人给他们分了地 教他们种地 帮他们盖房子 让他们重新安了一个家 他们当然感激 听说达子来了 他们心里也很没底 一旦李大人打败了 他们这些人 又要过上那种居无定所的日子了 每天都是胆战心惊的 现在听说打赢了 终于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大军路过之时 无数的百姓全都冲了出来 百姓站在大陆的两旁 不断地欢呼着 不断地雀跃着 手里面也捧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吃食 有水 不停地要给当兵的 李刚早就已经下令了 不允许拿老百姓的东西 作为一个后世的解放军 李刚对纪律两个字 理解太深入了 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这是从他练兵第一天开始 就经贯彻给当兵的了 用李刚的话说 我给了你们足够的响应 足够的粮食 你们要是再拿老百姓的东西 你们就不是我的兵 一时之间 百姓和当兵的之间不断地拉扯 当兵的不断解释 老百姓们不断地呼喊 最后一群人 甚至拦在了李刚的马前 无奈之下 李刚只能停住了马 翻身走了下来 李将军 几位老头拦在李刚的马前 见到李刚走了过来 连忙恭敬地行礼 有的还要跪下来 给李刚磕头 李刚连忙走过去 将他们一一搀扶了起来 老丈 你们这是干什么 李刚笑呵呵地问道 李大人 您带大军作战 保镜安民 我们没有什么能帮到您 只是准备了一些吃食和粮食 还请您不要嫌弃 一个老头一脸笑容地说道 李刚眉头一皱 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 他盯着老头说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老头一愣 似乎没有想到 李刚会不高兴 一时之间有些紧张 脸上的表情都变了 一脸都畏惧 旁边的老头看到这一幕 连忙走到了李刚的身边 恭恭敬敬地说道 李大人 这是规矩啊 什么规矩 李刚皱着眉头问道 大军出征归来 我等是要劳军的 老头连忙说道 这也是我们的一番心意 一边的张仲理 走到了李刚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人 的确是规矩 李刚转头 瞪向了张仲理说道 他们不懂 还是你不懂 还是你以为 本官不懂 张仲理面露苦笑地说道 大人 我当然知道 民间有俗语 匪过如书 兵过如臂 官过如涕 百姓们见大兵而归 心里面担心 所以便拿出了 自己的粮食来劳军 说是劳军 其实就是贿赂领军的 将领和当兵的 希望他们走的时候 不要劫掠 能够饶过老百姓的性命 你既然明白 为什么还要用一句 劳军带过 李刚盯着张仲理面 愤怒地说道 难道你不明白 我的军纪吗 你不知道 本官的用心吗 张仲理面露 严肃地说道 下官知道 说 李刚挥动着手中的马鞭 大声地说道 大人有军纪 名为三大纪律 八大注意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功 八项注意 说话何切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张仲理立即大声地开道 轻轻地点了点头 李刚的表情依旧严肃 他转过头 看着身后的所有人 大声地说道 你们都知道吗 回大人 我们知道 喊声震天动地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 高声地喊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新军所的兵 身后的官军 高声地呼喊道 你们来自哪里 李刚向前走了一步喊道 我们来自新军所 新军所的兵喊道 你们的父母在哪里 李刚继续喊道 我们的父母在新军所 新军新军所的兵喊道 你们为什么当新军所的兵 李刚奋力地喊道 脖子都红了 保卫我爹 保卫我娘 保卫新军所 保卫新军所的百姓 新军所也扯着脖子喊 脖子都红了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全军附送 李恒举起手中的马鞭说道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全军附送 新军所的兵跟着 呼喊了起来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功 八项注意 说话何切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新军所得兵 高声地呼喊道 再来一遍 李刚挥手大声道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功 八项注意 说话何切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新军所的兵 再次呼喊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转 回头看着身边的老人说道 老丈 你们都听到了吗 几位老人一时之间 有些惊慌失措 似乎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周围的百姓 却忽然有了动静 不知道有谁喊了一声吼 随后人群当中 就全部都跟着喊了起来 呼喊声震天 甚至有百姓直接跪下来 给李刚磕起了头 李刚笑呵呵地 让人将几位老头掺走 转过身骑上了马 战马之上 李刚用双手按了按 大声地说道 安静一下 百姓之中 刚刚还响着欢呼声 紧接着却安静了下来 鸦雀无声 李刚目光扫过 所有人大声地说道 我叫李刚 新军所的守备 我身后的兵都是 新军所的兵 他们刚刚的话 你们也都听到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找他们帮忙 不必害怕他们 他们都是新军所的人 都是你们邻里的儿子 我们是百姓的子弟兵 李大人英明 李青天 百姓跟着呼喊了起来 只不过喊什么的 都有 李刚坐在战马上 哈哈大笑 他挥动自己的马鞭 转头对身后的人 大声地说道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唱 大军缓缓地走动 速度并不快 但军纪却异常地整齐 士族挺胸抬头 骄傲异常 他们走得很整齐 脚步落在地上 都发出了整洁的声音 哗哗地响声 震撼着周围所有的百姓 看到这一幕的人 很难不称赞一句 精锐之诗 队伍回到新军所的时候 这里早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留守的老前头 带着新军所所有的人 来到了新军所的门口迎接 这里也聚集了无数的百姓 游街 欢庆 整个新军所 陷入了欢乐的海洋当中 城中的店家 也跟着凑热闹 打折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城里 有卖酒的 将自己的酒搬到大街上 任由老百姓 随便喝 这一仗打胜了 新军所就立住了 原本百姓们还担惊受怕 觉得达子一来 现在美好的生活就不见了 现在打赢了 他们心里面终于安稳了 这里以后就是家了 能在这里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 回城之后 李刚给当兵的放了嫁 让他们回家 一来报平安 二来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带回去 主要集中在吃食粮食之上 银子李刚还没发 一来统计还没有完成 二来 他现在也没这么多银子 杀一个敌人 能够得到十点系统点数 这一次杀敌五千三百多人 李刚再一次获得了五万三千点系统点数 足够他去儿子拿换银子了 按照系统的比例 一万点系统点数能换一吨 一吨白银也就是两千斤 两千斤白银是两万两 李刚弄来四吨白银八万两 足够给自己的手下发钱了 毕竟不是每个手下都要银子的 在大明朝战功需要记录的 记录下来的战功 可以作为以后升迁之用 换了白银 这笔功劳可就没有了 很多人都会选择换一部分白银 然后积累一部分功劳 换来的白银 用来改善自己家的生活 比如盖房子 买地娶媳妇 剩下来的功劳 则是留给自己准备将来升官用的 或者干脆就是现在升官 除此之外 李刚还在忙碌另外一件事情 这次战损虽然不大 但是也死亡了一百多人 李刚要亲自将这些人的尸体 和他们的抚恤金给送回去 除此之外 李刚还会给他们颁发一块 新军所英雄之家的牌子 有了这块牌子 代表他们家有人为新军所战死了 以后他们家可以享受 新军所的一些福利待遇 比如 家里面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 家里面的老人 可以每个月去衙门领粮食 除此之外 家里面的兄弟 也会优先安排工作等等 这些都是在战斗之前 李刚已经制定好 并且颁布出去的 李刚心里很清楚 这些东西 能够积累将士们的战斗欲望 同时也能够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在战后 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执行 如果不能够落到实处 在虚空中悬着 反而会伤了军心 这一仗打完 李刚决定亲自去 事实证明 李刚的选择是对的 一路上 他见了很多人的家属 虽然每个人都哭得很伤心 但每个人也都很骄傲 李刚亲自送牌匾上门 给了他们极大的荣耀 李刚记得很清楚 他当时送牌匾上门 家里面的老母亲 拉着李刚的手 问了一个问题 我而永否 李刚答曰 永贯三军 李刚还在新军所 建立了一座非常大的庙 名曰中永庙 这次战死的人 都会在忠心庙里面有一个牌位 为此李刚还招募了一批道士 每日在那里为他们念经 忠永庙一进庙门 就会看见一座石碑 上面写着 新军所忠永之事 永垂不朽 事情忙活完 已经快半个月以后了 天也逐渐冷了 一场大雪拍在了地上 百姓们也开始在家里猫东 所有人心里面也松一口气 达子这次来不了了 大人 老前头上顶着马皮帽子 手里面端着一个瓷盆 笑呵呵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 韩正也跟了进来 手里面端着刚刚生好的碳盆 你们来了 李刚笑呵呵地看着老前头说道 帽子不错 老前头点了点说道 刚做好的 这一次搅和了那么多死的战马 把我都让他们扒了皮 雇佣了城里的皮匠 全部都熟了 又雇佣了城里的女人帮 我们缝制这种皮帽的 不得不说 大人设计的这个皮帽子 真的好 韩正在一边拍着马屁说道 谁能想到皮在外面毛在里面 暖和得可以 李刚摆了摆手 他设计的皮帽子 其实就是后世的狗皮帽子 两侧有耳朵 可以系在脑后 也可以放下来盖住耳朵 这种皮帽子 以前在北方或者说在东北 非常非常的常见 这次有了马皮 李刚自然让人做出来了 钱要及时给人结了 李刚看着老前头说道 入冬了 天冷 女人离家赚钱不容易 把钱给了人家好放心 好被粘活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您就放心吧 一边说着 老前头一边将瓷盆 放在了炭火之上 炭火震望 瓷盆放上去之后 就咕噜咕噜地冒出了热气 李刚将盖子打开 顿时露出了里面 顿着的骨头和肉 香味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里 看了一眼之后 李刚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说道 羊肉 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老前头说道 这个季节本来不应该杀羊的 昨天城里图护家 瘦了一只摔断了腿的羊 今天早上跑到咱这来问大人吃不吃羊肉 我一想 大人有日子没吃到羊肉了 我就让他们留下了半只 钱可给够了 李刚盯着羊肉 笑呵呵地问道 给够了 老前头点了点头 按照大人的吩咐 比市面上的价格多给了半成 要不然 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都跑到衙门来送 他们精灵着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大冬天的老百姓赚点钱不容易 咱们不能恪口他们的钱 大人仁慈 韩正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李刚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整日你往我这跑 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 今天天冷 你回家去陪婆娘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大人是怕我抢你的肉吧 那可不 李刚白了他一眼说道 你这样的大度汉 这一锅羊肉 一大半都得让你吃了 要是老前头我们两个 吃着羊肉 喝了酒 能吃到半夜 有你在这儿 用不了半个时辰 这锅肉就没了 大人 你越这么说我越不走 韩正一屁股坐下说道 我跟您说 外面的人可全都等着您的银子 我今天就是来要账的 你还挺硬气 李刚没好气地说道 那可不 韩正点了点头说道 要账得不硬气 难道欠账得硬气 李刚无奈地摇了摇头 韩正说的账 其实就是上次的赏赢 想想时间 儿子那边应该也准备差不多了 于是 李刚笑地说道 明天就能有了 你快走吧 韩正得了点头说道 那可是好事 我回去能和他们有个交代了 今天晚上我不能走 外边这么大的雪 屋里这么好的肉 大人你得留我吃饭 伸手指了指韩正 李刚没好气地说道 现在学得越来越赖皮了 也是你有口福 说着他从柜子里面 摸出了一个透明的瓶子 五粮液 韩正忍不住眼睛一亮 自从李恒有了钱之后 李刚那边酒就没缺过 李恒到了美国 也从美国给老爹 买了很多国内的白酒 李刚也知道轻重 系统点数来之不易 他要的也不多 今天天气这么好 又有一锅这么好的羊肉 李刚这才舍得 将自己的五粮液拿得出来 老前头和韩正两个人 眼睛都亮了 连忙凑过来 将酒杯也拿了过来 一副要和李刚大喝一顿的样子 这顿酒一直喝到半夜 中间添了一次炭 三个人一边喝酒 一边吃肉一边聊天 甚至聊到了当初首饱的日子 那个时候活一天算一天 韩正有些感慨地说道 哪能想到过上今天的日子 有酒喝 有肉吃 孩子们能够在家里暖暖的 还有疏毒 拍了拍韩正的肩膀 李刚笑着说道 咱们以后的日子会更好的 老前头在旁边点了点头说道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只要有大人的统治 咱们的日子肯定更好过 韩正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 你是我的恩人 我们全家人的恩人 说这些做什么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没有你们这些人 知识我也没有今天 我也没有 来 这杯酒 咱们一起喝 三个人将酒杯端了起来 碰了一下一口 把杯里面的酒喝掉了 放下了酒杯 韩正似乎想起了什么事 转头看着老前头说道 老前头 我听我家的婆娘说 最近有不少媒婆找到你那里去了 要给你找一方续弦 怎么有相中的吗 脸上也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李刚盯着老前头说道 还有这个事 怎么没听你跟我说过 挠了挠头 老前头有一些无奈地说道 我这么大年纪了 他们还给我介绍媳妇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太光彩的事 李刚哈哈大笑地说道 这有什么不光彩的 没相中的 韩正在旁边笑呵呵地问道 老前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又给李刚和韩正倒了一杯酒 缓缓地说道 他们给我介绍的那些人当中 大部分都是很小年纪的姑娘 李刚和韩正对视了一眼 都明白老前头是什么意思 老前头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让他对那些小姑娘下手 他有些下不去 那些小姑娘 看起来年纪像他孙女一样 也的确不太合适 片刻之后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要小姑娘 我这边有个寡妇 你觉得怎么样 寡妇 老前头有些疑惑地问道 韩正点了点头说道 也是个可怜人 丈夫上一次跟新军所那些人逃跑的时候 死在路上了 带着一个丫头跑回来了 靠着卖豆腐为生 多大年纪 李刚在旁边迫不及待地问道 三十多一点 韩正想着想着说道 也就三十左右岁的年纪 家里的丫头刚刚九岁 我家小子喜欢他们家丫头 喜欢得不行 整个人粘着人家 李刚笑了笑 指着韩正说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家那小子才多大 小小年纪就知道 给自己找媳妇了 当然 你可别冤枉我 我可没这个嗜好 韩正连忙摇头说道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笑了起来 喝了一口酒 韩正转头 看着老前头说道 女子我也认识 人长得很不错 是好生养的 你跟他在一起 我看挺合适的 如果能生 给你生个儿子或者女儿 你也算有一儿半女傍身 如果不生 他有一个女儿 你老了也能有个人照顾 韩正考虑得非常周到 李刚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事实上 到了老前头这个年纪 找老伴还有点不甘心 找一个太年轻的 他又不太合适 所以 找这么有一个寡妇 倒是挺合适的 以老前头的收入 养活他们母女二人 不成问题 如果老前头还可以 还有能力 女人也不是不能为他 生个一儿半女 如果老前头没这个能力 生不出来了 女人有个闺女 也算是老前头的闺女 等到老前头上的岁数 母女二人也能照顾照顾她 我跟你说 过了这村 可没这个店了 韩正指着老前头说道 赵寡妇这个人勤快 为人正直 惦记的人可不少 老前头看着韩正说道 你觉得合适吗 你都这个岁数了 还扭捏起来了 韩正没好气地开口说道 我觉得合适 明天我让我婆娘去给你问一问 如果要是能成的话 年前咱们就喝喜酒 李刚点了点头 让你婆娘上点心 是一件好事 大人 你放心 我明白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三个人在这件事情上 又谈论了一会儿 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老前头和韩正 也都喝得有点多了 李刚叫人 将两个人给送走了 等到两个人走了 李刚看了一下时间 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纽约 曼哈顿 李恒的豪宅 接通了自己父亲的电话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这么晚了 怎么给我打电话 最近李刚的系统点数很充足 所以和儿子的联系 也频繁了一些 让他们父子二人的交流 不像以前那么生疏 也不像以前那么急切了 只是问一问 银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李恒想了想 明天就是约定好的日子 到时候我去看看 如果他们做好了 我明天一早就给你传过去 好 李刚缓缓地点头说道 你一个人在美国 可千万要小心 爸 你放心吧 我知道 李恒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父子二人又说了一些闲话 这才挂断了电话 李恒将手中的手机放在一边 回过头发现 躺在床上的周静如 正瞪着大眼睛看着自己 吵醒你了 李恒笑呵呵地问道 周静如微笑着 看着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只是睡醒了而已 来得下半场 李恒直扑到床上 将周静如揽在了怀里 笑呵呵地抚摸着 他的身体问道 挑了挑眉毛 周静如轻笑地说道 你还行 男人就不能说不行 一把将周静如揽过来 李恒笑呵呵地压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李恒起了一个大早 周静如今天有事 不能陪李恒一起去 李恒自己开着车 来到了约翰逊的工厂 父亲上一次说要银子 李恒也没有渠道 询问了一下周静如 结果周静如告诉自己 可以直接去找约翰逊 与约翰逊联系了之后 人家告诉李恒 你别说银子 金子都行 来到约翰逊工厂的时候 约翰逊已经等在这里了 对于李恒这样豪爽的用户 约翰逊是太喜欢了 上一次盔甲的生意刚做完 这一次又来了 下了车和约翰逊握了握手 两个人一起往里面走 李恒笑呵呵地问道 我的东西准备好了 全都在里面了 约翰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笑呵呵地说道 两个人一千一厚地来到了仓库 仓库中摆放着几个大箱子 李恒走过去将大箱子打开 箱子当中一片荧光闪烁 大箱子中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的全是银元宝 伸手将一个银元宝拿了起来 在手里面颠了颠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是十两的 是十两的 约翰逊点了点头说道 将银元宝翻过来 李恒在银元宝的底子上 看见了一个李子 这是李恒要求约翰逊印上去的 每个元宝下面都有一个李子 代表了这是李家的钱 花的时候记着点 其他的呢 李恒转过头问道 在这边 约翰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两个人来到了另外一侧 约翰逊将箱子打开 箱子里面放着的是成捆的银叶子 每一片都是树叶的形状 做得极为精致 李恒将叶子拿了起来 伸手抽出了一片 伸手弹了弹 李恒笑地说道 一两一个 约翰逊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一两一个 李恒满意地将银叶子放了回去 私下看了看 笑呵呵地对约翰逊说道 总计五吨 没有错吧 没有错 约翰逊点了点头说道 按照之前的约定 你把货运到之后 五百万就会打进你的账号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五百万这个价格 约翰逊不会少赚 但是李恒也没犹豫 约翰逊是个人才 他能搞到的东西很多 可以作为自己的固定渠道商 对于这样的人 多让他赚一些钱 李恒也不觉得有什么 只要价格不离谱 比市场上稍微上浮一点 他也能接受 您放心 没问题 约翰逊笑呵呵呵地点头说道 我一定安排最好的人 安安稳稳地把东西送到 李恒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这样最好了 约翰逊的行动速度非常的快 东西做好了 他也急着出手收回成本 下午的时候 货车就已经来到了李恒的仓库 李恒这一次直接过来接货了 昨天晚上 父亲半夜给自己打电话 李恒能够感觉到父亲的焦急 所以他也不敢拖延 白银到了之后 立马给父亲送过去 谢完货 李恒把账给约翰逊转过去 他就带着人走了 李恒站在仓库里面 脸上的表情也有一些震惊 伸手扶过面前的银元宝 渐渐地露出了笑容 不知道父亲看到这么多白银 会有什么反应 现代社会还好 白银已经不是钱了 放在大明朝 这是确确实实的钱 想象父亲看到这么多钱的样子 李恒也笑了 直接给父亲传过去了 白银送走了之后 李恒又来到了盔甲的旁边 这一次 父亲打了一个大胜仗 获得了五万三千点系统点数 一万系统点数能换一吨 换了四吨白银 还剩下一万三千点 一万三千点 李刚也没打算留着 他打算要一批盔甲 这次作战当中 李刚就吃了没有骑兵的盔 缴获了一批战马 他打算组建一只全新的骑兵 需要更多的盔甲 15公斤一件盔甲 100件就是1.5吨 老爹只有1.3吨的量 100件是换不了了 李刚给准备了80件 1.2吨 剩下0.1吨 也就是200斤的量 李恒准备留着和老爹打电话了 将东西传过去之后 李恒拍了拍手卖部 向仓库外面走了出去 又解决了一件心事 但是该想办法赚钱了 最近这段时间 钱花得有些太厉害了 上一次搞来的五个亿 实在是太不惊话了 曼哈顿第五大道旁边的豪宅 花了1.5个亿 长岛的海边别墅 花了1.7个亿 两下加在一起 4.2个亿没了 买军火定制盔甲 买白银 每一笔钱花的都很痛快 再不想办法赚钱 自己就只能坐吃山空了 豪车还没买 游艇还没买 私人飞机还没买 自己距离自己想要的豪舍生活 还差得远 想到这些 李恒的心里面 就满满的都是斗志 大明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李刚站在仓库里 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成堆银元宝和银叶子 脸上的表情都有一些凝固 要知道 这里不是他没穿越之前了 这里白银就是钱 到这个时代 他已经习惯了 用这些东西做货币了 迈步走过去 伸手将银元宝捧了起来 拿起一个看着制作精良的银元宝 又看了看后面的李字 李刚半天才回过神来 旁边的老前头瞪着眼睛 张着嘴 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 李刚看了一眼老前头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看你那个样子 一点出息都没有 这点钱就把你给震撼住了 老前头转回头 一脸感慨地说道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这些钱都够把一个人给砸死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很快就会没了 老前头眼中闪过了一抹心疼 摇了摇头说道 我算是明白 那些贪官为什么要贪污了 看着这么多银子 我都动心了 面容严肃地点了点头 李刚说道 这个心不能动 这都是兄弟们的卖命钱 老前头点了点头 收回了目光不去看 走到了旁边的盔甲处 伸手摸了摸精良的盔甲 叹了一口气道 盔甲是真好 可惜数量太少了 慢慢就多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纽约 曼哈顿 李恒的豪宅 回到家里 李恒站在自己豪宅的落地窗口 俯瞰着整个中央公园 喝了一口葡萄酒杯中的可乐 脸上露出了笑容 突兀的电话声 打破了这一刻的宁静 李恒将电话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周静如微笑着接通了电话 没等李恒开口 电话那边就传来了爆炸声和枪声 李恒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虽然是美国这里也的确很乱 但是李恒来到美国一段时间了 对美国的了解也变得深了很多 美国有枪击 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 像他之前了解的一样 美国人不太在乎新冠肺炎原因很简单 新冠肺炎每年死亡的人数 还没有每年枪击死亡的人数多 对于美国人来说 这就不算个事 像印度人一样 人家为什么要在乎新冠 在印度每年爆发的传染病当中 新冠的死亡率算低的 人和人不一样 国家和国家也不一样 即便如此 美国也不是伊拉克 也不是阿富汗 这里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像电影中演的冲锋枪 迫击炮 火箭弹 其实很难出现 这是一个警察国家 是一个特工国家 很多东西是高层和资本家 故意放纵的 没有仇恨 没有枪战 哪来的军火生意 他们绝不允许 有人拥有大规模的军火 来挑战他们的领导 可周静如电话里传来的声音 却不一般 李恒不但听到了枪声 还听到了爆炸声 这段时间 李恒对枪械可是很了解 从电话里的声音就能判断 对方使用的 全部都是自动步枪 爆炸声 也全都是手雷的爆炸声 在美国城市中 搞这么大的动静 绝对不是一般的小事情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李恒拿起自己的衣服 从抽屉里面 拿出了一把枪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一边走一边问道 你在哪 周静如快速地说了一个地址 挂断了电话 李恒向门口走去 拉开门的一瞬间 李恒的身影就从门里面消失了 进入电梯 电梯便朝下走了下去 如果从监控里面看 会看到没有人的电梯 正在往下走 如果有人来查 也以为是电梯系统出现了故障 或者是电梯系统被人控制了 没有人进出 最终还是会判断为机械故障 出了门口之后 李恒很快来到了一条街上 一头钻进早就准备好的备用车辆中 这辆车是李恒让猫女准备的 车主是一位被猫女杀掉的黑帮 这辆车也是黑帮弄过来的水货车 无论怎么查 也不会查到李恒的身上 上了车之后 李恒开始换衣服 无论路不露脸 自己都要做好准备 在给自己准备衣服的时候 李恒经过深思熟虑 最终决定做一套将自己全身上下 全部都包裹起来的衣服 一点皮肤都不露 一点毛发都不能留下 李恒选择了死室 全身上下红色的制服头套一戴 除了眼睛以外 什么都不露 当然了 眼睛上李恒也戴上了眼罩 身后鞋背着两把刀 这两把刀可是好东西 李恒在约翰逊那里下的单 全部都是用超高合金制作的 用上一次周静如说 能够用来制作宇宙飞船的材料 坚韧柔韧性全部都够 加上高超的制造技术 绝对是两把锋利的武器 比起原版死室的震惊武器 当然有所不如 但是比起现在很多的冷兵器 那是要强很多的 有了刀之后 李恒还曾经尝试过刀劈子弹 结果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 还是不行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像死室一样用刀劈子弹 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做到捕捉子弹的轨迹 只能看到一道影子而已 躲开就更不可能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子弹击中 当然了 自己身体足够强健 普通的子弹击中自己 也没办法对自己造成杀伤 只会卡在肌肉里 然后被推出来 狙击穿假弹 李恒没试过 但知道自己肯定扛不住 需不需要我帮忙 黑猫从远处奔跑过来 从副驾驶的窗户 跳进了副驾驶的座位上 一边甩着尾巴 一边说道 你怎么来了 李恒有些迟疑地说道 你开这辆车 我就知道你要去干大事 黑猫露出了兴奋的表情说道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你的生活太平淡了 一点激情都没有 李恒翻了一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下去 为什么 黑猫摇着尾巴 一脸不解地说道 我也是有能力的人 我可以帮你 多一只猫 多一分力量 我怕别人认出你来 然后顺着你找到我 李恒没好气地说道 你想多了 黑猫撇了撇嘴 一脸不屑地说道 你知道整个纽约城 有多少只猫吗 你知道 像我这样的黑色猫咪 有多少吗 李恒有些狐疑地说道 很多吗 是非常多 黑猫甩着尾巴说道 我知道的流浪猫 就有非常的多 好吧 李恒点了点头 承认了自己的孤陋寡闻 换好了衣服之后 李恒再次隐身 没有人说 死事不可以会隐身 发动汽车踩着油门 车子狂奔去 如果有人看见 会发现 无人驾驶技术 已经提前实现了 一辆没有驾驶人的 车辆方向盘 自己会动 在城市当中狂奔 不断地在车流当中钻来钻去 颇有秋名山车神的味道 黑猫蹲在驾驶台上 兴奋地喵喵叫 似乎想起了什么 黑猫又跳回了驾驶座上 伸出了自己的爪子 快速地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音乐响了起来 你干什么 李恒皱着眉头说道 鸡琴 鸡琴 懂不懂 黑猫站起来 身子兴奋地挥舞着自己的前掌 打了一套猫猫拳说道 鸡琴 开车怎么能没有与之相配的音乐呢 李恒翻了一个白眼 着急去救周静如 也懒得和黑猫计较 熟悉的音乐 让李恒推了一下挡把 猛地一打方向盘 李恒的身体素质和反应神经 他对车辆的操作 要比影视中的超级赛车手 更加的纯熟 这曲子叫什么来着 李恒眉头微皱 对了 好像是特斯河之战 车子在车流当中不断地穿梭 在进入一个胡同的时候 李恒不但没有减速 猛地踩了一脚油门 一拉刹车 猛地转动方向盘 车子尾巴一甩 直接飘逸进去了 黑猫兴奋地跳着说道 对 应该这样 下次买一辆摩托车怎么样 我觉得摩托车和你更配 李恒懒得搭理话牢的黑猫 车子一路狂奔 来到了事发地点 李恒到的时候 这里早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街道里面不断有人向外跑 美国人对于应付这种事情 还是比中国人要有经验 跑得都井然有序 街道里面 枪声和爆炸声还在持续 李恒见到了街道口有警车 警察正在街道口维持持续 不断地接应着 从街道里面逃出来的人 至于进去 警察不傻 他们才不会进去 以他们的警力 和手中配备的手枪进去 除了送死 没有别的区别 在这个时候维持一下秩序 已经算是他们尽职尽责了 报告上级 等待支援 这是他们要做的事 拉住刹车 将车停了下来 李恒打开车门 快速地逆行而去 一路上 李恒都是引着身 在几个缝隙的时候 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但是那些人 也只是疑惑 一下就没反应了 很快 李恒就穿过了封锁线 朝着远处跑了过去 李恒全速奔跑 速度非常的快 黑猫蹲在李恒的肩膀上 身形也不会被人看见 李恒也试过自己的隐身能力 只要被自己身体接触的东西 就不会先行 一人一猫 很快就来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之后 李恒倒吸了一口冷气 街道中央停着五六辆车 有SUV 有MPV 街道上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 还有手榴弹造成的弹坑 弹壳像不要钱一样地撒在地上 在车辆的周围 十几具尸体躺在地上 鲜血流了一地 车上的人还没有死光 还在反抗 他们利用车辆做掩体 有的躲在车里 有的躲在车底下 再朝着周围开枪 虽然他们在抵抗 但是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 周围那群人已经围了上来 他们全都戴着黑色的头套 上身穿着防弹衣 下身牛仔裤 旅游鞋 手中握着的 全都是突击步枪 枪声像暴斗一样地 在整条街中回荡 李恒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就发现了 躲在一辆MPV车里面的周静如 身上虽然穿着一套职业的短装 手里面却拎着一把线弹枪 目光锐利 哄 探出头 周静如猛地朝着 一个方向开了一枪 靠过来那个人 虽然穿着防弹衣 但还是被线弹枪给轰了出去 飞出去机密之后 直接撞在了墙上 瘫倒在了地上不动了 鲜血顺着那个人的胸部 就流了下来 那人胸口的防弹衣 被轰得稀巴烂 李恒看了一眼就知道了 周静如使用的是 刚心穿假弹 别说防弹衣了 装甲都能打破 砰砰砰 周静如开了一枪 麻烦也不小 周围的人 瞬间就将火力 集中到了他那里 周静如也非常地有经验 开了一枪之后 就将身子缩回到了车里 输了一口气 李恒抽出了枪 开一个枪 砰 一颗子弹飞出去 击中了一名黑人的头 黑衣人的头瞬间爆炸 从身后打来的子弹 将所有的黑人都吓了一跳 不少人连忙掉转枪口 可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人 正当他们疑惑之时 枪声又从另外一侧响起 一个黑衣人又被爆了 黑衣人连忙掉转枪口 可那里依旧什么都没有 其中一个黑衣人冷哼了一声 虽然没有人 他还是开了枪子 但全部都喷射在了那个方向 一瞬间 地面上和墙上 全部都是子弹孔 吐石飞剑 李恒早就已经离开了那里 可依旧心有余悸 抬起手对着那个人 就开了一枪子弹 将他的脑袋 直接给打爆了 虽然身体强健 可李恒熟知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道理 以前虽然没打过仗 但李恒也经过训练 何况李恒 可是自身的射击游戏玩一下 最喜欢的枪 就是狙击枪 最爱干的事 就是躲起来阴人 当老六的快感 一般人不懂 现在李恒 有了隐身的能力 更是将这种快感 享受到了极致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地方 再开一枪 砰砰砰 李恒又连续开了四枪 又有四个黑衣人 倒在了地上 黑人一脸猛 虽然没弄清楚什么情况 但是他们的素养非常的高 快速地寻找了掩体 可惜没有什么用 李恒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都看不见 战场之上 枪声很快就停歇 很快就只剩下零星的枪响 但每一次想起 都会有一个黑人被爆头 一种恐惧 弥漫在了整个战场上 周静如躲在车里 虽然有些狼狈 但还算淡定 低下头看了一眼 躺在车后座上的男人 周静如眼中 闪过了一抹凶狠 那里躺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周先生 周先生胸口全都是血迹 脸色也有一些苍白 眼睛闭得死死的 牙紧紧地咬着 人已经不行了 周静如已经试过了 没呼吸了 周先生的车是防弹 袭击发生的时候 周先生还没有上车 他正在走向车的过程当中 就被枪手击中了 三枪 一个短点射 子弹全都打在了周先生的胸 周先生死了 抹了一下眼角流出来的眼泪 周静如输了一口气 神情恢复了平静 虽然没有弄清楚 外面怎么回事 但他知道 外面的人应该是帮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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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颗将子弹 塞进自己的线弹枪当中 咔嚓一声 将子弹上了膛 周静如目光冰冷地说道 我们的援军来了 出去干掉他们 被押了一晚上 其他人也早已经被激起了杀心 看了一眼地上躺着的尸体 这里面有他们的朋友 有他们的 来时谈笑风声 可现在全都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车门被猛地拉 车子里面的人 直接就钻了出来 砰砰砰 枪声再一次响起 伸出车门的人 直接被打倒在了 第二个下车的人也开了枪 刚刚开枪的人 直接被爆了 周静如第三个 从车里面钻了出来 砰 现弹枪猛地开火 直接将一个人打飞了出去 身子一矮 躲在了车的后面 绕过车尾 又对着另外一次开了一下 一个人又被打飞了出去 周静如单手拎着枪 猛地一甩 砰 又一枪将一个人打飞了手机 李恒站在黑暗中 看着这一幕 目瞪口呆 这还是在床上 柔情似水的周静如吗 好吧 姐 好撒 好美 黑猫蹲在李恒的肩膀上 喃喃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暴力美学 砰 抬起手 扣动了扳机 一颗子弹 击中了周静如身后的男人 李恒将手枪 在手里面转了一个圈 快速地收了回来 战斗并没有持续太久 有李恒在旁边保驾护航 周静如和他的人大杀四方 事情顺利地超乎想象 两久之后 枪声逐渐停了下来 周静如站在原地 脸上有一些震惊 四下看了看 没有找到人 找不到周静如也没再找 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这些 他拿出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很快 远处响起了警笛声 警察来了 李恒看了一眼周静如 伸手拍了拍自己肩膀上的黑猫 笑呵呵地转身 朝着警笛 响起的方向走了过去 没走出去多远 李恒就看到了警察 与外面那些警察不同 外面那些警察 穿的是警服 开的是警车 腰里面别的都是手枪 眼前来的这些人 他们开的是装甲车 轻易水的军事装备 手中全都是突击步枪 隐身状态的李恒 跟他们直接擦身而过 回到自己的车上 李恒输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刚刚的战斗非常的激烈 李恒也是肾上腺素飙升 虽然他只是在旁边打黑枪 平复了情绪 李恒发动汽车调转 车头朝着曼哈顿开去 黑猫蹲在椅子上 一边甩着尾巴一边问道 你什么时候能让汽车也隐身 李恒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对于自己的隐身能力 李恒很看重 也在逐渐地摸索 与他身体接触的 他拿着的东西 他想让他们隐身这些东西 就都能隐身 只是这种能力 也不是无限的 它是有限的 比如 自己可以让黑猫隐身 可以让枪械隐身 但是东西太大了就不行 李恒经过多次尝试 最终确定了这个范围 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 大概辐射出一米直径的一个圆 在这个范围内 只要跟自己的身体有接触 自己都能让他隐身 超出这个范围 自己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李恒也不知道 隐身能力能不能升级 开车回到了自己家 李恒着取上了楼 刚走进屋子里面 电话就响来了 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周静如 他笑了接通了电话 是你吗 电话那边 周静如声音平稳地说道 什么是我 李恒神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 周静如语气极为笃定地说道 你脱离危险了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我朋友帮上忙了 你朋友 周静如迟疑着问道 是啊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我距离你太远了 来不及过去 只能让我的朋友过去看看 他能帮上 忙真的太好了 电话那边 周静如沉默了下来 不是李恒不想告诉周静如 有些事情不能说 也没法说 与信任不信任没关系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李恒笑呵呵地问道 我还没问你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们遇到袭击了 周静如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带着几分哭腔说道 干爹 死了 怎么会 李恒震惊地说道 你在哪 我马上过去 不用了 周静如摇了摇头说道 我刚刚给你打电话 只是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想和你告个别 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给我 李恒沉声说道 我当医生认识了不少人 很多人都欠我的人情 我帮不上忙的 我也可以帮你找人 像我之前那个朋友一样 知道了 周静如点了点头说道 谢谢 咱们之间不必如此 李恒连忙地说道 周先生遇刺了 华青帮接下来一段时间 恐怕不会太平 你怎么办 要不要到我这里来注意的 华青帮是干爹的心血 周静如声音忽然平静地说道 干爹虽然没了 但是华青帮还在 我要为干爹保住华青帮 也要为干爹报仇 报仇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李恒连忙问道 我知道 周静如咬牙切齿地说道 弯弯的黑帮勾结了 小日子小棒子 还有一些东南亚人 还有华青帮之中的败类了 李恒眉头一皱 脸色有些难看 李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自己从陈豪那里得到过消息 这些人的确是要对付华青帮 自己还曾经提醒过周静如 周静如没太在意 自己也扔到了脑后 没想到这些人居然开始行动 而且直接对对周先生下手 原本有周先生挡着 李恒也没想管 也没太放在心上 现在这些人闹这么大 周先生还死了 李恒站起了身子 走到了窗口 目光顺着落地窗 看向了窗外 表情殷勤不定 怎么不说话 周静如声音中 有些担心地说道 李恒笑着说道 你不用担心我 我没什么事 我只是在想一件事情 原本没想通 现在想通了 想通了就好 周静如点点头说道 除了谢谢你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告诉你 出去躲一躲 那些人很可能会找上你 毕竟上次 你治好了周先生 我这边要做些什么 他们也很可能去抓你 我不想让你受牵连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回国待一段时间 等我忙完了 这边完了 你再回来 李恒明白 为什么周静如让自己走 法拉盛恐怕要乱了 而且不是短时间 就能平息下来的 老王已死 新王当立 谁能成为新王 这是一个残酷的争夺过程 在新王没有出现之前 厮杀和流血 是避免不了的 棒子 小日子 东南亚人 汉奸 李恒将杯中的饮料 一口喝干 对着电话说道 周静如 空出一些时间 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别 周静如有些焦急地说道 你不能参与进来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我可不是为了你 打汉奸 打小日子的机会难得 我怎么可能放过 为了这个 周静如诧异地问道 不行吗 李恒冷笑着说道 不说家国大义 不说什么大道理 看他们不爽 就想干他们一炮 这个理由够不够 周静如不吃一声笑了 没想到你 还有这样的一面 李恒笑地说道 我还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一面 你慢慢了解吧 好的 我会的 周静如点头说道 你要给我介绍什么人 大富豪听说过没有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青竹帮那个 周静如诧异地说道 李恒点了点头 就是他 你认识他 周静如更诧异 我救过他的命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我知道了 周静如点头说道 你来安排吧 等我消息 李恒答应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大富豪 陈豪的新绰号 最近一段时间 法拉圣地下事件 没有人不知道陈豪 即便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也知道大富豪这个陈豪 自从干掉了自己的老大 坐上了那个位置 陈豪一发不可收拾 先是抢了华青帮一条街 然后开始收人 扩大地盘 为人嚣张跋扈 下手极为狠辣 在很短时间内 就将地盘扩大了三倍 手下招了一堆狠人 敢打敢拼的同时 对手下人又极为大方 舍得花钱 这才得了大富豪这么个称号 有调侃 也有别人的嘲讽 陈豪却不在意 对外也自称大富豪 很快 大富豪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挂断了电话之后 李恒就联系了陈豪 结果从陈豪那得到的消息 让李恒的脸色 变得有一些难看 沙周先生的行动 陈豪并不知道 根据陈豪脑海中的信息 虽然青竹帮那些人 也想做这件事情 但是以他们的胆子 根本就不敢做 纯纯属于想吃肉 又怕扎嘴 青竹帮如果做了 不可能不通过陈豪 或者是让陈豪买武器 或者干脆让他动手 又或者把黑锅放在他身上 那些人胆子小得很 没人敢把黑锅 放在自己身上 在陈豪看来 最大的可能是 小日子动的手 蹦跳着来到了李恒的身边 趴在李恒的怀里 黑猫一边甩着尾巴 一边说道 你很不开心 我能从你的身上 感受到杀意 你从来没有这么想杀人过 李恒眼睛微眯 抚摸着黑猫而说道 有些人就该杀 我可以把猫女调过来 黑猫抬起头说道 李恒摇了摇头 面无表情地说道 让他做他 自己想做的事 这次的事情用不着他 我准备亲自动手 好 黑猫点了点头 摆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趴下了 对于李恒黑猫很了解 是一个有实力 有心机 有手段的主人 但是他就是不出手 黑猫曾经怒主人不争 现在主人要出手了 可真是一件好事情 法拉圣 破旧的仓库 陈豪摆手 向仓库里面走进去 仓库里面全都是灰尘 很呛鼻子 从兜里面拿出一个手绢 捂住了鼻子 陈豪才私下看了看 仓库里面空落落的 有的地方已经塌了 显然 这里是废弃的仓库 仓库中央摆着一个大箱子 除此之外 再没有什么正常一点的东西了 迈着不走过去 伸手将箱子打开 陈豪略微一愣 箱子里面放着的不是别的东西 全都是武器 有手枪 有步枪 有冲锋枪 还有各种各样的子弹 甚至还有手雷 用手绢将一把手枪拿了起来 陈豪的瞳孔一缩 手枪上有血迹 而且已经发黑干涸了 血迹变成这个样子 证明留下血迹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手枪上有血迹 通常都是手枪主人的 手枪在这儿 那么证明主人已经死了 你来得挺早 一个声音在陈豪的身后响起 陈豪转回身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说道 李先生 你来得也很早 李衡脸上没什么变化 心里却有一些怪怪的 因为血骨的关系 陈豪此时就像李衡的分身一样 虽然不是真正的分身 还有自己的思想 但其实也差不多 李衡只要通过血骨 发送一个想法 陈豪就会当成自己的想法去 现在两个自己站在一起对话 还真的有一些怪怪的 当然了 这个戏是演给周静如看的 表面上陈豪只是李衡的朋友而已 用我介绍一下吗 李衡侧着身子 笑呵呵地说道 周静如摇了摇头说道 法拉圣现在风头最盛的 华人黑帮头目大富豪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我是慕名已久了 微微低头 大富豪笑呵呵地说道 华人皆大名鼎鼎的黑玫瑰 我才是九仰大名了 周小姐 你好 我今天把你们两个人找过来 是想向你们提一个建议 李衡笑呵呵地看着两个人说道 周先生死了 法拉圣乱了 但我不想法拉圣乱 我觉得 法拉圣需要一个新王 新王能为法拉圣带来和平 也能为法拉圣带来安稳 我希望这位新王 依旧是咱们华人 而不是什么 其他乱七八糟的小日子 或者小棒子 你们两位是 华人黑帮中极具实力的 有没有兴趣合作一把 李先生 希望我和周小姐合作 陈豪转头看着李恒说道 从我本人的角度讲 我当然希望你们合作 李恒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没问题 陈豪转过头说道 既然李先生这么说了 我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周小姐 你那边有问题吗 周静如的表情有些迟疑 看向了李恒 周小姐不必看李先生 陈豪笑呵呵地说道 我不是在开玩笑 李先生曾经救过我的命 没有李先生 就没有我的今天 李先生的话 在我这里就是圣旨 连忙摆了摆手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都是朋友而已 周静如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走到李恒的身边 跨住了李恒的胳膊 一脸轻腻地说道 他是我的男人 我当然要听我男人的 李恒站在周静如身边 无奈地摇了摇头 周静如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在告诉陈豪 你既然把他的话当圣旨 那我是他的女人 以后合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多多少少 要给点面子 不过周静如不知道 李恒就是陈豪 陈豪就是李豪 咱们是一家人了 陈豪大笑着说道 事情好办了 我回去就动手 尽快掌控整个竹青帮 早看那些老帮菜不顺眼了 我回去尽快掌握华青帮 周静如也笑呵呵地说道 我们两个各自掌握力量之后 再把那些乱分手的人砍掉 陈豪冷笑了一声说道 法拉圣又叫唐人街 不叫棒子街 也不叫小日子街 他们要伸手 就要做好把命留下的准备 不愧是大富豪 周静如赞赏地说道 周静如看着陈豪 眼中全都是欣赏 比起周先生 陈豪显然更年轻 更有冲劲 年轻人开疆拓土 才是他们要做的事 守江山 上了年纪再手不迟 你们能达成一致 我就松一口气了 李恒看着两个人笑呵呵地说道 如果你们想杀人 我可以帮忙 两个人神情诡异地看向了李恒 周静如直接问道 你能帮忙 李恒连忙摆手说道 不要误会 我不会杀人 但我可以帮你们联系杀手 不知道 你们听没听说过和平饭店 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疑惑 同时摇了摇头 从小在美国长大 他们从来也没听过 有和平饭店这个地方 和平饭店 一个存在了很多年的杀手组织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很快就会听到他们的大名了 周静如表情有些疑惑 从小在纽约长大 接触地下世界的时候 他还没到十岁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和平饭店这个组织 看了一眼旁边的大富豪 他一点追问的意思都没有 周静如也把话咽了回来 我没问题 周静如想了想说道 我回去会准备一份名单交给你 价格你可以发给我 我再确认 我当然也没问题 大富豪笑呵呵地说道 不用自己动手 省了不少麻烦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事情就这么定了 离开两个人之后 李恒出了仓库 朝着自己家走去 没走出多远 天空就飘下了雪花 李恒一愣 入冬了呀 冬天的雪 与沙鹿的血 似乎更配 天寒地冻 不知道老爹那边怎么样了 算算日子 纽约这边要过圣诞节了 老爹那边 也要到整月的日子了 又能领一万系统点数了 不知道这一次 他要点什么 大鸣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外面寒风呼啸 屋里面暖和得不行 李刚手里面捧着一册书 慢慢地翻看着 旁边的铁炉子上烧着水 水开了 水壶发出了尖叫声 铁皮炉子 铁厂那边的新产物 自从入了冬下的大雪之后 农耕算是没有办法了 大家只能歇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刚一早的计划 终于能够提上日程了 在城里面招募了一批人 手里刚建立了一个炼铁厂 这批人手当中 一部分人会打铁 剩下的大部分人都不会 但是没有关系 李刚可以让会得代不会的 钢铁厂的架构建起来之后 事情就好办很多了 前期只是买铁矿石和煤 然后进行炼铁的生产 第一批铁出产之后 李刚去看了看 不得不说 明代的炼铁质量 还是要超乎李刚的想象的 虽然费时费力了一些 但是他们也能制造出钢材 当然了 他们制造出来的钢材 与后世的钢材 没办法比 于是 李刚开始了钢铁厂发展的第二步 建立土高炉 土高炉建造完成之后 钢铁厂的产量有了极大的提升 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李刚让人尝试 用来打造铁炉子和烟囱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除此之外 李刚也尝试让人用铁料来打造枪管 让李刚没想到的是 自己练得出来的钢材 居然真的能够用来打造枪管 质量还非常的好 也尝试过打造炮管 质量也同样可以 一下子 李刚的信心就来了 在儿子那弄来一些书籍 开始研究枪炮 作为一个军队退伍的军人 对于枪和炮李刚 本身就很有研究 他已经开始设计 自己部下的第一款枪和第一款炮了 一个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边搓着手 一边行李道 参见大人 李刚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不必行李了 坐下说 多谢大人 来人点了点头答应道 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名叫陈川 是原本公布的一个主事 后来范老师 被发配到新军所来了 人到了 李刚第一时间就见了他 不说其他的 新军所这个地方太缺人才了 如果来了一个人 的确是人才 李刚还是愿意用一用他的 尤其是知道了 他为什么被贬斥之后 李刚就更想用他了 陈川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 也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而被发配的 而是因为朝中的党争失败 这对李刚来说问题不大 询问之后 发现此人真的很有才华 在公布之时 陈川研究过明朝的各种工艺 熟读天宫开悟 是个难得的人才 于是李刚就将钢铁厂交给他负责 事实证明 李刚的眼光还不错 到了钢铁厂之后 陈川爆发了极大的热情 很快就结合李刚的要求 将钢铁厂的架构搭了起来 开始了快速地研发和生产 将手中的书放下 李刚笑呵呵地问道 今天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有好消息向大人汇报 陈川笑呵呵地说道 什么好消息 李刚连忙追问道 咱们的枪管造出来了 陈川一脸兴奋地说道 不是以前那种 而是大人要求的 带有弹线的枪管 真的 李刚兴奋地差点没跳起来 在有了一定实力之后 李刚就想自己造东西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枪 李刚的要求不高 最好能够做到精准射击 想要做到精准射击 无论是大炮还是枪 全部都要刻弹线 在这个年代 刻画弹线最大的问题 不是工艺 而是材料 要在钢铁的内部刻出现 对刻刀材质的要求非常高 工艺反而不是问题 因为本身就没什么难度 英国人在侵略美洲的时候 他们就用最简单的木制车床 就能拉出了弹线 想要制造高强度的材料很难 这不是一点科技水平就可以了 需要整个科行业的发展 李刚现在可没这个实力 也没这个能力 幸亏他有外挂 他的外挂就是他儿子 从后世弄点刻刀 那还是很容易的 不说别的 后世的刻刀肯定硬度足够 强度也足够 而且刻刀尺寸小 也轻 比起传送其他的东西 要更加节省系统点数 有了刻刀 有了枪管和炮管 刻画弹线就不成问题了 李刚将这件事情 交给了陈川去做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结果 兴奋地拉着陈川的手说道 好 好 做得好 本官果然没看错人 陈川连忙谦虚道 当不得大人如此夸奖 全都是大人设计的 大人又找来了刻刀 我只是按照吩咐做事 没什么功劳 摇了摇头 李刚笑着说道 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的功劳 就是你的功劳 我马上吩咐人 让他们弄一些羊肉过来 铁炉子还热着 咱们炖点羊肉喝点酒 算是给你庆功了 多谢大人 陈川心中有些感动地说道 在到边关之前 陈川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到了这里 也是行尸走肉一般 在他见到李刚之前 他心已经死了 可在遇到李刚之后 陈川又活过来了 他没想到 在这种边境苦寒之地 居然还有一位这样的将军 带领百姓开垦田地 让百姓能够吃饱川呢 精兵减政 打造军线 随时备战 这是一位胸有大志的将军 最关键的是他有识人之名 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让他那颗做事的心 又火热了起来 很快 羊肉送了上来 直接放在了铁炉子上盾上了 李刚指了只铁炉子 笑着说道 炉子还是你的功劳 现在城中很多人都用上了 你做得真不错 多谢大人夸奖 陈川笑呵呵地说道 李刚摆了摆手 做到了陈川的对面说道 关于火枪的发射方式 你有什么想法吗 陈川的面容也严肃了起来道 火绳肯定不行 一定要淘汰 刮风下雨作战就不灵了 还需要点火 太麻烦了 搭配现在的枪管 简直就是浪费 大人提出来的 采用火石激发 也就是碎发枪 下官觉得很合适 李刚顿时面露欣喜 当然了 在李刚心里面 真正的枪是后装枪 为什么不制造后装枪 至少也要造汉阳造吧 李刚也想过 可是一查就被难住了 想要制造后装枪难度 不在枪本身 而在于子弹 在于金属定装弹药 倒不是工艺的问题 如果是工艺的问题 李刚可以咬咬牙 从儿子那里弄一条生产线 二战时的子弹生产线 应该不会太费钱 问题还是材料 金属定装弹药 需要铜来做子弹 李刚乃来的铜 让儿子从后室运送 别开玩笑了 系统点数根本不够好不好 再说了 金属定装弹药 需要的撞针 要严格很多 自己的材料依旧不合格 钢制弹药也一样 材料自己搞不了 没问题 按照你的想法做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 陈川想了想之后说道 我让人试过了 咱们现在使用的铅弹 搭配大人的枪管 有一些问题很严重 说来听听 李刚先是一愣 面带微笑地问道 首先是装弹的问题 陈川皱着眉头说道 从前方将子弹装进去 很费力气 不会准备一个锤子砸进去 如此装法太费是费力了 其次是磨损问题 如此装填 很容易磨损枪管 甚至造成损伤 发射的时候也一样 容易造成磨损和损伤 下官觉得原型的铅弹 已经不合适了 需要改 你觉得怎么改合适呢 李刚目光之中 带着震惊的问道 李刚不震惊不行 他没想到 陈川居然能够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看似微小 但是这一点的 解决的是改变了 世界战争历史的一点 这一点的名字 叫做米涅弹 有了米涅弹 虽然还是前装枪 但依旧能够做到精准射击 装填速度也足够快 射程也足够远 历史上米涅弹发明之后 彻底改变了战争历史 在拿破仑时代 最发是滑塘枪的有效射程 最远只有一百码 而炮兵发射的葡萄弹 和流线弹的射程 都能超过它 以致火炮成为当时的优势武器 在1861年 滑塘枪被米涅是来副枪所代替 这种来副枪的有效射程 至少为五百码 这就比葡萄弹和流线弹的射程更远 所以 战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火炮被推到步兵的后面 成为一种支援性的武器 而不再是攻击性的武器了 骑兵袭击步兵 就也等于是自杀 因为骑兵还未接近步兵 而大部分马匹和骑兵 就已被打中了 步兵在五百码射程内就开始发射 不必等到一百码的射程之内 再开火的这种远射程的战斗 使得白刃格斗逐步被淘汰 个人的良好射击技术 比排枪射击更为有效 拿破仑时代前的战术 逐渐被淘汰干净 战争进入欠豪密布的 现代战争时代 下官没有想好 陈川有些尴尬地说道 李刚站起了身子 拍了拍陈川的肩膀 从身后拿出了几张纸 放在了陈川的面前 笑呵呵地说道 你看一看 陈川恭恭敬敬地 将纸张接了过来 快速地看了起来 两久之后 他身子就有些激动了 猛地抬起头说道 大人 这 本关设计得怎么样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这是一把非常先进的枪械 虽然打火的方式还是火石 但李刚采用了很多 后世枪械中的构造 比如瞄准的方法 击锤弹仓等等 可以说 这绝对是最强的碎发枪了 神乎奇迹 陈川一脸敬佩地说道 李刚摆了摆手 看着陈川说道 东西我设计出来了 现在难度来到你这里了 你能不能带着手下的人 将它制造出来 大人你放心 我一定能做出来 陈川一脸严肃地保证道 我愿意立军令撞 李刚连忙拉住了他 笑呵呵地说道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尽力而为就好 你是我麾下少有的人才 我可舍不得用刀斩了 陈川听了这话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李刚看了一眼 炉子上炖着的羊肉 笑呵呵说道 味道早就飘出来了 看样子应该熟了 酒也烫好了 来来 咱们边吃边聊 门帘被从外面挑开了 两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们还真是有口福 李刚看着两个人 略微有一些无奈地说道 韩正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一边搓着手一边说道 大人此言诧异 不是我们有口福 而是我们掐着饭点来的 只是没想到 大人炖羊肉而已 旁边的老前头 缓缓地点头说道 正是如此 坐下一起吃吧 李刚伸手招呼两个人说道 老前头 你再去拿点酒过来 你们两个来了 这一瓶怕是不够喝 好嘞 老前头答应了一声 跑过去又拿出了一瓶酒过来 陈川在一边脸上带着笑容 略微有些羡慕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这一抹羡慕缓缓地隐去了 他相信自己努力做事 迟早也能融进这个圈子 不必羡慕别人 肉炖好了 酒拿下来了 几个人一边吃一边聊 李刚喝了一口酒 吃了一口肉 将手中的酒杯放下 抬起头看着韩正和老前头说道 你们今天晚上过来 有什么事吗 老前头也把酒杯放下 看了一眼韩正有些无奈地说道 大人还是为了去赤城的事 李刚眉头一皱 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如何经营城池 如何打仗 如何练兵 对李刚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这些事情很好办 让李刚烦心的 其实是官场上的那些事 眼看要到年底了 自己应该去一趟赤城 见一见上官送点礼物 今年也就算过去了 这也就罢了 可有件事情 一直让李刚烦心 上一次打了大圣仗 奏报已经上去了 可朝廷的赏赐还没下来 自己这边已经准备好迎接朝廷的使者了 可到现在为止 一点消息都没有 朝廷那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派人过来查看一下的意思都没有 大人 您把兄弟们的赏赐都发了 这兄弟们知道 可朝廷到现在为止 不给咱们一个交代 这总不是个办法 韩正有些为难地说道 李刚的脸色也很难看 敲了敲桌子 没说话 韩正话里面的意思 李刚当然很清楚 下面的人 不光想要东西的赏赐 还想要官职的赏赐 很多人都在等着朝廷给他们升官 打了这么大的胜仗 斩杀了那么多敌人 不升官怎么行 光有物质赏赐不行 还要有官职的赏赐 朝廷迟迟没有消息 李刚也着急 但这件事情 又不是他能做主的 着急也没用 陈川有些尴尬的 看了几个人一眼说道 我能说两句 三个人的目光 都落到了他的脸上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说吧 陈川点了点头说道 事情我都知道了 这样的情况 在朝中也不多见 这些年 朝中一直在打败仗 打了这么大的胜仗 按理说 应该大肆宣扬一番 众人也都点了点头 这也是应有之意 到现在为止没有消息 也就那么几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大人的捷报 根本就没送上去 半路就被人摁下了 陈川有些迟疑着说道 谁这么大胆子 捷报也敢点摁下 韩正皱着眉头 大声地说道 陈川叹了一口气说道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敢做这件事情的人多了 有可能是在宣服 也有可能是在京城 这种事情不好说 赤城也有可能 把咱们的捷报按下 对他有什么好处 韩正皱着眉头说道 陈川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韩将军在朝廷当中做事 很多时候不是看好处的 或许咱们的奏报上去 会让很多人心里面没底 或者犯了很多人的机会 他们不想让咱们的捷报上去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几个人听了这话 脸上的表情都变了 前面有些事情想不通 现在就想通了 上一次宣服这边打大仗 时间还不长 也就是几个月之前 那一仗打得如何 他们几个人心里很清楚 虽然在文书上极尽粉饰 但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败仗 黄太极不但打进来了 而且劫掠而走 最关键的是 黄太极想要打探长城以内 明军情况的战略目的 已经达到了 用不了多久 平息了内部之后 黄太极肯定会再次重来 当然了 这是事实 朝堂上下 没有人敢把事实说出来 更没有人敢把事实向皇帝诉说 尤其是当朝皇帝 还是崇祯 你跟他说实话 他不但不会感激你 反而会治你的罪 你们这些当大臣的 是怎么做事的事情 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让黄太极如此肆无忌惮 你们全都有罪 全部都应该惩罚 如此一来 朝堂之上的官员还站得住 宣府的官员还站得住 自从重生登基以来 对官员的惩罚 可是非常严格的 动刀杀人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官员们害怕 自然而然就不想着做事 只报喜不报 自己这边打了大胜仗 的确是喜事 但也打了朝廷上上下下的脸 如此一来 他们把自己的捷报按下 也就有了理由了 现在时机不合适 捷报上去 不更打他们的脸了 显得他们更不会办事了 这可不是他们组织的 这是局部的一场小仗 你觉得是宣府的人 还是京城的人 老前头抬起头问道 暂时不得而知 陈川叹了一口气 转头看着李刚说的道 无论是哪儿的人 大人恐怕都要做些准备了 什么准备 李刚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朝廷会以大人虚报战功为由 把大人治罪 陈川想了想说道 如此一来 战功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大人离开了新军所 他们派人接管掩埋一阵之后 也就没有什么人 再记得这件事情了 还有一种可能呢 老前头追问道 给大人升官 调离新军所 陈川看着李刚说道 官职不会太小 但也不会有实权 更不会手握兵权 名声暗将呗 韩正语气带着嘲讽地说道 总之 我要离开新军所呗 李刚抬起头 语气有些不明白说道 陈川没有说话 反而沉默了下来 李恒冷笑地说道 想让我离开新军所不可能 我在这里花费了多少心思 才打开今天这样的局面 想把我给调走 摘我的桃子 想都别想 屋子里面的气氛 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 几个人的表情有些怪异 老前头的表情最轻松 一脸都不在意 还拿起一块羊肉咬了一口 旁边的韩正 似乎想起了什么 冷笑着 也拿起了羊肉咬了一口 陈川在一边看着 有些不明所以 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提醒道 大人 来的可能是圣旨 圣旨怎么了 韩正将手中的骨头 扔回了盘里 冷笑着说道 老子认 是圣旨 老子不认 就是一张旨 别胡说八道 李刚瞪了一眼 韩正没好气地说道 我们是大明朝的臣子 怎么可能不认朝廷的圣旨 你想造反不成 造反怎么了 韩正整着脖子说道 这天下造反的人多了 您出去打听打听 好像没有造反的 朝廷剿灭反贼 剿灭反贼 剿灭地过来吗 咱们打了多么大的胜仗 这么大的胜仗 他们也敢把功劳黑下来 这样的朝廷 以后还为他效忠什么 简直不知所谓 够了 李刚缓缓地抬起头目吼道 我看 是你不知所谓 给我坐下 是 大人 韩正恭恭敬敬地 答应了一声坐了下来 老前头眯着眼睛 忽然睁开了 笑呵呵地对李刚说道 大人也不必生气 反正就是个傻子 说话也不够脑子 我倒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说 李刚疑惑地问道 朝廷不给咱们颁发赏赐 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赏赐大人 不是已经发下去了吗 回头跟下面的人说说 他们应该会理解的 想当官的 给他们当就是了 咱们手下那么多人 朝廷不给官位 咱们自己 封一个不就是了 一百人的 咱们就叫百人队 任命一个人当队长 一千人 那就叫千人队 也可以叫队长 反正怎么好听怎么叫 大人可以想一想 老前头语气随意地说道 反正朝廷也不给钱 大人直接给他们发奉务也就是了 他们会念大人的好的 陈川 在旁边脸色大变 目瞪口呆 如果说韩正说的话 有些出圈 陈川还真没放在心上 不过就是一群军人 把不满说出来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些年 各地当兵的 说的违规去的话 还少吗 有很多地方 已经开始滑遍杀官了 韩正吐槽一下 朝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很多人也就听听就算了 尤其是在这里 没人在意这个事 老前头的话 可就不一样了 直接封官发奉务 这是什么 没有朝廷的允许 自己立了一个小朝廷 人事任命 自己说了算 钱也自己给 这已经不是佣兵自重那么简单了 陈川算是看明白了 这全都是胆大心狠之人 事情如果传出去 陈川相信 新军所上上下下 全都会支持李刚 哪怕李刚真的举其造反 恐怕也会有一大堆人跟着 乱世降临 很多人都想搏一个前程 现在到处都有人造反 这个反别人造的 我就造不得 我们家大人英明睿智还给我钱 我凭什么不能跟着我家大人造反 新军所的百姓 跟着大人过好日子 大人当了皇上 我们不过更好的日子 陈川想着想着 自己的心思都有一些活动了 李刚这个人知人善用 有勇有谋 看看他手下那些兵兵就知道了 看看他到新军所这段时间 做了什么就知道了 新军所现在兵强马壮 要人有人要粮有粮 这要是造反 拿下赤城 向西可攻打大同西安 占据陕西陕西 拿下核桃平原 扫青草原 作为养马地 然后向南进攻 打下四川云贵 如此一来就有了粮仓在手 可以重复李唐统一天下之路 自关中而出 占洛阳 定中原 向北扫平荆棘之地 向南打下长江两岸 一统全国登基为地 如果嫌这样打得慢 可以直接向打宣府 一路南下直扑京城 到了京城之后 分一支人马 进攻中原和山东 一方面牵扯朝廷的兵力 另外一方面 占据中原和山东 就有了后勤基地 待大军直取京城 占领京城登基为地 拿下京城之后 大军分四路 一路逼抢山海关 招降最好 让他们继续抵御达子 另外 三路人马 一路自山东 沿黄淮而下 直取徐州 一路自北京 沿大运河南下 过长江 直取南京 一路自北京西出 占领山西陕西 然后入川 攻占川鼠云贵 大军所过之处 望风而降 用不了几年 就能够统一全国 屋子里面全都是武将 整个新军所 也没有几个文臣 老前头已经老了 完全不用考虑 剩下的 也就一个张仲理 如果自己出头谋划 将来李刚一统天下 到时候自己 呸呸呸 我想什么呢 我可是大明的忠臣 陈川面露苦笑 自己终于理解了 老祖宗的一句话 秦师其路 天下共逐之 大明还没有到 士其路的地步 已经有人心里不稳了 扫了几个人一眼 陈川继续说道 第二种情况 就是朝中出事了 而且是大事 没有时间 顾不过来 朝廷门有什么大事 把咱们是都忘了 韩正一脸不满地说道 陈川贪了贪手 这我乃知道 转过头看着李刚说道 大人 赤城还是要去的 一来可以去打探一下消息 二来也可以拜谢一下 副总兵大人 怎么说 都是他提拔的您 年底了 拜见一下上官 也是应有之意 李刚叹了一口气 对老前头说道 准备一下礼物 天太冷 年纪大了 你就不用跟我去了 让陈川跟我去一趟吧 是 大人 老前头和陈川一起站起来 恭恭敬敬地说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 酒自然喝了 也没什么滋味的 李刚让人把东西收了 然后就将几个人给打发走了 几个人也都不想再吃下去 便站起身子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李刚起了一个大早 走出门口之时 王大虎王二虎兄弟早就已经等在门口了 陈川也已经来了 在衙门口的两侧 则是站着一百骑兵 一百骑兵青一色的高头大马 身上穿着全都是礼衡 从后室送过来的盔甲 背后还系着黑色的披风 每个人包裹的都很严实 手上甚至都戴着黑皮手套 身后背着剑囊 弓鞋背在后背上 短刃插在大腿上 马匹左侧挂着斩马刀 腰带之上则是系着一圈子弹 右侧则放了一把五六冲 这一百人 是李刚手下最精锐的人马 从人员到装备 全都是精挑细选 带着这样的一百个手下 即便是万军从中 李刚也敢冲一冲 陈川在的台阶上 脸上露出了浓浓的不敢置信 看着眼前的这些兵 心里面的震惊无以复加 虽然知道李刚会练兵 新军所的人数也不少 兵也很精锐 可他没想到 居然精锐到了这种程度 看看那些战马 全都是高头大马 每一匹都很不凡 再看看那些军人的装备 无论是身上的短刃 还是马刀 一看就是好东西 身上的盔甲就不用说了 这玩意儿 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 携背着的火器 更不用提了 听都没听过 都准备好了吗 李刚来到了陈川的身边问道 陈川点了点头说道 后面的马车里面 装着送给总兵大人的礼物 还有几辆马车 是工人乘坐的 大人 请 朝着陈川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里果然停着一辆大马车 车子不但大 而且装饰的还挺繁华 李刚看了一眼 收回了目光 对着陈川摆了摆手说道 车留下不要带着了 太招人眼了 我骑马过去 是 大人 陈川连忙点头说道 轻轻地点了点头 李刚笑着说道 你可别忘了 本官是武将 骑马打仗 本事应有之意 马车你自己去坐 陈川苦笑着点了点头 面露无奈 虽然他也很想抬头告诉李刚 我也和你一起骑马 可是他知道自己的身子不允许 天寒地动的 骑马跑到赤城去 自己的身子就不用要了 说不定还没到赤城 自己的身子就倒了 陈川上了马车 队伍便缓缓地启动了 一路上 李刚遇到了很多的百姓 虽然天寒地动的百姓不出门 但是看到 李刚他们动了 还是有很多百姓跑出门看热闹 站得远远的挥手 站在近的行李 李刚坐在马上 也跟着他们挥手 有的小孩子对骑兵很好奇 跟在旁边 一脸兴奋地追着跑蹦跳着 坐在马上 李刚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笑容 自己忙碌了这么久 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那些孩子身上都穿着棉衣穿 没有一个穿着单衣 自己心满意足 路上李刚还看到一个小男孩 穿着虎头衣服 跑起来虎头虎脑的 李刚笑了 韩正来到李刚的身边 见李刚看着不远处的孩子 笑着说道 大人喜欢孩子 李刚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孩子代表着希望 有了孩子 就代表咱们后续有人 怎么可能不喜欢孩子 轻轻地点了点头 韩正有些感慨地说道 是啊 以前没什么感觉 现在感触越来越深了 上战场打仗想的 都是老婆孩子 拍了拍韩正的肩膀 李刚笑着说道 希望咱们有一天 能为他们打出一个太平盛世来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咱们也能好好地陪陪老婆孩子 摇了摇头 韩正苦笑地说道 希望有那么一天吧 肯定会有的 李刚用力地点头说道 大人说有就一定有 韩正也笑着说道 大人 咱们这次从赤城回来 要办一场喜事了 说不定 明年咱们新军所会 添一个胖小子了 谁要办喜事 李刚有些疑惑地说道 韩正大笑地说道 大人还记不记得 上次我跟你提过 给老前头找寡妇的事情 连忙点头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我记得 姓什么 我倒是忘了 但是我听你说过 有一个女儿 成了 老前头看重了 韩正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可不 原本我还不知道 昨天我回家 我婆娘跟我说的 大人你不知道 老前头为了照顾那个婆娘 天天去人家那买豆腐 哈哈 李刚大笑地说道 他还有这一面 可不 我媳妇说了 如果他想的话 问问人家寡妇 结果他非要自己去跑了一个多月 最后弄得人家寡妇急了 差点没动手 韩正笑得很大声 为什么 李刚有些疑惑地说道 王寡妇以为老前头是调戏人去的 韩正笑哈哈地说道 真想娶人家 明媚正娶 三里六聘 哪有一个月跑人家门口去的 李刚瞬间恍然大悟 明白了怎么回事 在大明朝想娶媳妇 的确要三没六聘 赶紧上门 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 老前头跑人家门口蹲着 还天天去买豆腐 除了调戏没别的了 老前头被逼急了 就说自己要娶 韩正敲打了一下马肚子说道 回来之后 让我婆娘去说 王寡妇听了之后 还吓得够呛 说自己差点打了官人 没逼人家吧 李刚连忙补了一句说道 瞧您这话说的 怎么会呢 韩正摇了摇头 老前头可是香波波 多少人惦记着 还有人愿意 把黄花闺女嫁给她 王寡妇怎么可能不愿意呢 他们母女 也有了一个靠山 李刚得了点头说道 那就好 回来咱们大操大办 年前办一场喜事 让所有人都热闹热闹 也让过年 有一点热闹的气氛 大人说的是 韩正点了点头说道 这一年 咱们上上下下都不容易 很多人都吃了不少苦头 正好火热一下气氛 扫一扫今年的煤气 你说的对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大人 你有没有考虑过 韩正在旁边 有些迟疑地问道 李刚一愣 有些不明所以地问道 考虑什么 娶个婆娘啊 韩正在旁边 缓缓地说道 大人的年纪也不小了 现在有了一份安稳的基业 是时候该找个婆娘了 新军所上上下下 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件事情 很多姑娘 也都在惦记着大人 只要大人一开口 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办 滚蛋 李刚笑骂道 你是收了多少没人钱 韩正摊了摊手说道 我哪敢背着大人 收别人的钱 大人要是把这件事情 交给我来办 回去我就放出风 到时候 肯定把钱收得手软 你还敢拿我赚钱 李刚瞪了他一眼说道 别的钱不好赚 没人钱钱是一定可以赚的 我一定给大人 找一个家里有钱的岳父 我也能从中大赚一笔 韩正摇头晃脑地说道 李刚摇晃着手中的马鞭 做事要抽 韩正连忙掉转了一下 马头躲开了 脸上的笑容依旧 很灿烂道 大人 您真的该考虑一下了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李刚抬起头说道 我没想过这件事情 现在想也不晚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找一个能生的婆娘 多为大人生几个儿子 将来大人这份家业 也好有人继承 叹了一口气 李刚表情有些黯然地说道 我有儿子 你有儿子 韩正一脸不敢相信地 看着李刚 私下看了看说道 人在哪呢 我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起过 他在很远的地方 李刚叹了一口气说道 不知道此生 还能不能再相见了 一定能再见 韩正一脸淡定地说道 大人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官位 将来一定能够平不清云 想找儿子 还不是容易的事 李刚摇了摇头 没再多说什么 韩正看着李刚的脸色 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没有再提起给李刚找老婆的事 看得出来 自己家大人的心情很不好 尤其是提到儿子以后 过了一会之后 李刚笑着说道 让你见笑了 大人说的是哪里话 韩正摇了摇头 一脸严肃地说道 大人一直以来都重情重义 试读情深 本就是应有之意 我们这些人 愿意跟着大人干 不也是正因为如此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拍马屁的本事 算是够用了 韩正摇了摇头说道 可不是拍马屁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聊着 队伍以不快不慢的速度 向前行进 很多伤队也跑到后面 悄悄地跟着 李刚带队伍出城 肯定没有劫匪赶来劫 商队跟在后面 心里面也踏实不少 一路上也没有出什么事 顺顺利利地 就来到了赤城 到了赤城门口 反倒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守城的人 见到这样的骑兵 吓得够呛 弄清楚了身份之后 依旧没敢放进城 而是派人到场里面去通报 没过多久 城里面也出来了一队人 为首之人纵马来 见到李刚之后 直接从马上跳了下来 李刚也连忙翻身下马 迎向了来人 李兄 来人见到李刚之后 一脸兴奋地抱拳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开口说道 这么多天没见面 可想死我了 李刚也连忙抱拳回李 大声地说道 马贤弟久违了 两个人行礼之后 快速地抱在了一起 互相拍了拍对方的后背 看得出来 两个人都很激动 来的年轻人 自然不是别人 正是马小静 上次一别之后 两个人还没见过面 李刚上下打量着马小静 马小静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李刚看马小静 马小静也在看李刚 李兄 这么久不见 果然不一样了 马小静一脸敬佩地说道 上过战场杀过敌了 这你都能看出来 李刚有些疑惑地问道 马小静点了点头 感叹着说道 我从小出生在匠门之家 家里面的人 我都看着他们上战场 没上战场之前是一个样子 战场杀敌归来之后 是另外一个样子 李兄之前虽然也杀敌 但那都是炽后之战 现在看来不一样了 想必李兄是打过一场大仗了 李刚眉头一皱说道 你不知道吗 马小静有些疑惑地 看着李刚问道 我应该知道什么 李刚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 把整件事情的经过 向马小静讲了一遍 最后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这次来 一来是看看总兵大人 二来是看看你 三来也是问问这件事情 这么久了 下面的人都等着急了 我都有一些按压不住了 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 马小静连忙摇头说道 李刚眉头微醋 想了想之后说道 新军所距离赤城并不远 即便官方的消息被封锁掉了 没传开 可是民间的消息 也应该为人所知 你在赤城 难道一点消息 都没听到吗 别提了 马小静摆了摆手 苦笑地说道 你要是早来几天 你根本就见不到我 我跑了一趟京城 前两天才回来 去京城何事 李刚追问道 马小静四下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说道 上半年的仗虽然打完了 朝廷那边也认了 可是事情过了 有些事情就要发动起来了 什么意思 李刚皱着眉头问道 当时刚打完仗 边疆不闻 有些事情 朝廷是没有办法追究的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代表朝廷不知道 不代表皇上满意 马小静冷笑地说道 这么说你明白吧 李刚缓缓地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 这是要有大动作 马小静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三叔给我找了一个理由 让我去了一趟京城 实际上就是去打探消息的 朝廷上虽然还在争论 但是换人的事情已经确定 换人 李刚眉毛挑了挑说得到 对 马小静笑呵呵地说道 你忘了 我以前和你说过的事情了 李刚顿时恍然 他记得马小静曾经和自己说过 让自己不要管孙登科的事情 他说迟早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 换谁 李刚想了想 还是问道 宣大总督 宣府总兵 全都要换 马小静有些意犹未尽地说道 我原本想着 在京城等他们商量出人选再回来的 可惜还是没能等到 全都换 李刚瞪着眼睛问道 那可不 马小静冷笑着说道 孙登科的位置也不稳了 这次估计也要下去了 要是有人参他一本 估计要下大狱了 李刚缓缓地点头说道 原来如此 多谢马贤弟赐教 你放心 马小静拍了拍胸脯说道 你功劳的事情我记下了 我会帮你打听的 多谢 李刚抱了抱拳说道 似乎是因为太久没见了 马小静仿佛和李刚又说不完的话 追着李刚不断地说 询问最多的 就是李刚对达子的那场战斗 每次说到高潮的地方 马小静大呼小叫的 看得出来 马小静对于这场战斗很向往 对于自己没能参加 充满了遗憾 李刚在旁边也陪着他 任由他在自己旁边大呼小叫 太遗憾了 马小静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 上战场指挥一场战斗 哪怕是亲自冲锋一场也好 伸手拍了拍马小静的肩膀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放心 会有机会的 别人不知道李刚知道 从今以后 大明朝就没有太平的时候了 仗势没完没了地打 想要打仗机会有很多 怕你越打越腻挽 我也这么觉得 马小静面容严肃地说道 后金狼子野心 咱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我去京城才知道 大明已经到了内忧外患的地步 有什么事吗 李刚表情一变 连忙问道 轻轻地摇了摇头 马小静叹了一口气说道 有些事情我也不懂 你还是问我叔叔 他应该会告诉你 李刚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回头看了一眼 李刚身后的人手 马小静眼中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一边看一边说道 这就是你手下的精锐骑兵 李刚苦笑地摇头说道 我手下要是有这样一只骑兵就好了 这不过是我的轻微队而已 所有人加起来也不过200 能有200人已经很厉害了 马小静颇为感慨地说道 你的所作所为我也听说了 让老百姓分地屯田 做得很好 我叔叔时常夸你 如果所有人能像你做得这样就好了 李刚摆了摆头说道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再说也没做什么事 你现在能养得起这样的骑兵 你还说你没做什么事 马小静有些唏嘘地说道 你当时去的时候 新军所可是一穷二白 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李刚摇了摇头 没再说什么 自家人之自家人士 自己手下是个什么情况 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与兵强马壮 其实还差得远 走吧 马小静笑呵呵地说道 见我叔叔 两个人很快就来到了镇守衙门 这里的人早就得到了马小静的消息 甚至还有人跑到门口来看热闹 似乎想见一见李刚 一行人走过来 他们的目光 被李刚身后的骑兵吸引了 雄壮威武彪悍 只要能形容精锐的词语 放在这些骑兵的身上 一点都不违和 骑术也很精湛 端坐在马上 身子都不晃动 好兵 一声感慨响了起来 随后便是哈哈大笑 众人连忙转过头看去 马宽带的大步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李刚带来的骑兵 众人不敢怠慢 连忙行李道 总兵 副总兵 马宽美好气地说道 说了你们多少次了 要注意上下尊卑 官职称呼不能是错 不明白吗 众人连忙说道 是 大人 呵斥了众人一番 马宽转头看着李刚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伸手拉住了李刚的手说道 咱们里边说 大人 李刚答应了一声 露出了诚惶诚恐的表情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脸上的表情也有一些怪异 马宽欲下一向严格 今天对李刚的态度不一般 两人走进去之后 忍不住想相熟的人打听了起来 李刚也没想到 马宽会如此对自己 走进去的时候 不禁有一些忐忑 一行人来到大堂 分兵主落座 马宽吩咐人上了茶水 将下人打发下去 笑呵呵地说道 算算日子 我也觉得你该来了 大人明察 李刚苦笑 朝廷一直不给答复 下官心里面也没有底气 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也不想来打扰大人 不必这么说 马宽摇了摇头说道 你到了新军所的所作所为 我全都知道 事情做得好 仗打得漂亮 给我脸上也添了光 下官只是尽心做事而已 李刚连忙谦虚道 马宽有些感慨地说道 能够做到尽职尽责 已经是不容易了 你的事情我也早就报上去了 朝廷没答复 也在预料之中 请大人赐教 李刚连忙开口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朝廷在忙而已 马宽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叛军聚集陕西 朝廷下令河南兵入同 华 四川兵游兴 汉 山西兵出浦州 韩城 湖广兵入商 落 河脚叛军 10月27日 湖广兵员汉中 被农民军击败 副总兵杨正芳 及部将张氏达战死 12月 叛军高营祥 李自成等部 由陕东出中南山 进入河南 连克陈州 林宝 四水 行阳等地 闹得很大 已经进入河南了吗 李刚表情 有些迟疑着说道 马宽叹了一口气说道 局势艰难 朝廷也是自顾不暇 现在也在争论 乱得很 高层不稳 朝廷也动了换人的心思 也在争 争得厉害 李刚顿时沉默了下来 他心中也有了一个大概 内忧外患 朝政纷乱 越是这个时候 有心人就越多 争斗也就越厉害 想要一心一意 做一件事 基本上也不可能 你的功劳 朝廷还是有怀疑的 马宽叹了一口气说道 前面刚刚打了一个大败仗 现在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朝廷怎么可能不怀疑 李刚叹了一口气 说白了 还是边军实力不够 让朝廷觉得 你没有实力打胜仗 又赶上朝廷要洞上面的人 现在把捷报报上去 朝廷觉得 是上面的人为了开脱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做的假捷报 马宽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收到消息 快有结果了 李刚脸色一变 有些难看地说道 会议虚报战功论处 马宽一愣 哈哈大笑着白手说道 怎么会 最多会派人下来查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 朝廷不会大动干戈的 马宽的话 让李刚松了一口气 如此我就放心了 我会盯着的 马宽笑呵呵地说道 你和你的手下 打了这么漂亮的仗 我不会让你们的辛苦白费的 过完年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李刚心里面有一些无奈 事情一下子就到了年后 心里面虽然不满 可是李刚明白 这些事情不是自己能够改变的 也不是马宽能够改变的 多谢大人 李刚恭恭敬敬地说道 马宽点了点头 笑呵呵地说道 正是说完了 我让人们准备了韭菜 咱们边吃边聊 我对新军所可是好奇得很 下官遵命 李刚连忙站起身子答应道 接下来的两天 李刚基本上都是在闲逛 也没有什么正式 最后觉得 时间差不多了 便辞别了马宽 让李刚没想到的是 马宽居然到城门口亲自送他 这可比到衙门口迎接更加的隆重 李刚也只能用受宠若惊来形容 目送着李刚一行人离开 马宽脸上的笑容 缓缓地收敛了起来 站在马宽身边的马晓静脸上 有些不高兴 李刚到来 他是非常高兴的 而且也觉得 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 他向自己的叔叔请命 希望自己也能去新军所 在马晓静看来 自己去了新军所 能够和李刚携手共进 两个人在一起做事 肯定能够做出很多的成就 很快就能够取得好成绩 可惜被叔叔拒绝了 而且是言辞拒绝 还在想着去新军所 马宽看着马晓静 笑呵呵地说道 马晓静也不瞒着自己的叔叔 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很想去 那里是一个好地方 我觉得 我能立下功劳 叔叔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看着自己的侄子 马宽无奈地摇了摇头 真是年轻 什么事情都不考虑 如果放在几年前 或者是十几年前 自己的侄子去了也就去了 可惜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现在局势大乱 所有人对兵权都看得很紧 即便是自己的手下 自己也只能拉拢 也只能示好 李刚到来 自己要亲自迎接 要亲自送走 这都是在示好 朝廷那边自己给催着 尽快把赏赐给要下来 为他多请一些功劳 让他回去有交代 这就是拉拢 派自己的侄子过去 可就有抢办夺权的嫌疑了 现在大家对兵权看得这么重 谁希望自己的兵权 被人给夺走 不要说李刚了 自己这儿都不行 侄子傻 看不明白 但自己却明白 虽然马晓静没有这个心思 但耐不住李刚会多想 自己不能让李刚觉得自己 要夺了他的家业 夺了他的兵权 想想李刚 送给自己的礼物 马宽无奈地在心里叹气 还不光是兵权那么简单 李刚的这份家业 恐怕比所有人想象中的都要大 新军锁不适合你 伸手拍了拍马晓静的肩膀 马宽笑着说道 那里是你好朋友的地方 是他一手开创的基业 你难道去他那里占便宜吗 马晓静目瞪口呆地说道 我没有这么想 我是去帮忙的 你是没有这么想 可别人会怎么看 马宽笑呵呵地说道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马晓静皱着眉头说道 李兄也不会在乎的 他不是那种人 马宽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不在乎 李刚也不在乎 可你就没想过自己 开创一片基业吗 李刚能做到的事情 你难道做不到吗 对付自己侄子这样的雏鸟 马宽可太有办法了 马晓静听了这话之后 眼睛就亮了 一脸惊喜地看着自己的叔叔说道 叔叔 你愿意让我自己出去独当一面了 当然了 马宽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你年纪也不小了 是时候让你独当一面了 等到上面调整完 来了新官之后 我就放你出去 马晓静脸色一变 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还要等多久啊 马宽摇了摇头说道 现在我想让你出去 也没有办法 人事不稳 我有什么动作 都会招惹麻烦 你应该懂 是 叔叔 马晓静笑呵呵地说道 我等得起 马宽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慈爱地看着自己的侄子 心里面却忍不住无奈 傻小子 什么都相信 我骗你的 等到上面换了人 再找个理由不放你出去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行了 回去吧 马宽笑呵呵地转身往回走 马晓静也连忙跟了上去 语气有些急切地 跟自己的叔叔说着什么 一边说还一边比划 似乎十分地兴奋 离开了赤城之后 李刚就有些心不在焉 这次到赤城 可以说十分地顺利 所有的事情 马宽都答应了 对自己也足够器重 来石营街 去石相送 李刚却总觉得 有些不太对的地方 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身边的张仲理 李刚缓缓地说道 你送礼物的时候 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吧 张仲理一愣 自己家大人 不是无地放屎之人 既然问了 肯定就是有事 沉淫了片刻之后 张仲理面容严肃地说道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送礼的时候 人家也痛痛快快地收了 态度都非常好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好 想不明白 李刚也不准备再想了 爱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东西送出去了 是半成了 其他的事情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也就是了 一路无话 李刚很顺利 回到了新军所 新军所的门口 老前头一早就带着人迎接了 见到李刚等人走了过来 连忙笑呵呵地迎了上去 寒暄了几句之后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天气这么冷 你还带他们出来 做什么 我出去又不是做什么大事 大人出去就是做大事 老前头笑着说道 关系到兄弟们的身家性命 还有什么比这事情更大的 伸手指的是老前头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就你心思多 走吧 进去了 是 大人 老前头笑呵呵地答应了一声 转头带着其他人和李刚 一起向着里面走了进去 吃喝都准备好了 一边往衙门里面走 李刚一边语气 随意地问道 早就准备好了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得到通知之后 我就让人杀了羊 羊肉汤 大饼子 天气这么冷 给兄弟们暖暖身子 做得不错 李刚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这些事情也只有交给你 我最放心 大人谬赞了 老前头连忙说道 我这个年纪 放在别的地方 早就被人厌弃了 也只有跟着大人 才能得大人如此器重 是我的福气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李刚笑着说道 何况你还不老 我听韩正说了 你要澄清了 本官一定送你一份大礼 让你早点生个儿子 多谢大人 老前头有些尴尬地说道 李刚笑呵呵地走进了屋子 屋子里面铁炉子 早就已经热上来了 外面虽然冷 但屋子里面已经暖和和的了 走到炉子的旁边 看了眼上面的砂锅 李刚提起鼻子闻了闻 笑呵呵地说道 高羊肉 不错 不错 大人厉害 老前头赞赏地说道 买了二十只羊 我让他们给了一只小的 杀了之后 炖在大人的锅里了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人试试 李刚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把酒拿来 咱们一起吃 老前头略微一愣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并没有什么人 大人是说 除了咱们两个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 有啊 李刚一边搓着手一边说道 你放心 蹭饭的马上就来 话音刚落 门口的帘子就被挑开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外面走了进来 大笑着说道 还是大人知道我 老前头转过身 一看是韩正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与大人出去了一趟 离家多日 老婆孩子都很想你 刚回来不回去 看老婆孩子 跑到大人这里来做什么 老前头翻了一个 白眼没好气的说道 韩正拉过了凳子坐下说道 我们家的婆娘懂事 肯定在家给我做了好吃的 也一定是他们 娘俩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我回去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很难受 还不如来大人这里蹭上一顿 能大块朵頤 这话怎么说 李刚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给你的俸禄应该不少 日子过得还是如此拮据 连饭都吃不上吗 还是说 你把钱用到别的地方了 大人 大人 老前头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这件事情我知道 韩正瞪了一眼老前头 威胁的意思很明显 你要敢胡说八道 看我怎么收拾你 老前头不在意 直接瞪了回去 韩正的婆娘 是一个非常知道节省的人 许是以前苦日子过惯了 现在过上好日子了 也是省吃俭用的 韩正的钱到了 全都要交上去 一家人比起以前 只是吃饱了穿暖了 想吃好的 基本上不可能 韩正出远门 老婆会买一些吃的给他 但也不会让家人都吃 韩正心疼婆娘孩子 想把东西留给他们 可他们又想 把东西留给韩正 韩正就跑大人这里来蹭饭 回去就和婆娘孩子说 大人留饭了 吃得还特别的好 婆娘和孩子 才会把准备的那些 好东西自己吃 韩正善善地笑了笑 挠了脑脑袋说道 婆娘不懂事 让大人见笑了 摇了摇头 李刚用力地拍了拍韩正的肩膀 颇为感慨地说道 好婆娘 你小子要好好珍惜 可别做对不起他的事 韩正的表情 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 说道 大人 当年守保的时候 他跟着我 苦日子就不用说了 我知道 他随身带着一把刀 晚上睡觉都不离身 一旦破了宝 我落到打子手里 他就自杀 有几次晚上我出去 回来的时候 都看见他握着刀坐在院子里 我韩正这一辈子 只他一个人 哪怕以后做了大官 有钱了 那一幕幕 我也绝不会忘了 用力拍了拍韩正 李刚大笑地说道 贫贱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气不下堂 很好 是条汉子 不愧我拿你当兄弟 来 喝一杯 多谢大人 韩正用力地点头道 三个人说说笑笑 屋子里面的气氛 也越来越融洽 说着说着 李刚就提起了赤诚的事 也将自己的疑惑讲了出来 老前头摞着胡子笑了 官场上的事情 大人还是不懂 你懂 韩正调了调眼皮说道 老前头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还别说 这件事我还真懂 说来听听 李刚连忙严肃地问道 看起来复杂 其实很简单 说白了 就是在拉帮结派 老前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既然上面要动 总兵自然也是要动的 大人觉得 马副总兵会不会动心 李刚一愣 想了想皱着眉头说道 他刚刚到任副总兵没多久 朝廷怎么可能提他做总兵 话不是这么说的 老前头摇了摇头说道 要看他以前是什么官职 如果以前也是副总兵 调到咱们这边来做副总兵 那他就有机会 点了点头 李刚也认同了老前头的话 既然想上位 自然手底下要有心腹 要有实力过硬之人 不然怎么上 即便上了 手底下没有人 位置也坐不稳 老前头颇为感慨地说道 何况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怎么了 韩正皱着眉头问道 乱了 老前头摇了摇头说道 大明快三百年了 虽然没到天下大乱 可以内忧外患了 还有多久的国运 谁都不敢说 前路不明 乱成这个样子 谁手里有兵 谁手里有实力 恐怕都要赚得紧一些 马副总兵对大人 恐怕就是如此了 原来如此 李刚缓缓地点了点头 心中也算是有数了 比起老前头 李刚想的甚至要更多一些 别人觉得前路不明 自己却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大明朝有多少国运 自己都很清楚 弄清楚怎么回事之后 李刚也松了一口气 当然 别的事情不重要 自己手里面的 要钻紧一些 老前头缓缓地说道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你放心 我明白 李刚心里面叹了一口气 他当然比别人明白 从现在开始 大明朝的很多将军 都进入了自保模式 手里面握着冰拳 中保私囊 能保存实力 就保存实力 很多人甚至成为了 投机分子 宣服这边 似乎要更严重一些 早晚去趟张家口 李刚在心里面冷笑 大人 您看看这个 老前头拿过了一本册子 放在了李刚面前 笑呵呵地说道 李刚伸手接了过来 看了一眼之后 眼睛就是一亮 语气之中带着惊喜地说道 确定统计无误 确定没有问题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好 好事 李刚大笑地说道 大人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 跟我也说说啊 韩正见两个人谈得开心 在旁边忍不住说道 让我也跟着高兴高兴 咱们的人口 突破十五万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老前头在旁边补充道 你们离开之前 大人就吩咐了 让我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你们走了之后 我带着所有人 里里歪歪彻查了一遍 加上外面堡垒中的人 的确是过十五万了 这么多人啊 韩正一脸不敢相信地说道 是啊 的确这么多了 老前头也有一些感慨地说道 除了这些 咱们开垦的土地 也测量完毕了 多少 李刚连忙追问道 没有入冬之前 李刚没有让人去测量土地 原因很简单 太耽误事了 入冬之后 反正大家都闲着 那就把地量一量 总计开垦出了 粮田一万五千亩 老前头一脸喜色地说道 这么多田地 韩正兴奋地搓了搓手说道 真好啊 老前头苦笑地说道 你光看数字了 如果明年开春 还是这么多田地 粮食恐怕还是不够 即便是重土豆 恐怕也不够 没关系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等过完年天没那么冷了 咱们继续开垦土地 到时候 把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一起开 肯定能开出足够的田地 大人说的是 老前头连忙点头说道 韩正在旁边哈哈地笑 不知道为什么 无论什么事情 到了大人的嘴里 都会很轻松 即便这是一件 很大很凶险的事情 李刚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早已经习惯了 作为一个军人 他早就已经学会了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事情难 难也要做 既然一定要做 索性快快乐乐地去做 愁眉苦脸的 有什么用 有没有递来公开垦 李刚根本就不担心 因为他查过 自己所在的位置 是新军所 也就是原来的云州宝 放在后市 就是张家口市 赤城县云州乡 根据自己儿子提供的资料 整个云州乡 拥有土地7.67万亩 还有林地30万亩 和草场20万亩 这还仅仅是云州乡 自己所管辖的 可比后市的云州乡大多了 只要自己有了兵 能够保卫这一方的安全 这里就能够发展畜牧业 到了那个时候 百姓不但有粮食吃 还有肉吃 还有什么好事吗 李刚抬起头笑呵呵地问道 没有其他的事了 老前头摇了摇头说道 李刚想了想说道 趁着过年还有一些日子 你们两个忙一忙 既然人口竖上去了 咱们争取在年前争一波兵 老前头和韩正两个人 脸色都是一变 新军所的兵 其实已经超边了 还争兵 当然 不妥当吧 两个人一脸迟疑地说道 其他的不用管 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李刚指着韩正说道 回去清点一下咱们所有的人数 这次招兵凑够一万人 上次缴获的战马 也都拿出来 组建一支三千人的骑兵 这么多啊 韩正和老前头 脸色都变了 扩军一万人 这可不是小数目 一旦被有心人所知 朝廷肯定会找麻烦 何况扩充一万人干什么呀 新军所就这么大 现在的兵力守起来足矣 何况上次作战 自己这一方打败了那么多打子 证明战斗力足够强悍 即便有大队的后劲人来犯 打不过守住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老前头和韩正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闪动着一些莫名的东西 大人放心 我们一定把事情办好 两个人压低了声音 神情诡异地说道 李刚瞪了两个人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让你们去招人手 不要搞一些有的没的 一万人当中 二百骑兵作为我的亲卫 也就是骑兵正军 八百部族作为部族正军 这是我们新军所的人手 剩下的八千 韩正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李刚看了一眼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有军鱼 有百姓自己组建的互保队 怎么分配 你们自己安排明白吗 明白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点头道 行了 去安排吧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记得不要搞太大的动静 大人放心 我们明白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说道 两个人站起身子告辞离开 李刚目送着两个人离开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神 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页面 任务 建造二级领地 任务一 招募士族一万人 其中骑兵三千 奖励系统点数三千点 任务二 开垦良田万亩 奖励系统点数三千点 完成 奖励带领取 任务三 招募百姓十五万 奖励系统点数三千点 完成 奖励带领取 任务四 将领土面积 扩充为一级领地的三倍 奖励系统点数三千点 李刚输了一口气 将完成的两个 任务奖励领取 三千点的系统点数 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一级领地每个月 都有一万的系统点数 打仗每级杀一名士兵 奖励的系统 点数也有十点 完成任务 获取系统点数的效率并不高 李刚却一直执着于任务 原因也很简单 一级领地一个月 一万点系统点数 二级领地呢 当然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领地升级到一级以后 自己和儿子的关联就加强了 自己完成任务 儿子就能够获得奖励 李刚心里面 隐隐还有一些希望 自己的实力变强了 领地扩大了 自己和儿子的联系 会不会变得更紧密 是不是有一天 自己能够见到儿子 对于儿子在美国的处境 李刚虽然不是很了解 但一个人在一国他乡生活 还要给自己弄物资 想必也不容易 想让自己儿子过得好点 就多给他弄点奖励 有了这样的想法 李刚自然不可能放弃任务 而且还要主动完成 努力地完成 完成了两个任务 不知道儿子会得到 两个什么样的奖励 没有系统也就罢了 有系统 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想法 看着剩下的两个任务 李刚微微皱了皱眉头 招募士族的任务很好办 自己现在的威望 和新军所的人口数 想必招募一万人 不是太难的事情 自己也养得起 关键问题 在于扩充三倍领地面积 如果自己不升官 领地面积怎么扩展 李刚拿着油灯 站起了身子 走到了地图前面 他的目光不断地向北 在北边还有三座堡垒 分别是半壁垫堡 松树堡和毒石堡 没有官职 自己想控制 他们怕是不容易 摸着下巴 李刚琢磨了片刻 心里面便有数了 如果不升官 光在这一片绕 恐怕没有希望了 要拓展领地 还是要想办法升官 绕了一圈 李刚的目光 还是落在了赤城上 赤城 大明宣服北路的治所 原本的治所在独城堡 后来边军势力日益衰弱 蒙古人能够越过长城 独城就不安全了 于是就后撤到了赤城 当年大明未丢之时 治所一直在长城外的习宁 后来大明丢了 长城之外不可守 于是放弃了三百多里 后退到长城以内 将治所设在了毒石堡 后来毒石堡不可守 又撤到了赤城 宣镇北路也称毒石路 设镇守衙门 由一名副总兵助手 也就是马宽 宣服北路又分上北 中北 下北三路 即毒石 半壁垫 猫狱 清泉 云州 镇安 君子 松树 马银 苍尚 镇宁 赤城为上北路 木马 龙门锁 杨田 滴水崖 金后城 长生地 宁远 金后城上宝 为下北路 金家庄 龙门卫 金龙关 三岔口 雕鳄 长安岭 为中北路 石龙关为龙门卫 每一路都设一名参将 参将的官职仅次于总兵和副总兵 你自己现在的实力想要胜任这个位置 基本不可能 唯一有机会的是参将之下的游击将军 李刚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如果能够将都市宝 半壁垫宝和松树宝画给自己 让自己以游击将军的官职 在这一带游击 治所便放在新军所 如此一来 自己的地盘就足够扩大三倍了 除此之外 自己尽可以出长城攻打西宁 退可以守住北口 无论是前出还是后退 都有了战略纵深 李刚盯着地图 眼睛微眯 心里面琢磨 怎么达成自己的计划 想来想去 李刚觉得 除了战功之外 还得花钱 还得送礼 自己在朝中没人能走的 也就是马宽的路子 看来年后 还是要再去一趟 李刚缓缓地说道 从地图上收回了目光 李刚的目光又落在了任务上 自己的领地 现在是一级 但李刚心里清楚 升到二级 就已经是极限了 地盘和其他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难在人口上 根据自己查来的资料 云宝箱后市 也不过一万八千人 现在的人口 远远没有办法和后市相比 但这里 却聚集了十五万人 原因很简单 一大部分 都是从山西陕西那边逃过来的 那边闹饥慌 老百姓活不下去 只能向外逃 可他们能去哪呢 只能朝着京城的方向跑 跑到半路 就会被官府拦下 甚至赶回去 知道自己这里收人 能吃饱饭 老百姓死命往这跑 各地官府也组织人 往自己这里送 这才导致自己这里 聚集了十五万人 想要再收懒人口 往北市不行了 要往南 摇了摇头 李刚收回了自己的思绪 现在想这些还太多 本钱最重要的是 把地盘阔出去 把游击将军的位置 拿到 叹了一口气 李刚披着衣服 来到了窗外 月滑如水 天气有些凉 呼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 李刚抬起头 看了一眼天空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儿子在干什么 纽约 法拉圣 天冷了 天空还下着雪 即便如此 也没有办法熄灭 纽约人的热情 马上要过圣诞节了 整条街都布置得非常漂亮 街道两边的商家 早就做好了准备 商店装饰得漂亮 街上也全都是 各种各样的彩灯 天空中飘着雪 走在这样的街道上 仿佛走在童话世界中一般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飘着香味 走在如梦似幻的美景当中 迎着大雪 吃着美食 也不失为人间的一种享受 这样美好的画面 偏偏有人要打破 让开 让开 几个流里流气的人 身上穿着大衣 一边推嗓着 一边向前走 在他们的身后 一个披着大衣的男人 正踢着牙 一边向前走 一边歪着头撕下看 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摆明了就是来挑事的 大街上的人看到 他全都躲得圆圆的 有的议论纷纷 有的面露不满 更多的则是畏惧 谁也不想和他们扯上关系 呸 将口中的牙签吐掉 嘴巴微张 似乎要开口说话 碰 一声憋闷的响声 男人额头上 瞬间出现了一个血洞 身子直接扑倒在了地上 鲜血顺着额头流淌到了地上 瞪着眼睛 嘴微张 死不瞑目 想说的话 似乎也永远停在了嘴里 周围瞬间一阵大乱 有人发出尖叫 有人发出惊呼 跟着一起来的手下 杂杂呼呼地围着尸体 很快又都散去了 警笛声很快响起 一辆警车停在了不远处 两名警察从车子上走了下来 警戒线已经被拉起来了 两个人静止走到了尸体的旁边 看了一眼尸体 两个人的表情就严肃了起来 卢克 你看这个 爱德华戴着手套伸出手 将尸体上的一个东西 递到了卢克的面前 卢克看了一眼 缓缓地点头说道 没错 和平徽章 本月第几个了 爱德华一边将东西 装进证物袋里面 一边问道 第四个了 卢克叹了一口气说道 到现在还没有线索 上面给咱们的压力非常的大 和平徽章 有没有查出什么东西 摇了摇头 爱德华无奈地说道 我拖了我FBI和CIA的朋友 都没有线索 没人知道和平徽章意味着什么 也没人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的 车停了下来 瑞恩法医从车上走了下来 就不能换一个时间吗 瑞恩法医一边抱怨着 一边说道 我今天正在和菲欧娜约会 原本想着 吃完晚饭之后 一起做点友谊身心的活动 现在可好 这么晚了 还要来陪尸体 这些话 你应该对凶手说 卢克笑呵呵地说道 瞪了一眼卢克 瑞恩法医美好气地说道 你还有心思调笑我 你们的案子查得怎样了 这个案子 如果再破不了 你恐怕就要回家了 破不了的案子多了 卢克耸了耸肩膀说道 又不差这一个 瑞恩对卢克 竖了一根大拇指说道 面对局长的时候 希望你也敢说这句话 蹲在尸体面前 快速地检查了一下 瑞恩法医缓缓地说道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初步估计死亡原因 是额头的枪伤 凶手使用的是9毫米手枪 具体的死亡原因 要等回去解剖之后 再下结论 如果不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 爱德华在旁边 笑呵呵地问道 很简单 就是那个和平讨厌鬼干的 瑞恩法医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竟然这么喜欢和平 杀人的时候 都喜欢放一枚和平徽章 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等我抓到他的时候 我帮你问问他 爱德华笑呵呵地说道 不知道我这辈子 还有没有希望知道 瑞恩法医耸了耸肩膀 语气随意地说道 你们没有发现和平徽章吗 在这里 爱德华将一枚徽章 递到了瑞恩法医的面前说道 瑞恩法医凑过去看了一眼 这是一枚比普通硬币 要大两圈的硬币 金属材质 一侧雕刻着一支和平歌 另外一侧用英文写着和平 每次看都觉得很漂亮 瑞恩法医抬起头说道 我觉得比现在的美元硬币做得好 凶手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千万别让他听 爱德华将和平徽章收起来说道 那边怎么回事 爱德华朝着一个方向看了一眼说道 好像是一座酒店正在装修 卢克皱着眉头说道 盖着红布的是一块圆形的牌子 似乎要挂在酒店的正上方 爱德华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法拉圣是一块繁华的地段 每天人来人往 生意兴隆 有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做生意 新开了一家酒店 并不算什么太稀奇的事 一阵风吹过 酒店盖着圆牌子的红布 忽然被吹开了 卢克看了一眼之后 脸色一变 伸手拉了拉旁边的爱德华说道 和平徽章 在这儿呢 你要看 爱德华将袋子递到了卢克的面前说道 不是你这个 是那个 卢克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大圆盘子说道 一个放大的和平徽章 和你手里的差不多 爱德华皱着眉头说道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卢克点了点头说道 走 过去看看 爱德华想了想之后说道 卢克点了点头 两个人一起朝着酒店施工的方向走过去 来到红布裹着的大圆牌子前面 伸手将红布掀起了一个脚 朝着里面看了一眼 爱德华的脸色变了 真是和平徽章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戴着安全帽的黑人 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一脸不快地说道 将手中的警徽亮了一下 卢克大声说道 纽约市警察局 我要对这个东西进行搜查 麻烦你们把它打开 先生 请问你有搜查令吗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 卢克和爱德华顺的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 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白人男人 正微笑地看着两个人 一身黑色的西装 手里面拎着公文包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 脸上的笑容也很灿烂 但却总让人觉得不舒服 你是 爱德华盯着对方问道 好说 白人男子拿出了一张名片 递在了爱德华的手中 笑呵呵地说道 我是和平饭店的律师 你可以称呼 我为约翰逊 将名片接了过来 爱德华看了一眼 脸色就有一些不太好看 对于他们警察来说 什么人最让他们讨厌 答案很简单 就是眼前的这种人 未有钱人服务的送棍 刚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卢克指的不远处的尸体说道 我们现在怀疑凶杀案 与原型牌匾有关系 我们想看一看 可以吗 如果想看一看 当然没问题 我们是守法的纽约公民 我们当然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约翰逊笑呵呵地说道 如果是搜查的 请出示搜查证 我们只是想看看 卢克咬着牙说道 把他掀开 约翰逊指着旁边的工人说道 工人点了点头走过去 快速地将红布掀了起来 里面的圆牌子也露了出来 爱德华和卢克看了一眼 表情凝重了起来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爱德华瞪着眼睛问 你说的是 和平徽章杀人事件吗 约翰逊叹了一口气 推了一下眼镜无奈地说道 我还想找你们警方要个说法 要什么说法 爱德华皱着眉头说道 你们领着那税人的钱 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破案 约翰逊一脸不满地说道 你们什么时候能抓到 损害和平饭店声誉的凶手 和平饭店的声誉 卢克和爱德华对视了一眼 有些疑惑地说 用力地点了点头 约翰逊说道 没错 我们和平饭店早就注册了商标 就是眼前的图案 我们的商标注册好了之后 法拉圣平发命案 死人也就算了 每一个命案现场 都留下了我们和平饭店的商标 对我们和平饭店声誉的损害非常大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破案 你们和平饭店的商标 卢克大声地反问道 约翰逊皱着眉头看着卢克 脸上的表情有些愤怒 大声地说道 是我没说明白吗 还是这位警察先生 你在装傻 没有没有 爱德华连忙说道 你放心 我们会努力破案 尽快恢复你们的商欲 希望如此吧 约翰逊冷哼了一声说 两位警探先生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还请离开吧 这里毕竟是施工现场 太危险了 没有了 没有 爱德华笑呵呵地说道 约翰逊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爱德华伸手拉了一把 一脸不服气的卢克说道 先走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贸然向前只会打草惊蛇 我们要回去查一查 卢克输了一口气说道 和平饭店肯定有鬼 我也这么觉得 爱德华笑呵呵地说道 不管他有什么鬼 我们都能查出来 现在有了线索 总比以前什么线索 都没有的好吧 希望如此 卢克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和平饭店顶楼 李恒站在窗前 面无表情地 顺着巨大的落地窗 向外看去 先生 警察来过了 约翰逊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脸尊敬地说道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李恒点了点头 转回头说道 事情做得不错 多谢先生夸奖 约翰逊连忙低头道 约翰逊心里很清楚 眼前的中国人 自己惹不起 甚至都不敢有一点不尊重 虽然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但绝对不是好惹的人 作为一个黑道律师 约翰逊深知这一行的生存之道 不打听不问雇主 让做什么做什么 绝不多做一些 也不少做一些 一旦违背了规矩 很有可能第二天 就被沉失在哈德逊河里了 别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有人注册成为 和平饭店的会员吗 李恒转过头问道 约翰逊点了点头说道 暗网上有很多人 对和平饭店非常的感兴趣 也有很多人在上面 搜集咱们的消息 也有人注册成为咱们的会员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好好做 不要耽误开业的日子 我明白 约翰逊态度严肃地说道 你去吧 李恒摆了摆手 约翰逊松了一口气 转身向外面走了出去 等到约翰逊离开 李屋的门打开了 周静如端着一杯红酒 从里面走了出来 来到了李恒的身边柔声说道 他值得信任 当然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他会是个很好的助手 你从哪弄来的 周静如转过头饶有兴趣地问道 哈德逊河边捡回来的 李恒盯着窗外笑着说道 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被人扔进河里 如果没有我 他就是一具沉在哈德逊河里面的尸体 周静如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道 和平饭店要开业了 是啊 还要半个月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在这之前 要把法拉盛好好地清理一遍 毕竟经商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 周静如沉默了下来没有开口说话 李恒说得很轻松 甚至他只用了两个字 清理 周静如却知道 两个字背后代表着什么 那是血腥 那是杀戮 自从上次自己和陈豪见过面之后 法拉盛的杀戮就没停过 先是华清帮一直反对 自己的大佬出车祸的出车祸 受伤的受伤 有的干脆活不见人死不见死 根本找不到 前前后后不到半个月 十几个人说没就没了 无论是警方还是华清帮 一点线索都找不到 堪称神秘 自己排除一己 收买人心 终于掌握了华清帮 华清帮完了 现在轮到竹青帮了 比起上一波 这一波的手段 就要简单粗暴得多了 直接枪杀 与上次一样的事 没有线索 现场除了一枚和平徽章之外 什么都找不到 连续几次案子做下来 和平杀手一下子出名了 和平饭店也进入了 地下世界的视野之中 自己刚见他的时候 他还是个刚从国内来的中医 不会用枪 胆子很小 这才过了多久 他的胆子大得很 似乎没有什么 他不敢做的事情 也越来越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极具枭雄气质 周静如目光有些迷离 很喜欢 李恒转回头 神情有些古怪地 看着周静如说道 你看什么 我觉得你更帅了 周静如媚眼如私地说道 李恒看了一眼周静如 今天他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裙 裙子开叉很高 斜了身子 站着一条大白腿 露在外面 上身大V领 又白又大 又不见底 眉毛一挑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你是觉得我帅了 还是想和我做游戏 我不能都要吗 周静如挑了一条嘴唇说道 没问题 李恒笑了笑 一把将周静如扛了起来 朝着屋子里面走了进去 周静如趴在李恒的背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进屋之后 李恒将周静如摔在床上 周静如翻身而起 爬到李恒的身边 搂住他的肩膀说道 让我伺候你 我学了新的技术 李恒摸着他的头说道 跟谁学的 日本的老师 周静如缓缓地说道 我再学日语 你可以教教我 我可是好学生 李恒微笑着说道 日出东方 阳光透过房间巨大的落地窗 撒在了巨大的床上 李恒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伸手向旁边摸去 结果发现周静如已经不在了 坐直了身子 任由被子从身上滑落 脉步走下床 巨大的全身镜 映照着李恒的身子 看了一眼 李恒脸上露出了笑容 自己的身子越来越壮硕了 八块腹肌 隆起的肌肉 高大的身材 完美 老爹没穿越之前 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刚刚失业的打工足 身体完全处于下压健康状态 和现在根本就没法比 在床头柜上拿起了一张纸 看了一眼 李恒面露微笑 周静如有事先离开一会儿 为了不打扰自己睡觉 这才没有叫醒自己 早餐已经做好了 放在厨房里面了 自己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穿上睡衣 李恒简单地洗漱一番 将早餐端了出来 一边吃着早餐 李恒一边查看 昨天晚上自己的奖励 昨天晚上太忙了 没有抽出时间了 正好今天早上 一边吃早餐一边看 居然有两份奖励 李恒嘴角露出了笑容 喃喃地说道 看来老爹 最近事业进行得很顺利 如此我就放心了 将第一份奖励领出来 李恒的表情 顿时严肃了起来 第一份奖励是一份物品 看起来极为特殊的戒指 整条戒指是盘龙的状态 在戒指的正上方 镶嵌着一颗绿色的珠宝 很大 但看不出来是什么材质 李恒盯着看了半天 珠宝晶莹剔透 质量非常好 握着戒指感受了一下 李恒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不是普通的戒指 而是一枚储物戒指 如此外表反而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能力 将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 轻轻一抬手面前的物品就消失 心神一动 一挥手刚刚收起来的物品 又放了回来 李恒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 有的这东西 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多了 太方便了 把玩了一会儿之后 李恒游看向了第二个奖励 第二个奖励一个技能 看了一眼 李恒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上一次获得的技能 是夜游神的隐身 这一次的技能 依旧来自夜游神 名字为夜游神的分身 只要进入了夜晚 处于黑夜中 李恒就能够分出影子分身 分身的数量 由李恒的体力决定 原则上并没有上限 李恒眼睛一眯 果然是一个好技能 有了影子分身术 自己又能做更多的事情 想到这些 李恒快速地走到了落地窗前面 眺望着整个法拉盛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法拉盛警察局 你的早饭 爱德华将手中的咖啡和早餐 递给了卢克缓缓地说道 多谢 卢克将早餐接了过来 没打开早餐袋子吃汉堡 而是喝了一口咖啡 心满意足地输了一口气 昨天挨骂了吗 卢克转头看着爱德华说道 爱德华叹了一口气说道 早就想到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问呢 今天早上的新闻 你看了吗 卢克点了点头 将平板电脑拿过来说道 你说的是这个吗 无奈地摇了摇头 爱德华苦笑地说道 现在的新闻传递得太快了 咱们这边还没有接到消息 网上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没有办法的事情 卢克耸了耸肩膀说道 科技改变生活 将平板的播放键按一下 爱德华快速地看了起来 旁边的卢克将汉堡拿出来 咬了一口说道 与前几次的没有什么不同 死的依旧是黑帮头目 死因也与前面几次一样 全都是心脏被掏出来了 死前遭受了酷刑 爱德华抬起头说道 卢克点点头说道 那是必然的 身上有很多抓闹伤 也有很多刑讯逼供的伤痕 现场除了与上一次一样的痕迹之外 凶手也留下了自己的标志 黑猫硬张 爱德华转头问道 卢克点了点头 在平板上划了两下 将一张照片送到了爱德华的面前说道 就是这个 网友拍的 照片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图案 用鲜血化旧的红色圆圈 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猫头 猫的两只眼睛散发着绿色的光芒 十分的诡异和阴暗 网上怎么评价 爱德华又问道 将最后一口汉堡 塞进自己的嘴里 卢克笑着说道 没有什么稀奇的 大部分人都支持猫女 甚至他的粉丝已经在为他的行动欢呼了 有人扒出了死者的黑帮身份 将他的罪恶公布于众 这些人自称是猫女后援会 要帮猫女上后 甚至传递各种各样的消息 咱们的人有收获吗 爱德华问道 咱们派人打进去了 卢克苦笑着摇头说道 但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线索 这些人全部都是自己聚集在一起的 全部是对猫女的崇拜者 我们在内部查找了很长时间 没有发现猫女的踪迹 显然猫女并不在他们内部 跟他们甚至没有什么交流 线索又断了 爱德华叹了一口气说道 有负面评价吗 怎么可能没有 有人说猫女是法外狂徒 黑帮即便该死 也应该有法律制裁 不应该私刑杀人 卢克笑呵呵地说道 后面你就不会想听了 不用听我也能猜到 爱德华摇了摇头说道 对着爱德华竖了一个大拇指 卢克说道 这样的论点根本站不住 被很多人给喷了 他们大多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警察 如果警察有能力 就不会有黑帮 猫女是在承恶洋洋善 警察不作为 如果报警有用的话 怎么还会有黑帮 卢克翻动的平板 一条条地把评论读了出来 爱德华摆了摆手 叹了一口气说道 行了 不用说了 我现在头更疼了 我都能想象我上司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 习惯了就好了 卢克笑呵呵地说道 这玩意儿怎么习惯 爱德华无语地说道 简单 看漫画 卢克耸了耸肩膀说道 你看看超级英雄漫画中的警察 他们有戏份吗 他们没有戏份 他们没有戏份也就算了 他们还要背锅 每一次 他们都是姗姗来迟 出场喜地 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 你想想 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相信 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的 爱德华打了一个冷战说道 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我不要过那样的日子 那就努力 拍了拍爱德华的肩膀 卢克笑着问道 和平饭店的事情 你查得怎么样了 我还真查到了 爱德华眯着眼睛说道 我联系了地下世界的线人 关于和平饭店的事情 最近在地下世界已经传风了 吸引了很多地下世界人的注意 说来听听 卢克抬起头问道 沉引了片刻之后 爱德华沉声说道 非要形容 和平饭店 类似于游戏中的安全区 任何人都可以住在那里都可以 在那里进行交易 只要进入和平饭店 人身安全就会得到绝对的保证 无论是谁都不可以 在和平饭店动用武力 不可以在和平饭店杀人 如果谁犯了和平饭店的铁律 和平饭店就会报复 至于和平饭店的实力 你看看最近那些案子就知道了 真是和平饭店做的 卢克皱着眉头追问道 没人知道 地下世界这么传 可表面上和平饭店却不承认 爱德华叹了一口气说道 除此之外 和平饭店还可以为客人提供一切服务 只要客人需要 他们什么都能为客人提供 你听好了是一切 爱德华语气之中 带着几分嘲讽地说道 语气比美国政府都大 幕后老板是谁 查得到吗 卢克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可能查得到 爱德华摇了摇头说道 和平饭店的拥有者 是一家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的拥有者 构成非常的复杂 十几家公司联合成立 我们分别查了十几家联合公司 发现背后的交叉持股更为复杂 爱德华自嘲地笑了笑说道 做得很隐蔽 很难查 原来如此 卢克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没有一点好消息吗 还是有的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上面已经批准了 为我们增加人手和装备 应该算是最近唯一的好消息了 电话铃声响起 打断了两个人的对话 卢克拿起电话说了两句之后 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 挂断了电话之后 卢克转头看向了爱德华说道 视频中的杀人现场找到了 不用说 肯定被破坏殆尽了 爱德华无语地说道 卢克耸了耸肩膀笑着说道 你早就应该想到了 猫女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爱德华忍不住抱怨道 那些人怎么想的 他们粉的可是一位杀人犯 正义的杀人犯 卢克笑着说道 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正义杀人犯 爱德华瞪了一眼卢克 美好气地说道 猫女的粉丝越来越多 我们的事情就越来越难办 每次猫女作案之后 案发现场被发现 发现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打给警察 而是打给猫女后援会 谁让人家给的钱多呢 卢克叹了一口气说道 猫女后援会的人去了之后 第一时间就会破坏现场拍照片 然后上传到媒体 等我们去的时候 什么都找不到了 爱德华愤怒地说道 让我们怎么破案 或许我们可以像漫画中那样 将一个好人的死亡 栽赃给猫女 以此来破坏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卢克拉开车门 笑着对霍华德说道 美好气地白了一眼卢克 霍华德说道 我们就成了反派的英式 无论是在漫画里 还是在电影里 我们这样的反派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那就只能忍着了 卢克发动的汽车道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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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华德大骂了两声 车子动了 法拉圣和平饭店 李恒将手中的平板 随意地放在桌子上 伸手摸了摸自己怀中的黑猫 笑呵呵地说道 你的仆人 最近好像闹了很多动静出来 黑猫甩了甩尾巴 仰起头说道 我懒得管 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 他的实力越来越强了 你有没有什么让他做的事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我没什么事情让他做 那可挺遗憾 黑猫低下了头说道 竹青帮住地 屋子里面的气氛很沉闷 大家都在抽着烟 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陈豪坐在椅子上 手里面把玩着一把指甲刀 轻轻地为自己捡的指甲 他对面已经有好几把椅子空出来了 龙头张康坐在主座上 脸色非常难看 你们没收到一点消息吗 龙头张康 抬起头扫过众人道 大家都沉默了下来 没有人开口 也没有人抬头 谁都不敢面对龙头张康的目光 生怕被龙头张康给盯上 陈豪 你也没收到消息吗 龙头张康转过头盯着陈豪说道 我能收到什么消息 陈豪探了探手说道 我尚未才多长时间 视力又这么小 认识的人也不多 当然收不到什么消息了 在场的都是老前辈 每个人都手腕通天 在法拉盛混了这么多年 认识的人也多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收到吗 你少是阴阳怪气的 三胖子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指着陈豪大声地说道 我看就是你勾结外人下的手 喂的就是龙头的位置 你有证据吗 陈豪冷笑了一声说道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我入帮之后 对帮派的贡献有目共睹 上一个乱说话的还是泰山 人都没了 你也小心点 龙头 看到没有 这就是证据 三胖子指着陈豪说道 就是他干的 泰山也是他杀的 呸 陈豪催了一口面无表情地说道 要是我干的 我第一个就杀了你这个蠢货 我留了你在这里 都拉低了我们竹青帮的智商 够了 张康一拍桌子说道 联系一下和平饭店那边 我要和他们谈一谈 是 龙头 张康身后站着的人 恭敬地答应道 出了青竹帮 陈豪上了车 脸上的表情有些阴沉 拿出了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陈豪道 张康要找和平饭店谈一谈 知道了 电话那边 一个低沉的声音 挂断电话 陈豪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笑着说道 走了 回去 现在路上很危险 赶快回去睡觉 才是最安全的 是 大哥 小弟答应了一声 发动的汽车 不远处 三胖子盯着陈豪的车 脸色阴沉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是陈豪干的 可是三胖子心里面 有一种直觉 事情就是陈豪干的 三胖子低着头 对身边的小弟说道 找人跟着陈豪 我就不信 他不会露出破绽 知道了 小弟轻轻地点头说道 碰 一声巨响 小弟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自己身边的三胖子身上 就溅起了鲜血 喷了自己一脸 差点没呛到他 三哥 小弟大声地呼喊 周围涌上了一群人 快速地将三胖子围在了中间 三胖子躺在地上 胸口喷涌着鲜血 目光之中 露着不敢置信的神情 整个人抽搐得很快便没有了气息 张康得到消息之后 脸色异常难看 自己的手下 在大门口被人枪杀了 找到人了吗 张康压抑着怒火问道 没找到 手下摇了摇头说道 对方使用的是远距离狙击 我们的人发现并找到对方的时候 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没留下一点痕迹 碰 狠狠地将龙头棍在地上戳了一下 张康大声地说道 欺人太甚 打电话把刚刚走的人全都叫回来 告诉他们 我有事情要和他们说 是 老大 手下答应了一声 去打电话了 很快所有人都转了回来 不过陈豪却迟迟没到 张康抬起头看着手下问道 陈豪跑哪里去了 手下脸色有些难看的 跑了过来说道 我给陈豪打电话 他说路上太危险了 他不敢出了 他要回他自己的地盘躲着 混蛋 张康咬牙切齿地说道 手下脸色变换了 几下压低了声音说道 刚刚有消息送过来 陈豪手下快速出动 已经去了三胖子地盘 用不了多久能把三胖子的地盘给占了 谁让他干的 张康转过头 目光恶狠狠地说道 手下有一些尴尬 没有开口说话 还能是谁让他干的 他自己让他干的呗 上次泰山死的时候 他就先动手 把泰山的地盘和人手收过去 正是因为如此 帮派里面才有那么多人怀疑他 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张康咬着牙说道 如果他不来 你告诉他 我当这件事情是他做的 所有人一起先把他给做掉 是 老大 手下一脸严肃地说道 还有一件事告诉他 停止吞掉三胖子的地盘和人手 否则一样打掉他 张康抬起头说道 不要以为我下不去手 手下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屋子里面其他人坐在凳子上 脸上的表情都有一些难看 这些日子 自己身边死的人太多了 一个个死的 一点线索都没有 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干的 想报仇都没办法 关键是还在死 谁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自己 老大说的三胖子的地盘和人手 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 找不到幕后黑手 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占领地盘和人有什么用 这件事情肯定和陈豪有关系 一个人抬起头道 跟他没关系 他怎么有心思去收地盘去抢人 行了 先别说了 张康沉生说道 等人到了再说 众人无奈 也只能点头陪着老大一起等 时间过得很快 太阳很快就落山了 屋子里面的灯也点了起来 众人有些不耐烦的 看了看时间 张康眉头一皱说道 看来我这张老脸是没用了 行了 都回去准备准备 既然你们说事情和陈豪有关系 那咱们就把它先给做了 不合适吧 老大 陈豪迈着大步从外面走进来 脸上带着一场灿烂的笑容说道 我已经来了 只是路上堵车来晚了而已 用不用这么大洞耽搁 张康脸色阴沉不定 指了指椅子说道 坐下说 多谢老大 陈豪拉开椅子 笑着点了点头 一屁股坐了下来说道 把你们找来 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事情 张康的目光扫过了所有人说道 三胖子被杀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碰 话还没说完 门口外忽然响起了枪 声音很低 对方明显加装了消音器 一枪之后 枪声并没有停止 喷喷喷声不绝于耳 显然对方打空了一个弹夹 屋子里面瞬间就乱了 有人冲向门口 有人反手掏枪 有人往桌子下面钻 还有人惊恐地尖叫 乱成了一团 陈豪坐在椅子上一动没动 嘴角露出了疯狂的笑容 张康的身上不断迸发出血 子弹射进他的上半身 击穿了他的胸口腹部 鲜血飞溅 他的身子向后倒了下去 连椅子也倒了下去 老大 陈豪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呼声 冲向了张康 乱把扶住了椅子 陈豪看着张康口吐鲜血的样子 低着头 脸上露出了笑容 咬着牙说道 早就跟你说过了 把位置传给我 你偏偏舍不得 现在好了 命都没了 你 张康伸出手指着陈豪 一边说嘴里一边吐血 乱把握住了张康的手 陈豪大声地说道 老大 你说什么 老大 让我接任 好 不 老大 你不会有事的 好好 老大你放心 陈豪用力地点着头说道 在你治疗的这段时间 我一定替你主持好大局 你放心 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会保住竹青帮 张康瞪着陈豪 脑袋歪到了另外一个 死了 眼睛瞪那么大 干什么 陈豪嘀咕了一句冷笑着说道 死不瞑目吗 有什么用 死了就是死了 伸出手将张康的眼睛合上 陈豪站起身子 一脸悲愤地说道 老大死了 老大 其他人也惊呼出声 表情却不一样 没去看他们 陈豪将张康的尸体 抱到了旁边放下 满是鲜血的凳子 被他拎到了一边 伸出手拿出了手帕 擦了擦自己的手 然后扔到了地上 将自己的凳子拎了过来 放在了老大的位置上 陈豪缓缓地坐了下去 陈豪 你干什么 有人不满 大声地呵斥地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兽猴 陈豪看了一眼对方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身材矮小 而且很瘦 头很大 额头突出 眼睛也鼓鼓着 正因为如此 才有了兽猴的称号 我干什么 陈豪抬了抬眼皮说道 老大的一言 你没听到吗 老大临死前说了 他死了以后 竹青帮交给我打脸 现在我来做这个龙头 谁赞成谁反对 屋子里面一瞬间没了声音 众人都有些犹豫 互相看了看 在场的人都知道 陈豪心狠手辣 做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底线 大家也都怀疑 这段时间杀人的事情 就是他干的 问题来了 如果他当了老大 还会不会搞暗杀 他不搞暗杀 自己是不是就安全了 自己是不是就不用死了 屋子中的人神情各异 全都在琢磨着 兽猴一拍桌子 大声地说道 陈豪 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 没人知道 咱们帮派里面 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全都是你杀的 老大也是 你找人干掉的 你想踩着老大的尸体上位 我告诉你 我第一个不同意 你要敢这么做 我就带着兄弟们打你 是吗 陈豪抬起头 看着兽猴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砰砰砰 三声枪响 兽猴满脸地不敢置信 他转回头 看着自己的身后 平日里非常信任的小弟 手里面握着枪 显然是他开的枪 兽猴低头 看向自己的胸口 鲜血缓缓地流淌出 你 我 兽猴指了指陈豪 又指指自己 没等他说出话来 一头栽倒了下去 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 敢指责龙头 兽猴的小弟 向前走了一步 大声地说道 罪该万死 龙头 我已经将咱们的叛徒干掉了 陈豪大笑地站起了身子 伸手拿出一根雪茄 扔给小弟说道 很好 做得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回老大 我叫包牙 兽猴的小弟 连忙低头道 很好 包牙 我就欣赏你这样的年轻人 有冲劲 敢想敢干 好好做 是有前途 我看好你 陈豪笑呵呵地说道 多谢老大 包牙笑呵呵地 接过了雪茄说道 满意地点了点头 陈豪的目光 扫过剩下的所有人说道 现在我问一遍 我陈豪有没有资格 坐这个位置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又看了看兽猴的尸体 连忙大声道 豪哥当然有资格做龙头 除了豪哥之外 我谁都不服气 对对对 豪哥就应该做龙头 龙头 陈豪翘着二郎腿 大声地笑了起来 这一刻他志得一满 和平饭店顶楼 李恒走进屋子 念无表情地 换掉了身上的衣服 伸手将换掉的衣服 收进了储物戒指 有了储物戒指 做什么事情都方便 脉步走进浴室 李恒快速地洗了一个澡 记着浴巾走出浴室 李恒拿出了电话 拨通了周静如的号码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周静如语气 有些兴奋地说道 陈豪那边搞定了 李恒一边照着镜子 一边说道 你们两方都搞定了 下一步可以开始了 我这边会配合你 周静如兴奋地说道 太好了 我早就等不及了 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晚上 李恒看了一眼日期说道 明天晚上就是平安夜了 是个好日子 平安夜行动 取一个好兆头 没问题 听你的 周静如笑呵呵地答应道 平安夜 法拉圣警局 爱德华挠了挠头 表情有些烦躁地 从外面走了进来 将手里面拎着的汉堡 递给卢克说道 局里面没有人手了吗 你也知道这样的日子 怎么可能有人手 卢克接过汉堡摇了摇头 说道 出事了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刚接到的报警 法拉圣发生了枪击案 这算什么事 卢克笑着说道 不要说今天是平安夜了 平常的日子里 法拉圣不也会发生枪击吗 尤其是最近 枪击特别多 太多了 爱德华皱着眉头说道 根据街道的报案 同时发生的枪击案 有武器 死的是谁 卢克抬起头 表情严肃地说道 全是日本黑帮的人 爱德华表情难看地说道 日本黑帮 卢克放下了手中的汉堡 说道 和平使者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就是他 现场都发现了和平徽章 事情大了 卢克皱着眉头说道 以前都是单独行动 只杀一个人 现在居然群体行动 同一时间击杀五个人 他们要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爱德华无奈地说道 我只知道 我没有分身术 不可能同时赶到五个地方去 警察局人手又不够 怎么办 只能选一个地方 卢克狠狠地咬了一口汉堡说道 走吧 爱德华点了点头 拿起警符 转身向外走了 出去刚走两步 电话就响了 伸手接通了电话 爱德华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挂断了电话 爱德华转头对卢克说道 和平使者又动手了 又是三起枪击案 死者还是日本黑帮 日本黑帮得罪他 卢克语气之中 带着嘲讽地说道 肯定比弯弯黑帮得罪得很 不然不可能死这么多人 你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爱德华眼睛一亮 连忙拿出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真的 我知道了 说了几句之后 爱德华一脸激动地挂断了电话 转头看着卢克说道 我觉得我好像找到 和平使者的线索了 真的 卢克一脸兴奋地说道 爱德华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真的 先去现场 回来我再和你说 好 卢克用力地点头 将最后一口汉堡塞进了嘴里 与爱德华一起向外走了出去 法拉圣 和平饭店顶眸 李恒站在落地窗前 面无表情地看着脚下的法拉圣 法拉圣灯火通明 今晚的法拉圣注定是不平静的 很多地方都响起了枪声厮杀声 李恒还听到了爆炸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搞这么疯狂 也就只有李恒了 看了一眼响起来的电话 李恒打起来 电话那边传来了周静如 有些急切的声音 陈豪这么搞没有问题吗 他怎么了 李恒语气平淡地说道 他闹出来的动静太大了 周静如语气之中 带着担心地说道 一辆车开进了日本黑帮的驻地 爆炸了 李恒眉头一皱 果然是陈豪搞出来的 在美丽间搞点枪击 算不上什么大事 你不搞别人也会搞 警察那边也不会太放在心上 无非就是枪击而已 每年几十万人死于枪击 又算得了什么事呢 只要不是大规模枪击案 不在学校算不了什么 可爆炸案不一样 发生爆炸 就会让美国人 将案子和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 就会让美国人想到911 这是他们敏感的神经 不能触碰 一旦闹大了 就会引起警察的反弹 沉淫了片刻之后 李恒笑地说道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其他的事你不用管 陈豪喜欢 让他去做吧 周静如有些担心地说 他不会牵连到你吧 李恒冷笑了一声 语气之中带着几分不屑地说道 他倒是想牵连到我 可惜 不可能 你安安心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我知道了 周静如声音平稳了很多 挂断了电话 黑猫走过来 跳到了李恒的肩膀上蹲了下来 一边甩着尾巴一边说道 你真的不管了 他可是你的血骨 摇了摇头 李恒笑着说道 我有些担心我自己 怎么了 黑猫转过头 疑惑地说道 我担心自己像陈豪一样 沉迷于力量了 李恒叹了一口气说道 没有了畏惧之心 人一旦失去了畏惧之心 太容易出事了 黑猫甩动的尾巴都停了下来 诧异地看着李恒 怎么了 这么看着我 李恒伸手摸了摸黑猫的脑袋 笑着问道 你居然担心沉迷力量不可自拔 黑猫甩动的尾巴继续说道 陈豪才是沉迷于力量不可自拔 刚刚有一点点力量 就什么事情都敢做 你恰恰相反 有了力量 依旧什么都不敢做 黑猫甩动着尾巴 一脸不屑地说道 我要是你 我早出去干大事了 李恒笑了 拍了拍黑猫的脑袋说道 你想干什么大事 当然是掀起大乱 然后趁机征服全人类 黑猫抬起自己的爪子 激动地说道 我就是地球的主人 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奴仆 李恒笑了 果然每一只猫 都有征服世界的欲望 以前李恒就在网上说过 猫和狗是不一样的 狗是把人当成他的主人 所以狗非常的忠心 猫不一样 猫是把自己当成主人 把人类当成奴仆 猫主则是在让你伺候它 不开心了 它就会跑了 根本谈不上忠诚 现在看黑猫的样子 李恒觉得传言不虚 法拉圣警局 忙碌了一晚上的爱德华和卢克 从外面走了进来 坐到了座位上 爱德华将吃的人给卢克说道 忙了一晚上 先吃 吃完咱们再说 卢克有气无力地 接过吃的 点了点头 天黑之后 两个人就开始忙碌 一直忙到了现在 马上天都要亮了 肚子饿得不行 也疲惫得不行 再不吃东西 真的没力气了 喝了一口咖啡 拿出汉堡咬了一大口 什么时候能不吃汉堡 卢克摇了摇头 一脸无奈地说道 我想吃烤肉 我想吃大餐 我不想吃汉堡 说着又狠狠地咬了一口 结案了 我请你吃大餐 爱德华笑着说道 墨西哥烤肉怎么样 我是黑人 卢克瞪了一眼 爱德华说道 我不要吃墨西哥烤肉 你不吃墨西哥烤肉 和你是黑人有什么关系 爱德华没好气地说道 那就中东烤肉 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中东烤肉 卢克点了点头说道 希望尽快能吃上 你要对我有信心 爱德华拍了拍胸脯说道 将最后一口汉堡塞进嘴里 卢克拿起咖啡 喝了一口说道 好 我对你有信心 现在说说 你的破案思路在哪里 没问题 爱德华点了点头 站起了身子 走到了白板的前面说道 今晚去现场之前 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从受益者的角度出发 是不是能够找到线索 卢克眼睛一亮说道 你找到受益者了 我们被案子的表象迷惑了 爱德华没有回答卢克的问题 而是在白板上花了一个圈 说道 有遗失的杀人 没有丝毫线索的杀手 这一切将我们引导骗了 整件案子其实很简单 就是帮派之间的仇杀 爱德华用力敲了敲白板的说道 就是在抢地盘 没有什么不同 卢克张着嘴说道 现在黑帮都搞得这么高大伤了吗 我原本也不相信 爱德华无奈地说道 现在我相信了 第一批死者来自竹联邦 他们死了之后 发生了什么 救人死了 肯定有新人要上位 卢克他的贪手说道 理所应当的事 笑着点了点头 爱德华说道 正是如此 从旁边拿过来一张照片 放在了白板上 爱德华敲了敲照片说道 陈豪 现在竹联邦的老大 所有人死了之后 他坐上了老大的位置 这是他的资料 爱德华将一份资料扔给卢克说道 你看看 很有意思 伸手将资料接了过来 卢克翻了一遍 抬起头挑了挑眉毛说道 今年刚刚上位 以前只是街上的一个普通混混 还有几次盗窃被抓的记录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你往后看 他尚未是因为干掉了自己的老大 接手了老大的人马和地盘 卢克抬起头说 有人在背后支持他 爱德华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如此 你看整件事情 是不是连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有没有看出些什么 卢克站起了身子说道 原本支持他当上老大的人 现在支持他坐上了青竹帮老大 陈豪已经杀了自己的老大上位了 不能让他再杀老大 所以支持陈豪上位的人动了手 没有让陈豪杀人 没错 杀人的是和平杀手 要么陈豪背后的人认识和平杀手 要么他背后的人就是和平杀手 你觉得哪种情况最有可能 爱德华笑着说道 我不知道 两种都有可能 卢克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也这么觉得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只是我们暂时没有证据 不过也不着急 我们现在有了陈豪这个口子 只要继续撕下去 肯定能够找到线索 我也这么认为 卢克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确定了这件事情之后 后面的事情 我们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你说的没错 爱德华指了指 白板上的日本黑帮说道 现在死的是日本黑帮 我已经在反黑组那边问过了 陈豪仿佛提前得到了消息一样 平安夜 日本黑帮死了很多头目 青竹帮行动最快 抢的地盘也最多 除了竹青帮之外 还有其他人吗 卢克想了想问道 有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华青帮也动手了 不过要晚一些 除此之外 东南亚几个帮派 也有下手的痕迹 只不过都是小打小闹 卢克摸了摸下巴说道 华青帮和日本帮派本身就不合 从时间上来看 他们应该是 得到了日本帮派高层 被杀大乱的消息 才动得手 其他的帮派也一样 跟在后面喝口汤罢了 没错 伸手敲了敲白板 爱德华大声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我们盯死成好就可以了 只要盯住他 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幕后之人 太好了 卢克松了一口气坐下来说道 我们终于找到线索了 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 今天晚上喝一杯怎么样 爱德华笑呵呵地说道 也好 放松一下 好久没有轻松一下了 当然没问题 卢克点了点头说道 只是平安夜晚上发生了这么多案子 死了这么多人 你确定你 还有心情喝酒 有了这个消息 上面就别想骂我 爱德华耸了耸肩膀说道 卢克点了点头 他也明白 爱德华这话的意思 平安夜晚上发生的枪击案 很严重 死了很多人 同样很严重 平安夜黑帮发生了枪击案 死了很多黑帮分子 那就不严重 上面的人知道了 也不会说什么 甚至不会批评他们什么 他们还发现了线索 上面的人只会告诉他们干得不错 尽紧快方案 对于美国警察来说 事情就是这么办的 对于法拉盛的老百姓来说 暗中的事情和他们没关系 虽然枪击案发生了很多 死了很多人 警车总是不断地响 但对他们其实没什么影响 反倒是街上的混子少了 日子好过了不少 原本那些文质身摇摇晃晃 到处收保护的 吃饭不给钱的都不见了 让很多摊贩都松了一口气 在知道死了很多黑帮成员之后 老百姓表面上没什么反应 回过头就自己炒两个菜 烫上一壶酒 喝两杯 庆祝一下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人扎死了活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拉盛居然逐渐地安稳了下来 法拉盛 和平饭店 顶楼 周静如从后面抱着李恒的腰 笑着说道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日本黑帮损失惨重 我们占了他们大部分的底盘 现在他们已经龟缩起来了 李恒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似乎没放在心上 接下来做什么 周静如抬起头问道 停一停 李恒想了想之后说道 动静太大了 已经引起了FBI一些机构的注意 现在什么都不做 是最好的选择 笑着点了点头 周静如说道 我能停 陈豪能停吗 转过头看了一眼周静如 伸手捏了他的鼻子一下 李恒笑着说道 不要试探我 能告诉你的 我会告诉你 不能告诉你的 你也不能问 我知道了 周静如撒娇一般地说道 我就是想知道 你能不能控制住陈豪 再闹下去 我怕被他牵连 放心吧 没问题 李恒笑着说道 这就好 周静如轻轻地点了点头说 这些日子 不少人都在找你 李恒看着周静如说道 周静如点了点头说道 竹青帮的龙头死了 陈豪上位 日本黑帮又死了那么多人 地盘又大部分 都被陈豪给吞了 现在很多帮派都担心 他会继续坐下去 早上我是希望得到庇护 墙头草 随风倒 李恒冷笑了一声说道 不是当初他们对付 华青帮的时候了 我都听你的 周静如笑着说道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李恒冷哼了一声说道 犯错的人就要受惩罚 让他们交钱交地方 从今往后法拉盛 我要说的算 我知道了 周静如抬起头 迷妹一般地看着李恒 今天不行 李恒摇了摇头 拍了拍周静如的背影说道 我等一下要出去 有事情要做 这么晚了 还有什么事情要 周静如抬起头说道 有我能帮得上忙吗 小事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不需要你帮忙 我帮你歇歇活 抬起头 周静如舔了舔嘴唇说道 李恒眉毛一挑 轻笑着说道 你还会这个 那可不 我是多才多艺 关键是我会练习 周静如摇了摇嘴唇 缓缓地蹲了下去 两久之后 李恒舒服地吸了一口气 周静如站起身子 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娇媚地白了一眼 李恒说道 既然你有事情 我就不留了 什么时候需要我了 给我打电话 李恒笑着点头说道 你放心 我会的 拜拜 目送着周静如离开 李恒整理了一下衣服 朝着楼下走了下去要 一边找一边难难地道 要得这么急 老爹究竟要搞什么呀 纽约 法拉圣 库房 自从有了储物戒指之后 李恒已经很少到这里来了 物资还在继续往这里送 李恒只需要过一段时间 来这里一趟收一些物资 到具储物戒指里面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到这里来 是因为父亲要的货 需要配货 拒绝周静如是因为自己答应了父亲 今天晚上传送 不能耽误时间 对于和老爹的约定 李恒一直都很在意 时间一点不耽误 一旦晚了 老爹就会以为自己这边出了什么事了 为了不让老爹担心 李恒养成了准时的好习惯 一样一样地挑选 一样一样地准备 两个月的时间 老爹攒下了两万系统点数 可以换两吨的物资 大部分要的还是盔甲 30斤一件的盔甲 老爹一次要了100件 1.5吨的重量就没了 剩下的0.5吨 李恒给老爹换了六门迫击炮 重量0.3吨 剩下的0.2吨 换了15枚炮弹 李恒的佩服武器研发的人 迫击炮5公斤 炮弹1.3公斤 准备好了之后 李恒开启了传送 大鸣 宣服 赤城 新军所 看着眼前闪动的光芒 李刚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光芒散去 东西出现在李刚面前 他搓了搓手 兴奋地走了过去 伸手摸了摸盔甲 又伸手摸了摸排击炮 爱不是手 100件盔甲 算上之前的自己 现在能够组建一只300人的重骑兵了 有了这300人的重骑兵 自己就能干很多的事情了 伸手拍着拍拍击炮 李刚的笑容更大了 欢喜了片刻之后 李刚伸了一个懒腰 转身向外面走了出去 白天忙了一天了 现在又忙活到大半夜 真的累了 回去睡觉 日出东方 阳光洒在院子里 暖洋洋的 冬日的阳光 总是格外让人珍惜 今天天气不错 没有北风 李刚起来之后 在院子里面打了一趟拳法 微微见汗之后 才和老前头一起吃饭 咱们的钱还够吧 李刚喝了一口米粥 吃了一口咸菜说道 够 老前头笑呵呵点头说道 这个月的俸禄发下去之后 咱们的存盈 还够支撑几个月 倒是里面不太多了 怎么回事 李刚抬起头说道 老前头苦笑着说道 入了冬了 交通不便 老百姓想吃粮食 城里面粮食涨得厉害 当兵领俸禄的时候 全要粮食 拿出去卖 还能赚一笔 李刚皱着眉头说道 城里面的粮食涨得厉害 百姓没饭吃吗 有商人囤积居齐 老前头连忙摇头说道 没有 大人 对于自己家大人的脾气 老前头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让大人知道 城里面有商人囤积居齐 敢坑害老百姓 让老百姓没饭吃 大人能带着兵 上门把家给抄了 不要觉得 这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要觉得不讲王法 新军所是军阵 军阵讲的是军法 用李刚的话来说 军阵就是养兵打仗的地方 所有一切事情 不要为养兵 为打仗服务 谁敢坏了这一宗旨 谁就是罪人 需要军法处置 让军阵的百姓吃不上饭 就是让军阵的军人吃不上饭 让军阵的军人吃不上饭 致你一个囤积居齐 都是轻的 应该致你一个通敌叛国 大人 你也知道 老前头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家家户户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积蓄 更别提粮食了 能有口饭吃 还是宁带他们种土豆的原因 李刚点了点头 示意这件事情 自己知道往下说 入了冬 大家天天吃土豆 老百姓也够 家上没有肉食 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 家里面也就想吃点米面 老前头苦笑着说道 李刚沉淫了片刻之后 点了点头 这一点他明白 这些日子 大人一直在招兵 一万人马跟着大人吃俸禄 不说家家有人当兵 至少七八成 都有人在大人这里当兵 领回去的米面 又惹人眼馋 百姓就更想吃了 原本没钱也就罢了 当兵领回去的俸禄 家里就有了一点钱 再加上大人怕百姓 没有钱不好过活 炼铁厂裁缝铺那边 一直在招人 婆娘出工也能挣钱 家里有了收入 百姓自然就想吃好的 几条因素结合在一起 米面就自然涨价了 李刚抬起头想了想 心里明白了 说白了 百姓都宽裕了 想要吃好的 有点肉也可以 可惜没有 只能吃点米面 但米面供应也不足 如果不是冬天 或许还好一点 这里毕竟是边塞 牛羊肉是不缺的 即便不能出去抢 百姓家里也可以养一些 吃草就可以了 又吃不了太多粮食 大冬天的 哪去弄牛羊肉 难不成从儿子那 搞点猪肉 想了想 李刚就摇了摇头 系统点数这么珍贵 不是这么用的 抬起头看着老前头 李刚笑呵呵地问道 你有什么办法 我没办法 老前头苦笑着说道 天寒地冻 大雪封门 派人出去打猎 都打不着 实在没办法 要不抓点鱼 李刚抬起头说道 大人 河都封上了 去哪里抓鱼 老前头苦笑地说道 李刚眼睛却越来越亮 谁说冬天就没办法抓鱼了 他想起了后世的东部 不一样是大冬天 不一样是在湖里 人家能搞 为什么自己不能搞 自己旁边就是白河 后世白河水库 距离自己这里就不远 虽然不是什么大河 但河面也有十几米宽 水深的地方也能行船 这么大的河 现在的自然环境 你要说没鱼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能抓上来多少 想了想 李刚就决定带一队人马过去看看 能补多少算多少 让军队冬天有个活动也好 抓点鱼 自己炖点汤 回头再拿家里去给百姓 也改善改善生理纲 看着老前头 笑呵呵地说道 老前 咱们商量点事啊 大人 能不商量吗 老前苦笑着说道 看大人的样子就知道了 肯定是有什么差事交给自己 而且还不是什么好差事 老前头很无奈 当然不行 李恒瞪了一眼老前头 笑呵呵地说道 马上钓一些人手过来 最好是 有过捕鱼和接往经验的 咱们要弄点网打鱼去 老前头有些无奈 但大人的话 还是要尊重的 吃过饭之后 老前头就去找人了 外面的人一听说 大人大冬天的要捕鱼 脸上的表情都很精彩 但没办法 只能听话 人到了之后 李刚开始教导他们 节冬捕网 因为是冬天捕鱼 要冰夏走网 与夏天肯定不一样 所以 节网的方式也不一样 李刚以前看过一些 多多少少有些记忆 结合老将人的手艺 慢慢尝试 鼓到了六七天之后 终于把网给弄出来了 大冬天没事 军队也由一天一操 改为了三天一操 除了巡逻和 每天例行的活动之外 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着 听说李刚要去捕鱼 大家都跑来凑热闹了 韩正骑着马 一副兴奋的样子 甚至还背了一个篓子 自己说 要背一篓子鱼回去 给他的儿子女儿尝一尝 早上出来的时候 已经答应他们了 惹得周围的人一阵嘲笑 韩正也不在意 李刚走在队伍中央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来了这么多人 能不能抓到余仙不说 光是这种气氛 就已经很好了 陈川走在李刚的身边 脸上的笑容也没断过 看了一眼自己的得力手下 李刚眉头微皱着说道 你怎么回事 距离咱们俩上次见面 还没过去一个月吧 陈川一愣 自己做错什么事了 连忙低头说道 大人的意思是 一个月没见你 怎么瘦成这样子了 李刚没好气地说道 看看你的眼窝都渗陷了 黑眼带这么大 熬了多久的夜了 见李刚关心自己 陈川心中感动 连忙说道 没办法呀 大人 时间紧任务重 您要求明年初春之前 要打造出三千支枪 我只能勉力维持 陈川说这话的 未免没有诉苦的意思 在陈川看来 李刚的手下 已经很强大了 达子打过来 也不会打败仗 上一次 来了那么多蒙古人 不还是一战而胜吗 这么着急 打造这些军线 完全没必要 有时间有人守 慢慢打也就是了 何必这么着急 一来质量很难保证 二来材料供应也很紧张 很难办 李刚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但是你要勉为其难 有一点你要记住 身体不能搞坏了 以后我还要你做大事 陈川苦笑想了想说道 大人下官 有一件事情能不能问 李刚看了他一眼 笑呵呵地说道 憋在心里很久了吧 陈川点了点头 又拍了拍陈川的肩膀 李刚笑着说道 我重用你 就是把你当自己人 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说 你看看韩正到我家 来蹭饭都蹭得理所当然 陈川无奈 他也知道大人对自己的好 入官场之后 他做的就是朝廷的官 一直以来面对上官 都是谨小慎微的态度 何时像韩正一样 即便大人放得下 自己一时半会也转变不过来 说说吧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本官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说 猜来猜去的才容易出问题 是 大人 陈川松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如此急切地招兵 如此急切地打造军械 是不是要整军备战 李刚笑着看着陈川道 这么想的 不止你一个人吧 陈川沉默地点了点头 除此之外 恐怕也没有别的事情了 打造军械整军 囤积粮草 本来就是作战之前的必要准备 的确是有一场大仗要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只是我还没有想好 要不要打这一仗 陈川一愣 略为诧异地看向了李刚 自从来到新军所之后 李刚给陈川的印象 就是知人善用 心胸宽广 做起事情来 非常的果决 如此犹豫 还是第一次见 大人有何顾虑 陈川皱着眉头说道 这一仗要出长城去打 李刚叹了一口气说道 陈川一下子就明白了 以现在李刚的实力 和他手下的心气 在长城以内打 哪怕是在野战 他们在气势上都不会输 甚至会更强 可如果除了长城以外 就不一样了 到了长城外面 天生就觉得自己没底气 没有根 总觉得自己会被人断了凉道 到了那个时候回不来 肯定饿死在草原上 军心不稳 气势降低 那都是肯定的 非打不可吗 陈川迟疑了片刻说道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如果不打这一仗也没什么 不耽误本官升官 也不耽误本官发财 可打了这一仗 本官就能改变一些东西 不知大人想改变什么 陈川抬起头问道 大明国运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大明国运 陈川抬起头 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 摇了摇头 李刚笑着说道 这么说或许也不准确 改的也未必是大明国运 而是改我华下民族气运 改我华下百姓未来 陈川目瞪口呆 半赏才回过神来 面露苦笑 大人 你这样的说法 比刚刚的说法还要大 还要让人吃惊和震惊 那就打 陈川咬了咬牙说道 如果损失惨重呢 李刚笑呵呵地看着陈川说道 把我积攒的这些家业 全都打光了 你也觉得也值得 如果真像大人说的那个样子 陈川咬了咬牙说道 值得 李刚没点头也没摇头 不置可否 大人 陈川面容严肃地叫了一声说道 如果此战关系 我华下民族气运 我愿提三尺剑何大人上战场 你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你一个文弱书生 怎么上战场 上战场干什么 有一份心 尽一份力 陈川面容严肃地说道 我上了战场不能杀敌 也能搬一搬箭矢 他们要杀我也要浪费一根箭矢 岳武木曾经说过 武将不惜死 文官不爱钱 到你这儿文官不惜死了 下官倒觉得 文官武将皆不爱钱 皆不惜死才好 陈川低头说道 关于明年要打的那一仗 李刚没有说太多 未卜先知的事情 他不准备干 现在说了 除了乱人心 没有其他的用处 大人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陈川点了点头说道 还是要顾好身子 李刚看着他说道 来日方长 这一仗如果赶得上 咱们就用火枪打 如果赶不上 咱们就换别的方法打 你的身子要紧 不能有差错 多谢大人关心 下官明白 陈川连忙低头道 两个人继续向前走 周围是一片欢乐 李刚的思绪却飘远了 飘到了明年准备的那一站 崇祯八年 这一年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朝廷依旧混乱 各地起义军依旧风起云涌 朝廷调兵马家派人手 四处围剿起义军 小兵川七更加严重 受灾的省份增多 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 毕竟明朝末年一直都这样 可在这些事情当中 隐藏着一件似乎并不起眼的事情 蒙古林丹汉死了 在林丹汉死后 他的妻子儿子带着他的部族 从青海回到了蒙古 皇太极命令多尔滚 带着一万多人马 逼降了林丹汉的妻子和儿子 林丹汉的儿子和妻子 向皇太极献上了传国玉玺 从此以后 纵横了几百年的蒙古帝国 彻底灭亡了 蒙古彻底归了后京 大明也彻底丧失了 长城以外的援军 没有人在为大明分散的注意力 后京开始全力对付大明 两国彻底进入对峙阶段 现在的明朝人 根本就不在意这件事情 林丹汉已经是一只锤死老虎 对大明根本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威力了 死了也就死了 当然了 这里面有大明 想帮也帮不上的原因 李刚却不这么想 如果能把林丹汉妻子 和他的儿子迎到大明 大兵就有了一杆棋 无论是分裂蒙古部族 还是将来在草原上作战 或者与后京作战将来收复蒙古 有这样一只人马存在 大明来说 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刚自然想偷一把 出长城 在草原上和多尔滚干一架 毕竟多尔滚没带多少人 仅仅一万多人马而已 自己手下人马也足够 装备也很精良 只是没有出过草原 没什么经验而已 李刚却不那么担心 出草原最大的问题 就是后勤补给 或者迷路了 回不来 对自己来说 后者根本不是问题 自己有指南针 有望远近 找上熟悉的向导 想要迷路都不太容易 后勤补给 自己也不担心 自己有儿子 存上两个月的系统点数再出发 一旦补给消耗完了 自己就从儿子那里获取 吃的 用的都能获取 即便在草原上 待的时间长一些 也无妨 如果这一仗打赢了 自己重创了多尔滚 一下子就能够打出威名 让草原上的蒙古人知道 大明朝人还能出来 能够震慑住后勤 除此之外 还能够把林丹汉的人马带回来 皇太极能够成立猛八旗 大明朝也能够成立猛军 以自己的手段恩威并施 李刚不相信自己收服不了他们 这一战可以正面与后勤八旗碰一碰 双方迟早要有一战 第一战未必能让自己选在什么时候 打在什么地方打 眼前双方人数相近 在草原上野战 或许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能打赢 就能够树立自己手下的信心 以后再面对后勤的时候 也不至于害怕 更不至于士气大将 无论从天时地利 还是其他角度考虑 这一战都应该打 大人 想什么呢 韩正走到李刚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问道 看了一眼韩正 李刚笑呵呵地 拍着拍韩正的肩膀说道 如果我和你说 年后我们要打一场大仗 你怎么看 打呀 韩正搓了搓手 一脸兴奋地说道 兄弟们都快闲出屁来了 有仗打下面的人 肯定很高兴 真的假的 李刚皱着眉头说道 当着大人 我怎么会说假话呢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上一次那一仗打完 虽然赏赐还没下来 但大人给的赏赐 可全都到了 立功的人 除了银子赏赐 也给他们升得关 手下统领的人多了 每个月的俸禄也多了 现在走起路来 都趾高气昂的 入冬以后买房子 娶媳妇 没人家的 门槛都快被媒婆踏破了 大人 您不觉得 最近这段时间城里面 办喜事的特别多吗 李刚一愣 抬头问道 还有这事 那可不 韩正大笑着说道 有钱的兄弟欢天喜地 买房子娶媳妇 没那么多钱的兄弟 看着能不眼红吗 大家都是等着打仗 等着挣钱 不怕牺牲吗 李恒沉吟了片刻说道 牺牲 韩正大笑着说道 大人 咱们都是边关的人 哪年打子不来 哪年不死人 不打仗 就不死人了 现在 我可以护着你了 李刚盯着韩正说道 守着城池不出去 就不死人 大人 韩正面容严肃地 看着李刚说道 您想的是不死人 我们想的是过好日子 没有钱 穷也是要死人的 李刚沉默了下来 他忽然想起了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 穷病 边疆物产不丰 老百姓过得不好 还总遭冰灾 打子一来就只能跑 跑一次家就空一回 有的人能回来 可有的人永远回不来了 李刚点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您就是想太多了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您要是真想不死人 您不应该琢磨 怎么不打仗 咱们本身就是军人 本身就是要打仗的 你要琢磨的 怎么打仗不死人 打仗不死人 李刚陷入了沉思 忽然间李刚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七纪光 他曾经创造过赫赫有名的战绩 拳肩敌人或者重创敌人 几方伤亡几乎为零 甚至是干脆为零 琢磨了一下 李刚笑了 七纪光能打出这种战损笔 自己能打得出来吗 七纪光靠天才的练兵能力 极致的指挥艺术 自己靠什么 后世的经验 军队带给自己的精神 还有自己最大的外挂 儿子 平静的白河边 忽然来了一大群人 浩浩荡荡的 牵着马赶着驴 凿开冰面开始下网 路边的枯树被砍倒了 火堆很快被点燃了 大火燃烧起来之后 一群人赶来了一群羊 这是干什么 李恒看着老前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吃烤肉啊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大人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城里的百姓没有肉吃 咱们还在这里吃肉 你于心不忍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物资供应不够 咱们也要省着点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大人的话我就不赞同了 咱们这里都是当兵的 他们本身就要吃肉 即便物资不够 也应该先保证他们 李刚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话是这话 可想到百姓吃土豆 咱们在这吃肉 心里边总是过意不去 大人说怎么办 老前头笑呵呵地问 也别吃烤肉了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留下两只羊 炖上两大锅汤 再弄两口大锅烙点大饼子 咱们中午吃羊肉抛饼子 好了 大人 老前头笑呵呵地答应道 剩下的羊也杀了 李刚想了想之后说道 让人弄到城里去卖 先卖给家里有劣势的 家里条件不好的 让他们白拿回去吃 钱找我算 剩下的也先由这军属买 如果再剩下 大人 剩不下了 老前头无奈地 看着自己家的大人 一共不到二十只羊 拉进城里面 很快就会被分干净了 怎么可能还有 很可能都不够那些 劣势家属分的 原因也很简单 大人为了照顾劣势家属 基本上都给他们家里人 安排了工作 他们是有自己的收入的 家里面也有自己的田地 生活条件是有的 如果遇到父母年纪大了 或者有病的 家里面条件不好的 大人每一个月 还会得发一些低保 给他们送肉也不要钱 怎么可能够分 行了 你去办吧 李刚笑着说道 点了点头 老前头笑着说道 好嘞 我马上就去 羊很快被杀了 大锅也架上了 有的人忙着活面烙饼子 有的人把杀好的羊扔进锅里 添上水 放上盐就开始煮 香味很快便飘散在了冰面上 大人 差不多了 第一网要上来了 韩正凑到了李恒的身边 大笑地说道 李恒的来点头说道 走 咱们过去看看 好了 大人 韩正答应了一声 转身在前面带路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上网的地方 李刚走过来拍了拍手 大声地对周围人说道 努力一些 多打点鱼 羊肉已经炖上了 大饼子也烙上了 等一会儿吃羊肉抛饼 多谢大人 众人跟着欢呼了起来 大人 陈川来到了李刚的身边 躬身行礼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怎么样 风凉 你身子瘦得了 不行就到那边烤烤火 那边还是暖和的 大人放心 我没事 陈川摇了摇头说道 整日待在屋子里 反而昏昏沉沉地 出来转一转 吹吹风 精神了不少 这就好 李刚笑着点头说道 马匹不断地旋转 绳子不断地被卷上了 很快拖网就被拽上了冰面 众人连忙走过去 不断地拽着网将网散开 几十米的拖网开始上冰面 很快就见到了鱼 有鱼 有鱼 大人 韩正在旁边大笑地说道 李刚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随手捡起了一条鱼 颠了颠 大概有一斤多 李刚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如果都是这么大的鱼 那自己就没白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往越来越向上 鱼也越来越多 李刚脸上的笑容也灿烂了起来 周围的笑声也越来越大 有一条大的 陈川忽然大声地说道 在那里 在那里 韩正兴奋地跳了过去 一语吓地坐在了鱼的身上 将鱼坐在了身子下面 鱼鱼不断地扑腾 他也不撒手 众人见到韩正的样子 全都笑了起来 韩正被鱼掀翻在了地上 整个人在冰上打滚 双手还抱着鱼 一人一鱼 两个人在冰面上 展开了激烈的搏动 最终还是韩正取得了胜利 鱼被他死死按在身子下面不动 撑一下 李刚大笑着说道 很快有人拿过来一杆撑 撑了一下之后 大声地说道 十七斤 周围顿时响起了欢呼声 鱼网被拖上来 冰面上堆了不少的鱼 李刚笑着说道 快清点一番 很快清点的结果就出来了 这一网总共补了236条鱼 最小的有五两 最大的就是那条十七斤的 李刚也去看了 大部分都是一二斤左右 超过三斤的鱼都不多 李刚不禁想起了后世的一件事 为什么后世进捕鱼 不禁钓鱼 答案是 钓鱼老能够帮助河流恢复鱼情 他们不但没能把鱼钓光 反而还保护了鱼 饲养了鱼 听起来像天方夜谈 但却是事实 钓鱼岛每年用来打窝 用来下耳的料 要比它钓上来的鱼都要重 每年河流里面的鱼 光吃钓鱼老扔下来的鱼时 就足够把它们养得飙肥体壮的了 有了这些钓鱼老的料 河流的鱼情就能够恢复得更快 现在自己在白河打鱼 没能够打到大鱼 或许和这件事情有关 因为没有钓鱼老往河里面扔料了 大人 韩正凑过来笑呵呵地说道 我带他们去上面再打一网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去吧 小心一些 是 大人 韩正笑呵呵地答应 转身带着人走了 第二网没有第一网的鱼多 但也打了一百多条 看看天色 李刚没有让他们再打 反而是把人招呼过来 在河边吃了一顿羊肉泡饼 把火熄灭之后 李刚带着自己的手下 浩浩荡荡地回程了 今天打来的鱼 李刚也没让人拿出去卖 实在是不太多 回去之后 给各个衙门发下去了 能分的 就分一条回家 分不了的 就在衙门里炖汤喝 太阳西下 走在街上 新军所到大街上 都飘着鱼汤的味道 有了第一次打鱼之后 自然就会有第二次 李刚偶尔也会参加一次 只不过 想要搞肉食的梦想泡汤了 冰河打鱼 成了军队的一项娱乐活动 平日与演练作战 战胜的才有资格去冰河上打鱼 晚一天 在河边吃上一顿羊肉泡饼 对于训练很久的军人来说 是一件难得的放松 至于打上来多少鱼 反倒没有太多人在意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 天气也越来越冷 血也越来越厚 越靠近过年 越有大雪丰门的感觉 新军所守备衙门 李刚站在屋子里 看着眼前的地图 脸上的表情很凝重 用手在一个位置 狠狠地敲了两下 转回身去 翻看一本册子了 翻看了一会儿之后 李刚又回到了地图前 不出意外 林丹汉的儿子 现在已经回到了河套 过了年二月份 黄太极就会命令多尔滚 率军从沈阳出发 沿长城外渡过黄河 到达河套 自己的选择有几个 第一个抢在多尔滚之前 出长城 只取河套 在多尔滚没有到达之前 将林丹汉的儿子拿下 第二个 林丹汉的儿子 就是块砧板上的肉 什么时候吃都行 自己要等多尔滚 到达长城外 自己出长城 先击败多尔滚 然后再去河套 打败林丹汉的儿子 将其收服 第三条路 让多尔滚先过去 等他到河套 收复了林丹汉的儿子 返回的路上 自己给他迎头一击 让林丹汉的儿子 见识一下自己的战斗力 顺便把他给救出来 第一种风险最小 第二种风险稍大 第三种风险最大 李刚在屋子里面 转了转圈 最后在地图上 猛地敲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 也严肃了起来 正所谓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打鱼的都知道 浪越大鱼越贵 自己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从现在开始 权力备战 明年开春之后 给多尔滚来一下狠 门帘被挑开 老前头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 李刚看了他一眼 脸上露出了狐疑的表情 见他动得哆嗦 连忙说道 快过来烤烤火 天这么冷 就不要出门了 是 大人 老前头答应了一声 走到铁炉子的前面 一边烤火一边说道 赤城那边有了消息 我不来一趟 心里实在是不放心 有了消息 李刚一愣 连忙问道 什么消息 朝廷那边有决断了 老前头带着几分兴奋地说道 是吗 说来听听 李刚给老前头到了一碗热水 笑着说道 咱们的赏赐定下来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咱们的的事情 怕还要等一等 老前头苦笑着说道 是上面当官的事情定下来了 朝廷这次震怒 所以搞出了一个大事情 什么大事啊 李刚连忙追问道 朝廷准备将宣府 大同 山西三镇 联合在一起 老前头面容严肃地说道 三镇总督 李刚眼睛一亮说道 三镇联合在一起 巡抚肯定是不够用了 一定要总督才行 而且还要是那种厉害的总督 李刚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可是杨四昌 大人如何得知 老前头诧异地抬起头问道 上次听马大人说过一句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实际上不是马宽告诉他的 而是知道了上次的事情之后 他回来搞了一本书自己查到的 杨四昌任三镇总督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李刚还查了一下他的资料 不得不说 这是一位明朝末年的名臣 万历三十四年的举人 万历三十八年 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 可以说科举的名次并不是很好 第一个官职是杭州府的教授 后来做了南京国子健的博士 户部福建司主事 户部员外郎等职 可以说没有主任过地方 也没有军事经验 一直到天启七年崇祯皇帝继委 杨四昌与他的父亲杨赫才 先后被启用 在这个时候 他才开始接触军事 崇祯四年 杨赫在陕西三边军务上 招抚农民军失败 标志着大明 对农民军的怀柔政策失败 杨赫直接背下大鱼论死 杨四昌闻讯之后 三次请求辞职 以代赴罪 崇祯皇帝赦免了杨赫的死罪 没有让杨四昌辞职 温严辅慰 崇祯五年 杨四昌任督察院 又迁督御史 巡抚山海关 提督地方军务 现在提拔为兵部又侍郎 兼宣府 大同 山西三镇总督 到任之后 六次上书陈述边市 主张开矿招工 与瓦解农民军 从这一点上看 他不但有军事才能 还有经济头脑 明白老百姓为什么造反 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给他们一份工作一份钱两 他们就能活 同时在边镇练兵 整军备战 卓有成效 原本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走 可惜他到任没多久 他的老爹杨赫去世 杨四昌只能回家丁忧 一年后 继母又去世 他又在家丁忧 如此翻来覆去 他就再也没能回到三镇 原因也很简单 崇祯九年 皇太极再次进军 这次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 兵部尚书张凤义自杀 崇祯皇帝想起了杨四昌 将他身为了兵部尚书 下旨夺情 杨四昌在三镇所行所作 全都成了昙花一现 李刚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站起身子 走到了地图的旁边 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 有些事情 就是有了惊人的巧合 如果杨四昌没回家 让他在三镇经营 崇祯九年 皇太极能不能打进来 或许还是未知数 如果真的能开旷招宫 农民起义 也未必会闹得那么凶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李刚看着地图 目光越来越坚定 有些事情终究有人要去做 他们来不及做 或者不能做 或者没办法做 没关系 自己来做 明朝末年的名将 未必没有自己一席之地 上一次一战 自己没能成名 下一次这一战 自己一定能够一战成名 名震天下 名声有多重要 李刚可太清楚了 总兵是谁 李刚转过头问道 杨国柱 老钱笑着说道 李刚叹了一口气 果然还是历史上正常的走向 宣服总兵杨国柱 论起来也算是一个悲情人物了 想着自己找来的资料 李刚叹了一口气 杨国柱 明末八大总兵之一 鲸鱼骑射 作战勇敢 是难得的一位将领 当上了宣服总兵之后 跟随卢相声作战 卢相声在与清兵决战之时 杨国柱就在 卢相声战死之后 杨国柱被下狱论罪 最后定了一个戴罪立功 崇祯十四年 祖大寿被困于锦州 总督洪成筹 奉命营救 洪成筹率领大同总兵王浦 宣服总兵杨国柱 密云总兵唐通 继镇总兵白广恩 东协总兵曹变交 山海关总兵马科 前屯卫总兵王庭成 宁援总兵吴三桂 八总兵及副将以下官员200余名 不骑13万 马4万匹 克七出关 火速驰援 击退敌军 解围锦州 锦州之围 非常典型的围城打员 李刚站在地图前 看着战役的地点 脸上的表情很凝重 作为一名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军人 对于这种战术 李刚真的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了 从宁远出兵解围锦州 大军行进之下 能走的路只有一条 辽西走廊 其他的路 不利于大军展开 根本走不了 辽西走廊 既平整又宽阔 即适合大规模兵团行进 当然了 适合大兵团行进 也代表着适合骑兵展开大兵团作战 黄太极就把地点定在了这里 为的就是准备一口吃掉红城仇的主力 一旦拿下了红城仇的主力 山海关之外将再无战事 红城仇也看出了黄太极的意图 对于朝廷救援锦州的命令并不积极 甚至采取了拖延的态度 向朝廷报告的是建立想道 步步为营 边战边境 解为锦州的策略 实际上从宁远到松山紧紧百里 红城仇整整走了四个月 你想围点打员 我不过去 你怎么打 打锦州 你打去 你要能打下来 很好 我佩服你 去吧 李刚站在地图前 很清晰地就能洞悉红城仇的想法 锦州城十分的坚固 助手的人又是祖大兽 黄太极想攻下锦州城 基本不可能 除非锦州城弹尽粮绝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当年我军打锦州时 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冷兵器时代 想要攻打名将助手的坚固城池 代价会更大 如果黄太极死磕锦州城 反而正中红城仇地下怀 死磕锦州城 几个月打不下来 气势低落就不说了 肯定损失惨重 即便攻下锦州 黄太极也无力再向前进攻 如此一来 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竟可以向前打一仗 退可以保住辽东主力 至于锦州城 能抢就抢回来 抢不回来 那就算了 不要了 黄太极洞悉了 红城仇的想法 于是率军将红城仇 包围在了松山 截断了他的梁道 到了这 李刚就有一些看不明白了 面面对这样的局面 红城仇手下 不是没有能人 现有马少渝建议成锐 出其机之 后有张斗防其 抄袭我后的用兵建议 红城仇全部没有采纳 直接导致梁道被断 大军被围 被围起来以后 红城仇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准备和清军决战 李刚琢磨了一下 此时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红城仇没想到 自大了 第二种 红城仇故意的 自己率领的明军什么德行 红城仇心里很清楚 只有智之死地而后生 他们才能拼命 现在大营被围 清军前出 正是背水一战的好时候 只要这一战打赢 辽东局势立马不一样 自己击溃了黄太极 锦州祖大寿 就可以出兵断黄太极后路 两下夹击 情况立马就不一样了 这已经不是 保不保得住锦州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光复辽东的问题 李刚越琢磨 越觉得这种可能性大 当时的情况 锦州被为辽东危急 朝廷任命了 红城仇解锦州之围 可他不敢向前 一旦向前 必然重黄太极的埋伏 也就是说 锦州之围不可解 皇上让你去解锦州之围 你解不了 而且驻军不前 四个月都没赶到 如此一物战机 回去之后 崇祯不得砍你的头 想想袁崇幻 想想雄庭壁 红城仇心里能不害怕 松山一战大败黄太极 不但解了锦州之围 还能收复师徒 甚至能够大军席卷沈阳 不但不会被惩罚 而且一战攻城 成为大明军方第一人 一条死路 一条绝地求生 打不打 答案当然是打 红城仇领兵多年 四个月稳扎稳打 无论黄太极怎么挑衅 就是不上当 怎么可能再如此轻易 被断了两道 李刚看着地图 有悠地叹了一口气 有些事情 人算不如天算 红城仇制定了计划 准备背水一战 与黄太极一决胜负 自己手中13万人 马不齐全 火枪大炮都有 不要说大胜 哪怕双方都打残 自己也赢了 比补充兵员 累死黄太极 也比不上自己 自己回去还能再掉十万 黄太极有吗 结果当夜 明总兵王普怯慎 尚未到约定时间 率领部众 已先逃顿 以致明军大乱 唐通 马克 吴三桂 白广恩 李甫明等 见有人先跑了 生怕落后 马不争持 自相践踏 攻甲遍野 尸横满地 红城仇只能退守松山城 冲杀出去的明军 遭到劫击 伤亡惨重 总兵吴三桂 王普等逃入信山 总兵马克 李甫明等 奔入塔山 当吴三桂 王普等沿海边逃跑时 清军迎头截击 数万民军 东有大海 后有追兵 盔甲遍野 溃不成军 杨国柱在这一战也战死了 白广恩 曹遍娇 王庭成 败入松山 与红城仇 及其万余残足 共守松山城 松山城最终被攻破 曹遍娇等人都死了 红城仇投降 李刚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松山之战以后 大明彻底断了辽东这口气 山海关之外再无大战了 想想还真的是挺可悲的 没开打先跑了 以灵为赫 以友军为盾 多想当年的国民党啊 李刚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喃喃地说道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啊 看起来这一战还远 与李刚也没多大关系 可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 皇太急命多尔滚 降服了林丹汉的儿子以后 得到了全国玉玺 皇太急借此奇迹称帝 建立了大清国 如果自己灭了多尔滚 没了传国玉玺 他还能建立大清国吗 大人 老前头见李刚正正地出神 心中略微有些担心 连忙开口叫了一声 摆了摆手 李刚示意自己没事 随后笑着问道 咱们的赏赐既然没下来 赤城那边传什么信 朝廷派人下来 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无论是总督还是总兵 距离李刚都太远了 老前头有些无奈地说道 大人 这次还真的和咱们有关系了 咱们的战绩被报上去之后 朝廷那边多有怀疑 也有人觉得是真的 他们要来看 李刚眉头一皱说道 老前头连忙点头说道 回大人 正是 把书信拿给我看看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老前头连忙走上去 将马宽的书信递给了李刚 伸手将书信打开 李刚快速地看了一遍 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了起来 这是一封私人信件 里面把事情写得很清楚 朝廷不相信是一回事 但也没有妄下论断 官员们不相信 但是崇祯皇帝希望是真的 原因也很简单 大明总打败仗 连农民军都打不过 面对打子 就更不用说了 上半年那一场战争 到现在都是崇祯皇帝 心中的一根刺 如果有人能够在这个时候 率领军队打一场 这样规模的胜仗 对于崇祯皇帝 来说是一种慰解 同时也是一种希望 即便别人怀疑 崇祯皇帝也抱了一丝希望 杨四昌和杨国住到了宣府之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到新军所来视察 一来看看马宽夸奖的李刚 是不是真有本事 另外也看看战绩是不是真的 李刚脸色十分凝重 将书信放了下来 大人 老前头在旁边 有些担心地叫了一声 李刚摇了摇头 最终苦笑着说道 天气这么冷 大雪封门 他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杨四昌一个文官 也不怕冻坏了 说着 迈不在屋子里面来回地走 老前头站在一边 只能安静地陪着 他们来看 李刚担心的不是战绩 自己没有作假 甚至掩埋尸骨的地方 砍下来的头颅 都能够作为战功战绩的表现 除此之外 还有战马 还有盔甲兵器 都能证明 问题在于 狮子招兵 全见了对方八千人 自己手下得有多少人啊 如果把自己的真实实力爆出去 不用别人了 崇祯皇帝 恐怕就得收拾了自己 想到这里 李刚无奈地坐在椅子上 李刚恨的 不是自己手下人多 而是手下人太少了 自己手下只有一万人马 如果有十万人马 二十万人马 或者百万大军 你看自己 还纠结不纠结 上辈子 李刚曾经看过一个段子 如果皇上突然发现 你们家私藏了五十万骑兵 皇上让你上交 你准备怎么办 赞最高的一个答案是 如果有五千人 我肯定上交 可如今有五十万骑兵 你让朕怎么办才好 想了想 李刚眯着眼睛说道 三千人 我们最多只能有三千人 一千正军 两千军余 李刚站起身子 一脸严肃地说道 马上把韩正找来 咱们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大人放心 我明白 老前头点了点头 转身去找人了 接下来的几天 李刚一直在忙碌这件事情 选出一千最精锐的骑兵 又选出了两千最精锐的部族 其他人全部放假回家 放假回家的也下了风口令 让他们回去告诉家人 如果有人来问 他们在军队 只是帮着垒城墙修堡垒 从来没不是当兵 除此之外 李刚还提前在城中 以及各个堡垒 安插了岗哨 如果有人微服私访 或者暗中调查 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绝不能让上面的人 发现任何的差错 提前将那些对自己不满 或者赌徒之类的人物 全都看起来 以免他们私底下去告状 终于在腊月25这一天 李刚接到了消息 明日一早 三镇总督杨世昌 和宣服总兵杨国柱 还有赤城副总兵马宽 将会一起到新军所 让自己做好迎接的准备 这天晚上 李刚将自己的心腹手下聚在了一起 明天所有人跟我到门口去迎接 李刚站在桌子前面大声地说道 骑兵在城外列队迎接 步兵在城中两侧道路上列兵迎接 军中一定要严整 所有人都要提起惊奇神来 要让上面的大人一看到我们 就觉得我们是一支百战的精锐 是一支能打的队伍 是能够全舰八千人的军队 明白吗 大人放心 我明白 韩正站起身子大声地说道 很好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入城之后 我会先提出召开接风酒宴 如果两位大人答应咱们 就吃饭喝酒 如果他们不答应 咱们就带他们去仓库 仓库准备好了没有 李刚转头对张仲理说道 大人放心 准备好了 张仲理站起身子 面容严肃地点头说道 所有的战利品 全部都已经摆放整齐 账策也都准备好了 绝无问题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后续的安排 分别是参观火器工厂 和轿场演舞 陈川 火器工厂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大人放心 全都准备好了 陈川点了点头说道 能让他们看的 保证能让他们看到 不能让他们看的 保证不能让他们看到 很好 李刚满意地点头说道 除此之外 人员也要安排好 他们应该会和工匠们聊天 千万不能出差错 明白吗 大人放心 我明白 陈川点了点头说道 会说话的往前站 不会说话的往后站 或者干脆回家 待着 不要出面 很好 李刚满意地点头说道 演舞场那边 张二和 张三和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 大人放心 没问题 张二和和张三和点了点头说道 场地已经布置完成了 我们可以实地掩饰那一场战斗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很好 李刚拍了拍手说道 既然都准备好了 回去休息 明天一早迎接检查 事关所有人的前程 诸君努力 新君所外 马匹踩在雪地上 发出了踏踏的声响 虽然到了中午时分 地面上的雪 却一点融化的意思都没有 杨思昌坐在马车上 掀起车帘向外看 大人 天太凉了 身材高大的杨国柱 骑在马上看着杨思昌说道 还是把帘子放下得好 千万别受了风寒 酷寒之地没有良衣啊 摆了摆手 杨思昌笑着说道 不必将本官荡成文若书生 本官之前在山海关做巡抚 那里也是苦寒之地 一样的日子不好过 下官倒是知道一些 杨国注点了点头说道 你知道什么 杨思昌好奇地问道 大人在山海关的任上 编练军队 治理地方做得非常好 朝廷这才将大人 升任了三镇总督 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地治理三镇 杨国注笑呵呵地说道 希望不辜负黄安吧 杨思昌苦笑着说道 对于皇帝让他治理三镇的事情 杨思昌心里的底气 并不是很足 毕竟这个地方已经烂了很久了 前面几任都没有留下 什么太好的底子 上半年一场仗打下来 大败亏输 军民士气全都很低 想要重振士气 重整军队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可皇上让自己来了 自己又不能不做 前途艰险了 抬起头看了一眼杨国注 杨思昌脸上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如果武将不配合自己 或者说武将无能 事情还不太好办 可杨国注是个有能力的人 而且也愿意配合自己 这就很难得了 马宽那个人 你知道多少 杨思昌想了想之后说道 大人可知道马家军 杨思昌笑呵呵地问道 听说过一些 杨思昌摇了摇头说道 但不多 据说全都是当年名将马方的后人 杨国注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马家一门中烈 将心云集 马老将军的三个儿子 七个孙子 全部都在军中任职 三个儿子全部官职总兵 所以才有了马家军的称呼 马宽也是马家的人 杨思昌皱着眉头说道 据我所知 马老将军的儿子当中 没有人叫马宽 不是儿子 是侄子 杨思昌面容严肃地说道 虽然说是侄子 但从小跟在老马 将军身边长大 和他的儿子受一样的教育 也算是得到了马老将军的悉心栽培 能力不错 杨思昌眼睛一亮追问道 杨国术沉吟了片刻之后说道 为将领镇守一方 随军作战 马宽的才能绰绰有余 杨国注的话 似乎有余韵 没有说完 杨思昌没有去问 因为他听明白了 在官场打滚了这么多年 如果连这些话都听不明白 他干脆不要到三镇任总督了 赶快走 否则害人害己 杨国注的话很明白 马宽是一员合格的将领 适合守城 也适合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去打仗 但绝对没有单独领一支军队作战的能力 在将军当中也是下等将军 按照杨思昌的划分 将军也是有等级的 最低等的 也就是杨国注说的这种 能够练兵 能够领兵助手一方 但是没有单独领兵作战的能力 只能跟随大部队作战 或者听从指挥 中等的将军能够领兵 能够训练军队 能够单独领一支军队作战 最上头的将军 是能够为先锋的将军 不但能够独自领军 还能够独自作战 能够为大军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 具有很高的战术素养 在网上指挥大军作战 那就不是将材是率财了 这样的人才可遇不可求 想找都找不到 杨思昌也就不奢求了 这次他出来巡查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几个能人 原本以为马宽可以 现在一听也吸了这份心思 新军所的李刚 你怎么看 杨思昌转头看着杨国柱 将目标转移到了李刚的身上 如果战绩是真的 很了不起 杨国柱沉吟了片刻之后说道 绝对是一等一的帅才 我大明最缺的人物 将来前途也不可限量 捋着胡子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你说的倒是实话 杨国柱摇了摇头说道 那也要说的是真的才好 下官在路上想过了 即便战绩有所虚报 以他的实力 哪怕只击败了千人的蒙古队伍 我也觉得他是个人才 如同奏报上所说 他带着人开垦田地 修筑堡垒 收拢灾民 即便做得没有那么好 但他真的做了 我也会向朝廷奏报给他赏赐 对于杨国柱来说 军中夸大太正常了 想想上半年那些人写的奏书 明明是一场大败 明明被人家打进了长城大劫掠了一番 结果硬生生被他们写成了大胜 明明是大溃败 明明是未战先妾 明明是不敢出城 结果写成了英勇作战 汉不畏死 不要说打胜仗了 把敌人赶走的能力都没有 脸都不要了 如果李刚说的是真的 真能打胜仗 真的能够开垦田地收容百姓 那他就是一等一的能人才 这样的人才不但要用 而且要大用 如果有一小半是真的 此人便是文武全才 杨四昌感慨地说道 希望吧 杨国注点了点头说道 马蹄声响 探马从远处跑了过来 静止来到马车旁边 大声地说道 大人 前面就到新军所了 新军所的人已经来迎接了 来了 杨四昌好奇地问道 谁来了 是新军所守备李刚 探马连忙说道 亲自率领一百骑兵 来护卫大人 是吗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停下来 让他带着骑兵过来 我正好看看 是 大人 手下答应了一声 马车停了下来 赤后调转马头 转身去传令了 时间不长 一只骑兵从远处狂奔而来 这 看着这只骑兵 杨国注嘴张的老大 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 旁边的杨四昌 拽着胡子的手 也停了下来 两久之后手下落 直接把胡子薅了下来 疼得杨四昌呲咬咧咧嘴 这是我大名的骑兵 杨四昌喃喃地开口说道 迎面来的这只骑兵 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首先是战马 轻一色的高头大马 每一匹都很健硕 奔跑之时马蹄飞扬 一看就知道是好马 其次是盔甲 每个人身上的盔甲 都十分地精良 胸凯 臂凯 肩凯 每一件都在阳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银色的面甲 看起来不但肃杀 而且充满了压迫力 再次是骑兵本身 身材高大 身体壮硕 每个人都配了一把长刀 弓箭放在马上 剑囊在下马的另一侧 最后是阵型 一百人的骑兵队伍人数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在雪地中奔跑 依旧能够稳稳地维持住阵型 速度还不慢 没有经过长久的训练 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 个人骑术要精湛 整体的骑术也要精湛 配合还要得到 杨思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杨国柱更是在军中多年 两个人也不是没见识的人 可是 见到眼前的骑兵 还是被震撼住了 以前从来没见过 精锐啊 杨思昌忍不住感慨道 杨祝国干脆激动地说道 我手下要是有两千这样的骑兵 我就敢正面冲击打子军阵 强 太强了 看了一眼杨祝国 杨思昌摇了摇头 不说别的 培养这样的军队 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 无论是战马还是人员 又或者是装备 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关键是 打造这样的军队 实在是太费钱了 这还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训练 没有优秀的将军 去训练 也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看来这个李刚非同反响 李刚纵马来到队伍的前方 抬起了手 身后的队伍停了下来 李刚翻身下马 身后的骑兵 也跟着一起翻身下马 动作整齐如一 盔甲哗哗哗作响 好 杨思昌忍不住赞叹地说道 现在我有一些相信 战报是真的了 杨国柱在旁边用力地点了点头 表示他也相信了 李刚静止来到了两个人的身边 恭恭敬敬地行礼道 新军所守备 李刚见过布唐大人 见过总兵大人 见过副总兵大人 免礼吧 杨思昌上下打量李刚 笑呵呵地说道 杨国柱也对着李刚点了点头 反倒是马宽只是站在一边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静静地看着 意思却很明显 这是我的人 我不必如此客气 李刚站起了身子 恭恭敬敬地说道 杯子已经让人在新军所准备了 诸位大人请 几个人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走吧 众人重新上了马车 上了马 队伍再次缓缓地动了起来 李刚吩咐自己的人 在周围护卫着 自己纵马 来到了马宽的身边 在站马上 对着马宽抱了抱拳头说道 大人 马宽笑着对李刚说道 准备好了吗 还有什么不妥当的 李刚点了点头 凑到了马宽的身边说道 其他的事情还好办 只是我手下的人手有些多 两位大人不会觉得我有私心吧 有什么的 马宽摆了摆手说道 你做得也不算过分 现在到处都在吃空想 麾下的人别说满园了 能有个七八成上面 就已经很高兴了 像你这样的人员不但满了 还多出来了 上面只会高兴 绝不会找你的麻烦 把心放在肚子里面 有事情我会说话的 多谢大人 李刚连忙抱拳说道 马宽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不必如此 不过三千人马而已 李刚点了点头 说道 对 就是三千人 马宽的情报也是过时的 李刚扩军的时间不长 一万人的事情他还不知道 李刚也没打算告诉他 如果马宽知道了 李刚手下有一万人 肯定会有所动作 向上举报李刚 马宽是不会做的 但绝对会把人调到他手下去 到了那个时候 李刚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 可就全都没有了 一路无话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新军所 杨思昌也下了马车 骑到了战马上 随着队伍往前走 越往前走 杨思昌的表情也越来越亮 原因无他 道路两边又出现了骑兵 一样的铁甲 一样的战马 一路数过去 杨思昌发现有200铁甲骑兵 算上来迎接自己的 一共有300铁甲骑兵 继续向前走 出现在眼前的骑兵不一样了 虽然也是骑兵 战马似乎没有你前面的好 身上的盔甲 也不再是前面的铁甲 还是寻常的链子甲和鱼鳞甲 看起来也很精锐 但不像前面那么吓人 这样精锐的骑兵 自己在山海关也见过 一路数过去 居然有700多 李刚手下光骑兵 就有一千人 杨思昌实在忍不住了 让人将李刚叫到了身边 见到马宽跟着一起来了 杨思昌脸上露出了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看得出来 马宽对李刚不是一般的重视 自己手下有个能人 自己也要重视 你有一千骑兵 杨思昌看着李刚笑呵呵地问道 不敢欺瞒大人 我手下的正军有300 李刚指了一下 身后穿着铁甲的士兵说道 剩下的全部都是军鱼 有700只数 军鱼 杨思昌深深地看了一眼李刚 没拆穿它 谁家的军鱼是这个样子的 军鱼说好听一点 是辅助军队作战的 说难听一点 他们就是在军队中打杂的 看看眼前这些骑兵 哪一个不是训练有素 配备的盔甲战刀战马 哪一个不是精良的 无非就是借军鱼的名字而已 杨思昌心中不但没生气 反而更期待了 看来新军所会给自己更多的惊喜 忍下心中的好奇 杨思昌挥手说道 走吧 进去 是 大人 李刚答应了一声 转身在前面带路 心里面顿时松了一口气 朝着马宽露出了感激的神情 马宽则是摆了摆手 一副不用在意的样子 进了城之后 杨思昌又愣住了 道路两旁还都是军族 看得出来他们是部族 有人手中拿着长枪 有人手中拿着刀盾 有人背着火冲 身上的盔甲也不一样 有人是鱼鳞甲 有人是皮甲 有人是布甲 但都狠心 看起来也都很精良 杨思昌把李刚招呼到了自己的身边 指着眼前的士族开口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李刚有一些疑惑地 看了一眼杨思昌说道 背纸有些不明白 请大人明示 你不是有一千骑兵吗 这些部族是怎么回事 杨思昌盯着李刚问道 大人忘了 我一千骑兵只有三百是正军 剩下的七百是军鱼 眼前的部族有七百是正军 剩下的一千三百是军鱼 李刚一脸淡定地说道 杨思昌笑了 伸手指着李刚说道 你就是靠着他们打的胜仗 回大人 除了这些人之外 我还真争掉了两千户宝轻壮 李刚低着头说道 户宝轻壮 杨思昌似笑非笑地说道 他们是干什么的 回大人 上半年后进来劫掠之后 本地百姓很多都流离失所 回到家乡之后 家园被毁 很多好义务劳之人 趁着这个机会成为了土匪流寇 百姓为了自保 只能联合起来 组建了护保队 用来保证资深的安全 卑职听说之后 以为是件好事给他们 发了一些简单的兵器 李刚一脸理所当然地说道 没有盔甲吧 杨思昌淡淡地说道 李刚连忙摇头说道 那自然是没有的 朝廷的规矩 我是懂的 杯子给他们送去的 只是一些寻常刀剑 盔甲是没有的 你有分寸就好 杨思昌点了点头说道 李刚心里面顿时松了一口气 自己这一关又算是过了 即便有人说 自己在堡垒中藏兵 自己也有一个说法 那些不是兵 只是护保轻壮 把他们拉到城里来 也是为了减少他们的伤亡 所以让老兵训练一下 他们现在训练完成了 已经让他们回家了 接下来你什么安排 杨思昌转头看着李刚说道 杯子已经在衙门中备下了饭 李刚连忙向前走了一步 说道 诸位大人一路走来 辛苦了 请诸位大人一步 杯子为诸位大人接风洗尘 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杨思昌淡淡地说道 还没到中午 吃饭不着急 既然你打了胜仗 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战利品 本官还是很好奇的 是 大人 李刚点了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大人 这边走 几个人点了点头 跟着李刚 朝仓库的方向走了过去 马宽深深地看了一眼李刚 心里面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担心的 酒力官场 他已经看出来了 杨思昌对李刚 非常非常的欣赏 那些多养的兵什么的 根本不算事 养兵的背后 不是李刚的野心 而是李刚 有这个实力养兵 他是怎么有这个实力的 这些东西 才是杨思昌 最好奇的地方 不过他沉得住气 现在没说话而已 当然了 前提是要解决 李刚功劳的事情 如果李刚 上报的功劳是真的 他的确打败了蒙古人 那么 什么事情都好办 如果他虚报功绩 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李刚 带着众人来到了仓库 让人打开仓库的大门 李刚笑着介绍道 我们报上去之后 朝廷一直没给回话 所以我们将东西 全都兑在了这里 蒙古人的盔甲和兵器都在 割下来的辫子和人头 没放在这 因为怕发生瘟疫 尸体有早早地 就让他们给掩埋了 如果大人们感兴趣 也可以去看一看 杨思昌瞥了一眼李刚 轻哼了一声 以示不满 自己是什么人 文官 虽然不是清流出身 但也是圣人门徒 跑去看蒙古人的脑袋 算怎么回事 简直就是在瞎胡闹 走进仓库之后 杨思昌和杨国柱 算是开了眼 仓库中成堆地堆放着 各种各样的兵器和盔甲 一看就知道是蒙古人的 杨思昌还走过去仔细看了看 好啊 太好了 看着上面沾染的血迹 杨思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里有多少盔甲和兵器 把帐策拿过来 李刚转头吩咐道 张仲理捧着一本帐策走了过来 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杨思昌的面前 杨思昌看了一眼张仲理 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神情问道 有功名在身 回大人 下官近视出身 张仲理连忙低头道 既然是近视出身 怎么到了这儿了 杨思昌又诧异地追问道 卑职是受了魏忠贤的牵连 张仲理低头说道 上面的人说下官是燕党 判了一个冲军发配到了 宣府军前听用 杨思昌点了点头 没有再继续出现问题 别看才过去不久 魏忠贤的事情 其实已经说不太清楚了 当时朝廷东陵党掌权 排除一几 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 被至罪被赶走的 有的人的确是魏忠贤的党羽 有的人其实不是 为了就是排除一几 有的连排除一几都算不上 只是因为 我看中了你的官职 或者我们党派的人 相中你的官职 你要为我挪屁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大堆人被赶走了 张仲理就是其中之一 具体是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现在想翻案 基本上也不可能 倒是没想到 李恒能把这样的人 收到自己手下 拿过了账册翻看了一遍 杨思昌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账册记载得很清晰 击杀了多少人 缴获了什么东西 一共有多少装备 每一件都放在什么地方 写得清清楚楚 将手中的账册合上 杨思昌笑着对张仲理说道 你做的 张仲理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下官 不错呀 不错 杨思昌点了点头说道 是个难得的人才 做得很好 放在这里有些屈才了 愿不愿意跟在我身边 周围的人都是一愣 不少人羡慕地看向了张仲理 张仲理听了这话 不但没向前 反而退后了一步 公身说道 多谢大人厚爱 李大人救过我的命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发誓跟在李大人身边 李刚救过你的命 杨思昌笑着问道 张仲理点了点头说道 没有李大人 我活不到现在 原来如此 杨思昌轻轻地点了点头转 回头看着李刚说道 我能不能向你讨个人情 让他跟在我身边 众人看向了李刚 全都在等着他开口答应 李刚答应了 杨思昌满意了 张仲理也有了前途 大家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让人没想到的是 李刚居然没答应 大人 此事怕是不妥的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为何 杨思昌好奇地看着李刚说道 一来他自己不愿意 这是最关键的 再说了 下官这里刚刚打开局面 正是缺人才的时候 尤其是读书人 手下本就没什么人 就这么一个大人还要走了 李刚一脸苦笑地说道 大人怎么忍心 新军所不比其他地方 地方小 人也少 会读书的人就更少了 不像大人手下文尘如语 武将如云 还请大人放过他吧 杨思昌指着李刚说道 话语中颇多艰华之处 你就不为他的前途考虑一下吗 前途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边塞之人也不是太看重这些 他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他知道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张重理向前走了一步道 大人 我的确不想离开这里 到了新军所之后 下官所见皆是百姓苦楚 下官想踏踏实实 为这里的百姓做点事情 行了 我知道了 杨思昌摆了摆手说道 好不容易看重一个人 还带不走 行了 咱们不说这个了 去别的地方转一转吧 是 大人 众人答应了一声 一起向仓库外面走了出去 出了仓库之后 杨思昌试一下看了他说道 咱们去你的军营看一看吧 是 大人 李刚低着头答应道 一行人离开了库房 直接赶奔了军营 到了军营之后 这里也没什么人 一群人便直接走进了大营 人都到哪去了 李思昌四下看了看人说道 原本是在街上迎接大人 李刚在旁边解释道 迎接完了大人之后 他们就到教场上去训练了 军中有规定 除了晚上休息 其他时间不允许回营房 还有这规定 杨思昌好奇地问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有这规定 咱们进去看看吧 杨思昌指着一座营房的门说道 李刚点了点头 伸手招呼了一下 不远处一个人跑了过来 手里面拎着一大串钥匙 李刚指着营房的门说道 把门打开 是 大人 拿钥匙的人答应了一声 快速地降门打开了 杨思昌点了点头 迈步走进了营房 走进去之后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走进来就和其他的营地有所不同了 能看出李刚的至军功力 大人此话怎么讲 杨国柱在旁边捧着说道 杨思昌看了一眼 他也没拆穿 的确需要有一个人 在旁边捧着自己 于是笑着点头说道 你们闻一闻 众人闻了闻之后 表情有些迟疑地说道 没有什么 李刚看到这一幕 也不得不佩服 明明每个人都能看出来 那全部都装傻 大人不说 我就什么都看不出来 关键是表情还那么真诚 无论文官武将 全都有这样的资质 厉害厉害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营房之中居然没有臭味 真的是很难得 你们以前也不是没去过其他的营房 那里是什么味道 你们应该一清二楚 众人听了这话之后 全都面露恍然 大人没说 我都没想起来 杨国柱连忙在旁边说道 的确如此 以前的营房住满了大汉 味道很差劲 没想到李大人的营房 居然没什么味道 难得 太难得了 关键是怎么做到的 李刚看向了杨国柱 对这位壮汉总兵 有了一些改观 原本以为只是一个 能征善战的满汉 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能够走到这个位置上 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 启禀大人 李刚向前走了一步说道 是因为我们营房中有澡堂 洗澡的地方 杨思昌好奇地问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营中有规矩 每天训练完了之后 就要去洗澡 只有洗干净了 检查了没有味道 才可以去吃晚饭 不然不允许吃饭 如此严格 杨思昌连忙问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如此严格 为何要如此严格 杨国柱皱着眉头说道 训练一天本就很累了 为什么还要制定这样的规矩 回答人 如果不洗干净 容易生病 李刚低头说道 众人互相看了看 也不知道懂没懂 李刚也没再进一步解释 他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 反正干净卫生 总比过臭烘烘的要好 杨思昌向屋子里面走了几步 脸色又变了 指着床上的被子说道 你要求他们这么叠的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 明代的被子 想象后世一样 叠成板板正正的方块 是不太可能 但要求整整齐齐 叠成长方形 还是有可能的 床上每一块被子 都叠得整整齐齐 方方正正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杨国柱在旁边说道 如此作为 又是因为什么 为了锻炼他们的服从性 和另行禁止 李刚在旁边 缓缓地开口说道 原来如此 杨思昌 摞着胡子点头道 在屋子里面转了一圈 摸摸褥子的薄后 被子的薄后 又看了看将士们的用品 杨思昌 这才满意地 向外走了出去 每一个营房 皆是如此 出了营房 杨思昌好奇地问 皆是如此 李刚在旁边点头说道 好好 杨思昌满意地点头说道 你还真是喜欢给人惊喜 到了新军所之后 所见所闻 让我叹为观止 作战练兵之能 皆是如此 卑职只是尽职尽责而已 李刚连忙低头说道 说得好啊 尽职尽责 杨思昌颇为感慨地说道 如今我大明内有明乱 外有打子野猪皮 正是风雨飘摇之时 如果百官都能做到 尽职尽责 我大明必然忠心有望 谨尊大人教会 周围的人一起大声地道 卑职等自当尽职尽责 周围的人一脸严肃认真 李刚有些没回过神来 反应慢了半拍 没有跟着开口 无奈地只能退到了一边 看看人家 再看看自己 李刚心中感慨 杨思昌似乎看出了李刚的心思 走到了他身边 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 走 去看看你的士族们 正在训练什么 是 大人 李刚答应了一声 连忙在前面带路 一行人出了军营 很快来到了旁边的轿场 走近之后 众人脸色一变 原本以为这里会很热闹 所有人在训练 或者是在厮杀 但走进来却发现 这里静悄悄 杨思昌刚开始还有些诧异 可是进来之后 表情就严肃了起来 所有的士族全都在 每个人都站得笔直 横着看是一排 竖着看是一排 斜着看还是一排 所有人全部都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队伍中有人在来回巡逻 显然是在看着兵丁 站着不动 这是干什么 杨思昌转头看着李刚道 练习对练 李刚连忙走过去说道 军队在战场上作战 最重要的就是另行禁止 只有平日里严加训练 到了战场上才不会慌 不会乱 杨思昌缓缓地点了点头 不开口说话 静静地站在那里 周围的人 见杨思昌停下来站着 他们也不好意思 再走 也都站在那里 很快 他们就感觉出来不对劲了 士族们一个动的都没有 依旧笔直 可站在原地的将军们 有些受不了了 一动不动地站着 笔直还真的是挺累的一件事 想动一下 可是杨思昌站在原地没有动 李刚平常也跟着军队一起训练 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两久之后 杨思昌转回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将军 发现他们小动作不断 便笑着说道 原来你们也站不住 众人有些尴尬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刚向前走了一步说道 大人 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的严格训练 突然站这么久 是肯定站不住的 与将军们关系倒是不大 众人看向李刚的时候 面露感激 行 你会说话 杨思昌也没拆穿李刚 只是点了点头问道 要站多久 一刻钟 李刚想了想说道 李刚的话音刚落 叫场之上 响起了鼓声 原地站着不动的士族 迅速地动了起来 有序地向一个位置靠拢 很快便形成了对练 少西列 正 喊声响彻了整个叫场 起步 走 脚步声一下子响了起来 整齐滑一 从侧面看过去 腿抬得一样高 胳膊挥舞的幅度 也一样大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还有惊喜 众人 也都瞠目结舌地 看着这一幕 另行禁止 整齐滑一 杨国柱颇为感慨地说道 了不起 了不起 李刚你练的好兵 怪不得能够取得那么大的胜利 李刚低着头说道 多谢大人夸奖 很不错 杨思昌满意地点头说道 军队训练得不错 我刚刚走过来 看到他们用的装备也很不错 哪里来的 这是明知故问了 李刚的装备 当然不是朝廷给播的 朝廷没有那么多东西给李刚 只能是李刚自己打造的 杨思昌没有明说 是在等着李刚向他汇报 回大人 是自己打造的 李刚连忙开口说道 大明军方自己打造器械 并不是什么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也并不是什么违反规定的事情 当然了 在明朝初年是不允许的 朱元璋在位的时候 负责这件事情的是 五军都督府 等到五军都督府没落了 兵部开始掌权 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兵部 互不拨钱 工不给料 兵部负责制造 并且发配的地方 程序如此复杂 贪污腐败就极为严重 打造出来的东西 要么质量不合格 要么数量不够 原本地方军队当中 只有军械所用来修理兵器用的 现在东西不够用 就只能自己打造 刚开始是寻常的刀剑 后来是盔甲弓箭 到了最近这些年 甚至开始打造火器 最早是从辽东开始的 后来各地民乱逐渐增多 朝廷波付的兵器都不足 地方为了扩充实力 开始自己打造 当然了 表面上还是不允许 都是私底下这么干 这也导致了武器走私买卖 宣服的张家口 就是最大的走私基地 从各种违禁物品 到粮食物资 再到军事情报那里 全都有的卖 黄太极曾经在那里买卖情报 甚至花钱雇人带路 到了后来 甚至发展出了三包服务 张家口那边的人 负责打探情报 哪里是民军防守的薄弱点 哪里比较容易突入 等到黄太极进入之后 他们负责带路 哪里附数 去哪里劫略 劫略完成之后 想来的东西 黄太极可以不用带走 张家口那边的人会 直接换成黄太极需要的物资 包括粮食兵器等等 如果黄太极走得及 没法携带物资 可以把物资交给他们 他们事后 会给黄太极送去 粮食兵器等等 这些人 就是后来大清朝的八大皇商 汉奸做到这个份上 也没谁了 李刚心里早就琢磨 去把这些人给端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早晚有一天 李刚要把他们全都给废了 朝廷也不知道是不知道 还是没心思整治 大环境如此 李刚打点兵器 肯定不会有人说什么 杨四昌也是好奇李刚的兵器 所以才想着去看一看 李刚带着杨四昌 很快转到了城西的兵工厂 众人到这里的时候 太阳西斜 西洋洒满了兵工厂 陈川一早就带着人在这里等着了 看到众人来了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迎了上来 此人是 杨四昌看着陈川对李刚问道 陈川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与张仲理一样 京城充俊发配过来的 原本在公布人员外郎 大人 你也知道我这里实在是缺人 我就把他放到这里 负责军械了 杨四昌上下打量了一番陈川说道 没想到你这里还有 如此多的人才 不是我这里人才多 是大明人才多 李刚低着头说道 朝廷之中各种能臣执掌朝廷 地方有大人这样的能臣干理 平定天下忠心大明 不过是时间问题 李刚低着头笑眯眯地说道 这话是政治正确的话 没人敢反驳 杨四昌深深地看了一眼李刚 转头对陈川笑道 我就不说让你跟着我的话了 走吧 咱们进去看看 是 大人 陈川答应了一声 转身在前面带路 一行人向里面走了进去 很快就看见一座高高的建筑 矗立在那里 杨四昌伸手指的指 有些好奇地说道 干什么用的 回答人 炼钢用的 陈川低着头说道 带我去看看 杨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一行人来到了土高炉的旁边 工人正在忙碌着 铁矿石被送进去 另外一侧钢块 被一块一块地运出来 杨四昌走过去 伸手摸了摸 还有一些温热 抬起头对陈川说道 一天能练多少 回答人 并不是很快 陈川面露苦笑说道 我们这个地方小 钱也没那么多 我们所有的铁矿石 全都是自己买的 说鼠 李刚皱着眉头说道 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 是 大人 陈川答应了一声说道 如果铁矿石供应充足 我们一天能够练50斤的钢 一个月能练至1500斤 不少啊 杨四昌有些感叹地说道 陈川叹了一口气说道 真实的数量并没有这么多 我们的铁矿石不足 燃料也不足 一个月能保证1000斤就不错了 实际上 陈川已经将数量砍了再砍了 整座钢铁厂 如果铁料供应充足的话 至少一天能够炼制出500斤 一个月能炼制出1万多斤来 当然了 这话就不能告诉杨四昌了 有成品吗 杨四昌转头问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 这边请 引领着杨四昌等人来到了钢铁厂的库房 将门打开 李刚走了进去说道 这里的装备全部都是用外面的钢铁打造的 杨四昌走到兵器架子旁边 伸手拿起了一把刀 斩马刀很宽阔 伸手弹了弹刀身 拿起来又看了看 挥舞了两下 杨四昌表情凝重地说道 好钢 好刀 成本如何 杨四昌有些跃跃于世 到了三镇之后 杨四昌要整军训练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装备 虽然没去试查过 但杨四昌心里面清楚 地方上的装备肯定是一塌糊涂 即便是朝廷发下来的 肯定也被倒卖了 上面的人不倒卖 下面的士族也会倒卖 原因很简单 朝廷给的良想不足 大家都要吃不上饭了 没有办法 只能把朝廷发下来的兵器卖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指望他们能有好兵去打仗 想都不要想 自己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兵器问题 如果李刚这里的兵器足够好 完全可以把铁料和燃料送过来 然后在这里打造兵器再运走 新军所虽然位置比较前出 但李刚的兵很好 即便是有人想打他 基本上也不可能 哪怕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前来 也不可能把这个地方给攻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里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后勤基地 李刚抬起头说道 大人打造一把这样的刀 人工材料全都算上 需要四两白银 你说多少 杨四昌转过头 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 白银四两 李刚低着头说道 怎么这么怪 杨四昌的表情有些蹦不住了 现在军中使用的刀 好刀 一把也不过一两银子不到 长枪造架 也不过一两半银子 一把斩马刀造架 居然要六两 朝廷配发给地方的鸟冲 一把造架 也不过三十两 大人 我们这里地处偏远 运过来的铁料 比平常的地方就要贵一些 加上温度低 用的燃料也要多一些 李刚解释道 加上我们的锻造方法 锻造出来的钢要结实 所以用的矿石也比平常多 钢的强度大 锻造的时候也就费时费力 如此一来 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这么贵你还造 杨四昌皱着眉头说道 差点没把话说明 你有这个钱干点什么不好 为什么把钱浪费在这个上面 四两一把的刀能比一两一把的刀强多少 实际上强很多 而且造架也不到四两 表面上看 这些刀都是打造出来的 其实李刚根本没那么笨 他在白河边修建了一座堡垒 里面搞了一座水利冲压机 有了水利冲压机 刀剑可以一体成型 那里才是兵器制造的地方 这里并不是 大人 我手下的人少 想要以少打多 装备自然就要精良一些 李刚低着头说道 卑职招三千人已经是极限了 怎么让这三千人能打 才是卑职要考虑的事 李刚的话虽然说得很谦虚 但是杨四昌还是听出了狂妄 当然了 周围其他人也听出了狂妄 这份狂妄就是有钱任性 将手中的刀放下 杨四昌转身往里面走 刚刚的算盘也不打了 这样的价格自己可用不起 真要是让李刚帮自己打造刀剑 自己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继续往里面走 杨四昌很快又被一个东西吸引了 木架子上摆放着一套盔甲 与其他的盔甲不同 这套盔甲看起来鼓鼓怪怪的 胸甲看起来像锅扣在那里 或者说整个盔甲都圆乎乎的 这是 杨四昌有些迟疑地说道 被一直让人用新的钢材打造的盔甲 李刚恭恭敬敬地说道 为什么是如此形状 杨四昌好奇地问道 这样省时又省力 李刚解释道将钢弄成钢板 然后敲打成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不用费时费力的一片一片穿 造价也要低一些 李刚的盔甲 其实就是用水压力冲压机一体成型的板甲 关于板甲与领甲的防御力 后世有就一直有争论 李刚也详细地研究过 在相同重量下二者的优劣 发现二者各有所长 但有一点板甲比领甲强很多 那就是制造方便 成本低廉 制造速度也快 在军事用品上 这两样东西就要了命了 不要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 即便在生产力发达的后世 武器制造也一定要考虑制造成本 成本高的武器用不起 尤其是大量消耗品 制造板甲 也是李刚的无奈之举 有了碎发枪 自己的确可以打造一支现代化部队 的确可以让他们穿着布衣去作战了 但问题是 部队是由人组成的 大明的军队面对草原的骑兵 本身心里就没有优势 或者说本身就天然畏惧 尤其是在草原上 在野战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给他们盔甲 让他们去硬钢 恐怕在对方骑兵冲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扔下手中的枪跑了 自己要给他们信心 什么能给他们信心 当然是盔甲 前几次打仗 李刚就发现了 身上穿着防御力极强的盔甲 士族作战起来就异常勇猛 尤其是配备了儿子 从后世带来的盔甲的骑兵 面对达子的骑兵 他们没有的丝毫畏惧 敢于冲阵 甚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一样 丝毫不畏惧 直接就冲上去 事后李刚也问过 原因很简单 他们对自己身上的盔甲有信心 我冲上去 他们也杀不了我 他们的刀砍在我的盔甲上 只能留下一道印 根本就破不了的方 我有什么很害怕的 盔甲带给士族十足的信心和士气 枪械虽然也能带给他们信心 但短时间内还是不行 盔甲是短时间内没办法淘汰的东西 所以价格低廉的板甲 就进入了李刚的视线 面对大口径的枪械 板甲的确防御力不行 可问题来了 自己的敌人哪有大口径的枪械 板甲应对这样的敌人足够了 就像上辈子 不会有人把尖二十卖到非洲 去一个道理 用得着尖二十吗 尖十不绰绰有余 对于让不让杨四昌看到自己的盔甲 李刚其实纠结了很久 后来还是决定让杨四昌看到 毕竟这件事情也瞒不了太久 造价多少 杨四昌又转头问道 二事无两 李刚小心翼翼地说道 杨四昌哼了一声没说话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你有钱 你可以为所欲为 我没钱 我看看得了 出了仓库之后 杨四昌又带着人四处转了转 最后意犹未尽地离开了火气场 出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众人的肚子也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诸位大人 酒宴已经准备好了 李刚站在一边笑呵呵地说道 没到新军所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了打算 不让你们准备什么韭菜 毕竟这也算苦寒之地了 你们也不容易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你的日子比我们好过得多 杨国柱在旁边也笑了说道 咱们今天可要好好地吃上一顿 李刚在一边陪笑着说道 新军所不是什么好地方 苦寒之地也没什么产出 诸位大人 只要不嫌弃就好 走吧 吃饭去 杨四昌大笑着说道 回到衙门之后 酒菜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李刚也没完虚的 手抓羊肉 用沙盆直接端了上来 除此之外 还准备了面饼 羊汤等各种肉食 蔬菜就不用想了 这个实在不存在 酒也是李刚提前准备好的白酒 二锅头 放在酒壶里面 烫得温热端了上来 给众人倒了一杯酒 李刚恭恭敬敬地说道 诸位大人能够来到新军所 是我们新军所的福气 下官敬诸位大人一杯 说着 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众人也都笑呵呵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下一刻 大家的脸色一变 温热的酒入口之后 犹如火焰入喉 从胸口直接烧到了肚子里 不善饮酒的人 脸色瞬间涨得通红 好烈的酒 杨国柱输了一口气说道 杨思昌放下手中的酒杯 在旁边笑着说道 还能喝到这么好的酒 看来李刚 你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钱啊 李刚连忙摆手说道 我也不敢欺瞒大人 这是我准备留着过年喝的 这不诸位大人来了吗 我才可以拿出来 众人听了这话之后 一起大笑了起来 白天没有查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来 反而见识到了一位有才华的将军 众人也没有找麻烦的心思 大家观样文章 你捧我 我捧你 酒桌上的气氛很快就融洽了起来 哈哈大笑 推一杯换盏 杨思昌也很有分寸 陪着大家吃喝不到半个时辰 便推托自己酒量不好 先退走了 杨思昌走了之后 屋子里面的气氛就更热烈了 杨祝国拉着马宽两个人 在旁边喝得很开心 李刚坐在凳子上察言观色 马宽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很满意 杨国栋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 如此展现 李刚也不担心 有人抢了自己的新军所 首先 这里的东西看起来很繁华 其实是建立在自己给资源支撑的情况下 一旦资源撤走 这里瞬间就会垮掉 其次 自己是马宽的人 马宽也不希望自己手下被摘桃 以马家人在军方的实力 想要动他的人 怕是不容易 最后在军方摘桃子 是犯忌讳的事 大明朝现在乱得很 每个将军都在培养自己的人手 在这个时候 伸手去摘别人的桃子 是很容易为自己招惹下仇人的 你有机会摘桃子 未必有机会吃桃子 一直喝到午夜 众人才摇摇晃晃地 回到了李刚安排的屋子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李刚起得不算早 他起来的时候 几位将军还没有起来 倒是杨四昌已经起来了 在院子中缓缓地打着拳 李刚连忙走过去行李道 大人文机起舞 让人敬佩 转头看了一眼李刚 杨四昌摇摇头说道 昨天陪他们陪到那么晚 白天又陪我走了一天 最劳累的就是你了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卑职每天早上都会起来练功 习惯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杨四昌瞬间好奇了 昨天见你练兵的本事 但没见你武艺的本事 练一练如何 李刚有些迟疑地 看向了杨四昌 练一练 你小胳膊小腿的合适吗 李刚连忙摆手说道 大人 这不合适 卑职下手没轻没重的 要是伤到大人就不好了 杨四昌神情古怪地看着李刚 瞪了他一眼说道 谁要和你练了 本官的确精通君子六翼 起码射箭也没什么问题 可为什么要和你比试 李刚脸色有些尴尬地说道 大人不是要练一练吗 谁要和你练 杨四昌没好气地说道 你打一套拳法 我看一看 李刚点了点头大踏步 走进了场地里 开始打起了拳 一招一拭 非常地严肃认真 而且非常地有力 杨四昌在旁边 看着捋着胡子 不时满意地点头 对于李刚 杨四昌非常满意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武将 做起事情来 非常地有分寸 而且还懂得装傻 对官场的规矩 拿捏得虽然不准确 但很有天赋 最关键的是 他不但会练兵 能够治理地方 是个难得的人才 李刚一套拳打完 脸不红气不喘 站定了身子问道 大人觉得如何 很好 杨四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今天我打算自己出去转转 你不要跟着我 也不要让你的人跟着我 怎么样 大人 这里毕竟是边赛 李刚向前走了一步 一脸担心地说道 鸣风比较彪悍 如果您遇上什么事 没有人跟着 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下官担待不起 再说了 这里也有一些细作 有达子的 也有土匪流寇的 他们要是知道 大人单独出去 那是要出事了 杨四昌古怪地看着李刚说道 谁说我不带人出去了 我只是不带你和你的人 我还以为 大人要微服私访 李刚尴尬地说道 呵呵 杨四昌笑了笑 收回了目光说道 我只是想看看 你治下如何 有你跟着 恐怕百姓不方便说实话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敢不敢让我去看看 大人何必用激将法 李刚笑着说道 既然大人想去看 那随便 如果大人需要的话 我可以派一名向导 如果大人不需要 我们的人就不跟着了 向导也不必 杨四昌笑着说道 我走哪算啊 好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 还请大人回来告诉我 下官一定尽心尽力地去做 好 杨四昌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吃过了早饭 杨四昌带着人走了 李刚一直在门口将人送走 才转身回到了衙门里 刚走到台阶 老前头脉步从里面走了出来 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李刚皱着眉头 没好气地说道 吓我一跳 老前头一脸迟疑地说道 大人 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别胡说八道 李刚瞪着眼睛说道 不让他们走 还能怎么办呢 还派人跟上去干掉他们 说话小心一些 老前头无语了 我可没这么想 大人是你这么想的吧 大人 我的意思是 咱们要不要派人跟着 有什么事情 咱们也好及时处理 让他们这么胡乱撞 真撞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怎么办 老前头一脸担心地说道 哪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无非就是白河边上的堡垒 那是咱们打造兵器的地方 不适合让他看 其他地方哪里不合适 难不成你有没有安排好的地方 老前头连忙摆手说道 我没有 我已经安排好了 只是心里没底气而已 白河边上的堡垒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先停工 从外面看什么都看 这就好了 不必担心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咱们派人过去被发现了 反而显得咱们刻意 心里面有 踏踏实实地把心放肚子里 师大人 我明白了 老前头低头答应道 离开了守备衙门 杨国柱凑到了杨四昌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 大人 咱们单独出去 这是要去哪里 没想好啊 走到哪算啊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昨天看了一天了 你觉得 李刚怎么样 比想象中的厉害 杨国柱叹了一口气说道 战绩居然是真的 练的兵 也让人叹为观止 尤其在治理地方之上 一样颇有建树 难得 太难得了 这是一个全才 动了心思 杨四昌转头问道 杨国柱点了点头 苦笑着摇头 面对这样的人才 谁能不动心思 觉得把他放在这儿 有一些浪费了 于是就找到了马宽 希望把人调到自己身边 马宽怎么说 杨四昌玩味地说道 杨国柱有些尴尬地说道 他根本就不同意 说什么都没有用 一点都不给我这个总兵面子 你昨天晚上就找他说 是不是怕我先下手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大人 瞧你说的 哪儿的话呀 杨国柱连忙说道 杨四昌没拆穿他 虽然杨国柱说得好听 但并没有否认 显然昨天晚上他去找马宽 就是为了把人先拢到自己手里 不让自己再走 杨四昌也的确想把李刚给弄走 想要委以重任 先看看 杨四昌缓缓地说道 如果真没什么问题 我会和他谈谈的 马宽那边 你也不必担心 不会让你为难的 杨四昌只能苦笑 你不让我为难 人也和我没关系了 在大街上转了一圈 新军所当中比较繁华的街道 他们都走到了 看到老百姓在摆摊的叫卖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杨四昌非常的满意 大人 我刚听说新军所有学堂 杨国柱凑过来说的话 是吧 杨四昌顿时来了兴趣 连忙说道 走 咱们去看看 一行人穿街过巷 很快来到了新军所的后方 果然在这里见到了一大片的建筑 大门口修得很宽阔 门口还摆着两个石狮子 新军所学堂 杨四昌站在门口看着大牌子 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名字倒是很直白 轻轻地点了点头 杨国柱笑着说道 是啊 你们 你们干什么的 一个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众人一愣 连忙转过身 一个中年人拖着一条瘸腿 手指着他们 正往这边走 目光之中全都是警惕 杨四昌几个人 表情有些尴尬 连忙迎了上去 拱了拱手说道 我们听说新军所有学堂 刻意过来看看 还望不要见怪 中年人依旧一脸警惕地说道 你们到底什么人 我们是到这里做生意的商人 杨四昌拦住了要上前的杨国柱 笑呵呵地说道 中年人点了点头说道 做生意就好好做生意 新军所有新军所的规矩 不要到处乱走 到处乱看 明白吗 明白明白 杨四昌轻轻地点了点头 似乎见杨四昌的态度比较好 中年人看见他们的目光之中 少了几分谨慎 语气柔和了下来 点了点头说道 行了 散了吧 学堂种地 你们离远点 杨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好好 我们就是好奇 没想到这里还有学堂 应该是李大人的功劳吧 来的路上就听说了李大人名声 外面已经传扬李大人的名声了 中年人似乎来了兴趣问道 杨四昌点了点头 那可不 名声老大了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老兄身上似乎有军武的痕迹 当过兵 中年人点了点头说道 你眼力不错 的确当过兵 在李大人手下 杨四昌更感兴趣了问道 中年人点了点头说道 是啊 可惜上了战场受了伤 这条腿废了 要不然 我还要跟着李大人继续打仗 可惜了 可惜了 了不起 杨四昌赞赏着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 就想着上战场杀敌 想着马上封猴 身子太弱了 练武也没个结果 只能继承家里的家业 做个商人 老兄这样的人 我是最敬佩的 不知道老兄贵姓 at哪来的贵姓 中年人摆了摆手说道 at我姓王 王贵生 家里面排行老三 他们都叫我王三 您不嫌弃 称呼一声王三就行了 我叫你王三哥吧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也行 王三笑呵呵地答道 现在大雪封门 天这么冷 你们做什么生意 跑到这儿来了 按理说 没什么生意好做了 城里面的商人都少了 杨四昌深深地看了一眼王三 这个人不简单 看起来自己和他搭上话了 实际上 他在引着自己说话 杨四笑着说道 我是来给钢铁厂送铁矿石的 冬天那边也缺不是 原来如此 王三点了点头 似乎信任了杨四昌说道 那咱们算是一家人 一家人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这里是学堂 您在这儿干什么呀 当宝啊啊 王三从怀里面拿出了一个牌子 递给杨四昌说道 看看 这是我的牌子 杨四昌接过牌子 只是一个普通的桃木牌 上面刻着保安两个字 背面刻着王三的名字 右下角则是衙门的观印 保安 杨四昌疑惑地说道 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官职 不算官 伸手将牌子拿了回来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保安 保安保一方平安 我保的就是学堂的平安 学堂的平安 杨四昌疑惑地问道 学堂还不安全吗 不是说城里的很安全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 王三叹了一口气说道 学堂里面孩子多 容易出事 我们主要是看着他们 再说了 学堂里面有很多烈士的孩子 我们也要帮着照看一点 前些日子 我们还抓了一伙人贩子 这些人太坏了 居然跑到这里来偷孩子 让我和老兄弟们打了一顿 送到大人那里去了 还有人偷孩子 杨四昌瞠目结舌地说道 那可不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边关太乱了 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 坏人也多 他们总想着弄钱 不管人还是东西 只要能赚钱就成 李大人没来之前 我们的日子更难过 吃不饱穿不暖就算了 打子来了 还要东躲西藏 上半年那场仗打完 把我们的家都打没了 这么严重 杨四昌震惊地说道 那可不 王三叹了 一口气说道 打子来的时候 官府的人缩手不住 让我们跑 百姓脱家带口的 能怎么办呢 只能咬着牙跑 一路上奔奔波波 有好多人都死在路上 回不来了 我们幸运回来了 本以为有好日子过 可谁能想到 打子把我们的房子都拆了 没粮食 没住的地方 日子怎么过呀 这个时候 李大人来了 王三感慨地说道 李大人拿出了粮食 雇佣我们干活 你猜他让我们干什么 他让我们盖房子 垒城墙 垒城墙原本是蒸发 劳役的 大人不但没这么做 我们去了还管饭 还能给发粮食 一个人去干活 全家人都饿不着肚子 剩下的人盖房子 给自己盖房子 从大人那里领粮食 我们都知道 大人是怕我们饿死 把粮食发给我们而已 不是朝廷的粮食吗 杨国柱在旁边问道 朝廷 呸 王三催了一口说道 朝廷哪来的粮食 除了管我们要粮食 那都是大人自己的粮食 新军所来了那么多人 外面的消息也传了过来 他们过得有多惨 我们也知道 朝廷根本就没有粮食 杨四昌颇为感慨地说道 李大人 是个好官啊 谁说不是呢 王三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官 修完了房子 修完了城墙 李大人又带着所有人去开垦田地 开垦出来的田地军所所有 百姓却可以在上面种地 大人给我们发种子 给我们提供农具 甚至为我们养了一批牲畜 谁想用了都可以去领 赶在七月份种了一波 勉勉强抢路冬之前有了收成 老百姓这才能踏踏实实地过冬 不至于饿死 不然新军所哪来现在的安稳 杨四昌缓缓地点了点头 颇为感慨地说道 我活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官 新军所以前好像没这么多人 的确没这么多人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谁让李大人心善 此话从何说起 杨四昌一脸好奇地问道 各地都是活不起的百姓 还有从西边逃过来闹灾荒的百姓 大家跑出来喂的不也是一口饭 王三笑着说道 别的地儿都没有饭 新军所有饭 他们能不来吗 张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这倒是 难民蜂拥而至 李大人也不像其他的官吏那么狠心 只能把人全放进来 给他们粮食 让他们做工 王三指了指周围说道 这片住的全都是外面来的百姓 原来如此 杨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您不知道 事还没完 王三冷笑着说道 外面那些当官的 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把他们本地的难民 全部都送到咱们这来了 临走前 还把难民的财物给搜刮走了 坏得很 还有这事 杨四昌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 破事多了去了 王三吐了一口说道 我听很多过来的百姓说 当官的把有田的百姓也赶走了 为的就是侵占他们的田地 大户人家还逼着他们 骂卖女 想走要过路费 孩子小 一路走过来 很可能命都没了 把孩子卖了 你们才能逃命 什么样都有 有的百姓 有的百姓禁不住他们说 把孩子卖了 到这边悄悄哭 哭有什么用 孩子也找不回来了 该死 杨四昌黑着脸骂了一句 王三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知道他该死 我知道他该死 有什么用 谁能够杀得了他们 天下间 要是多了几个李大人 这样的官就好了 百姓闹赞慌活不下去了 大户和当官的 缺乏大财 想到这里 杨四昌也有一种 无力的感觉 不要说他当初没在这儿 即便他现在想管 这种事情 也很难很难 得罪了地方官吏 和士绅集团 自己恐怕什么都做不了 士绅集团后面是读书人 是当官的 他们的关系盘根错节 很难分辨 不要说挑战 想要李顺了 都很难 李大人给他们分地 给他们房子 给他们饭吃 王三指了指 身后的学堂说道 还让他们的孩子 在这里读书 连树修都不收 李大人好人 树修都不收 杨四昌抬起头好奇地问道 可不 王三点了点头说 学堂里面的孩子很多 但来历其实就三种 一种是烈士的儿子 一种是军人的孩子 一种是百姓的孩子 有什么不同吗 杨四昌追问道 当然不一样了 王三理所应当地说道 烈士的孩子 在这里读书 不但什么钱都不用花 而且还能免费住在这里 在这里吃饭 当兵的孩子 可以在这里免费读书 但是不能住在这里 每天管一顿午饭不要钱 普通百姓的孩子 可以在这里免费读书 想要吃午饭要交钱 原来如此 杨四昌缓缓地点头说道 如此说来 岂不是将烈士的孩子养起来 是啊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没忘了我们这些老兄弟 除了孩子之外 逢年过节 李大人会派人送东西来 不忙的时候 也会亲自来 杨四昌再次点头说道 我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可不 我这条腿就是那一站伤的 当时从山坡上冲下来 一刀砍死了一个搭子 结果伤了脚 这下好不能从军了 放在别的地方 给你点钱打翻你走 也就是了 李大人却没有这么做 我们受伤的老兄弟 都是李大人找郎中 给我们治好的 好了之后 李大人怕我们生活没有保障 给我们安排了工作 王三指了指学堂说道 我腿脚不好 被安排这里当保安了 同来的还有几个人 从来也没敢想过 我有一天也能吃上公粮 每个月领银子 从腰后边摸出一个葫芦 打开盖子 惬意地闻了闻 又塞了回去 杨四昌也闻到了 里面是酒 笑着问道 怎么不喝 当班的时候 不能喝酒 王三摇了摇头说道 算算时间 应该要换班了 等换班了之后再喝吧 聊了这么久 我请您喝酒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王三摇了摇头说道 不必了 李大人给我的工钱 我买酒喝了 原本以为您 是个人贩子 聊了这么久 你应该不是 打听这么多大人的事 你是跟着当官的 一起来的吧 杨四昌一愣 有些疑惑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大张旗鼓地闹腾 李大人亲自出城迎接 听说上面来大官了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做买卖跟着官跑 大买卖啊 好眼力 杨四昌赞赏地说道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我和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让你知道 我家大人都做了什么事 我们这些人 是愿意为我家大人拼命的 杨四昌一愣 抱了抱拳 一脸严肃地说道 受教了 现在世道乱 贪官污吏横行 像李大人 这样的好官没有了 王三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做生意我们不管 可别在新军所闹事 别给李大人找麻烦 西北的土地 也不是不能埋人 杨四昌连忙站起来 身子微微一理道 放心 我们只是做生意的 绝没有办坏事的心 这就好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当当当当当 学堂里面忽然响起了铜锣声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放饭的时候到了 如果不嫌弃 可以到食堂去吃饭 我请你们一起去 方便吗 杨四昌看了看说道 没什么不方便的 王三拿出了自己的牌子说道 用这个牌子到食堂 可以免费领一份饭 如果想要多要 就要花钱买了 有人买饭回去 杨四昌好奇地问道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有了 有的人婆娘不在家做饭 回来的又晚 只能买点饭拿回去 食堂的饭又好吃又便宜 比外面可好多了 婆娘不回家做饭 杨四昌瞪着眼睛说道 还很晚回去 众人也面面相去 走遍大明 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王三看了一眼众人 没好气地说道 大惊小怪 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大人的城中 创办了很多的场子 不光男人可以去上宫 女人也可以去 女人也可以去 杨四昌好奇地说道 当然了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那边的城一厂 人家专门招女人 听他们聊天 老李的婆娘 一个月赚回了三两银子 比男人赚得多多 说起这件事 王三的羡慕 溢于言表 你婆娘也去了 杨四昌笑呵呵地问道 王三摇了摇头说道 我可没有婆娘 一直打着光棍 以前家里穷 没人给我说没 我爹死得早 家里只有一个老娘 和一个年幼的弟弟 我娘还总生病 人家嫌累赘 拖了李大人的福 跟着上了战场 虽然断了一条腿 但是立下了不少功劳 得了很多的赏赐 盖了房子 买了地 现在又捞了这么多差事 家里的日子好过多了 前些日子 给我弟弟订了亲 等我弟弟成婚了 我也找一个 王三脸上一脸的希望与得意 有何事的 杨四昌调笑一般地说道 王三点了点头说道 媒婆给说了不少 我都没看上 不瞒你说 我相中了食堂做饭的刘寡妇 为什么要娶寡妇 杨四昌疑惑地说道 没有人愿意 把黄花闺女嫁给你吗 有人愿意 黄三摆了摆手说道 可到了我这个年纪 不想去祸害人家的黄花闺女 寡妇有什么不好的 知冷知热 知道疼人 等一下进去看看 你就知道了 留寡妇不但人长得好 还能干 惦记得人多了 放以前我是想都不敢想 现在可以想一想了 众人听到这话 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行人笑呵呵地往里面走 很快就看到了成群结队的孩子 从教室里面走了出来 朝着食堂而去 食堂在不远处的一排屋子里面 刚刚走进 香味就飘了出来 周围的人见到王三 也笑着和他打招呼 看到没有 那边是先生的食堂 王三指着不远处的一间屋子说道 有学问真好 吃饭都要在那边单独吃 尊师重道 应有之意 杨四昌缓缓地点头说道 是个有文化的 王三赞赏地说道 我们家大人也这么说 跟我来 咱们到这边去吃饭 上午的时候 我就看到饭单了 今天中午有鱼吃 有鱼吃 杨四昌疑惑地看着王三 边塞之地 物资匮乏 百姓想吃肉 李大人知道了之后 发明了一种捕鱼的方法 能够在冰下走往抓鱼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可惜河里的鱼不多 抓不了太多 后来李大人不抓了 军队那边就接过去了 他们每一次去抓鱼 都会送一些过来 他们昨天抓了鱼 今天咱们就能吃上鱼汤了 原来如此 杨四昌缓缓地点头说道 没想到李大人 还有这个本事 大人的本事多了 王三一脸崇敬地说道 一个人一起走进了食堂 看到大白馒头的时候 杨四昌的表情都变了 一脸震惊地对王三说道 吃这个 王三点了点头 一脸感慨地说 是啊 吃这个 大人都未必吃得上 为何 杨四昌好奇地问道 李大人说过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王三感慨地说道 孩子是希望 有孩子才有未来 您看看这里的饭菜 杨四昌连忙看过去 每位学生都是一小碗鱼汤 一种炒得像芋头一样的东西 这是 杨四昌指着碗中的东西问道 土豆 又叫番薯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我们大人找来的种子 四个月就能够成熟 亩产能够达到千斤 我们能够熬过这个冬天 全靠这个 杨四昌脸上露出了恍然的表情 他想起了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徐光启 原本的那个大学士 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活着的时候 曾经致力推广过一种作物 用他的话说 这种种子一旦推广开来 就能够增加粮食的产量 减少饥荒 自己曾经问过他 他说这种作物就叫番薯 难不成是眼前的东西 尝一尝 味道不错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好 杨四昌点了点头 拿起筷子加了一块 放进自己的嘴里 软糯香甜 味道真的很好 抬起头说道 好吃 那就多吃点 王三将一个馒头 放在了杨四昌的面前说道 如果不习惯吃馒头 那边还有米饭 习惯 习惯 杨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食堂的饭菜很简单 除了主食之外 只有一菜一汤 一个菜是土豆 一个汤是鱼汤 当然了 旁边还有早就腌好的咸菜 杨四昌就看见一个小女孩 啃着比自己脸还大的馒头 咬上一口馒头 吃上一口咸菜 吃得格外香甜 怎么还有女孩 杨四昌忽然诧异地问道 女孩怎么了 王三笑着说道 女孩也要读书 你不知道 程一方那边招女账房 要十字的 一个月开四两银子 比我的钱都高 李刚很清楚 劝说女孩读书什么的 没什么用 在这个时代 给他们开明治 太费事费力 关键事也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 让他们意识到 女孩读书能赚钱 他们自然就把女孩 送来读书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 效果很好 杨四昌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 李大人的主意吧 是 王三用力地点头说道 很多人家把女孩送过来 是为了让大人帮他们养 大人也不在意 用大人的话说 男女都是智下之明 李刚让女孩来读书 让女孩来学本事 原因也很简单 自己手下的人实在不够用 新军所现在有15万人 除了老弱和孩子 轻壮不过三万之数 三万轻壮 一万人马 劳动力已经明显不足了 这个时候 当然要开发女性劳动力 女人能顶半边天啊 况且 一万人还不是镜头 李刚还要继续扩充人马 不让女人站出来怎么办 杨四昌颇为感慨 杨咬了一口馒头 喝了一口鱼汤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不错不错 今天的伙食很不错 你们看那边 王三指着不远处的一个人说道 众人连忙抬起头看了过去 只见不远处 站着一个圆圆的女人 脸是圆的 身材也是圆的 杨四昌看了一眼之后 笑着说道 你乡中的寡妇 王三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怎么样 不错吧 长得多福气 多喜庆 杨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看起来是个有福气的人 你娶了她之后 一定能够壮大你的家眼 不错不错 很好 会说话 王三笑呵呵地说道 一顿简单的午饭 杨四昌吃得很开心 吃完了之后 他便告别了王三 离开了学堂 走出门口之后 杨四昌颇为感慨地说道 李刚还真是能给人惊喜 或许他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马宽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杨四昌笑着看着他 伸手指了指说道 得了这么样一个手下 你心里面高兴趣 就不要在我们面前夸奖他了吧 大人此话诧异 他是我的手下 我不也是您的手下吗 马宽连忙说道 杨四昌笑着说道 李刚狡猾 我原本以为他是和谁学的 现在总算找到人了 众人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杨国柱凑了过来问道 大人 咱们接下来去哪里 出城吧 杨四昌想了想之后说道 城里面咱们也看得差不多了 连学堂都看了 老百姓的生活 你们也见到了 的确过得很好 是该去外面看看了 几个人对视的一眼 同时攻身说道 是大人 学堂里面 王三站在门口 目送着几个人离开之后 脸上的笑容缓缓地消失 表情严肃地转身 很快来到了学堂的一间屋子当中 退门走进去 王三攻身说道 大人 事情办妥了 屋子里面站着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身上穿着淡青色的长衫 一副读书人的打扮 听了王三的话之后 脸上露出了笑容 转身说道 你们的话 我刚刚听见了 你做得不错 都是大人的吩咐 王三连忙低头说道 你的功劳 我会上报前大人的 中年人笑呵呵地说道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 你派人去通知我一声 是 大人 王三连忙低头说道 守备衙门 老前头一脸严肃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面前的中年人说道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些吗 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中年人低头说道 回大人 没有了 你做得不错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赏赐会给王三的 你先下去吧 是大人 中年人答应了一声 拱着身子退了出去 等到中年人走了以后 老前脸上的表情略微松懈了一些 外面又来了一个人 走到了老前的身边说道 大人 城门那边来了消息 他们出城了 我知道了 老前点了点头说道 见来人似乎没有走的意思 老前有些诧异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 大人 我没什么事 只是城门那边的来人 问要不要跟上去 手下低着头说道 老前头摆了摆手说道 不必了 大人不让跟着 如果被发现了 反而打草惊蛇 告诉他们 做好自己的事情 即是传递消息就是了 是 大人 手下答应了一声 躬身退了出去 老前走回了桌子旁 低着头看着眼前的地图 拿起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衙门的事情交给张仲理之后 老前头娶了媳妇 但他也没闲着 作为一个后世来的人 李刚可太知道情报站的作用了 也太知道情报站会发挥什么样的威力 手上有一支专私情报的人员很重要 李刚把这件事情 交给了老前头来操作 事实证明 老前头在这方面非常的有天赋 他招募了一群人从 暗中训练 现在整个新军所 全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下雪天之后 老前头还派出了人去其他几个蹲堡 李刚的意图 老前头很清楚 在这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为李刚铺路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 情报先行 得知杨四昌等人要来之后 老前头便开始了布置 虽然自己家的大人不让自己派人跟着 但他依旧在城里面各个地方 各个重要的地点 全部都安插了自己的人手 无论他们微服私访 还是大张旗鼓地去找 得到的都会是事先编排好的结论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消息泄露 学堂那边表现得很好 回头要给奖励 整理了一下情绪 老前头站起了身子 迈不向后面走了出去 刚到后院就见到李刚在院子当中 似乎在比划着什么 大人 老前头低着头开口道 有什么事 李刚抬起头问道 杨大人的一行人去了学堂 看了孩子们看了食堂 还在食堂吃了一顿饭 老前头恭恭敬敬地说道 王三还和他们聊了很多 王三 李刚抬起头说道 我想起来了 上次峡谷之战 他从山坡上砍倒了一个打子兵 然后伤了自己的脚 是不是他 老前头有些尴尬的 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他 你收了他 李刚眉头微皱地说道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您别看他打仗不行 但其实他是个人才 培训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把他送到学堂 去当保安了 再过段时间 我想把他放出去 腿脚不灵便 合适吗 李刚有些迟疑地说道 这样的腿脚 才适合隐藏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我说的是你如此使用一个 腿脚不灵便的人合适吗 这样出了什么事 他跑都跑不了 李刚没好气地说道 问清楚 不要强迫人家去做 大人 我怎么可能强迫他 老前头无奈地说道 他真的是自己愿意的 我当初让他去当保安 他哭得稀里哗啦地来找我 极为不情愿 我和他说了暗卫的事情 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行吧 你看着安排 李刚微微点头道 是 大人 老前头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 没有什么其他事 不用打扰我 李刚想了想之后说道 有什么事情 你做主就可以 我要把精力放在军事上面 知道 大人 老前头答应了一声 弓着身子退了出去 新军所 城北 杨思昌坐在马上 目光所及是宽阔的道路 到处都是开垢好的凉田 虽然被大雪覆盖了 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田地的痕迹 梁田万母 好啊 杨思昌颇为感慨地说道 众人也都赞赏着点了点头 听说远没有亲眼看到来的震撼 继续纵马飞驰 很快众人就看到了一座堡垒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没想到李刚蕾的堡垒 居然如此高大 能让百姓觉得安全 杨国柱在旁边点头说道 走 咱们过去看看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 一起朝着堡垒走过去 因为不是战时 没有烽火 堡垒的大门开着 众人到的时候 这里还有人在进进出出 见到他们的时候 守城的士族 表情迅速严肃了起来 平日里堡垒里面也来人 但大多数都是走坊的廊中 或者卖货的货廊 或者是来收东西的商人 像他们这样 骑着高头大马来的 基本没有 我太显眼了一些 杨思昌苦笑地说道 杨国柱在旁边 笑呵呵地说道 大人气质非凡 穿成什么样 还是容易被人认出来 还不如现在光明正大的进去 杨思昌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翻身下了马 守城的士族 也走到了近前 对着众人微微行李说道 齐家宝小旗 张江见过诸位 不知诸位到我们 齐家宝来 有何贵干 我们就是来看看 杨思昌私下看了看 有些尴尬地说道 上面来的大人 张江抬起头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杨思昌有些疑惑地说道 几位的穿着打扮 骑着的高头大马 一看就身份不凡 小人便是本地人 也经常到新军所去 新军所的贵人当中 可没有几位 前日城里面 闹了很大的动静 说是有大人要来 保重的百姓 还去看热闹了 我虽然没去 但也听说了 一脸想 便自然能猜到了 杨思昌赞赏地开口说道 厉害 了不得 堡垒小旗便有如此见识 难得 还要多亏李大人 张江笑呵呵地说道 这也要多亏李大人 杨思昌皱着眉头说道 你可别把什么都 归到李大人的身上去 我们这些人眼睛 可是明亮得很 张江摇了摇头说道 无论是谁问我 都会这么说 再说了 我也不知道几位大人的身份 没有必要隐瞒 也没有必要说谎 你不想知道我们的身份 杨国柱向前了一步说道 张江摇了摇头说道 诸位大人还是不要说得好 不知道诸位大人的身份 我说几话来 还少一些顾忌 一旦知道了 我说几话来 可能就小心翼翼 我想诸位大人 没有让李大人陪着 想必也是想听一听 下面的人说真话 是不是 杨思昌点了点头 更赞赏了说道 李刚麾下真是藏龙卧虎 前有张仲理 后有陈现在一个手保的小旗 居然都有如此见识 难得 张江笑呵呵地说道 诸位如果不嫌弃 我陪诸位走一走 咱们边走边聊如何 多谢了 杨思昌点了点头 麦步向里面走了进去 走了几步 杨国柱便在旁边问道 你还没说刚才的话呢 怎么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也归功于李大人 正是如此 张江点了点头说道 李大人到了新军所之后 精兵减政 才太老弱 留下的老兵进行整训 我就是其中之一 整训 杨思昌转过身问道 张江点了点头说道 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 白天在一起练习各种本事 学习弓马骑射 晚上集中在一起学习认字 认字 杨思昌有些迟疑地说道 张江点了点头 有些感慨地说道 就是认字 除了认字之外 还要学习大人编写的书册 用大人的话说 不学习 不知礼意 不知中意笑题 你们大人还编写教材 杨思昌更好奇了 张江点了点头说道 只是一些简单的做人道理 比如论语实则 教我们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 还有一些算学的知识 地理的知识 原来如此 杨思昌缓缓地点头说道 大人也会给我们讲事情 讲道理 让我们明辨是非 比如 我们为什么要当兵 什么叫保家卫国 张江感慨地说道 正是有了大人的教诲 我们才有了今日的觉悟 杨思昌目光中 带着震惊地说道 能把你的书册给我看看吗 当然没问题 张江从怀里 将一本册子拿出来 递给了杨思昌说道 我在整讯毕业之后 书册我带回来了 每天都带在身上 随时翻一番 用李大人的话说 温故而知心 除此之外 李大人还会时不时地 把我们教导一起 学习新的知识 进行新的整讯 用李大人的话说 这叫严肃思想作风 不懈怠 杨思昌点了点头 一脸凝重地 翻开了手中的册子 册子非常非常地简单 前面就有他们说的论语实则 写的也是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无日三省无身 这样的简单论语 每一条后面 都配上了孔子的小故事 孔子当时为什么这么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写得非常地清楚 论语实则 后面还有地理知识 如山川河流 后面还有家国的概念 什么叫大明 什么叫家 什么叫国 什么叫保家卫国 两久之后 杨思昌将手中的书册 合上一脸赞叹地说道 李刚大才 转头看着张江说道 能不能把这本册子送给我 大人您可别为难我 张江苦笑着说道 看您的身份 一定认识我们家里大人 您可以向他要一本我这本 我这本册子 我是要留着当传家宝的 好 杨思昌拍了拍张江的肩膀 将手中的册子递给他说道 的确可以传家 收回了注册之后 张江似乎松了一口气 笑呵呵地问道 几位大人还想看什么 杨思昌脸上带着笑容说 能不能带我到百姓家中看一看 张江点了点头 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户人家说道 这户人家如何 杨思昌打量了一番 一家普通的农户 门口摆放着栅栏 院子里是一间三间的泥坯房 于是便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没问题 几个人向着屋子走了过去 院子里一个老人 看到几个人愣了一下 陈老伯 张江看着老人 笑呵呵地抱拳道 原来是张大人 老头看着张江笑呵呵地说道 陈老伯 你可别这么叫 张江摇了摇头说道 你还是叫我张江 我身边这几位是城中来的大人 想到您家中看一看 没问题 陈老伯点了点头 几位大人请 几个人走进了陈老伯的院子 左侧摆放着一堆柴 右侧则是一座篱笆扎的墙 里面养了几只鸡 还有几只鸭子 咱们到屋里坐 陈老伯笑着问 不必了 就在院子中吧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在院子中说几句就好 陈老伯点了点头 搬出了几个凳子 众人也没客气 自己拿着凳子 找了地方坐了下来 陈老伯又回屋子里面 拿出了水壶 给几个人倒了一碗水 杨思昌端起来喝了一口 还是热水 坐下之后 杨思昌笑呵呵地问道 老伯 日子现在还好过吧 陈老伯有些感叹地说道 以前的日子不好过 现在有了李大人 日子好过得多了 你看看我 家里有住的地方 有穿的衣服 有粮仓 也养了一些鸡 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 杨思昌有些好奇地说道 我能看看您的粮仓吗 当然没问题 陈老伯点了点头 站起身子 领着几个人 来到了粮仓的前面 伸手将粮仓的门打开 笑着说道 几位请看 众人走进去 粮仓里面很大 但很空旷 摆放着的 大多都是一些粗粮 还有半袋白面 杨思昌有些好奇地说道 这些粮食够吃吗 陈老伯点了点头说道 土豆都在这里放着 说着将粮仓中间的地窖盖子打开了 放在上面不行 天太冷了 土豆会冻 杨思昌点了点头 杨国柱在旁边说道 我下去看看 下面又黑又窄 你小心一些 陈老伯在旁边嘱咐道 您放心吧 杨国柱拍了拍胸脯 顺着地窖的木梯子走到了下面 扫了一圈之后 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杨思昌等人在上面闲聊了几句 杨国柱就爬了上来 面对杨思昌询问的目光 杨国柱笑呵呵地说道 下面全都是土豆 很多足够吃一冬天了 陈老伯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没办法的是 我们回来的时候 家园都被毁了 土地也都荒芜了 我们原本想着 这个冬天没法过了 李大人找来了土豆种子 让我们跟着种土豆 虽然冬天只能吃土豆 但是总能熬过去 田台啃好了 明年开始种下粮食 日子就好过了 日子有希望就好 杨思昌在旁边点头附和道 几个人从粮仓里面走出来 回到院子里面坐下 杨思昌又开口问道 陈老伯 您家里面就你一个人吗 老伴去得早 留下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娶了妻 老二还没娶妻 陈老伯一脸幸福地开口道 儿子们都不在家吗 杨思昌好奇地问道 老大参加了护保队 跟着去训练了 陈老伯笑呵呵地说道 老大的婆娘和老二 去厂里面做工了 要太阳下山才能回来 做工好 做工好 做工就有收入了 杨思昌点了点头说道 都是脱了李大人的福 陈老伯一脸感激地说道 有了李大人 我们才有好日子过 家里面有粮食 做工能赚钱 日子才算有盼头 说得有道理 杨思昌笑呵呵地说道 陈老伯能和我说说护保队吗 张江脸色微变 心中多少有些紧张 别人不知道 他心里面很明白 陈老伯的儿子 可不是参加什么护保队 而是到新军所去当兵了 前几天 上面来了人告诉张江 如果有人来问 就说他们在城里修城墙 回来参加了护保队 千万不要说 他们当兵 虽然自己已经和他们说了 张江还是怕陈老伯说漏嘴 陈老伯喝了一口水 一脸淡定地说道 您是外地来的不知道 我们这是边塞之地 除了达子之外 还有很多山匪流氓 家里好过了 就担心他们来抢 我儿子跟着护保队 是为了护保队 庄子里面的粮食 李大人说了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劳动果实 还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刀枪 李大人是个好官 张江在旁边 顿时松了一口气 杨思昌缓缓地点头说道 行 我们知道了 咱们走吧 陈老伯一脸疑惑地说道 几位大人天时不早了 不如在家里留顿饭吧 杨思昌摇了摇头说道 算了 我们还是回城里面 去吃李大人的饭 李大人的饭比较好吃 众人听了这话之后 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陈老伯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张江带了几个人出了院子 出了陈老伯的家 杨思昌又让张江带着他们 走了几个院子 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日子多好说不上 都能吃得饱穿得暖 走到庄子的另一侧 杨思昌看着一家门口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家与其他家并没什么不同 只是门口立了一个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 功臣之家 张江眼中带着羡慕地说 您他们家出了劣势 大人说了 但凡为了守土战死的将士 全都是新军所的功臣 是大名的功臣 为了表彰他们 李大人给了很多的好处 还在他们门口立了牌子 功臣之家 路过的人都要高看一眼 杨思昌有些好奇地说道 还有这是 张江点了点头说道 李大人的恩德 杨思昌看了一眼 功臣之家的牌子 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能进去看它吗 当然 您请 张江笑呵呵地 陪着几个人走进了院子 院子当中没有别人 只有一个老妇人 正在忙碌着 见到张江之后 笑呵呵地开口说道 小江来了 老婶子 张江指了指杨思昌说道 几位大人到咱们这来 我带他们过来看看 老婆婆一愣 马上露出了几分 不好意思的神情说道 李大人已经来过了 送了很多的东西来了 怎么又派人过来了 张江刚想开口解释 杨思昌抬手打断了他 我们可没带东西来 杨思昌笑着说道 我们只是 奉了李大人的命令 过来看看 您老人家 有什么需要我们 解决的事情 你老可以告诉我们 没什么需要你们解决的 老婆婆笑呵呵地说道 家里面的日子都好过 李大人逢年过节 就会送一些东西过来 老大不在了 老二李大人 也给安排了工作 每个月都有收入 过年开春就要成婚了 老大在天有灵 也会感激李大人的 我们全家都感激李大人 杨思昌叹了一口气说道 难为您老了 老婆婆摇了摇头说道 边关苦寒之地 达子每年都来 烧杀抢掠 什么事都干 您出去问问 哪一家没有被达子杀了的人 老大虽然死了 但他是为了保护 我们死的 只有有人站出来 我们这些人 才有安稳的生活 没事的 没事的 老婆婆虽然这么说 可还是抹了抹眼睛 张江在旁边 叹了一口气说道 当初老大站死的时候 李大人过来了 老婆婆老半死得早 自己拉扯两个儿子 长大不容易 李大人问他 有什么需要 老婆婆当时说 自己没需要 只是问了一句 我儿子可有否 杨四昌连忙追问道 李刚怎么说的 李大人说 永贯三军 张江一脸骄傲地说道 峡谷一战 老大一个人击杀了四名打子兵 临死前还杀了一个人 大人亲自送来了 抚恤金和奖赏 还有眼前功臣之家的牌子 好 好啊 杨四昌笑着点头说道 张江在旁边 郁郁郁郁郁市地说道 大人您不知道 其实我也想跟着上战场的 我也去选过兵 结果张大人让我回来收保 您要是见到李大人 替我美言几句 让我跟他上战场 闻战则喜 杨四昌有些感慨地说道 好人好地方 摇了摇头 张江一脸严肃地说道 其实没有人愿意打仗 谁不想安安稳稳地活着 谁愿意拎着刀子上战场 跟人拼命 还不是活不下去了 杨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这是实话 张江继续说道 李大人曾经说过 我们今天打仗 是为了明天儿子孙子 不用打仗 仗今天不打 明天不打 早晚也要打 战死沙场 是我们这边人要付的代价 我们不付这个代价 儿子付 孙子付 我们这些人 吃了一辈子苦 一身土两脚捏 还是我们付吧 杨四昌感动得没说话 拍了拍张江的肩膀 杨国柱在旁边 也是一脸的感慨 老婆婆看着张江 笑呵呵地说道 峡谷那一仗打赢了 我们能安稳好久了 明年有了收成日子就好过了 你也不要乱跑了 在家好好地守着你娘娶个媳妇 知道了 老婶子 张江笑着答应道 大人 留下来吃饭吧 老婆婆笑呵呵地说道 让小江杀一只鸡 你们留下来喝鸡汤 杨四昌摇了摇头说道 饭我们就不吃了 我们要赶回城里面 把事情告诉李大人 不然完不成任务 李大人该说我们 老婆婆点头说道 那是得回去 李大人严谨 不能够让你们犯错误 多谢老婆婆了 杨四昌点了点头 辞别了老婆婆 出了院子 也没有再继续逛 而是直接向着宝外走了出去 张江送这几个人 一直出了堡垒 看着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 才松了一口气 走出去很远 杨四昌停住了战马 看着周围的人说道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马宽有些疑惑地说道 大人发现什么了吗 杨国柱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张江有鬼 有鬼 马宽疑惑地说道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不是没看出来 你是看出来不愿意说 杨国柱在旁边 没好气地说道 你就是在护犊子 还在这里插磕打混 马宽连忙摇头说道 哪里有大人 你可别冤枉我 杨四昌打断了两个人的话说道 行了 你们两个不用吵了 原本我也没看出什么了 直到陈老伯提起护保队 张江明显紧张了不少 大人 要不要查一查 杨国柱抬起头 严肃地说道 马宽心里咯噔一下 脸色变得有一些不好看 杨四昌摇了摇头说道 不必查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查的 无非就是 李刚训练护保队的时候 和训练军队一样 大人的意思是 杨国柱迟疑着说道 杨四昌瞪了一眼杨国柱 没好气地说道 你也装傻是不是 李刚是闲官小了 回去给他加官进绝 脑脑脑脑袋 杨国柱笑呵呵地说道 让他带领这些人 把当一个守心军所 的确是屈才了 朝廷应该重用这样的人 你们俩都不用说这些 杨四昌笑着说道 我又不是识人不明的人 走吧 该回去了 诚信而来 诚信而归 两个人点头跟着杨四昌 一起往回走 日落时分 几个人终于回到了新军所 李刚也带着小老头等人 在门口迎接 见几个人下了战马 李刚连忙迎了上去 一脸担心地说道 几位大人可算是回来了 你们要是再不回来 我都要带着人亲自去寻你们了 杨四昌也遇着说道 你治下不说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也差不多了 你还担心我吗 总有一些人胆大包天 李刚叹了一口气说道 说白了 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如果能吃饱能穿暖 谁愿意铤而走险 下官还是做得不够好 你要是做得不好 我们都该羞愤自杀 杨四昌没好气地说道 大人此话折杀我了 李刚连忙摇头说道 我哪里敢大人 和大人比 行了 不必客气了 杨四昌摆了摆手说道 这次到你这里 我算是长了见识了 走吧 咱们回去说 是 大人 李刚答应了一声 一行人走进了新军所 来到了守备衙门 杨四昌迈步走进去 笑呵呵地说道 我到这里有好几天了 说实话 还没有仔细看过你的衙门 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李刚有些不懂地说道 咱们大明有一个 做官不休衙的规矩 你知道吗 杨四昌严肃地问道 李刚想了想之后说道 下官听说过 好像是衙门越破 官员越清廉 没有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 而是都用在了百姓的身上 正是如此 杨四昌点了点头说道 你相信吗 这 迟疑了片刻之后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回答人 下官不相信 此种作为 有些刻意了吧 杨四昌哈哈大笑地说道 你说得没错 的确是有些刻意了 我曾经见过很多 不休衙门的官员 你知道吗 他们不休衙门 他们也不住衙门 不住衙门 李刚说道 怕是不合规矩吧 当然不合规矩 杨四昌冷哼了一声说道 不休衙门 彰显自己的清廉 同时在城里买了大宅子住进去 该享受什么享受什么 衙门太残破 他们还不办公 简直公司两废 李刚苦笑着没有开口 他也不知道怎么评价 大明官场风气如此 再说了 大明官场上的风气 可不光是如此 有很多的规矩 很多的事情 是没办法拿到台面上来说的 摇了摇头 杨四昌笑着说道 你的衙门是新修的吧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是新修的 说起这件事情 我倒知道些事 马宽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知道你就说 还卖关子 杨四昌笑着说道 李刚到了新军所之后太忙了 先是修城墙 然后帮着老百姓开垦田地 给老百姓修房子 又修气敦堡 自己则住在一座荒废的庙里 马宽一脸感慨地说道 还有这事儿 杨四昌不敢置信地说道 马宽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如此 本地的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 自发地拉来的物料 给李刚修衙门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神情复杂地看着李刚 杨四昌说道 官做到 你这个份上 让本官都羡慕 下官不过是尽本分而已 李刚低头说道 好啊 好 杨四昌伸手拍了拍李刚的肩膀说道 走吧 咱们进去说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大唐 杨四昌这次没有客气 直接坐到了主座上 坐下之后 面容严肃地说道 想必你们也知道 本官这次到新军所所为何事 众人的表情 也一下子都严肃了起来 身子都坐直了 你们报上去的功劳 本官已经查实了 准确无误 册子本官回头会带走上奏朝廷 杨四昌看着李刚说道 关于你的赏赐朝廷也有了决断 李刚连忙站起了身子 走到大唐中央 恭恭敬敬地站定 皇上有指 如果你的功劳是假的 一定要致你个虚报战功之罪 本官将你拿下 直接押往京城 如果你的战功是真的 着令本官对你们进行声赏 杨四昌大声地说道 聊起衣服跪倒在地上 李刚大声地说道 黄恩浩荡 陈李刚叩谢黄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杨四昌没有让李刚起身 反而从袖子里面 掏出了一份圣旨 屋子里面的人全都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杨四昌居然是带着圣旨来的 连杨国柱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见到圣旨 没人敢怠慢 全都跪下了 奉天承运皇帝 找曰 杨四昌缓缓地展开了圣旨 大声地念叨 竟有新军所守将李刚 中正耿直 秦于王室 抵抗边寇有功 授从四品宣武将军 加正六品云契位 钦此 陈李刚接指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刚连忙叩谢黄恩 杨四昌走过来 将圣旨交在了李刚的手中 面容严肃地说道 起来吧 李刚拿起圣旨 恭恭敬敬地站起了身子 坐下说吧 杨四昌坐回了椅子 对几个人说道 等到众人都坐了回去 杨四昌才开口说道 圣旨中受了你四品的五职 还给你加了薰 是皇上对你的看重 关于你的实职 我来之前 皇上有嘱托 想问问你自己 屋子里面的人都是一愣 这是有问自己的吗 看向李刚的目光有些不同了 李刚这一仗 打得太让皇帝开心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态度 这叫减在地心 在立功劳 必然前途不可限量 回大人 下官想继续留在新军所 李刚站起身子说道 留在新军所 杨四昌眉头微皱地说道 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新军所太小了 没有你施展才华的地方 大人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新军所不小 后经从这里打进来一次 我想他们还会再打第二次 下官准备在这里 和他们碰一碰 他们要是不来呢 杨四昌苦笑着说道 下官就出去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杨四昌先是一愣 随后迟疑地说道 你认真的 当然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马大人驻守在赤城 新军所的位置正合适 尽可以联系其他的堡垒出长城 退可以以赤城为根基 守住长城 下官相信 这里大有作为 沉默得良久 杨四昌一拍桌子说道 行 既然你想在这里 本官就成全你 郑无品的签户 我就不给你了 我给你郑四平的指挥使 屋子里面的人 脸色都变了 没想到杨四昌 也这么看重李刚 指挥使 郑四平 这可是参将的待遇 在网上 就是都指挥司的官职 是副总兵和总兵 才能有的待遇 李刚绝对是破格中的破格了 官职游击将军 普通的游击将军 能带兵三千 我特准你带兵五千 杨四昌盯着李刚说道 你能不能行 我能行 李刚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脸色都有些迟疑 杨国柱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大人 此举怕是不合规矩吧 杨四昌抬了抬手说道 规矩是人定的 我会上书皇上 杨国柱等人没再开口 杨四昌都这么说了 他们还能怎么说呢 以杨四昌的地位 皇上基本上不可能 不同意他现在的建议 李刚升职升定了 李刚一脸感激地看着杨四昌 大声地说道 多谢大人 抬了抬手 杨四昌笑呵呵地说道 你本就是我手下的人 我自然要为你做主 何况你的功劳是实打实的 如此赏赐 还稍显轻一些 够了 足够了 李刚连忙说道 对于杨四昌给自己的赏赐 李刚很满意 甚至超出了李刚的预料 无论是官职还是官位 给的都不低了 自己不能够太贪心 况且 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其他的已经不重要了 郑四平的游击将军 放在什么地方 都是炸裂的存在 关键是 统帅的人马 能够有五千人 代表着 自己是被破格使用 李刚不禁想起了 抗战时期我军的配置 那时候有很多团 表面上编制是一个团 实际上 无论武器装备 还是人数 都能达到一个旅 甚至是一个师 团长表面上是团长 实际上都是破格使用的 杨四昌看着李刚眼中满是喜爱 心中很是赞赏 在山海关当巡抚多年 深知边关将领 对后金的态度 大多数都是为之如虎 即便有的人敢打 也仅仅是 抱着拨命尽忠的心思 李刚却不一样 李刚是 抱着能够打赢的心态 无论是从练兵 还是从其他方面 他都做了很多的准备 这一点 杨四昌最为看重 前面还打赢了 这一点也很重要 有了这些点 杨四昌相信自己 肯定能够说服皇帝 总归不过五千人 就让他折腾 如果他能折腾点东西出来 那再好不过了 如果能够打出草原去 自己就能够培养出一代名将 哪一位名将 不是从小处做起的 最重要的是 胆识是谋略 在杨四昌看来 这些东西 李刚全都具备 李刚在杨四昌心中的地位 杨国柱加马宽都比不了 行了 事情定下了 杨四昌站起身子大笑地说道 我心里边也松了一口气 天色不早了 咱们吃饭吧 是 大人 李刚连忙开口答应道 老前头早就已经让人准备好了饭食 这个时候 连忙让人送了上来 除了肉食之外 还有土豆 还有烟菜 吃了一口土豆 杨四昌面露满意的表情 软糯香甜很好 杨四昌缓缓地点头说道 我上了年纪了 有些东西吃不动了 土豆正合我的胃口 我走的时候 给我带上一些 是 大人 李刚连忙低头答应道 上级领导 到你这里来管 你要一些本地的土特产 这绝对是对你的看重 不要说现在了 即便是在后世 也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 代表领导记住了你这个人 记住了 你们这个地方 晚饭吃过了之后 杨四昌没有再让李刚他们陪着 早早地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磨开了墨 拿起了笔 他开始写奏书了 这份奏书 他准备写得详细一些 写得久一些 在京城的时候 杨四昌就发现了 皇帝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 对地方的事情非常的关心 也非常喜欢看一些地方上的事情 只不过大多数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让皇上开心 而是让他生气 新军所的事情 杨四昌相信 肯定能够让皇上开心 皇上看了之后 也能够记住李刚的名字 对于自己提拔李刚 也有好处 李刚的房间 老前头恭恭敬敬地站在李刚面前 笑呵呵地说道 大人 事情成了 现在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李刚摇了摇头 苦笑着说道 这才乃到哪 大人的意思是 老前头有些疑惑地说道 以前咱们做得小 距离京城也偏远 没有人太在意咱们 现在不一样了 咱们太显眼了 盯上的人就不会少了 不说别的 入了皇上的眼以后 就难了 李刚悠悠地开口说道 老前头抬起头 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李刚 怎么入了皇帝的眼 有些难了呢 这不是好事情吗 大人是不是糊涂了 你等着 过几天监军就来了 李刚美好气地说道 老前头的脸色一变 心中一动 明白了大人在担心什么 以前的确没有监军 以后就不一样了 肯定会派人来 说不定来的还是太监 一旦太监到了这里 事情就麻烦了 指手画脚就不必说了 关键是 自己这里有很多不合规矩的事情 尤其是练兵的事情 就不合规矩 这么多的人马怎么交代 一旦被监军捅出去 大人的罪过就大了 大人 这怎么办 老前头一脸担心地说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慢慢想 李刚摇了摇头 眼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是 大人 老前头眼睛微眉着说道 监军 监军又怎么样 如果他懂事也就罢了 给他一些人钱 给他一些好处 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如果他不懂事 大草原上扔一具尸体 可不好找 李刚不知道老前头的想法 如果知道 一定催他一脸 监军不是不可以杀 但那是最后的办法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杀 你杀了一个朝廷再派一个 你还能再杀 死一个能伪装成意外 死两个怎么伪装 第二天天刚微微亮 杨四昌活动了一下 有些发皱的手 抬起头看了一眼 天居然亮了 脸上就是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面前的桌子 杨四昌笑了 莫用完了 油灯什么时候灭的 自己也不知道 看了一眼 自己写的满桌子的纸 杨四昌笑容更灿烂了 写起来就莫收住笔 事情还真的多 活动了一下筋骨 杨四昌朝着床走了过去 他要睡一会儿 年纪大了 整夜的熬夜坚持不住了 这一觉是一定要睡的 太阳刚刚升起 杨四昌才从床上起 活动了一下筋骨 发现还比较精神 将桌子上的纸张都收了 起来迈步走到院子里 刚出去就见李刚等人 从他们的样子上来看 应该已经在这里 等了有一会儿了 有什么事吗 杨四昌看着众人 有些不明所以地问道 来源 HTTPS冒号斜杠斜杠M LWXS COMSU 269381下画线3 本文是使用带舵小说下载器 Download all content下载的 爹 你穿越明末了最新章节 孟先生的猫 爹 你穿越明末了全文阅读 爹 你穿越明末了吧 乐文小说 几个人面面相去 杨国柱向前走了一步 有些尴尬地说道 大人没什么事 我们只是担心 见你没事 我们就放心了 我能有什么事 杨四昌美好气地说道 天色不早了 赶紧吃饭 吃完饭咱们走了 李刚脸色一变 向前走了一步说道 现在就走 有些突然吧 大人不再待一些日子了 马上过年了 杨四昌美好气地说道 我要赶回衙门去 不能在你这里过年吧 李刚笑呵呵地说 倒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早就让他们准备好了年货 大人们如果在这儿 咱们一定能过个好年 我是没什么问题 杨四昌摊了摊手说道 你问问你那两位大人 他们都有家人在 怎么可能在你这里过年 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李刚挠着挠头说道 如此下官让人准备饭 这才对 杨四昌笑呵呵地点头答应道 吃过了饭之后 天已到正午 杨四昌等人没再停留 直接离开了新军所 趁着天还没去了赤城 等到众人走了以后 李刚这才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几天 李刚都很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朝廷颁发下来的官职 发给自己的手下 他们等了这么多天 早就已经等极了 新的官服 新的官印 过年之前全发下去 让他们年前感受一下喜悦的气氛 过年的时候 也能够让家里人高兴高兴 忙过了这些事情之后 李刚又忙着巡逻了其他的堡垒 现在 李刚是新军所游击将军 对于周围的敦堡 都有调动的权力 但并不是他们的直辖上司 毕竟游击将军的是野战将军 如果非要分的话 其实宝兵更像后世的驻守部队 游击将军率领的是野战部队 游击将军的作战范围 包含了驻守部队的驻守范围 有需要驻守部队 也要配合游击将军作战 但是驻守部队 并不归游击将军管辖 面对李刚周围的守将态度都很客气 也不敢得罪 首先 李刚的官职摆在这儿 比他们要大 官大一级压死人 何况大这么多 虽然李刚不是他们的直属上司 但是都在这篇魂 比你高这么多 你能不尊重 其次 李刚是游击将军 是负责打野战的 一旦有了战事 还要指望着李刚救命 你得罪了人 不来救你怎么办 牵扯到自己的小命 没有一个人敢大意 忙完了这些事情之后 已经到那月二十九了 眼看就要过年了 夜幕降临 李刚站在院子里 苦笑地摇了摇头 想了想自己穿越过来 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去年的今天 自己还和儿子在家里面过 两个人虽然贫苦 但日子过得也算温馨 父子两个人算不上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还不错 现在想想 这种日子 恐怕以后都没有了 一个在后世 一个在明代 想见面都难了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李刚转身回了屋子 坐在床上 李刚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页面 这么多天 他都没有打开系统页面 原因也很简单 他想 今天打开系统页面 然后领取奖励 算是给儿子发放新年礼物了 打造二级领地的五个任务 前面已经完成三个了 剩下两个任务 分别是招募一万士兵 和扩充三倍领地 两个任务后面 都写着完成两个字 李刚没有犹豫 分别领取了奖励 两个任务分别奖励 三千点系统点数 这是小奖励 李刚没放在心上 李刚关心的是大奖励 二级领地建造完成 系统会给很多好处的 二级领地 每月可领取系统点数三万 李刚面露欣喜 一级领地 每月领取点数是一万点 现在直接翻了三倍 代表自己 从儿子那里获取的物资 也将翻三倍 年前升级果然是正确的 有了这些系统点数 自己能搞一大批物资 二月份的时候 自己就能够出长城 去打多尔滚 多尔滚 你给我等着 咱们草原上见 李刚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目光再次落在了系统页面上 果然三级领地的任务来了 建造三级领地 任务一 人口达到五十万 任务二 招募士兵三万 骑兵五千 任务三 领地范围扩大五倍 任务四 开垦良田十五万亩 任务五 建立炼钢厂 年产量十万吨 五个任务 完成一个任务 奖励系统点数五千点 扫了一眼之后 李刚就关上了 不用想了 短时间内没办法完成了 缓缓地躺在床上 李刚脸上露出了笑容 儿子现在也应该 收到系统的奖励了 不知道是什么呢 想到儿子 获取奖励的样子 李刚脸上的笑容 更灿烂了 纽约 法拉盛 和平饭店顶楼 明天就要过年了 法拉盛灯火通明 很多地方都装扮得很喜庆 楼下还有人捂狮子 热闹非凡 李恒站在楼顶上 目光中 没有一丝一毫的喜色 陌生的国家 陌生的城市 虽然自己现在混得很好 有钱花 可有些东西 不是钱能够弥补的 尤其是在现在 抬起头看着天空 李恒喃喃地说道 爸 我想你了 病 听到响声 李恒眉头一动 奖励来了 老爸又完成任务 看了一眼 三个奖励 两个小的一个大的 李恒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来 老爸这次完成的任务 不是小任务 拿出了第一个小奖励 李恒看了一眼 面露喜色 热游神技能 隐身 阳光照射的时候 能够在阳光下隐身 与热游神的技能搭配起来 自己就能够全天隐身了 如此一来 自己做事情就方便多了 不用专挑晚上了 拿出了第二个奖励 是一枚丹药 气血丹 能够大大增强人的气血 李恒眼睛一眯 介绍如此简单 没有犹豫 拿出气血丹 就扔进了自己的嘴里 上一次的练体丹 给了自己很大的惊喜 气血丹应该也会吧 打开最后一个大奖励 李恒愣在了原地 一部手机出现在了李恒的面前 从外形上看遥遥领先 简介上却写着时空穿梭机 这玩意儿能穿越时空 详细研究了一下 李恒脸上的表情 也越来越精彩 这东西真的能够穿越时空 比起自己想象中的 要厉害很多 当然了 穿越时空 也不是无条件的穿越时空 第一个条件 是要有时空坐标 李恒查看了一下 自己只有一个时空坐标 那就是自己老爹所在的时空 除了这个时空坐标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李恒倒也没有失望 除了自己老爹那里 别的地方他也不想去 对于古代 李恒实在是没什么念想 也没有什么他想去的地方 在现代社会生活过得非常的好 有钱有势 据古代能做什么 古代的生活水平和现代 完全没法比 第二个条件 则是要有系统点数 穿越时空不是白穿越的 自己一次穿越 要花费一万系统点数 消耗老爹一吨的物资 第三个条件 自己不能在老爹的时空停留太久 穿越一次 自己能够在那里停留24个小时 也就是一天一夜 超过24小时 想要继续停留 需要继续支付系统点数 每24小时 需要支付系统点数5000点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 比如自己过去之后 自己通过系统获得的能力 都不能使用 自己将成为一个超能力者 重新变回普通人 虽然李恒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也没纠结 拿出了自己的电话 拨通了父亲的号码 很快电话就通了 李恒将自己获得奖励的消息 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李刚一脸惊喜地坐起了身子说道 过来啊 等什么 爸 你的系统点数够不够用 李恒苦笑着说道 李刚笑呵呵地点了点头说道 建造完二级领地 系统给了我3万点数 加上完成的两个任务 总共36000点 二级领域能够领取的 系统点数也提升了 我每个月能领取3万的系统点数 暂时来说 系统点数够用了 儿子 你来吧 咱们再一起过个年 李恒眼圈有些发红的点头说道 好 再来之前先准备一些东西 李刚想了想之后又补充道 这次的系统点数 我就不留着了 全部都花掉 你要什么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李刚很快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抱了一遍 李恒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准备 准备好了之后 我就去找你 好 李刚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挂断了电话 李恒抹了一下自己眼角的泪水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脸上渐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将手机收起来 走到旁边拿起衣服穿上 李恒迈步向外走了出去 自己的储物戒指当中 虽然有东西 也足够老爸所需要的 但是到了老爸那边 储物戒指能不能用 暂时不得而知 如果能用自然最好的 要是用不了就麻烦了 储物戒指里面装一些东西带着 然后再将父亲需要的东西传送过去 如果储物戒指到了那边不能用 也不会耽误什么 来到仓库 李恒快速地挑选了物品 因为只有一个人 所以挑得比较慢 等到忙完的时候 天都已经快亮了 李恒看着东方升起来的太阳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大年三十终于到了 给周静如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要出去一趟 一天一夜之后才回 周静如虽然心中失望 但也没说什么 只是希望李恒能够小心一些 并且助他一路顺风 挂断的电话 李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将物资给老爹传送了过去 开启时空传送 自己也消失在了原地 大鸣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李刚起了一个大早 外面天还没亮 他就起来了 实在是不起来不行了 翻来覆去地躺在床上也睡不着 昨天晚上 他就没怎么睡 起床之后 一个人跑到了仓库里 劈了一些木材 将仓库里面的铁炉子点了起来 要不然 仓库里面实在是太冷了 李刚在屋子里面 已经待不住了 只有在仓库里面 才能稍稍安心一些 火烧了旺起来 仓库里面 也渐渐地暖和了起来 铁炉子上面的水 很快也烧开了 李刚给自己泡了一壶茶 一边喝茶 一边等待 太阳从东方升起 一阵光芒闪过 李刚激动地站起了身子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的物资 没有儿子的身影 李刚顿时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没等他坐回去 光芒再次闪动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光芒中 见到从光芒中走出来的身影 李刚眼睛有些微红 嘴唇颤抖 想要开口说什么 却没说出来 爸 李恒冲上去一把 抱住了自己的老爹 好好 李刚一边伸手 拍打着李恒的后背 一边笑呵呵地说道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父子二人 一时之间都有些无言 两个人互相打量着 李恒眼圈有些发红地说 爸 你瘦了 你知道什么 你爸这是健康 李刚没好气地说道 以前砍的煤气罐都费劲 现在他再马上打仗都不费劲 一小子倒是比之前壮了不少 练的 李恒挥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说道 父子二人相见 有些百感交集 一时之间 似乎也不知道说什么 李恒拉了自己的父亲 走到了物资的前面说道 爹 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 李刚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好 与儿子 再中逢的是太好了 说什么并不重要 从始至终 李刚的目光 都没有离开过儿子的身影 眼中全是喜色 除了一批迫击炮弹 这是父亲你最需要的 李恒走到机枪的旁边 伸手拍了拍说道 M240弄不到 M60你老凑合凑合 给您配了两万发子弹 省着点用 知道了 李刚笑呵呵 拍了拍儿子的后背说道 除了这个 我还给您补充了一批 五六冲的子弹 全都在那边 我还给您带了十把MP5 你老看一看 李刚笑着走过去 开始一项一项检查 随手拉动枪栓 左看看右看看 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全是好东西 在仓库里面 忙活了一阵之后 父子二人 久久未见面的生疏感 慢慢消失了 又回到了以前的熟路 李刚拿出了一套 给儿子准备的衣服 李恒换上了之后 两个人 这才从仓库里面 走了出来 刚走出门口 李刚一愣 外面站了不少人 老前头在这里 韩正在这里 张仲理和陈川也在 甚至连张大和张二和都来了 后面还密密麻麻 站了不少的人 你们跑这里干什么 李刚看得众人 面带疑惑地说道 众人脸上也露出了疑惑 他们见李刚身边 站着一个年轻人 两个人的模样 有几分相似 再看年纪 很明显地就能猜出 旁边的年轻人 应该是李刚的儿子 我们来找大人过年 老前头向前走了一步说道 我们有家有业的 想把您接过去 和我们一起过年 他们那些没家没业的 想来和你一起过年 到了门口撞上了 所以就一起进来了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不过大人是不需要我们 陪着您过年了 李刚白了一眼老前头 没好气地说道 总是绕弯子说话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儿子李恒 众人连忙躬身行礼道 参见少将军 声音很大 震得院子都隆隆作响 李刚脸上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李恒也非常的激动 目光扫过去 黑压压的一片全都是人 自己老爹在这边 果然打下了一片大大的基业 微微躬躬身 李恒行礼道 小子李恒 见过诸位长辈 行了 李刚抬了抬手说道 有家有事的 都赶快回去 大过年的抛下 老婆孩子 跑到我这里算怎么回事 平日里来我这里 蹭饭就算了 过年还想蹭饭 门都没有 不用看别人 韩正 我说的就是你 李刚指了指韩正说道 赶紧滚蛋 众人大过年的 跑到李刚这里来 无非就是害怕 自己家的大人孤单而已 尤其是在眼前这个时候 现在见大人的儿子来了 人家父子团聚 不但不会孤单 反而还挺温馨 于是便四散而去了 老钱头拱了 拱手也走了 他要去陪老婆了 院子里面还剩下陈川 张仲理 两个人在这边没有家 都是冲军过来的 家属也没跟着来 孤孤单单的两个人 李刚看着两个人 笑呵呵地说道 你看看老钱头都成家了 你们两个人 怎么不成个家 家有糟糠之妻 张仲理摇了摇头说道 我跑到这样天寒 这种地方受苦 不能照顾家里 不能照顾爹娘 我的妻子正在替我照顾他们 他一个人支撑着家 想想都知道过的是什么日子 张仲理摇了摇头说道 我在这边在找一个女人 我怎么对得起她 李恒看着眼前的张仲理 面露赞赏 电话中自己听父亲说过 眼前这个人是个读书人 而且是个很执拗的读书人 亲眼见到 果然更立体的一些 陈川在旁边笑呵呵地说道 说起这件事情 还要感谢大人 此话怎讲 李刚疑惑地说道 我不像别人家里面有乌有田 我是穷苦人家出身 考中了近视之后 也没往家里拿多少钱 父母家人过的日子 依旧不宽裕 陈川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被冲军发配之后 最担心的 就是家里面的人 原本还有一些俸禄 能够养活他们 现在我的俸禄没了 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也就断了 他们的日子可怎么办呀 到了这里之后 大人给了我差事 给了我银子 不怕您笑话 您给我的银子 比我的俸禄可多多了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说到哪儿的话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在我这儿做的多拿的多 一直都是这样 你手下那些做工的匠人 拿的都比你多吧 你只要不眼馋 不贪他们的钱就行 都是穷苦人 我怎么忍心 陈川笑呵呵地说道 行了 也别站着说话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老前头给我准备了不少年货 我儿子也带了不少好东西过来 咱们等一下 做上一桌子菜 好好地喝一杯 好 陈川和赵仲理 也笑呵呵地答应了 四个大男人开始忙活了起来 提前杀好的羊拿了出来 提前准备好的猪肉 也拿了出来 除此之外 李恒还从后世 带来了一些青菜 虽然不多 但足够 做几个菜的了 好吃 李刚拿过一根水黄瓜 咬了一口 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神情 随手掰了半根 递给了张仲理说道 快尝尝 张仲理点了点头 也吃了一口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这还有水果 李恒将一袋子水果拎了过来说道 两位叔叔对不住 我带的有点少 不能给您备一份 是我不让他带的 李刚在旁边站起身子说道 到了现在我 也就不瞒你们了 咱们那些粮食东西 全都是我儿子给我送过来的 没他的那些东西 我也做不了这么多事 也没有咱们新军所的今天 张仲理和陈川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表情都凝重了 作为李刚集团的老人 他们当然知道 李刚总的莫名其妙地 弄来一些他们没见过的新奇东西 或者是大批量的粮食 他们也曾经怀疑过东西的来源 但没人敢问 现在终于明白了 两个人站起身子 恭恭敬敬地对李恒行李说道 少将军的大恩大德 我们无以为报 李恒连忙走过去 将两个人搀扶起来 面露苦笑地说道 两位叔叔这是做什么 两个人站直了身子说道 公子活命之恩 我等必然勇寄于心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他能带的东西有限 给咱们带来一些吃食 就要少带一些武器 吃的咱们可以少吃一口 但武器不能少 多一件武器 咱们的战士上战场 就多一分安全 哪怕少死一个人 也是值得的 大人 我们明白 张仲理和陈川 对视了一眼一起说道 行了 继续做饭 李刚摆了摆手 笑呵呵地说道 四个大男人 很快就将一桌子饭菜 整制好了 大盘装在了桌子上 看起来极为粗犷 几个人也不在意 李恒拿出了一瓶酒 笑呵呵地说道 我给几位倒上一杯 我们自己来 陈川连忙说道 怎么敢劳烦邵将军 李恒摇了摇头 继续坚持说道 我听我父亲说了 没有你们的支持 就没有我父亲的今天 我为诸位叔叔倒一杯酒 是应该 让他倒 李刚也坐在旁边 笑呵呵地说道 陈川和张仲理站着身子 让李恒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等到李恒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他们才陪着一起坐下 今年过去了 咱们开坎了田地 修筑了城池 能吃饱肚子 能穿暖衣服 打了圣仗 李刚颇为感慨地说道 我已经很满足了 也不说别的了 多吃多喝 来 干杯 几个人笑呵呵地答应 同时将酒杯中的酒喝了下去 酒入覆之后 几个人又各自倒上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这杯酒敬你们两人 我儿子有一句话说得对 没有你们两个人支持 就没有我今天 张仲理 你在敦铺的时候就跟着我 跟着我打仗 后来领军 再后来转回来做过关 无论是开垦田地 还是治理城池 你都忙前忙后 这一年来 能够安心练兵 能够安心打仗 全都是因为你 来 干了这杯酒 张仲理连忙站起身子 和李刚一起喝了一杯 等张仲理坐下 李刚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对旁边的陈川说道 你来得虽然晚了一些 但我从来没把你当外人 无论是练钢场 还是火器场 能够建起来 你鞠躬至尾 正因为有你在 我才有能力 武装那么多队伍 我才有信心打赢胜仗 敬你 是 大人 陈川站起来 一口将杯中酒喝尽了 李刚摇了摇头 也将自己酒杯中的酒喝掉了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李刚举起手中的酒杯说道 这杯酒 敬那些在家过年的人 老前头 韩正 张大和 张二和等等 虽然他们人不在这里 但他们的功劳在 干杯 这次四个人一起喝了杯中酒 几杯酒下肚之后 气氛一下子就热了气 几个人 也都将身上的大皮药脱掉了 李刚伸手 从面前的沙盆中 拿出了一根大羊腿 咬了一口 满意地说道 来 你们也吃 其他人也不客气 伸手拿起了羊腿 吃了几口之后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我第一次和张仲理吃饭的时候 他吃饭的姿势 那叫一个斯文 我们都不太敢跟他说话 读书人 有文化 陈川看向了张仲理 对于这位前辈 他还是很好奇的 张仲理看着陈川笑呵呵地说道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 现在我们有食堂吃 那个时候 大家吃的是大锅饭 去得早了能抢到好的 去得晚了 连锅底都没有了 我刚开始是斯文 是放不开 可总饿肚子 谁也受不了 我就跑去跟他们抢饭 没过几天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后来吃习惯了 也就改不了了 陈川哈哈地笑了起来说道 原来如此 那个时候 可没有现在那些东西 我儿子给我送了好多粮食过来 我们还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不像现在什么吃的都没有 还有土豆 李刚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我还没当上新军所的守备 带着兄弟们东奔西跑 毫无根据 寄一顿饱一顿 哪能想到现在的日子 我相信 在大人的带领下 我们会越过越好 陈川站起身子大声地说道 我也相信这一点 张仲理也大声地说道 好 李刚站起身子 端起酒杯说道 我也相信 为了明年的好日子 咱们把杯中的酒喝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一起喝掉了杯中的酒 不知道是因为过年了 还是因为放开了 又或者是因为儿子来了 太高兴了 李刚喝起酒来 非常的狂野 饭才吃到一半 他就已经喝得有些醉了 李恒看了一眼旁边 已经光了的两瓶白酒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三个人在那边又吃又喝 同时还大声地谈天说地 门帘一挑 一个人从外面走了 李恒看了一眼来人 此人好像叫韩正 应该是父亲的手下之一 父亲已经把他赶走了 没想到又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李刚看了一眼 韩正眉头皱着说道 不是让你回家 陪老婆孩子过年了吗 晚上 再回去来得及 韩正笑呵呵地 搬了一个凳子 凑到了桌子前面说道 大过年的不喝点酒 心里不痛快 在家总不能跟婆娘 一起喝吧 我一想 大人你们这肯定喝得热的 我就过来了 来来来 给我一个杯子 你们喝多少了 我得补上 李刚指着指韩正说道 大过年的你 也要蹭本官的饭 大人此言诧异 不是大过年的 要蹭你的饭 是我这辈子 都要蹭你的饭了 韩正拿过了一个碗 给自己倒了半碗酒 一口喝掉 你还赖上我了 李刚美好气地说道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韩正又给自己倒了半碗酒 我一家子的命 都是您给的 这辈子啊 您去哪儿我去哪儿 你别想撇下我 又将半碗酒喝掉了 韩正大吼一声 好舒服啊 行了行了 别这么喝了 李刚在旁边 拿过一个杯子 递给韩正 多谢大人关心 韩正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笑呵呵地说道 别胡说八道 谁关心你 喝死了我都不心疼我 关键是 我的酒没那么多 你再这么喝下去 我们几个就没得喝了 李刚美好气地说道 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气氛也好了起来 大人您看这个 韩正从怀里面 掏出了一个纸包 放在了桌子上 轻轻打开了之后 我婆娘做的牛肉干 您尝尝 还有这好东西 李刚顿时就笑了 那是 韩正笑着说道 邵将军也尝尝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好 几个人吃着肉 喝着酒 聊聊天 正说着 外面的门帘再次被挑开 老前头拎着一个包 从外面走了起来 见到韩正之后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你比我还早一些 你家里就一个婆娘 你还干什么 李刚皱着眉头说道 新婚烟地跑出来 陪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没有办 我可没打算陪大人过年 老前头笑呵呵地 将一个瓷盆 从身后端了出来说道 是我娘子让我来的 非让我给您送到菜过来 什么东西 韩正笑呵呵地问道 豆腐炖鱼 老前头笑嘻嘻地说道 豆腐是我娘子亲手做的 鱼是从河里面抓的 你们喝点鱼汤喝喝酒正好 谢谢你婆娘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吃着喝着 我回去了 老前头拱了拱手说道 婆娘还在家里面等着我 大人 咱们明年再见 好 明年再见 李刚用力点头答应道 接下来 李刚的院子就没消停过 家里面有人的 就跑到这里来一起喝酒 不是一起来喝酒的 也是过来送一些吃的的 有的人过来送吃的 见大家在一起喝酒 干脆自己也留下了 不断地有人来 就不断地往上添菜 酒一直喝到日落时的 基本上把所有人都喝多了 大家都东倒西歪地躺在那 李恒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始收拾了起来 先将自己的父亲放上床 刚刚想去动别人 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 原来是他们家里人 来接一帮醉鬼了 一个一个地将人送走 李恒最后将张仲理和陈川 也安排在了客房的床上 将屋子里面的吃食收下去 李恒拿出了自己带来的肉和白菜 他准备包一顿白菜猪肉馅的饺子 自己和父亲是北方人 新年首岁要吃饺子 夜幕降临 天虽然黑 但整个新军所灯火通明 家里面有新大蜡烛的拿出来点上 没有的也会在院子里面架上火堆 火烧得越旺 代表明年的日子过得越好越兴旺 李恒搂上了火 包了一半的饺子 李刚醒了过来 抹了一把脸 走到了李恒的身边 笑呵呵地说道 还行 手艺没退不来 我跟你一起包 好 李恒点了点头 每年也是自己和父亲一起过 一起包饺子吃 饺子包好之后 李恒去烧水 张仲李和陈川也醒了过来 两个人一边晃着脑袋 一边笑呵呵地过来帮忙 饺子好了之后 几个人笑哈哈地吃起了饺子 吃完了饺子 张仲李和陈川回到了房间里 空间留给了李恒和李刚 父子他们也知道 父子二人太久没见了 需要好好地聊一聊 这一夜 父子二人谁都没有睡觉 两个人将自己分开之后的经历 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以前虽然也说过 但是多有保留 毕竟不宜见面 也不想让对方担心 现在见了面 可以袒露心生了 日出东方之时 天渐渐地亮了 李恒看了一眼天色 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爸 我要回去了 李刚拍了拍自己儿子后辈说道 去吧 在那边好好地生活 不用惦记我 我在这边挺好的 你也看见了 我知道了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一阵光芒闪过 李恒渐渐消失在了原地 在他消失一瞬间 他看到了父亲发红的眼眶 李恒的泪水 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纽约 法拉圣 和平饭店顶了 李恒站在窗口 心情很复杂 略有一些悲伤 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情绪 李恒的脸上 渐渐露出了笑容 以前见不到父亲的时候 自己难受 现在见到父亲了还难受 比以前见不到的时候 现在不好多了吗 想到这些李恒的心情 就好很多了 毕竟自己以后 可以随时随地 见到父亲了 伸手将自己的电话 拿过来 看到上面周静如的号码 李恒拨了回去 你没事吧 周静如语气温和地说道 我能有什么事 李恒语气轻快地说道 可能是解决了一件烦心的事 现在心情大好 你要是无聊 可以过来找我 我可过不去 周静如无奈地说道 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你也知道 咱们华人对过年有多看重了 越是过年 我就越忙 我明白 你忙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过去找你 周静如语气诺诺地说道 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我很期待 李恒大笑着说道 挂断了电话之后 李恒百无聊赖地 坐到了沙发上 随手拿起了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虽然她未必看 但做事的时候 开着电视 有些声音也好 很快 电视中的女主播 就将李恒给吸引了 一身职业的OL装 一头金色的长发 黑色的丝袜大长腿 不得不说 新闻主播的颜值 是真的漂亮 当然了 吸引李恒的 并不是美腿 而是新闻内容 纽约城似乎出现了 某种病毒 正在快速地扩散和传染 被传染的人 出现了昏迷和出血的现象 李恒眉头一皱 脸色有些难看 美利坚总是莫名其妙 前些日子刚搞出了一种 僵尸入病毒 弄得得沸沸扬扬的 现在又搞出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血液病毒 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想想也就明白了 美国这边搞什么变性 搞什么跨性别认知 前些日子还去舔蝉除 还有和各种动物发生关系的 没有最保 只有更保 现在搞出一些 莫名其妙的病毒 让人防不胜防 黑帽摇晃着尾巴 跳到了李恒的身上 用脑袋蹭了蹭 李恒一边甩着尾巴一边说道 你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不带着 伸手抚摸着黑猫 李恒笑着说 以后再带你去 李恒不是没有考虑过 带黑猫去 关键是 没办法带黑猫 真要是把黑猫带过去 恐怕也要花费 老爹的系统点数 老爹的系统点数 来得不容易啊 说话要算数 黑猫甩动着尾巴说道 夜幕降临 李恒换上了衣服 脉步走下了楼 自从这边有了新趋势之后 法拉盛现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比起以前 街头上的小混混都少见 卖药品 飞车党 基本上都不见了 整体看起来和谐顺眼了不少 夜市上的小偷都不多了 李恒对于现在的情况很满意 买了一把羊肉串 李恒一边走一边吃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他从来不这么干 因为前女友觉得 一边走路 一边吃东西 是非常屌丝的行为 后来李恒才知道 在前女友眼里 不是行为屌丝 是自己屌丝 到了国外之后 李恒随心所欲的多了 可能是自己成熟了 可能是因为都是外国人 自己也不在意他们的看法 爱怎么样怎么样 吃点羊肉串 逛着街 李恒玩得很开心 电话响起 李恒先是一愣 大晚上的 谁会给自己打电话 看了一眼来电号码 李恒的表情 就变得有一些古怪了 贝兰服务公司 艾威尔 这么久没给自己打电话 自己都快忘了 那位金发碧眼的大美妞了 想想上一次 两个人深入交流了 一下下三路 李恒还心中 还有一些悸动 不得不说 艾威尔很狂野 自己很喜欢 接通了电话之后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我亲爱的联系人 我以为你 已经把我给忘了 没想到 你还会打电话给我 我需要向你求证一件事 艾威尔声音 有些低沉地说道 你说 李恒笑呵呵地 吃了一口羊肉串说道 我们能不能见面说 艾威尔语气 有些低沉地说道 有些话在电话里面 实在是不方便说 干嘛 你要叫我学英语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不光英语 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 我都行 艾威尔声音平和地说道 没问题 李恒点了点头 报上了和平酒店的名字 半个小时之后道 艾威尔说完 挂断了电话 李恒脸上的表情 有些凝重 从电话里面 他能听得出来 艾威尔的情绪并不是很高 甚至有一些紧张和低落 看得出来 他真的遇上事了 以他的能力 和贝兰服务公司的实力 有什么是能让他如此 想了想 李恒就不再想 将羊肉串吃完 转身朝着和平酒店去 和平酒店 一到三层 包括了咖啡厅 饭店 酒吧等等休闲区 四到六层 属于各种会议室 健身房 游泳馆等等 七层以上 则是住宿专区 地下两层 属于酒店的专属区域 外人不能使用 艾威尔早就听说过和平酒店 毕竟这家酒店在纽约 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只不过从来没有来过而已 走进大堂 有一个人笑着迎着上来 女士 我们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 侍应声恭恭敬敬地说道 我是来找人的 艾威尔将手中的一张卡片 递过去说道 他在咖啡厅的36号桌等我 侍应声接过卡片 看了一眼 拿出旁边的机器扫了一下 机器上响起了通过的声音 侍应声将卡片恭恭敬敬地 递给了艾威尔说道 您请 和平酒店是会员制 没有会员卡 根本进不来 即便有人在里面等你了 你不拿会员卡 同样见不到他 规矩很严格 得到了一部分人的不喜 但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喜欢 走进咖啡厅 艾威尔很看到了李恒 李恒坐在一个角落里 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 剪裁十分得体 大腿上趴着一只黑猫 一只手抚摸着黑猫 一只手正在品尝咖啡 你来了 艾威尔走过来 李恒便抬起头说道 轻轻地点了点头 艾威尔坐到了李恒的对面 上下打量了一番李恒 艾威尔一只手撑着下巴 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笑容说道 你比上次见面更迷人了 你喜欢就好 李恒笑着说道 喝什么 我请 以备阑珊就好 艾威尔轻轻地点头说道 李恒伸出手 在桌子上的按钮上 按了一下说道 以备阑珊 好的 先生 旁边的小羊声器里面 发出了答应的声音 两个人闲扯了几句 咖啡送了上来 李恒在旁边的墙壁上按了一下 仅开放一面的单间 缓缓地降下来一扇门 将整个空间封闭了起来 喝了一口咖啡 李恒笑着说道 有什么事说吧 你确定这里可以 艾威尔迟疑着说道 当然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这里是和平饭店 我们在这间屋子里面说的话 没有人能够听得到 只要我们不说 绝对不会传出去 你确定 艾威尔抬起头说道 我就看到了FBI的人 还有国土防御局的人 甚至还有CIA的人 他也许是来做交易的 李恒耸了耸肩膀说道 艾威尔点了点头 李恒如此有信心 他也就不说什么了 向前凑了凑 压低了自己的声音说道 你是不是有超凡能力 你就想问我这个 李恒哈哈笑着说道 你是漫威看多了 还是DC看多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超凡能力 有 艾威尔点了点头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道 我亲眼见过 别开玩笑 李恒喝了一口咖啡 不动声色地说道 艾威尔从包子里面 拿出了一个播放器 李恒看了一眼 这个播放器很老旧 使用的是存储卡 不能连网 将播放器推到李恒的面前 艾威尔说道 你看看 李恒伸手将播放器 接了过来点开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光头男人 对着摄像头说道 第139测试开始 光头男人退到了一边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女人 女人身材高大 身上肌肉隆起 看得出来 应该是一个长期锻炼的人 上半身紧伸小背心 直到肚脐上方 下半身紧伸短裤 直到屁股下 只见他活动了 一下身子猛地挥出了拳头 碰 女人一拳打穿了 自己面前的水泥墙 又走到旁边 将一辆小汽车抬了起来 想要尝试将汽车举起来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继续往后看 后面还有很多测试 包括速度 包括反应能力 其中有一个人 甚至速度快地 能够躲避子弹 李恒将手中的播放器 推给艾威尔说道 要出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了 这些都是真的 艾威尔咬着牙说道 李恒苦笑着说道 好 即便你说的是对的 这些都是真的 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从来也没见过 而且咱们比如 比如说它是真的 我觉得它更像是 某种实验产物 美国队长看过吗 超级士兵计划知道吗 我觉得它更像是这种产物 你可以查找一下军方 或者是CIA的弹库 电影中他们经常干这种事 你真的没有超能力 艾威尔迟疑着说道 你怎么会觉得 我有超能力 李恒一脸无奈地说道 你也知道我们公司 有很多你这样的人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都有着非常强悍的实力 我们用大数据 你们做过的所有事情 艾威尔面无表情地说道 最终锁定了一些人 大数据 我就给你们做过一次事吧 李恒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艾威尔摇了摇头说道 经过数据交叉对比 最终锁定了一些人 根据人工智能的计算 你们这些人做的事情 最不可思议 最有可能拥有超凡力量 李恒的表情 缓缓地严肃了起来 自己使用从老爹那里 得到的医术 最终还是影响到了自己 虽然次数不多 后来有了钱就不用了 没想到 他们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你们的数据这么厉害 李恒皱着眉头说道 准不准 暂时还没人知道 艾威尔摇摇头说道 但超凡力量的事情 是真实存在的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猫女吗 你说DC那个 李恒疑惑地说道 艾威尔拿出了手机 在社交网络上搜了一下 将手机推到了 李恒的面前说道 你看看这个视频 你就明白了 李恒伸手将视频点开 视频当中的 果然是猫女 黑猫的蒲丛 比起自己 猫女的风格 可高调很多 她被人拍到大半夜 在楼宇之间 来回穿梭 不断跳跃 把手机推回去 李恒苦笑着说道 我看过她的视频 我一直以为是DC 在为星座做宣传 自从猫女出现之后 刚开始很多人和你一样不相信 到现在有些相信了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寻找超能力者了 你就是我们公司筛出来的 我会有麻烦 李恒皱的眉头说道 会 艾威尔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能筛选到你 其他人也能够筛选到你 不要小看国家的力量 他们很快就会找上门 到时候 你会更被动 如果你真的有超能力 就告诉我 跟我们合作 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艾威尔拉着李恒的手 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说道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李恒无奈地说道 我也很想有超能力 可惜我没有 我只是一个会用针灸的医生 仅此而已 艾威尔盯着李恒的眼睛 看了半天才说道 我相信你 你如此着急 找超能力者做什么 李恒皱着眉头说道 那是超能力者 是人类进化的方向 艾威尔一脸激动地说道 一旦有了超能力者 世界都会有新的变革 你不觉得这是机会吗 李恒无奈地摇头说道 与普通人似乎没什么关系 我现在是公司的王牌经纪人 艾威尔叹了一口气说道 如果真的有超凡人士 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掌控一个 至少也要跟他们有合作 否则我的地位就不保了 我懂 李恒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但可惜我帮不上 你能帮得上我 艾威尔抬起头看着李恒说道 我最近很疲惫 压力很大 我需要放松一下 你愿意帮忙吗 当然 我很乐意笑了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打开了隔间的门 李恒拉着艾威尔的手 两个人坐电梯 直接来到了顶层的包房 进屋之后 两个人便拥吻在了一起 衣服一件件地被脱下 两个人直接撞开了卧室的门 躺在床上翻滚了 雨雨出歇之后 李恒躺在床上 伸手拍了拍艾威尔的后背 笑着说道 三次 看来你的压力的确不小 现在好很多了 艾威尔输了 一口气说道 谢谢你 不客气 如果是这种事情 我随时愿意笑老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没等李恒再说什么 艾威尔的电话响了起来 接通了之后 脸上的表情一变 转头看着李恒说道 把电视打开 BBC新闻 李恒拿过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调到了BBC新闻 电视当中新闻中的女主播 正在激动地说了什么 她身后是无数的警车和消防车 还有燃烧着的建筑 听了两句之后 李恒脸上的表情 也变得精彩了起来 刚刚发现的病毒 被启名为血红病毒 感染了血红病毒的人 从昨天晚上 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现象 38例感染者 已经死亡了19例 今天早上 一个人醒过来了 醒过来这个人眼睛血红 牙齿尖利 咬了自己身边的护士 最后从六楼跳了下来 落在地上 毫发无伤 新闻台播放着手机拍摄的画面 视频很摇晃 但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得出 有人跳下来了 落地之后 只是翻滚了一下 随后就毫发无伤地 向远处跑了出去 你觉得像不像吸血鬼 李恒转过头问道 艾威尔苦笑着说道 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说这个 我现在只想知道 在哪里能够联系到超能力者 我需要一个超能力者 为我做保障 艾威尔目光浊浊地盯着李恒 希望他承认 无奈地摊了摊手 李恒苦笑着说道 即便再来三十次 我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超能力 就是没有超能力 拿起旁边的衣服 艾威尔一边穿衣服 一边说道 我很开心 但是我要走了 出了这件事情 我想我会更忙了 如果压力还很大 你还可以打电话给我 李恒躺在床上笑着说道 我会的 艾威尔点了点头说道 虽然你是个混蛋 但你是个好床吧 说着 在李恒的嘴角上吻了一下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送走了艾威尔之后 李恒站起身子来到了窗口 透过巨大的落地窗 眺望着整座城市 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 黑猫打开门 从外面的房间走了进来 三步两步地跳上了李恒的肩膀 黑猫大尾巴甩了甩 蹲在李恒的肩膀上说道 你现在不准备干点大事情 干什么大事 李恒面无表情地说道 按照你们这个世界的说法 现在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期间 灵气复苏也好 变异时代也罢 真正的大英雄时代要来了 黑猫歪着头说道 你可是拥有超能力的人 你不准备干点什么 我干什么啊 李恒苦笑着说道 当然是创建神秘组织 颠覆世界秩序 创建新的秩序 走上人生巅峰 黑猫蛊惑着说道 我觉得你可以成为地球的心领导人 滚蛋 李恒美好气地骂了一句说道 我现在只想睡觉 黑猫喜欢征服世界 喜欢把人类当成他的奴隶 李恒可没这个习惯 他也不想参与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躺回到了床上 李恒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事情似乎平稳了下来 当局也出面辟谣 血液病毒只是一种病毒 不会让人获得超能力 感染了之后死亡率超高 36名感染者 大部分已经死亡了 感染者居住的医院 有一些医护人员也感染了 他们现在也处于治疗当中 病情还算稳定 医疗公司已经开始研制药品了 很快就能够得到遏制 除此之外 网络上已闹翻了天 很多人翻出了猫女的视频 在网络上大肆传播猫女的热度 一下子被推上了高潮 猫女成为了打脸政府的人 你们说没有超能力 这是什么 除此之外 网上也有很多人说 看到了有人变异 真真假假的消息乱七八糟 有的人为了博眼球 为了当网红 干什么的都有 李恒还看见有人 专门感染了血液病毒 在网上直播自己变异 结果感染的第15天人死了 充分地证明了 什么叫不做死就不会死 转眼之间 时间便过去了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内 别的事情李恒倒没什么感觉 超能力的事情也没爆发出来 但有一件事情 李恒感触倒是非常的深 城市更乱了 乱七八糟的事情更多了 不但警察更忙了 FBI等其他乱七八糟的组织 也更忙了 前一段时间的和平杀手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法拉盛聚集了很多政府部门的人 加上猫女活动的范围 好像也在法拉盛 乱七八糟的人和部门就更多 自从出现了新的超能力者 乱七八糟的消息开始传 这些部门开始撤了 整个法拉盛似乎都松快了下来 和平饭店之中 窥探的人都变得少了不少 反倒是进入和平饭店的人变多了 大多数都是特工情报贩子 消息灵通人士 每天都有交易发生乱七八糟的 卖什么的都有 对此 李恒乐见其成 这样一来 自己的存在变得更加低调了 但是钱赚得更多了 当然了 这些东西走上正轨 李恒就不怎么操心了 现在李恒操心的只有一件事情 帮老爹打仗 二月份的这一战很关键 胜 老爹则会进一步 同时也会大大的 错掉辽东黄太极的锐气 掌一掌大名的威风 拜 老爹积攒了这么长时间的 家业会付诸流水 甚至有生死的风险 对于李恒来说 眼前没有什么事情 比老爹的这一战更重要的了 这一个月以来 他一直在囤积物资 等待着老爹的召唤 其他的事情 他顾不上了 明朝 宣服 赤城 新军所 独石堡 作为长城内的最后一道堡垒 这里虽然被攻破了 但也没有被放弃 还是继续修筑城堡 继续派人驻守 只不过没人愿意在这里待 当兵的都想跑 当官的都想调走 这种情况 在过完年之后发生了改变 谁曾想 刚刚过完年 还没到正月十五 一支部队就进入了独石堡 驻守在独石堡的是一支三十人队 为首的是一名周旺福的总旗 去年那场蒙古大战 他虽然没参与 但是他听说了 对于李刚尊重的不行 现在明军当中 像这样能打的将军 实在是不多了 等到李刚真的带人来了 周旺福眼中就只剩下羡慕 看看人家的手下 看看人家的装备 看看自己的手下 再看看自己手下的装备 人家的确是朝廷的军队没错 自己这边就像是叫花子 这让周旺福都有一些不太好意思 周总齐 等什么呢 韩正看着自己身边的周旺福 有些不明所以地说道 韩将军 你看到我这 周旺福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在身上有些无奈地说道 如此狼狈 怎么好见李将军 你想的太多了 韩正拍了拍周旺福的肩膀说道 我家大人不会看不起你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们也是守保的出身 韩大人以前也守过保 周旺福好奇地问道 韩正笑呵呵地点了点头说道 不光是我 我们家大人 以前也一样是守保的 去年后金兵来的时候 我们家大人带着我们 斩杀了三十多名后金兵 在大队来了之后 才从宝中撤出 李将军厉害 周旺福点了点头 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韩正明白 他为什么不以为然笑着说道 当时我们手下只有十二个人 战马只有几匹 剩下的都是骡子和瘸腿的驴 你想想 我们当时怎么打的仗 这怎么可能呢 周旺福一脸不敢相信地说道 不敢相信吧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你不敢相信 别人也不敢相信 但是我们家大人 就带着我们做到了 所以 我们家大人才到了新军所 才会被破格提拔 明白吗 周旺福一脸激动地说道 明白了 明白了 小人明白了 小人一定尽心尽力 好好伺候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你明不明白都无所谓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家大人胸襟宽广 是做大事情的人 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 去年一场大仗 歼灭了打子近一万 那是实打实的功劳 所以我们大人 才升了游击将军 周旺福点了点头说道 李将军厉害 韩大人英勇 韩正一皱眉头 心中有些不快 这个周旺福 怎么赶面杖吹火不通气呢 自己已经把话说得 这么明白了 他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你这次好好干 跟着我们大人 争取立下功劳 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了 韩正拍着拍 周旺福的肩膀说道 对你来说是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 下辈子都未必有了 是是是 下官明白 周旺福连忙点头说道 当然了 不是韩正华说得不明白 也不是周旺福听不懂 实在是有些话能听懂 也要装听不懂 原因很简单 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周旺福来说 自己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韩正华的饼 再好也没有用 自己吃不下去 看看自己手下的这些人 你能指望他们做什么 上战场立功劳 别开玩笑了 你这要是拉着他们上了战场 你还想让立功劳 不给你惹点货 物了事就不错了 一旦惹了货物了事 别说功劳了 还要背责任 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是升迁离开的事了 而是脑袋要落地的事了 韩正不明所以 见周旺福答应了下来 笑着点了点头 带着周旺福向里面走 两个人穿过了院子 很快来到了正堂 走进去之后 周旺福连忙跪在地上行礼 大声地说道 总期周旺福参见将军 免礼吧 李刚才点点头说道 谢将军 周旺福答应了一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李刚站在一幅地图前 目光一直落在地图上 此时 他将目光转回来 上下打量了一番周旺福说道 你们的难处我知道 这次过来 不会难为你们 粮食我们会自己 自足兵器盔甲 我们也会自己准备 到了这里打扰你们了 我会让他们 给你们留下一些粮食 你等一下拿回去 挨家分一分 明白吗 大人放心 我明白 周旺福连忙点头说道 独食宝比不上新军所 这里没什么百姓 有的只是他们这些 首宝的兵丁和他们的家眷 李刚真的要留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全都会入入他们的手里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我对你们的要求 只有别惹事 不要走漏了消息 你们的人 我要暂时看管起来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周旺福连忙点头说道 这就好 李刚点头说道 你先下去吧 是大人 答应了一声 周旺福转身离开了 不是李刚不相信周旺福 而是事情太大了 他不敢相信 黄太极在边关 有多少眼线不知道的 毕竟他们和张家口那边 搭得太近了 一旦走漏了消息 自己就难办了 多尔滚知道的消息 未必会迎着自己来 而会绕道 一旦他绕道了 自己所有的布置 就全部功亏一篑了 我们的人派出去没 李恒转头看着韩正说道 回大人 已经派出去了 韩正点了点头说道 李刚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了地图上的一个点 这个点的名字叫做孤原 位于长城以外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多尔滚从辽东沈阳出来 我要过黄河入河套 走这里最合适 原因很简单 孤原位于坝上草原 这里有草有水 很利于他的骑兵行径 也不用准备太多的草料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道路宽敞平坦 适合大军展开行径 无论怎么想 选这里都是最好的地方 如果明军能够出长城 他们可能会小心一些 但是明军 现在已经不敢出长城了 去年一场仗 把明军给打怕了 他们对明军的战斗力 有清醒的认知 多尔滚肯定会选择走这里 绝不会绕远改变路线 李刚已经将自己的斥后 派出去了 一旦多尔滚带兵通过了这里 自己就开始布置 等着多尔滚带着冰杆回来 自己会给他一个惊喜 一天 两天 三天 时间缓缓地流逝 消息却没有传回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刚倒是没什么感觉 但手下的人已经开始着急了 尤其是韩正 每天都要亲自跑到外面去看看 等着赤后回来 终于到了第六天 赤后狂奔回 带回来一个消息 大人 大人 韩正从外面跑了进来 脸上带着喜色 刚走进院子 就开始大呼小叫 一脸激动地说道 大人 来了 来了 李刚迈着步子 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笑着说道 是 本大人来了 不是您来了 韩正无奈地说道 是您等的人来了 事后呢 李刚笑呵呵地问道去 我已经带来了 就在外面 韩正点了点头 在外面招了招手 一名赤后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的身上穿着保底的靴子 身上穿着皮甲 鞋背了一把短刃 胸口挂着望远镜 走进来之后 跪在地上大声地说道 卑职曹勇参见将军人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站起来说吧 是 大人 曹勇答应了一声 从地上站了起来道 大人 我们发现了后金的队伍 今天上午到了孤园 暂时没有什么打算 似乎在休整 李刚的目光 在地图上扫了一下说道 多尔滚从沈阳出来 一路狂奔 赶到了这里 在这里休整 也是应有之势 不必紧张 也不必担心 他们不会打过来 是 大人 曹勇恭恭敬敬地说道 回去之后 让你们的人盯着点 远远地看着就行 只要不被他们发现就可以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回来抱一声 曹勇低着头说道 我明白大人 你还有什么事吗 李刚看着欲言又止的曹勇说道 大人 我想跟着你一起作战 曹勇似乎有些紧张 脸色仗得通红地说道 李恒一愣 笑着说道 你现在不也跟着我打仗吗 而且 做的还是最危险的赤后 你还不满足吗 似乎鼓足了勇气 曹勇抬起了头 看着李刚说道 大人 我想跟着您冲锋陷阵 我不想做赤后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为什么 做赤后 有什么不好的吗 以前是没什么不好的 在外面厮杀 还能和对方打上一打 现在不一样了 你给我们配备了这么快的马 还给了我们望远镜 我很难和对方交手了 曹勇沉声说道 对方还没有发现我们 我们就发现他们了 这不是好事吗 李刚笑着说道 的确是好事 减少了伤亡 别人见不到我们 我们能看到他们 还能提前做准备 可是 我想打仗 我想和对方冲杀 曹勇有些激动地说道 我不想躲着他们 李刚听了这话笑了 转头看着韩正说道 军中如此的赤后多吗 挠了挠脑袋 韩正有些无奈地说道 下官也没有去问过他们 谁知道他们 还会有这样的想法 李刚收回了目光 他也没想到对方会有这样的想法 沉淫了片刻之后 李刚对韩正说道 事情既然有了 就不能当做看不见 是 大人 韩正低下头说道 我回去以后就想办法挑战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如此不过治标不治本 你先记下来 这一仗打完之后 我们回去进行整讯 将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 询问他们想去哪里 等到报名结束之后 我们再进行考核 按照考核成绩进行招募 韩正有些迟疑地说道 大人 如果任由他们自己选 岂不是乱套了 不会的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在分配军种的时候 也要看个人的身体素质和想法 这一点是我疏忽了 我明白了 大人 我记下来了 韩正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李刚转过头 看着曹勇说道 这个答复你满意吗 多谢大人 曹勇用力地点头说道 我回去之后 一定抓紧训练 通过考核 绝对不会让大人失望 行了 去吧 李刚点头说道 先不要想那么远 还是要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如果是自己耽误了事情 你就没有考试的机会了 大人放心 我绝不会的 曹勇信誓旦旦地说道 行了 去吧 李恒笑呵呵地摆了摆手说道 曹勇答应了一声 转身向外面走了出去 目送着曹勇离开 李刚的目光又落在了地图上 现在他没心思去管曹勇的事情 他所有的心思都要放在打仗上 第二天一早 新的消息传了过来 天刚刚发亮 多儿滚就带着人走了 等到中午时分 确定了对方没留下什么尾巴之后 李刚带人出了长城 但是没有去孤原 而是进入了盘古镇 盘古镇距离都市堡只有15里 是原来的开平位住所 距离孤原更近 仅有不到10里地 李刚之所以选择这里 是因为这里可以藏兵 开宁位虽然没了 但这里还有一些残羹断壁 能够藏住人 将人藏在这里 李刚也是动了心思的 实际上 李刚就是要赌一把 把人藏在这里 赌多儿滚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发现 只要发现不了 回来继续走孤原 对李刚来说就是成功 多儿滚打赢了林丹汉的儿子 还拿到了传国玉玺 正是志得一满的时候 加上他赌定 明朝人不敢出兵 大摇大摆地进驻孤原 自己就有了偷袭的可能 即便他派出了赤后 自己也可以尝试截杀 让他发现不了 当然了 多儿滚或许他天生谨慎 回来的时候 派出了很多的赤后 自己实在藏不住 无非就是和他正面打一仗而已 在李刚看来 即便多儿滚发现了自己 他也不会退的 区区一只明骏 和他的人数还差不多 而且还是在草原之上 不打一仗让就走 多儿滚怎么可能走 根据这几种情况 李刚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如果自己的藏兵计划得以实现 如果没有发现自己 那么多儿滚安营扎寨之后 自己就去偷袭他 这对自己是最有利的一种战法 相信能够取得大胜 损失还不会打 如果多儿滚来到了孤原 自己人藏不住 要和他硬碰硬打一场 那也没关系 自己在盘古镇 早早地做好了准备 挖好了战壕 摆好了机枪 等着多儿滚过来 和自己硬碰硬 李刚相信自己 绝对要比多儿滚硬 而且要硬很多 自己一样能打赢 而且是大胜 损失也不会太大 这是中间的一种结果 也是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 如果多儿滚发现了自己 结果狂奔孤原而过 根本不和自己打 跑了 这是最差的一种情况了 这时候 自己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不打了 自己也撤 第二种 是派一只人马去前方拦路 将多儿滚拦住 然后再来个前后夹击 如此一来 就变成了真正的野战 拦截多儿滚的人 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这是最差的一种情况 但李刚也不是没做准备 从孤原向东有一条河 是卵河的支脉 并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宽 用它阻拦多儿滚 基本上不可能 李刚有机枪 有大炮 有了这两样东西 就不一样了 可以派遣一只人马 再和对岸挖掘战壕打埋伏 骑兵冲刺起来 也的确很快 但过河总不能狂奔而过吧 只要速度慢下来 和对岸的机枪和大炮开火 那就绝对过不去 如果强冲过去 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造成很大的伤亡 这一段时间 足够自己的骑兵 冲击到他的阵营后方 只要骑兵出击 断了他的阵型 步兵就可随后掩杀而上 当然了 此种战法危险性极大 伤亡必然也很大 不到万不得已 李刚不想这么干 究竟结果如何 还是要看多儿滚的选择 战场上情况顺息万变 有的时候你计划得再好 人家不配合 你也没有用 即便如此 李刚也开始 按照自己的想法 布置了起来 近人士 听天命 美国 纽约 法拉盛 整个纽约城的气氛 变得越来越古怪 关于超凡者的事情 传得更加的厉害了 网上出现了很多 超凡者的视频 有喷火的 有刀枪不露的 真假没人知道 视频可以拼接 可以更改 以现在的技术来说 做的假视频 实在太容易了 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效 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李刚在家里面也不出去 每天看电视关注情况 根据官方的说法 血液病毒已经控制住了 也证实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感染 好像只有一些特殊的人 才能够感染这种病毒 感染了之后 有些人会死 但有些人能恢复健康 官方一直在说 让大家不要恐慌 具体是怎么回事 没有人说得清楚 血液病毒是怎么来的 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到现在为止 关于血液病毒 百姓知道的并不多 在官方说出来 有的人能感染 有的人不能感染之后 血液病毒能够觉醒 超凡者的传闻 似乎愈演愈烈 很多人都相信是真的 官方在隐瞒消息 将手中的遥控器扔出去 李恒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古怪 不知道是自己的错觉 还是真的发生 李恒总觉得 自从自己得到了超能力之后 世界就开始变得古古怪怪的 最近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了 难道真像黑猫说的灵气复苏 或者是超级变异 看着自己电话亮了起来 李恒的心中一动 伸手将电话拿了起来看了一眼 是自己的老爹 没有犹豫 李恒连忙接通的电话 确定你要过来 李刚的声音 有些平静地说道 当然 李恒笑地说道 你忘了上次 我们做的实验了 电话那边 李刚沉默了下来 两久之后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上次做的实验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过来的 你放心 爹 我能够照顾好自己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穿越一次一万系统点数 自己上一次 已经和父亲在一起过年了 算是见过面了 如果没什么事 李恒不想过去 毕竟系统点数 都是自己父亲辛苦赚来的 这一次不一样 自己是真的难 上一次穿越过去之后 李恒尝试了自己获得的超能力 结果发现自己获得的技能 全部都没有办法使用 使用单要提升的身体素质能使用 自己的身体依旧强壮 防御也很强 到了战场之上 就是个大杀器 除此之外 自己获得的储物戒指 能够使用 当然了 从美国装一些东西 带到自己父亲那边 是拿不出来的 拿出来需要系统点数 和传送一个价格 但是不代表储物戒指 没有用 自己在明朝那边 也能够存储东西 也就是说 自己在明朝那边 装起来的东西 在明朝那边 也能拿出去 如此一来 自己就是一个移动的仓库 有了这样的能力 自己可以装上很多的枪械和大炮 可以帮助自己父亲 做很多的事 毕竟一个移动的军火库 可以减少很大的后勤压力 自己可以存储很多的粮食 父亲就能够抛弃 自重极星军 在古代那种运输条件下 解决了后勤和资重问题 军队的战斗力 能够直线上升 而且上升到任何人的 不该想象的地步 你来吧 李刚在电话那边缓缓地说道 好的 父亲 李恒笑呵呵地答应道 大明 盘古镇 明君大英 挂断了电话 李刚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从心里来说 他是不想让儿子过来的 实在是太冒险了 父子两个人都上战场 李刚心里面 有一些不太得劲 自己招兵的时候 家里面只有独子的都不要 自己也只有这么一个独子 如果真的出点什么事 自己可怎么办 可这一战太关键了 自己儿子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儿子来的时候 自己和儿子 也试过把储物戒指给自己 可储物戒指到了自己手上 就没有用了 那玩意儿 好像是绑定了儿子一样 想到这些 李刚也只能无奈地叹气 大人 韩正迈着步子 从外面走了进来 面带喜色地说道 咱们的人发现 多儿滚的斥后了 他们正在往咱们这边走 情况怎么样 李刚有些紧张地 站起身子问道 应该是打赢了 韩正笑嘻嘻地说道 队伍大了不少 咱们的斥后 也看到了蒙古人 多儿滚也像大人预料的一样 这一次可骄傲了不少 怎么说 李刚抬起头问道 根据咱们的斥后汇报 多儿滚去的时候 派出的斥后探出二十里 回来的时候 斥后只探出了五里 韩正一脸激动地说道 大人 你的第一个计划可以执行了 李刚兴奋地 差点没跳起来 挥动的手臂说道 天助我也 他们还有多久能够赶到 按照现在的行军速度 明天黄昏十分能到孤原 应该合去的时候一样 想要在这里休整 然后一口气赶回沈阳去 韩正笑着说道 好 太好了 李刚兴奋地说道 传令下去 所有人收拢回来 不许外出 任何人不得打草惊蛇 斥后转为暗哨 带足干粮和水 拿上对讲机 绝不能让他们发现 大人 你放心 咱们的人都演练无数次了 韩正拍了拍胸脯 保证道 斥后转为暗哨 实际上就是在对方行径的 沿途伪装起来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挖一个坑 上面铺上草 然后自己藏进去 斥后全在里面 绝不出来 通话用对讲机 如此一来 只要多尔滚不派人到盘古镇 打死他也发现不了 这里藏着一只明骏 等到他扎营之后 明骏再摸上去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行了 去安排 李刚激动地说道 时间转眼到了 第二天的黄昏时分 李刚紧张地 在帐篷里面走来走去 虽然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但消息没传来 心里面总是没有底 外面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韩正迈着步子 从外面走了进来 情况怎么样 李刚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一脸急切地说道 已经安营扎寨了 韩正脸上的表情 也有些激动地说道 太好了 李刚一拍手 对着韩正说道 去把所有人都招进来 是 大人 韩正答应了一声 转身去找人了 整个人激动了起来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了 李刚输了一口气 拿出了电话 光芒一闪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李刚的面前 正是他的儿子李恒 父子二人见面之后 相顾无言 两个人的表情 都有些复杂 儿子你想好了 李刚看着李恒说道 你放心 我明白 李恒拍着胸脯 笑呵呵地说道 我倒不是担心别的 我担心 你上了战场不习惯 李刚叹了一口气 说道 这么多年了 你连杀吃鸡都不敢 更别说杀人了 李恒笑了笑 没有开口说自己 在美国杀人如麻 在自己的父亲面前 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杀人如麻的人 怎么可能是自己呢 自己有什么必要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呢 把这个穿上 李刚拍了拍 旁边的盔甲说道 李恒点了点头 伸手将盔甲拿来 套在自己的身上 这套盔甲 是早就已经传送过来了 也是在美国那边制造的 与普通的盔甲一模一样 虽然没上过战场 但李恒玩过游戏 游戏里面 主将穿得花里胡哨的 在现实当中绝对不行 你穿得花里胡哨的 就等于告诉对方 你就是主将 你就等着被集火吧 真正战场之上 指挥大军的是棋子 棋子走到哪 大军冲到哪 而不是将军走到哪 士兵跟到哪 将军要负责指挥 怎么真冲上去 李恒换好了盔甲 外面也响起了脚步声 在韩正的带领下 十几个人从外面走过去了 除了领兵带队的将领 还有一些管理后勤的 以及文书之类 李刚手下 现在整整有一万人 一万人之中有三千是骑兵 三千骑兵当中有一千 是重甲骑兵 一千重甲身上穿的小部分 是李恒送过来的盔甲 大概有四百具 小部分是兵工厂打造的重甲 除此之外 他们的战马也装备了简单的骑甲 七千人的步兵当中 有二百人是重甲步兵 身上穿的就是李刚打造出来的板甲 当然了 板甲并不是那种 全身都装起来的铁罐头 有头甲 有面甲 有胸甲 肩膀和手肘的位置 绑着一块铁片护住 下半身 除了类似三角裤的盔甲之外 只有膝盖上和脚踝上分别绑了甲 如此 盔甲虽然减少了防御力 但是大大增加了这些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使得他们能够在战场上兼顾防御和攻击 作为队伍的第一排 他们挡在前面 后面的人就不会受到冲击 阵型就不会乱 当然了 李刚也不可能真的把他们当盾牌 这些人身上穿着板甲 行动起来不便 但身体足够重 正好配备枪械 除了五六冲之外 还有李恒刚送过来的冲锋枪 除此之外 步兵当中 还有很多的火枪手 他们使用的是兵工厂制造的碎发枪 装备了米尼弹的前装线塘枪 能够进行精准射击 他们身上统一装备的是皮甲 虽然陈川用尽了功力 但也不过造出了八百条枪 李刚用八百条碎发枪 与两百条后世的枪械 组成了自己的神机营 除了枪械 他们还配备了手榴弹和迫击炮 当然了 还有机枪 李刚的骑兵和神机营 是他敢打这一仗的原因 剩下的步兵 李刚大部分使用的都是皮甲和步甲 有长枪手 有弓箭手 有盾牌手 有刀斧手 每一队五人相互配合 交替前进 李刚结合了鸳鸯阵 和自己的军队情况 打造的阵法 五人小队可单独作战 也可以与其他的五人小队 组合成大队 上辈子李刚当兵的时候 部队就已经在组建合成旅了 对于合成作战 李刚是有心得的 到了明朝那边 李刚没少进行类似的训练 无论是进攻包抄还是败退 李刚全部都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 在场的这些将领 每个人都能熟练地指挥军队作战 李刚的目光扫过他们 缓缓地开口说道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你们也训练了这么久 现在轮到你们上战场了 众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躬着身子说道 将军下令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很好 气势不错 去年我们打了一场大仗 能站在这里的 基本都参与了那一场大仗 升官发财 你们每个人都做到了 可仅此而已了吗 你们想一想 大明多少年 没有在塞外击败过后金了 自从萨尔虎之战以后 大明一直都在吃亏 一直都在败退 如果我们打赢了这一仗 我们会名扬天下 以前的功劳算什么 这次才是大功劳 李刚一拍桌子说道 这是一口肥肉 吃下去 我们都能胖起来 有没有胆子 跟我去吃掉它 有 众人眼睛放着光 大声地喊道 李恒看了一眼自己的老爹 调动士气的本是建杖啊 很好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现在颁布军令 韩正 将军 悲职在 韩正向前一步大声地答应道 你和张二和 率领你们的骑兵 从这条路走过去 李刚在地图上敲了一下说道 马拳都给我带上饺子 脚包上步 路上遇到后金的斥后 第一时间干掉 绝不允许他们 发出任何的消息回去 卯失之前 你要给我赶到这里 是 将军 韩正连忙大声地说道 绝对完成任务 李刚点了点头目光 转头看向了张三和说道 李恒 张三和 王大虎 三个人向前走了一步 一起说道 在 张三和 你领一千骑兵 从这个方向赶到这里 埋伏在河的对岸 王大虎你率领一千神机营 一起去埋伏在这里 李恒 你跟他们一起去 是 大人 三个人一起答应道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李恒 每个人的表情 都有些不太一样 吃惊更多过担心 邵将军也要跟着部队出发打仗 李刚看了一眼 三个人继续说道 你们在这里静静等待 如果卯失之前 多尔滚没有带着人 向你们这里跑 你们就向孤员靠拢 卯失三刻之前 要赶到多尔滚大营的东侧 也就是这里 明白吗 大人放心 我明白 三个人大声地答应道 剩余的人跟着我 我们赶到这里 李刚 在地图的东北角 敲了一下说道 如果我们没被发现 我会开炮 所有人一起杀进大营 李刚目光扫过其他人说道 我们从东侧南侧 和东北三个方向进攻 同时 我还会派出赤后和人马 在剩余的方向 做出有大军的假象 趁着他们反应不过来的时候 我要你们一鼓作气打进去 绝不能给多尔滚反应的机会 此战要活捉多尔滚 全歼后精兵 明白没有 明白 将军 众人大喊着说道 很好 各自回去布置任务 丑师三客准时出发 谁的人到时间不能走 军阀从事 李刚眯着眼睛开口道 军令如山倒 李刚下了命令之后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整座大 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 虽然忙碌 但是却没有动用火光 漆黑一片的大营 却十分的有规律 李恒站在营地当中 脸色凝重 心中极为佩服 能够在黑夜中 进行快速的集结 甚至不掉队不丢人 显然军队 是经过无数次的训练的 老爹在这方面下了苦功啊 感觉怎么样 李刚来到李恒的身边 笑着问道 爸 了不起 李恒赞赏着说道 单单看这份集结的功力 就不是普通的部队能够比的 让我想起了 咱们后世的解放军 李刚得意地说道 夜战是咱们的强项 不能丢了 不容易吧 李恒看着自己的老爹 忍不住拆穿道 李刚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岂只是不容易 这个时代的人缺乏营养 大部分人都有夜盲症 我即便挑了再挑选了再选 人也实在没办法凑够 后来没办法 只能给他们补营养 要不是你送来的那些物资 我根本就没钱给他们补营养 即便如此 现在还有人有夜盲症 那怎么解决的 李恒好奇地问道 想办法呗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我给他们编了队 有夜盲症地跟着 没有夜盲症 训练的次数多了 跟着大队也丢不了 对着李刚竖了竖拾拇指 李恒大声地说道 老爹厉害 行了 别拍你爹的马屁 李刚瞪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摆了摆手说道 你这次过去 千万要小心 爹 你放心吧 没问题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李刚叹了一口气 神情复杂地看着儿子说 虽然你这里距离战场最远 但其实你那里是最危险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李恒表情严肃地说道 诧异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李刚 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说知道 小子你知道什么啊 虽然是夜间行军 对方也足够大意 可也有一种可能 他们会发现我们 李恒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们发现了 我们有三种选择 一是迎击 一种是固守 一种是转战 如果是前者 爹 你想必不会畏惧 有心算无心 咱们还是能够打赢的 即便是第二种 也没什么问题 想在咱们的火力下固守 基本不可能 爹 你最担心的 应该是第三种 李恒转头看着李刚说道 一旦对方觉得 咱们准备充分 他们没有战胜的可能 或者大晚上的不利于作战 转身就跑 咱们的队伍还没上去 没办法打 这真的没办法拦住他们 他们就会逃出咱们的包围圈 从路线上看 他们应该会向东 你安排的位置 就是狙击的第一线 虽然有一条河 但是河并不是很宽 也不是很深 骑着马就能过去 一千骑兵 一千神机营 拦住对方一万人 即便拦住 怕也危险重重 儿子 我 李刚看着李恒 表情有些复杂 你不用说 我明白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在这些人当中 我最擅长使用火器 他们都没有 我懂 而且我有戒指 能够装足够多的武器 我们的路程最远 需要急心军 只有我跟着他们 他们的速度才会变快起来 一旦对方迎击或者固守 我们还要再赶回来 走得慢了就来不及了 这一趟 我必须要走 李恒看着李刚目光坚定地说道 筹备了这么久 布置了这么久 这一战必定要胜 李刚伸出手 拍了拍自己儿子的肩膀 一切静在不言中 李恒也没再说什么 自己老爹在想什么 李恒心里是清楚的 想要做到什么地步 自己老爹 或许没有这样的想法 想要阻止大清静观建国 阻止扬州十日 阻止家定三徒 阻止腐朽的大清国建立 这个目标应该是明确的 想要实现这个目标 从此战开始 大英很快便没有了动静 李恒放眼看过去 士兵已经逐渐完成了 他们全部都站在原地 仿佛黑夜中的一尊一尊雕塑 该走了 李刚看了一眼儿子说道 小心一些 爹 什么都不要说 不要离Flag 李恒美好气地说道 这次我必定棋开得胜 马到攻城 说着 翻身上了战马 李刚瞪了一眼儿子 无奈地摇了摇头 大军离开了营地 在黑夜中仿佛起到黑线 悄无声息地插进了 远处的坝上草原 李恒也跟着队伍 从另一侧走了 在李恒身边 张二和和王大虎 一脸地小心 不小心不行 没跟邵将军接触过 不知道是什么脾气 真要是得罪了邵将军 以后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 李恒看着两个人 苦笑着说道 两位将军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你们放心 你们说怎么打就怎么打 我绝不会干涉你们 张二和和王大虎 对视了一眼 王大虎有些迟疑地说道 邵将军熟读兵书 难道不想 一展兄中所学吗 你放心 我们两个一定配合你 李恒看了一眼 两个人表情有些古怪 两个人的想法他 怎么可能猜不出来 他们摆明了 就是怕自己 干涉他们两个只会作战 所以才这么说的 无非就是一种试探自己 真要干涉才麻烦了 两位将军 这说的是什么话 李恒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你们负责指挥就行了 放心 我绝对不会干涉你们的 你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张二和和王大虎对视了一眼 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对于李恒 他们两个不了解 只知道 这位是大将军的儿子 是邵将军 如果邵将军 真的要干涉他们的指挥 有些事情就麻烦了 李恒才不会去干涉他们的指挥 他们的装备都在李恒的戒指里面 真到了关键时刻 还不是自己说怎么打就怎么打 毕竟谁掌握武器 谁说的算 现在和他们争论这些 有什么用 一路上没有再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 两个人也没有再和李恒闲聊什么 大家都在赶路 都很紧张 毕竟马上就要开始打仗了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 鸾河之流的河边 少将军 咱们是不是在河边等一等 王大虎凑到了李恒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如果多尔滚没往咱们这边跑 咱们就不用过河 李恒看了一眼 王大虎摇了摇头说道 不行 还要是要过河 王大虎和张二和对视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有一些迟疑 是不干涉我们的指挥吗 现在怎么又开始干涉了 我们要过河去做好准备 李恒开口解释道 一旦对方赶来 我们过河是不及准备的 你们明白吗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最终点了点头 虽然他们心中颇为不以为然 但是也没有办法 邵将军发话了 怎么可能不同意呢 反正只是过一条小河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恒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生怕两个人不跟着自己过河 对于这一战 李恒心里面是有数的 无论怎么 小心谨慎都不过分 一定要保证必胜 绝对不能有一点大意 或者轻敌的心思 当年马苏要是听着诸葛亮的 在山谷中埋伏 而不是跑到山坡上 也不会被人一把火给烧了 你觉得你想得很好 但对方未必没有办法 只有到了对岸 挖掘出了壕沟 才有办法 一行人很快就过了河 李恒将张二和和王大虎 叫到了一起 指着河滩说道 开始建立阵地 河边挖掘壕沟 王二虎和张二和对视了一眼说道 邵将军怕是不妥当吧 哪里不妥当啊 李恒直接问道 邵将军 咱们不知道 对方会从哪里过河 河这么长 我们在哪里挖沟啊 他们不从咱们挖沟这里过河 那咱们 这都不白挖了 王大虎一脸担心地说道 谁让你在一起挖了 李恒看了一眼 王大虎说道 每隔一段地方 挖一段沟 有这么多人铺开了挖 能挖出很长一段 不用太深 只需要能够陷入马腿就行 实在不行 不要挖这么沟 直接在岸边挖洞 能陷入马腿的洞就可以 从这里开始向两边挖 能挖多远挖多远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表情都有一些惊喜 心中也不禁产生了疑问 我怎么没想到 在看一下李恒的时候 目光中就带上了几分重视和敬佩 不愧是将军的儿子 想法就是活络 李恒没搭理他们 自己的任务就是阻拦敌军 不让他们尽快地通过这里 那么就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们给阻拦住 挖坑也好 挖洞也罢 只要能够让骑兵跑不起来就是 挖出来的土 还能够垒成土墙 根本不需要太高 只要让战马过不去 或者持之战马的速度就足够了 很快 两千人便热火朝天地干了 李恒也跟着他们一起干 他暗中就掐着时间 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卯石 众人的表情也就越来越严肃 赤后来回的跑动 不断地送来各种各样的消息 看了一下时间 距离卯石只有一刻钟 李恒抬手招呼王大虎和张二和两个人说道 停下来 让兄弟们休息一下 两个人点了点头 然后就去传令了 从时间上来看 对方不可能来了 如果来了 早就已经被赤后发现了 自己父亲的计划成功了 将放出来的武器重新收回去 卯石一道 李恒便带着人重新过河 一行人马不停蹄地朝着孤原而去 一路上 李恒还担心 会不会遇到对方的赤后 结果到了孤原发现根本就没人 很快李恒就带着人到了预定地点埋伏好了 拿着望远镜 李恒能够清晰地看到 敌方大营的情况 大营之中 灯火通明 很多地方还热闹着 后半夜了 居然还人声鼎沸 显然对方并没有休息 父亲凌晨偷袭的计划 怕是要泡汤 少将军 将军来了 王大虎来到李恒的身边说道 李恒一愣 没想到自己父亲 居然赶到了自己这里 连忙转身迎了上去 见到父亲之后 有些迟疑地说道 爸 你怎么来了 有些担心你 过来看看 李刚上下打量了一番李恒说道 还能适应吗 这算什么 当然能适应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伸手拍了拍李恒的肩膀 李刚压低了声音说道 等会往里冲的时候 不要冲得太靠前 自己要小心 明白吗 爸 你放心吧 我知道 李恒拍了拍胸脯 笑呵呵地答应道 他们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晚啊 还不睡觉 应该是在庆祝 李刚脸色有些难看地说 李恒想了想就明白了 黄太极也好 多尔滚也好 他们想歼灵林丹汉 不是一天了 从努尔哈赤开始 就在执行这个计划 现在终于实现了 事情是他们做出来 自然非常的高兴 在孤原扎营 忍不住就庆祝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到了孤原 他们已经安全了 草原上已经没有敌人了 明朝人 呵呵 明朝人敢出长城吗 他们早就被打怕了 后经大营之中 虽然已经到后半夜了 但大家还没有睡 帅帐中 多尔滚的兴致很高 喝了半夜的酒 他已经有一些微醺 看着周围跳舞的女人 他脸上露出了 哈哈大笑的表情 帐篷里面还有岳托 萨哈连和豪格 岳托 努尔哈赤之孙 努尔哈赤长子戴善的长子 萨哈连 戴善的第三子 豪格 黄太极的长子 几个人推杯换战 气氛好不热烈 征服了草原 拿到了全国玉玺 岳托大笑的说道 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回去之后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 大汉的奖赏 奖赏倒是其次 豪格摆了白手说道 从今天开始 我们便是草原上的王者 草原上的霸主了 多尔滚看了一眼 两个人笑着说道 我觉得 我们可以立国了 众人听了这话之后 先是一愣 随后笑了 笑声冲破了大仗 岳托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我们可以建国了 蒙古人有成绩思汗 他们统一了草原 他们打进了关内 他们夺了汉人的花花江山 我们女真人也可以 对 打进长城去 夺了汉人的花花江山 豪格一脸仗红地说道 这边闹腾得厉害 不远处的帐篷当中 林丹汉的儿子讹哲 脸色很难看 他们从晚上开始就吵闹了 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讹哲听了一晚上 越听越闹心 双手握着拳头 眼睛血红 身子都颤抖了起来 在他的身边 叶赫那拉 苏泰 一脸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伸出手拍了拍 自己儿子的后背 安抚着他 生怕自己儿子出生干点什么 虽然安抚的儿子 叶和那拉 苏泰心中也充满了悲愤 他们都是林丹汉的女人 都是林丹汉的福尽 现在被抓了 被俘虏了 等待他们的 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想一想就知道了 历史上 黄太极对他们 其实还算不错 他们兄弟分别挑了一个曲了 讹哲就比较惨了 黄太极表面上 嫁了一个女儿给他 实际上是暗中害死了他 让他的弟弟 掌控了蒙古 阿折的这个弟弟 是林丹汉的大附近 那墓中所生 在他们到达沈阳之后 那墓中就嫁给了黄太极 这个弟弟 是林丹汉的姨父子 当然了 也有人怀疑 他是黄太极的儿子 根本不是什么姨父子 到了后来 这种传言就没有了 原因也很简单 在阿折死了以后 阿折的弟弟 按照习俗 娶了阿折的媳妇 阿折的媳妇 是黄太极的次女 能让他娶自己的女儿 儿子 你不要想太多 叶和纳拉 苏泰安慰着自己的儿子说道 形势比人强 我们能保住性命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讹者咬着牙也不开口 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动 一声闷响 忽然在半空中乍响 帐篷中的人瞬间梦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响动 多尔滚的反应很快 虽然喝了不少酒 但听到声音的第一瞬间 他就判断出来 这是炮声 有人在打炮 猛地从酒桌前站起来 多尔滚大喝道 哪里打炮 明军阵地前 李恒皱着眉头 看着炮弹的落点 在敌音中炸响 脸上的表情有些发黑 对旁边的炮手说道 看到没有 打歪了 打中间帅仗 虽然没打过仗 但擎贼先擎王的道理 李恒懂 对面的大营排列得很清晰 中军大仗就在正中央 那么大一个帐篷 灯火最明的地方 一眼就能够看得到 不用想也知道 多尔滚和主要将领 肯定都在那个范围之内 用迫击炮 对着那个范围狂轰烂炸 就准备错了 打死他们最好 打不死他们 也能够一举端掉 他们的指挥中枢 让整个大营都乱起来 炮手脸上有些紧张 输了一口气 重新调整炮口 动 又是一炮 炮弹旋转着飞出 狠狠地落在了大仗的前方 炮弹落地瞬间炸响 无数的土石被炸了起来 大门口的卫兵 直接被炸上了天 惨叫声瞬间响起 残肢断壁四处乱飞 李恒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大笑地说道 就朝这个位置打 所有人注意 六发急速射 放 石门迫击炮 一字排开 炮弹咚咚咚地飞了出去 爆炸声瞬间响 围绕着大仗爆炸 多尔滚拉着其他人 刚刚冲到帐篷的门口 一颗炮弹在他们周围炸响 多尔滚眼睁睁地 看着萨哈连被炸上了天 他自己也被炸飞了 从地上爬起来 晃了晃盖在自己身上的土 多尔滚 只觉得自己的耳朵嗡嗡响 伸手摸了一下后背 那里疼得要命 反手一看 满手都是鲜血 一群人围了上来 将多尔滚护在了中央 爆炸声再次响起 炮弹不断地落下 惨叫声不断地响起 周围的人不断地被炸上天 一时之间 整个大营乱成了一锅粥 炮声响起的一瞬间 四面八方响起了喊沙声 明军早就憋了一口气 韩正齐在马上抽出了马刀 高声地呼喊道 骑兵跟着我冲进去 活捉多尔滚 全肩后精兵 活捉多尔滚 全肩后精兵 身后的骑兵高呼着 催动战马 朝着敌营冲了过去 在骑兵的身后 端着五六冲和冲锋枪的步兵 快速地奔跑 他们要第一时间冲进大营去 给对方造成足够的杀伤 在他们身后 端着碎发枪的明军 也冲了上来 在最后 则是明军的冷兵器步兵 他们奔跑的速度也很快 每个人都红着眼睛 冲进去就能够抢到功劳 功劳就代表着银子 代表着官位 代表着一切 李恒手里面拎着一把冲锋枪 纵马狂奔在最前面 在李恒的身后 王大虎和张二和推动的战马 紧跟在他身后 在他们身后跟着的是一千骑兵 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没用多久就杀进了大营 后京军的大营 早就已经乱做了一团 有的人想要反抗 有的人往中军大帐跑 想要去救人 火光冲天 喊杀声四起 他们就更乱了 突突突突突突 扣动扳机 将眼前的后京冰扫倒在地上 李恒队的身后招呼了一声 跟我上 冲到中军大帐去 后面的人跟着李恒 继续往前冲 战斗进行得很激烈 局面上却是一面倒 后京大营当中的很多人 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就被明军给打趴下了 有的人刚从帐篷里钻出来 就被一缩子子弹撂倒了 明军越战越勇 骑兵已经在大营里面 杀了一个来回了 韩正正带着人调转马头 从另一侧杀回来 步兵已经占领了 后京大营中的马就 有很多的后京士兵 在面对攻击之后 第一时间跑过来 想抢走战马 刚开始 还有人能够拿到战马 后来的人刚骑上了马 还没走出去 就被明军给堵住了 冲进来的明军 端起碎发枪 将后京的士兵 从马上打下来 随后便一个个地冲了进去 他们快速地占领了马就 找到掩体开枪 保护身后的战马 这是李刚教给他们的任务 第一时间占领这里保护这里 对于李刚来说 这一仗打赢 已经预料之中的事情 大营中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战利品 别的东西都可以乱动 但马不行 自己是真的缺马 这里可有一万五千多匹战马 多尔滚的骑兵 虽然没有一人双骑 但还是多备了五千匹马 对于这些战马 李刚早就已经是做囊中之物 实际上后京的军队并不全都是骑兵 只不过这一战的全是骑兵而已 黄太极和多尔滚都清楚 他们两个人面对的是林丹汉的儿子 必须快速地偷袭 然后才能够将他们给活捉 不然他们又跑了 一万骑兵被歼灭 也够黄太极心疼一阵了 占领了马就之后 无数的后京兵跑过来 但都只能是送死 面对明军的枪 他们根本冲不进来 就全都被打死了 能够精准射击的枪 和不能精准射击的枪造成的杀伤 绝对是两种概念 那边有人 大营之外 李刚举着望远镜 看中了一个方向说道 马上告诉韩正 让他带骑兵包抄过去 将那队人冲散 是 大人 旁边的传令兵答应了一声 拿出了对讲机 开始呼叫韩正 大营的右侧 李刚又指着右边说道 有一群敌人的士兵在聚集 让咱们的炮兵开炮 朝着那里给我打 把他们给我炸开 是 大人 传令兵答应了一声 开始呼叫炮兵 很快 营地中便响起了炮声 刚刚聚起来的后金士兵 还没能发挥什么作用 炮弹便砸在了他们的头上 一下子就把他们给砸闷了 李恒带着人快速穿插 不断地突进 前方根本没有人能够抵挡他 即便有人阻拦 李刚这边还没发动攻击 后面的火炮就到了 直接砸在了他们中间 后金部队根本组织 不起有效的抵抗 面对对面的五六冲和冲锋枪 还有迫击炮 很短的时间内就兵败如山倒 后金的士兵开始向营地外逃跑 四面都有喊沙声 他们也不知道去哪边逃跑 有的朝东面跑 朝南面跑 一头就撞进了明军的怀里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西面和北面 虽然也有喊沙声 但没人冲进来 于是 有很多后金的士兵 开始向西面和北面逃跑 在望远镜当中 李刚看到了这一幕 转身对身后说道 传令给张二和 让他不用跟着李恒了 马上调转码头 去追那些逃走的后金兵 传令兵答应了一声 连忙呼叫张二和 张二和接到了命令 走到了李恒的身边 把命令向李恒转述了一遍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带着你的骑兵追上去 尽可能地造杀伤 记住要把他们往一块赶 不要让他们四散奔逃 不利于你追击 我知道了 少将军 张二和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送走了张二和 李恒带着王大虎和剩下的步兵 继续向前突进 很快他们就摸到了 中军大仗的附近 中军帐篷已经塌了 韩正也从另一侧冲了进来 李恒亲眼看到 韩正冲散了一群人 将一个受伤的人给逮住了 虽然不知道那人是谁 但肯定是后金的大官 李恒私下看了看 突然看见远处有几个人 正在鬼鬼祟祟地向北边跑 虽然几个人穿的 都是普通的军事衣服 但是李恒还是看出了不对劲 几个人隐隐地围着中间的一个人 似乎在保护着中间那个人 跟我来 李恒一招手大声地说道 王大虎跟在李恒身后 两个人一起朝着那几个人冲着过去 那几个人似乎发现了他们 有两个人转回身 想要拦住李恒和王大虎 吐吐吐 李恒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 果然不对劲 一梭子扫过去 两个人瞬间倒在了地上 两个人继续向前 将其他的人也扫倒在地上 留下那个被围在中央的人 李恒看了一眼 此人是一个极为年轻的人 见到李恒和王大虎围上了 他的脸上闪过了一抹猙獰 一把抽出了腰间弯刀 朝着李恒就冲了上来 不要开枪 李恒抬手阻止了王大虎 反手抽出了自己腰间的刀说道 我要捉活的 少将军 我来吧 王大虎也翻手 抽出了自己的刀 王大虎是一员虎将 身材极为高大 当初招兵的时候 李刚一眼就相中了 费了好大的心力 才将他们兄弟二人弄过来 眼前的少年 王大虎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李刚想了想 自己要功劳 的确也没有什么用 想要厮杀找别人就是了 功劳留给王大虎也好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你小心一些 少将军 你放心吧 王二虎冷笑了一声 拎着刀大步地 朝着少年走了过去 少年手中的刀劈向了王二虎 王二虎也没客气 轮着刀就碰了上去 当得一声火星似箭 少年手一麻 手中的刀直接就飞了 低头一看 右手的虎口已经咳出了血 王大虎冷笑了一声 一把抓住了少年的衣领子 你给我过来吧 往后一扔 少年直接摔趴在了地上 少年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这一下又中又狠 少年整个人勾搂在了一起 脸色一白 差点没被摔被过气 旁边冲上来两个明君 将少年直接给捆了 好好看着他 李恒盯着少年说道 他应该是个大人物 马上去找人询问一下他的身份 尽快弄清楚他的身份报上来 是 少将军 旁边有人低头答应道 走 李恒拉着王大虎说道 咱们继续冲 太阳从东方升起 火红的阳光 洒满了整个草原 战斗一直持续到现在 喊杀声渐渐地停了下去 整个营地 基本上没有厮杀了 明君开始清理营帐 清点战利品 将杀死的尸体 抬到一边堆起来 没死的受了重伤的 直接补刀 我方受了伤的抬下去治疗 死了的放到另一边 准备带走 李刚脸色红润地站在草原之上 自己准备了这么久 终于成了 转头看着拎着枪走过来的儿子 李刚无奈地摇摇头迎了上去 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说道说道 不要冲这么前 怎么就不听话了 李恒挠挠挠头 笑呵呵地说道 真冲杀起来 哪顾得上这些 怎么样 老店 此战收获颇风吧 提起这个 李刚脸上的笑容 异常地灿烂 拉着李恒两个人 来到营地的方向 李刚指着眼前的马就说道 你看看 这都是昨天晚上缴获的战马 我刚刚让人轻点了一下 足足有一万两千匹 这么多 李恒也被震惊了 李刚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抓到了他们的军需官 我让人拷问了一下 他们这次出来 带了一万五千匹战马 开战之时 有一部分人冲到这里 他们大概骑走了一千多匹 剩下的一千多 都是在战斗中受伤 或者被惊吓 私自逃出去的 我已经让人在周围搜寻 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些回来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是啊 李刚语气感慨地说道 有了这些战马 我的士兵就装了腿了 以后无论去啊 他们都可以骑马了 我也可以再编练出一只骑兵了 老店 您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想要再扩军 怕是不容易了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我现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回去之后 还不愿意胜我的官 放心 爹的地盘肯定更大 多养一些兵不成问题 点了点头 李恒也赞同老爹的说法 地盘大了 把军队分散驻扎 谁也不知道 自己老爹有多少人马 实在不行 搞一些民兵组织 藏兵于民也就是了 只要给发想 按时训练 民兵不民兵 都有什么区别 训练到位了 想到打仗了 让他们把衣服一换 立马就是一支 能征善战的队伍 当年希特勒在德国 不就是这么干的 走 咱们这边看看 李刚拉着李恒 两个人来到了旁边的地方 李刚指的眼前的物资也说道 车 要是咱们缴货的 够我用一段时间了 李恒看了看 大部分都是粮食草料之类的 多尔滚此次出来 也并没有打算待太久 所以 带出来的物资并不是很多 仅仅够一万人马 用一个月 一来一去 他们吃了有一半了 剩下的一半被李刚给缴货了 李刚也很满意 最重要的是 其中有很多肉食 过了一冬天 无论是李刚还是当兵的 又或者是新军所的老百姓 嘴里面都快淡出鸟来了 肉食正好够好好吃一顿的 大人 有发现 韩正一脸惊喜地 从远处跑了过来 李刚看了他一眼 笑呵呵地说道 有什么好事 大人 咱们发现大鱼了 韩正一脸激动地说道 我抓到了一个后军的签护官 让人拷打了一番之后 他愿意帮咱们认人 咱们抓到他们大关了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我早就想到了 一直在等这个消息 然后咱们过去看看 几个人一起来 到了后面的营地 韩正让人抬上了几具尸体 指着其中一句说道 大人 此人叫月托 是他们的大贝勒戴善之子 戴善 李刚眼睛一亮 笑着说道 努尔哈赤的儿子 黄太极的兄长 不错不错 不过还是有点可惜 没把戴善给抓住 李恒看了一眼自己的老爹 一脸真诚地说道 放心 肯定有机会 早晚的是 对 早晚的是 李刚也点了点头大笑地说道 当然 你看这个 韩正指着旁边的 另外一具尸体说道 此人名叫萨哈连 是戴善的儿子 月托的弟弟 也被咱们给炸死了 可惜了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要是能活着多好 捉了 韩正在旁边连忙说道 咱们活捉了两条大鱼 我让他们压过来了 旁边的人 压着两个人 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一个人满身是血 看出来受伤不清 另外一个 就是李恒看的那个少年 见到他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自己猜得果然没错 的确是条大鱼 韩正指着受伤的人说 已经认出来了 他就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滚 李刚和李恒父子二人对视了一眼 连忙迎了上去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父子二人都有一些恍惚 实在是这个名字 太大名鼎鼎了 来到明朝之后 李刚见了很多人 可是像多尔滚这么有名的 还是第一次见 走过去之后 两个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多尔滚 表情都有些复杂 多尔滚抬起头 恶狠狠地看着两个人 等下张嘴大骂 旁边的明君上去 一嘴巴子就抽到了他的脸上 行了行了 别打了 李刚连忙抬起手 拦住了士兵说道 给我好好看着他 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他可是咱们的大功劳 这个呢 李恒指着旁边的年轻人 有些兴奋地说 此人是豪格 韩正在旁边开口 没等韩正说完 李恒和李刚二人 都一脸兴奋地看了过去 父子二人 就差没兴奋地叫出声了 豪格呀 这可是豪格呀 被他们给抓住了 在后世人眼中 豪格算得了什么 怎么可能比得上 多尔滚呢 很多人很可能都没听过豪格 但是他们一定听过多尔滚 在这个时代 两个人的意义却不一样 后世人有那样的看法 是因为多尔滚的后世地位 是在皇太吉死之后 他取了孝庄 他差点造反 他差点成为大清朝的皇上 在明朝末年多尔滚 无非就是后期的一位王爷 仅此而已 努尔哈赤的儿子 众多多尔滚也排不上号 毕竟其中能争善战的也不少 按照官位来说 也就只是香白旗的旗主 不要觉得八旗之主很厉害 毕竟八旗有八只 豪格不一样 豪格是皇太吉的长子 如果不出意外 他将来就是皇太吉的太子 是未来后经的继承人 多尔滚的地位 和他完全不能比 历史上 皇太吉死得非常突然 没有留下遗诏 生前也没立太子 这也就导致了皇太吉死了之后 清朝发生了剧烈的斗争 两位极有实力的人在争夺皇位 其中一位就是豪格 而另外一位就是多尔滚 很多支持皇太吉的故旧 全部都支持豪格 问题在于 多尔滚的实力太过雄厚 在进攻明朝的过程当中 他的功劳非常的大 手中握着很多的人马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有很多人支持多尔滚 眼看一场分裂就要展开 多尔滚退步了 他选择支持孝庄的儿子 也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弗林 以这样的退步 迫使豪格身后的人退步 在这样的斗争当中 豪格最终失败 现在皇太吉还没死 多尔滚的实力 还远没有那么雄厚 豪格的地位 自然而然在多尔滚之上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战报送到了北京城 活着多尔滚 崇祯皇帝会很高兴 会大肆赏赐 你说你活出了豪格 活着了皇太吉的儿子 崇祯皇帝说不定会兴奋地 从龙椅上跳出来 这就是其中巨大的区别 好 太好了 李刚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一边拍着韩正的肩膀 一边说道 是谁活着他们两个的 我要给他请功 韩正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多尔滚是我 豪格是王大虎抓的 王大虎在旁边走了上来 恭恭敬敬地说道 将军卑职不敢贪功 其实是邵将军发现了他 李刚一愣 转头看见了自己的儿子 问道 是吗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当时我发现 此人身边围着几个人 虽然穿的都是普通军事的衣服 但隐隐地他们将他围在了中间 似乎在保护他 只是觉得 此人身份肯定不凡 于是就拦截下了他 我们拦住他之后 是王大虎亲自将他给捉住的 我并没有插手 李刚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缓缓地点了点头 日子没落腹 李刚明白李恒的意思 虽然让自己的儿子 能够到大明朝来 但是在大明朝待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要这份功劳 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 即便把功劳给了儿子 外人也会怀疑自己 是硬捧儿子 不如让儿子 把功劳让给王大虎 如此一来 儿子的名声和威望全都有 赏赐那些虚名 不必在意 儿子做得很好 李刚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伸手拍了拍王大虎的肩膀说道 你不必谦虚 功劳就是你的 谁人活着就算谁的 我会为你请功 王大虎连忙低头道 多谢大人 行了 咱们走吧 李刚笑呵呵地说道 把他们压下去 好好地看管 千万不能死了 谁要把人弄死了 军法从事 是 大人 旁边的人连忙大声地答应道 打扫战场 追击残兵 一直持续到正午时分才停下来 明军的骑兵也转了回来 战场上结果也终于出来了 明军兼敌五千多人 俘虏了两千多人 剩余的二千多人被逃掉 夜晚又不是四面合围 取得这样的成绩 已经很让人满意 这一战 可以说是全歼了对方的生力军 即便逃跑了两千多人 在茫茫草原上有几个能跑回去 也未必 没有犹豫 李刚直接带着人收兵回城 要高兴要庆祝 回到长城以内 回到新军所再去庆祝 在草原上心里面总归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回城的路上 李刚骑着马陪在李恒的身边 看着自己父亲长须短叹的样子 李恒有些无奈地说道 爸 打了如此大的胜仗 你怎么还高兴不起来呢 李刚摇了摇头说 我们阵亡了三百七十多人 重伤五百多人 重伤的这些人 回去之后也怕是要退役了 战损达到了一千多人 李恒没说话 这样的战损父亲还不满意 你说七纪光当初是怎么打的 李刚皱着眉头说道 李恒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说道 打倭寇的时候时候 基本上都是以多打少 即便是以少打多 七纪光也会选择好阵地打伏击 到了冀州七纪光与蒙古人作战 全都是蒙古人来攻打他 他打的是防御战 父亲不一样 你打的是出击 是歼灭战 这是不同的 李恒当然不知道七纪光是怎么打的 他如此评价也只是想当然 总不能说 爹你不行 你的能力不如七纪光 所以你才打成这样 老爹已经够郁闷的了 这么说话不怕挨打吗 李刚摇了摇头 情绪还是很低落 一千多人说起来是数字 但全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 想到自己送还骨灰盒的时候 想想他们家人 李刚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爸 还有一件事 李恒转头看着自己的父亲说道 还有什么事 李刚转回头问 这一战你之前存的子弹和炮弹 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李恒盯着自己的老爹说道 冲锋枪和五六冲也损失了一些 我点了一下数 并不算多 还有两门迫击炮报废 怎么会呢 李刚瞪着眼睛说道 咱们的迫击炮 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式耐用 怎么可能会打废呢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是皮式耐用 但也要看怎么用 你手下的那些炮兵 激动起来 就打起来没完 等到发现的时候 炮管都烧废了 枪基本上也一样 李刚尴尬地挠了挠头 最终只能认了 想想自己当兵的时候 虽然没打过仗 但是听自己的前辈讲过 上了战场之后 人的情绪一激动上来 很多事情就不受大脑控制 扣住扳机就不松手的事情 也不是没人干过 等到打完仗才发现枪不行了 肩膀也废了 打仗的时候 倒是没感觉到后座力 肩膀全都是力量 打完了 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 又要休养生息了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李恒没有搭理自己的父亲 战争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打的就是资源 如果你的资源足够多 你就可以持续地作战 资源不够 那就打一会儿停一会儿 攒了一些资源 攒够了再打 大军在傍晚时分 进入了长城 独食堡的人 一早就得到了消息 周旺福带着他身边的 所有人跑来赢 见到俘虏和战马 周旺福眼睛都快红了 周旺福想起了 韩正和他说的话 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人 周旺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机会从手边流走 感觉真不好受 尤其是机会曾摆在眼前 而自己实力不行 当然 周旺福在那边 韩正在李刚身边 见到了远处的周旺福 忍不住提了一句 李刚看了一眼韩正 笑着问道 你很看好他 韩正叹了一口气说道 临走的时候 我曾经试探过他 问他愿不愿意带着手下人 跟咱们一起上战场 大人 您猜他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李刚有些好奇地问道 他跟我说上了战场 他的确能混一份功劳 可他手下这些人 老得老弱得弱 装备也不好 实际上并不会帮上什么忙 真上了战场 他手下这些人 肯定会死 他不能用手下的命 换自己的功劳 韩正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当时就问他 你不是想离开这吗 他跟我说他的确想离开 但不是这么离开 大人 您知道我想到了什么 韩正转头看着李刚说道 想到了我们自己 李刚笑着道 韩正点头说道 没错 我的确想到了我们自己 当初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大人也是如周旺福爱护手下一样 爱护着我们 伸手拍了拍韩正的肩膀说道 把他叫过来 是 大人 韩正面露喜色 催动战马 走到了周旺福的身边 到了李刚的身边 恭恭敬敬地行礼道 周旺福参见李将军 恭喜李将军 旗开得胜 养我大名军威 看了他一眼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你做得不错 此次出战 你在后方坚守良道 维护得力 为大军及时转运物资 做得很好 本将军会向朝廷为你请功 周旺福抬起的头 脸上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 实际上 他什么也没做 李刚走的时间也不长 他们自己携带的物资已经够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转运 可这东西 你说有就有 你说没有就没有 分润一份功劳 对李刚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李刚还准备把 其他几个堡垒的守将和守军 也全都加进去 如此一来 朝廷给的赏赐 就会有他们一份 多少的李刚就不管了 这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李刚自己给的赏赐 自然是没有他们的份的 那是自己兄弟们 用命换来的 多谢大人 周旺福聊起衣服 周旺福跪在了地上 一边磕头一边说道 李刚点点头说道 你起来吧 周旺福眼圈通红地 从地上爬了下 我知道你想离开这 但现在本将军告诉你 其实你不用 这么着急离开这里 从现在开始 这里本将军说了算 李刚声音严肃地说道 我为你们提供足够的粮食 足够的装备 补充足够的人手 好好在这里坚守 会有你一份功劳的 谢大人 周旺福低着头说道 末将愿为李将军镇守都市堡 按道理说 此话已经有些过了 算得上有些僭越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周旺福 在向李刚表忠心 在场的其他人 也不觉得有什么 这里就是自己家将军说的算 自己家将军的底盘 行了 李刚笑着说道 天快黑了 本将军也不走了 今天咱们就在这里休息 明天一早再挡回新军所 是 将军 众人大声地答应他 北京城 紫禁城 乾清宫 天虽然黑了 宫门也落了锁 皇宫大内依旧灯火通明 宫女和太监 全部强打精神 谁也不敢露出疲倦的神色 崇祯皇帝 本就是一个勤政的皇帝 今天性质比往常还要高 乾清宫内 崇祯皇帝坐在笼椅上 下面的椅子上 坐着一位文臣 君臣二人聊聊天 笑声不时地传出来 看得出来 皇帝很开心 好 太好了 崇祯皇帝拍着大腿说道 没想到我大明 还有如此能争善战的将领 这一战 果然打出了我大明的威风 是啊 杨四昌颇为感慨地说道 到达新军所之前 臣也没有想到 李刚绝对是一位将才 将来说不定会有大用 爱卿说得没错 崇祯皇帝点点头说道 看到爱卿揍的时候 朕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有些疑惑 现在听了爱卿的讲述 心里面已然没了疑惑 此人到了新军所之后 每一步都做得很好 开垦土地 招募百姓 编练军队 每一样都没让人失望 面对达子 敢于出击 最重要是一战而胜 难得 太难得了 杨四昌缓缓地点了点头 他猜到皇上会高兴 但没想到皇上会如此高兴 年前自己的奏书就进了经 现在回来 只是向皇上汇报一下自己寻查的情况 同时向皇上请圣旨支持自己的改革 没想到皇上会拉着自己长谈 而且见面谈的就是李刚 杨四昌颇为感慨 皇上对胜利的渴望 已经远超自己的想象 想想皇上刚刚说的那些战报 杨四昌也很无语 全是战败的 战胜的大多也是粉饰出来的 真正的大胜一个也没有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杨四昌的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 天已经这么晚了 自己早就该离开皇宫了 皇上非留自己 消息传出去 明天不定传出什么乱七八糟的留言 御史言官肯定会弹劾自己 杨四昌不禁有些头 正在此时 外面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老太监脚步急切地走了进来 来到大殿 扑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激动的泪流满面说道 皇上 大殿上的两个人全都被吓了一跳 杨四昌直接站起了身子 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眼前这个人他认识 最受崇祯皇帝宠幸的太监王承恩 大晚上他来这一出 肯定是有大事 难不成有人造反了 崇祯皇帝疼的一下 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语气急切地说道 出什么事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王承恩一边磕头 一边大声地说道 老奴为皇上道喜 为大明道喜 皇上大胜啊 大胜 原来是打胜仗啊 杨四昌松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都缓和了不少 心里面有一些疑惑 这么晚了让王承恩如此失态 究竟是哪里打了声仗 什么样的声仗 崇祯皇帝的表情也激动了起来问道 哪里打赢了 回皇上 宣服 王承恩激动地将一份奏书拿了出来说道 捷报在此 快快呈上来 崇祯皇帝大声地说道 王承恩从地上爬起来 快步来到崇祯皇帝的面前 跪在地上 双手将奏书呈了上去 他已经泪流满面了 伸手将奏书拿了过来 快速地翻开 崇祯皇帝看了一眼之后 脸上的表情也变了 身子都激动了起来 眼圈都有点发红 转头看着眼前的杨四昌 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爱亲 爱亲 杨四昌此时一脸猛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王承恩说宣服 打了大胜仗 杨四昌就有一些不明所以 打什么仗了 那里这么长时间了 哪有什么仗可以打 刚刚过年 难不成达子又打过来了 不对 如果是打过来了 那新来的应该是战报 而不是捷报 杨四昌不但没高兴 心还不断地往下沉 崇祯皇帝 手里捧着奏书 眼圈发红 身子颤抖 直接迈步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杨四昌吓了一跳 满脸的惊恐皇上 这是要干什么 聊起衣服 就要跪在地上 崇祯皇帝紧走几步 一把将杨四昌 从地上拉起来 用力拍了拍杨四昌的肩膀 崇祯皇帝激动地说道 朕果然没有看错人 好 爱亲做得好 皇上 杨四昌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朕 崇祯皇帝拍了一下 自己的额头说道 高兴地健忘了 打了胜仗 李刚在新军所 打了一场大胜仗 将手中的奏书 递给了杨四昌 崇祯皇帝大笑地说道 你快看看 是 皇上 伸手将奏书接了过来 杨四昌翻看了一遍 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精彩 怎么可能呢 这是真的 两久之后 杨四昌才回过神来 李刚居然带着人出了草原 在草原上和后金人打了一场 不但打赢了 而且还活着了多尔滚和豪格 还打死了戴善的儿子 作为敌人 杨四昌当然听说过他们这些人 多尔滚 大名鼎鼎 豪格 更是如此 现在居然把他们给抓住了 杨四昌猛地抬起头说道 皇上 报捷报的人在哪 崇祯皇帝也猛地转 回头看向了王承恩 王承恩连忙低头说道 入夜之时 此人到了城门口 因为他是送捷报的 守军便将他用篮子 吊上了城 确认无误之后 便派人跟着他一起送捷报 做得不错 崇祯皇帝直接大手一挥一说道 赏 一定要赏 自然不会有人去除皇帝的眉头 皇帝高兴赏 也就赏了 城门守将事情 做得极为妥当 赏赐也是该他得的 到了宫门口之后 他们说明了情况 守门的将士不敢怠慢 将守中的捷报 送到了老奴的守中 老奴已经派人去门口接了 崇祯皇帝赞许地看了一眼 王承恩说道 好 做得不错 朕很满意 王承恩低头说道 比起边关的大圣 老奴也只是 做些微末之事罢了 把人叫进来 崇祯皇帝一步一步地 走上了台阶 坐回了自己的龙椅 大声地说道 朕要好好地见一见他 好好地询问一下 此战的过程 是 皇上 王承恩答应了一声说道 老奴出去看看人到了没有 去吧 崇祯皇帝一摆手说道 王承恩低着头 向外走了出去 时间不长 又从外面转了回来 在他身后跟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 一脸地疲惫 走进大殿之后 王承恩侧着身子站到了一边 中年男人撩起衣服 跪倒在了地上 大声地开口说道 新军所游击将军 李刚麾下 千户韩正 参见皇上 吾皇万岁 万岁万万岁 跪在地上 韩正整个人都激动得不行 无论如何 韩正都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能够到京城来 甚至有一天 能够站在金丸殿上 见到皇上 从独师堡回到新军所以后 李刚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派人送捷报 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大 不可能随便派一个人 就跑到京城来 李刚也没挑选 直接就点了韩正 李刚麾下 韩正作战勇猛 又是一等一的中心 为人也极为激情 能说会道 由他来办这件事情 最合适不过了 到了京城之后 送捷报之人肯定被询问 如果派去的人不够激紧 说错了话 那就麻烦了 韩正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崇祯皇帝点点头说道 站起身子回话 谢皇上 韩正答应了一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上下打量了一番韩正 崇祯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样貌鹦鹉 一看就是沙场汉将 不错不错 杨四昌在旁边捋着胡子 缓缓地点头表示赞同 心里面却不以为然 韩正肥头大耳 模样丑陋 哪里鹦鹉了 皇上这是眼中带上了光啊 你也参与此战了 崇祯皇帝没功夫搭理杨四昌 刚刚杨四昌还是小甜甜 现在已经变成了牛夫人 根本就不看她 目光全都在韩正身上了 韩正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说道 回皇上 臣的确参与了此 好好好 崇祯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说说 说说 是 皇上 韩正点了点头说道 从去年打子敬犯之后 李将军觉得 我们应该派出探马到草原上去试探 如此才能够在打子敬犯之时 尽早应对 到草原上去 崇祯皇帝眉头微皱着说道 如此不会折损很多人吗 倒是不会 韩正摇了摇头说道 李将军麾下的斥候 全部都是精锐 都是精挑细选中的人物 每个人的弓马 娴熟战术 武艺高超 除此之外 李大人还专门对他们进行了训练 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战马 和最好的装备 即便被达子发现 打不过还能逃回来 李大人还严令他们 不许击杀落单的达子 韩正低着头说道 如此一来 达子发现他们 也以为他们是探路 而不是来杀人的 好啊 好 崇祯皇帝点了点头说道 如此办法 当真好极了 杀了人会引来达子的围剿 既然只是去打探情报的 就不要贪功 皇上英明 我们李大人也这么说 韩正低着头说道 杨思昌看了一眼 韩正脸上的表情 有些古怪 自己到新军所的时候 也见过这个男人 毕竟他的长相很是吸引人 很难让人不注意 只要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 基本上就忘不了 太丑了 自己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 可除了丑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印象 因为他很低调 并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 虽然他是李刚手下的将军 但表现得并不出彩 再看现在 此人除了丑之外 可以说是光芒四射 自己上次去的时候 恐怕是隐藏了锋芒 把光彩都给了李刚 轻轻地捋着胡子 杨思昌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来李刚手底下 还是有很多能人的 只不过 李刚把他都给藏起来了 同时也佩服起李刚的能力 手下愿意这么做 自然是对领导的尊重 对领导的感激 这足以体现一个人的领导能力了 崇祯皇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越看韩正越顺眼 接着讲 接着讲 是 皇上 韩正低着头说道 今年开春之后 赤后就发现 草原上有一栋 于是李大人便下令 抓几个舌头回来 抓舌头 崇祯皇帝有些疑惑地说道 启禀皇上 这是咱们的黑话 韩正有些尴尬地说道 意思是到草原上 抓几个知道消息的达子 回来拷问一下 好得到他们知道的消息 知道消息的达子 就被称为舌头 原来如此 崇祯皇帝的眼睛 越来越亮 一直以来 手下人向自己汇报的时候 总是喜欢把奏书写得花团紧簇的 根本就不接地气 现在听韩正讲得如此 生情并茂 崇祯皇帝心情大好 事后抓着舌头回来 我们就弄清楚情况 韩正接着道 林丹汗死了 他的儿子带着手下的部落 回到了河套 因为看过了奏书 崇祯皇帝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即便如此 现在听来 心中也依旧震撼 崇祯皇帝有些感慨地说道 没想到啊 说死就死了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家大人就动了心 韩正低着头说道 我家大人觉得 正是招降他们的好机会 一旦他们投降咱们大明 队内对外都是好消息 队内可以让天下人 知道我大明皇帝得人心 蒙古人已经被招降了 后金人还会远吗 对外可以震慑后金人 同时 我们也可以支持 林丹汗的儿子 讹者去打后金人 好想法 崇祯皇帝点了点头说道 李刚的心思很好 在我家大人准备上书的时候 草原上忽然又有了动静 后金的骑兵 出现在了孤原 待了一晚之后 向西而去 韩正面容严肃地说道 我家大人断定 他们就是朝着林丹汗的儿子 讹者去的 当时我家大人 回来和我们商量 很多人都反对 他们说 我们可以当作没看到 不知道这件事情 即便朝廷知道了 应该也不会怪罪我们 毕竟我们兵少将寡 又是在草原上 死战 怕使没法打 韩正忽然声音大了起来 抬起头说道 可我家大人不同意 我家大人说 我们镇守边疆 沐浴黄恩 岂有不以死报国之礼 如果让后金人 降服了林丹汗的儿子讹者 他们在草原上 将再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的后金人 他们将纵横草原 是我大明的心腹大患 如此 我大明边境危险了 为了大明边境的安稳 为了报效皇上的恩德 我们难道还要吸此身吗 崇祯皇帝一拍龙椅大声地说道 好 果真忠臣良将 军中还有人反对 李大人当即说了 岳武目言文官不爱钱 武将不怕死 别人我不知道 但我李刚不怕死 为了大明 为了皇上 血洒草原 马格果师 我李刚认了 谁怕死谁不去 不怕死的出兵草原 哪怕是粉身碎骨 哪怕是全军覆没 也绝不让后金人得逞 即便是进了老虎嘴 也要掰下他几颗牙 汉将啊 崇祯皇帝眼圈有些发红地说道 出征之前 我们将军还留了一首筹布 韩正声音低沉地说道 当时将军召集愿意前往的将军 一刀刺破拨指 滴血入碗 以血在丝卷上 写下了一首诗 李将军有言 人家煞血为盟 今日我们煞血赴沙场 如果我战死了 此事便算我的遗言 如果你们战死了 你们的父母妻儿 无养之 煞血为势 苍天为剑 这一卷丝绸 交给了城中之人保留 尘来的时候 特意要来带来了 拿来朕看 崇祯皇帝红着眼睛站起身子 声音都有一些颤抖地说道 王成恩连忙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快步地来到了韩正的身边 双手将丝绸卷接了过去 快速地跑回到了崇祯皇帝身边 恭恭敬敬地呈了上去 崇祯皇帝还缓缓地将绸布展开 上面红色的鲜血异常地清晰 甚至显得有些刺眼 写在上面的字 也晕开了一大片 可崇祯皇帝根本顾不上这些 而是看上了诗的内容 将军立志出边关 不破葫芦士不还 买骨何须乡子地 人生何处不青山 崇祯皇帝双手颤抖着大声迎颂 声音之大 将乌梁镇的嗡嗡作响 疾风石浸草 板荡石成城 好啊 好 大中大涌啊 杨四昌也一脸地诧异 李刚还有如此文采 坐下来以后 崇祯皇帝依旧没有平复 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 端起茶水喝了一口才说道 上面也有你的鲜血 韩正用力地点了点头说 是 让朕看看你的伤口 崇祯皇帝缓缓地说道 韩正表情有些迟疑地说道 皇上 就在这 就在这儿 崇祯皇帝也点了点头说 韩正向前走了一步 抱群说道 请恕臣失忆 说着 伸手解开了外甲 摘下了帽子 就要将盔甲脱下来 杨四昌站起身地大声地道 韩正 你干什么 韩正抬起头有些 不明所以地说道 皇上不是要看 我的伤口吗 当然是要脱衣服 不脱衣服 怎么看伤口 杨四昌面露苦笑 一脸都无奈 韩正刚刚表现得多精明 现在表现得就有多傻 真不知道 他是装得精明 还是装得傻 如此圆润地来回切换 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皇上是要看你割破手指的伤口 杨四昌美好气地说道 崇祯皇帝看到这一幕 脸上反而露出了笑容 如此憨厚中梗之人 难得难得 实在是太难得了 原来如此 韩正点了点头 一脸尴尬地说道 皇上恕罪 臣是个粗人 在边关日子多了 性子也 实在是军前失忆 臣 崇祯皇帝抬了抬手说道 不必如此 是朕没说清楚 杨四昌和王承恩 同时抬起了头 当今皇上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 他们心里面很清楚 一心一意想做明君 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 今天皇上是真高兴 也对韩正是真喜欢 否则绝不会如此态度 谢皇上 韩正恭敬地说道 臣把盔甲穿上 再为皇上看上 反正都脱了 崇祯皇帝笑着说道 那就让朕看看你的伤口 这 韩正有些尴尬 一脸的词语 朕让你脱 你还顾忌什么 崇祯皇帝做生气的样子说道 难不成你 还想抗旨不尊 没有没有 韩正连忙说道 臣可是忠臣 忠臣怎么能抗旨不尊 皇上稍等 臣就脱 说着 将身上的盔甲卸了下去 最终露出了白色的内衣 没有丝毫的犹豫 韩正将内衣也脱了下去 大殿上三个人全都震惊了 韩正的胸腹之间 全部都是疤痕 纵横交错 有横着的 有斜着的 有的地方疤上加疤 看起来触目惊心 这 崇祯皇帝站起了身子 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王承恩连忙走过去 将崇祯皇帝搀扶两个人 一起来到了韩正的面前 崇祯皇帝近距离地 看着韩正身上的疤痕说道 此处的疤痕是 韩正低头看了一眼 一道斜着的疤 上面嵌了一道 横着的疤 语气颇为淡然地说道 启禀皇上 这道伤疤横着切了 但是没养好 又被竖着切了一刀 自然而然就成这样 很疼吧 崇祯皇帝抬起头说道 韩正笑了笑说道 为大明守土 为皇上守国 生死都考虑不了太多 何况疼痛 比起那些战死沙场的兄弟 这算得了什么 沉不疼 好好 崇祯皇帝缓缓地点头说道 好汉子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皇上 这算不了什么 崇祯皇帝点了点头说道 让我看看你后背的伤 韩正有些尴尬地说道 皇上 要不就别看了吧 怎么了 有什么不能看的 崇祯皇帝笑呵呵地说道 挠了挠脑脑袋 韩正苦笑着说道 臣的后背没有伤 你的后背没有伤 崇祯皇帝疑惑说道 是啊 韩正点了点头 有些不明所以地说道 的确是没有 转过来让朕看看 崇祯皇帝大声地说道 韩正不明所以 转过身 将自己的背露了出来 果然皮肤白皙 极为光滑 上面一到疤痕都没有 大殿上的三个人 再次被震撼了 久久无言 杀场汉将啊 杨思昌都忍不住感慨道 崇祯皇帝也点了点头说道 作战勇猛 勇往直前 所有的伤口 全部都在胸前 必然是冲锋作战造成的 背后没有证明他没逃过 韩正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臣还以为怎么回事 王承恩 崇祯皇帝转头 看着王承恩说道 将盔甲给韩将军披上 韩正连忙后退了一步 伸手将地上的盔甲 捡了起来 连忙说道 皇上 臣就是一个边关 粗鄙之人 怎么敢劳烦 王公公给我披甲 万万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王承恩走了过来 伸手将盔甲接了过来 笑呵呵地说道 使得 使得 你可是咱们大明的英雄 咱家最敬佩的 就是你们这样的人物了 还有你们在边关厮杀 还有咱们在京城安稳的日子 王公公 这 韩正低着头说道 我还是自己来吧 这是朕的旨意 崇祯皇帝在一边笑着说道 他这是在替朕为你披甲 韩正的表情顿时就严肃了 聊起衣服跪倒在了地上 大声地说道 皇上隆恩 臣韩正叩谢 吾皇万岁 万岁万万岁 很好 起来吧 崇祯皇帝笑着点头道 等到韩正从地上爬起来 王承恩连忙走上去 为韩正将盔甲穿上 全都穿完了 他才悄悄地退到了一边 此时 东方已经泛起了鱼堵白 咕噜噜 空腹的叫声在大殿上响起 韩正下意识地捂住了肚子 一脸的尴尬 向后退了一步 拱着身子说道 臣军前失疑 请皇上治罪 崇祯皇帝摆了摆手说道 吃饭乃是人生大事 怎么能算失疑呢 是朕疏了 你应该许久没吃饭了吧 朕疏了